总体说来啊,王索过了一个祥和幸福的新年,昂首阔步踏入牛年,米兰祝演他,牛夜牛气冲天。 基本上,王索对这新年的经历还是很满意的,包括大年初次在彩虹俱乐部豪华套街里给两位大美女胳膊上画满小乌龟,也是非常爽的体验。 能做到这样就很不错了,难道还想左拥右抱,胡天胡地? 不过这样一来,王维就更加坐实了男闺蜜的光荣称号,现在她的女闺蜜除了米兰和白娇娇,似乎又增加了一个阿姐。 自从一起泡温泉之后,阿姐望向她的眼神就和以前有所不同了,以前更多是欣赏,长辈对晚辈的那种欣赏,现在多加了一丝亲切之意。 王维觉得这也挺不错的,在另一个时空打一辈子光棍,在这个时空忽然变得很有女人缘,或许呢,也是上天给她的某种补偿吧。 至于案子方面,王所还是比较满意的,马军案已经隐隐有办成大案的迹象,牵涉挺广的。 王维刻意控制着范围,如果真办成了大案,分局刑警大队乃至市局刑警支队都会插手,甚至禁毒大队和禁毒支队也会插一杠子进来。 到那个时候,红玉派出所和他领导的刑警中队就会失去对案件的主导权和掌控权,王维不想搞成那样。 这是红玉所刑警中队和禁毒中队成立之后,第一次为主真办的涉毒案,当然要办好,半路上被人截了糊,算怎么回事啊? 好在分局和市局那些前辈们似乎也能体谅他的心情,一直装作不知道,不闻不问,谁都不插进手来。 其实啊,这跟王维跋扈的名声有关,虽然他参加工作才八九个月,资历浅得令人发指,但是更令人发指的呢,却是他的嚣张。 办事横冲直撞,不管不顾,任谁得罪了他都没好果子吃,比如红玉所的李民主,分局的魏明辉州副局长,乃至市里的杜副市长,一个个都在这小小的基层派出所民警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没讨得半点便宜,最让人郁闷的是,最后还没脾气,谁都没给他来个秋后算账,这就很耐人寻味了。 一些心机很深的人已经在暗暗地揣测,这家伙是不是有大靠山呢? 也许他背后站着的并不仅仅只有一个洪峰。 因为就算洪峰欣赏他的才华,想要提携他栽培他,也不至于这样无条件地包容他力挺他吧,在没有搞清楚状况之前,那些心机深沉,形势稳当的领导们是不会轻易起信的。 所以,马军案到目前为止还在王维的强力掌控之下,不管是师祖女这条线还是违禁品的线,眼下侦破都还算顺利,张方良宇那帮家伙一个个都办得很起劲。 说起来,马军是他们的财神,案子还在侦破,就已经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办案经费,甚至提供了不菲的年终奖,让大家都开开心心地过了个菲年。 要不是马军偶尔会莫名其妙的饭倦,敬酒不吃吃罚酒,派出所的小伙子们还真不太想为难他们。 王索尔悠闲的假期,正月十五,刚过去没几天就被打断了。 本来王索尔想着就在这几天要摆个宴席,回请一下米兰,阿姐和白娇娇,不能总吃人家的喝人家的呀,没一点表示,顺便呢,和阿姐米兰谈谈七市股市投资的事情,给他们多多少少赚个几十万花花,全当还人情了。 当然,饭后要是能再逗逗地主,在白花花的胳膊上画几只猥琐的小乌龟,那就更衬心如意了。 或许啊,王索尔还能稍稍地变更一下画小乌龟的部位呢? 正当王索尔在小办公室喝着热茶抽着小烟响入飞飞的时候,白大队就把电话打到了他的手机上。 自从王索尔配了手机之后,白大队从来都是直接打他手机,没打过坐机。 说起来,白娇娇真不是居家过日子的好媳妇人选,太不会当家了,米兰是个不合格的媒婆。 王索尔,马上到局里来开会,支队会议室,快点,老头的秘密。 白娇娇一如既往的眼瞼一干,不知道什么时候,红菊在他嘴里变成了老头了。 事实上,是洪峰那帮爱徒们对他的特殊称呼。 在王维面前,不再称呼洪菊,而称呼老头,代表着一件事,白娇娇这帮师兄师姐们认可了王维的身份。 如果接下来一两年内,不再冒出什么有天赋的年轻警察,王维应该就是洪峰的关门弟子了。 因为再过几年,洪峰就该退休了。 王维的脑子,顿时就高速的运转起来。 一般来说,像他这样基层派出所的小刑警,如果不是遇到特别重大的刑事案件,压根就没有资格参加是刑侦之队的会议。 哪怕他是洪峰的徒弟都不行,规矩就是规矩。 只有重大刑事案件需要集思广益,才会从基层调那些经验丰富有破案天赋的基层刑警去参加会议。 可是,这段时间应该没啥大案发生啊。 王维无论怎么调动那陈峰的记忆都没有找到相应的文档。 全市范围内的刑事案件,只要是大案要案,哪怕王维并未亲自参与侦破的,都会有一定的印象。 现在,王维一点印象都没有。 难道说蝴蝶效应那么明显,已经开始改变本时空的历史进程了? 王维脑子浆糊,跨上边三轮,秃秃秃的,向市局挤齿而去。 白娇娇只让他一个人去市局参加会议,没说要叫上其他人。 王维就把微面留在了锁里,万一遇到什么情况要出警,有个微面方便点。 他一个人,骑三轮就行。 反正眼下,边城天很蓝,水很清,一点雾霾都没有。 王维也不在意多呼吸几口大街上的空气,肯定不至于得肺炎去住院去。 边三轮横冲直撞的开进了市公安局大院,静止停在了办公室楼下。 王维一跃而下,三步并坐两步,往刑警支队办公区赶过去。 边城的环境,就是好。 摩托车骑过来,身上愣是没有什么灰尘,连整理都不需要。 在刑警支队办公室,王所没感到什么紧张的气氛,显然也不大像发生了大案的模样。 王维直奔支队会议室,等到了会议室门口,王所偷眼往里一瞥,才发现会议室还真是大阵仗了。 市局局长亲自来了。 更让王维吃惊的是,局长居然并没有居中而坐。 这说明什么? 在论资排辈特别讲究的国内场面上,这说明,局长并不是会议室最大的官,有人的职务甚至比他还高。 边城市公安局局长,虽然不像许多兄弟室一样,是由政法委书记兼任,却也挂了副市长的头衔,而且在等着政法委老书记退休。 等现任政法委书记一退二线,局长铁定要进市委常委会,出任政法委书记的人。 既然大多数兄弟室都是这样的配置,边城自然也不会太例外啊。 虽然说,刑警支队的会议室并没有局里大会议室布置的那么规范,相对比较随意,领导的排位作次也不太讲究。 还是能够看得出来,会议室里有不少重要的人物,王维依稀记的,其中有一位好像是市委的领导。 在另一个时空,王维只是一名基层的刑警,对各个时间段的市领导基本无感,就算是大案子向市领导汇报也轮不到他,那是领导的事。 这位市委领导能在他脑海中留个模糊的印象已经很不错了,洪峰自然也在,但是王维的眼神很快就绕过市领导,绕过局长,副局长,落在另外几个人的脸上。 那几个人一看就不是领导,而且焦虑不完,一位女同志脸上还带着泪痕,据王维的经验判断,这个应该是受害人。 只不过受害人能够出现在刑警支队大会议室还惊动了局长,以及比局长职务更高的市领导,只能说明两个问题,要么这案子很严重,要么对方来头很大。 王维比较倾向于后者,从那位女同志的衣着打扮来看,雍容华贵,很有品位,而他身边一位差不多年纪的中年男同志,则是西装革履,虽然焦虑不安,依旧气度俨然,可以看得出来,确实是大有身份地位的重要人物。 王维觉得他好面熟啊,就是一时之间想不起来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是个大人物。 说来话长,实则就是瞬间的事。 王维在会议室外眼睛一抡,扫了一圈,脑子里就转不知多少回了。 事实上,他也不可能总是这么站在门外偷窥。 王维随即进了会议室,没有人阻拦他,也没有人在意。 只有刑警支队长袁怀英,副支队长戴连海,众碗大队大队长赵子平等认识王维的人,一眼神给他打了个招呼,谁都没吭声。 王维静止跑到白娇娇的身边落座,说来也奇怪,会议室坐了不少人,唯独白娇娇身边这个位置是空着的,没人去坐。 设于白娇娇冰山美人的赫赫声威,市局的同志,尤其是男同志都比较谨慎,轻易不去招惹白冰冰,不然呢,被他冷冷的瞪上一眼,心中要不爽好些日子,何必呢? 唯独王维不怕麻烦,敢贴着白娇娇坐,老子还敢在他胳膊上画小乌龟呢? 逼端闻着淡淡的幽香,用眼睛的余光撇一下白娇娇绝美的侧面轮廓,王二哥无不得意的想。 白大队啊,自然猜不到王维此刻那个龌龊的心理,也就是王维这个痞子,这个时候了呢,还会胡思乱想。 其他人,谁不是正经危坐,好好听领导讲话啊。 见到王维一脸懵逼的样子,白娇娇递给他一张小纸条,王维急忙接过,倒也没有各种激动各种藏,直接就展开了。 这个小纸条上的内容啊,肯定不是什么,约他今天晚上到哪吃饭呢,到哪看电影。 陆启正,云都大老板,女儿陆小婷正月在边城旅游,失踪。 一起失踪的还有陆小婷的同学张冰。 纸条上很潦草的写着这么几行字,王维这脑子里嗡的一声,目不转睛的盯住前面不远处,威严的中年男子的那张脸,一下子就想了起来。 陆启正,另一个时空,他在电视上见过好多次,名副其实的大老板。 云都财富圈子里顶级的富豪,天南省最有名的民营企业家之一。 杨云闹得最欢的时候啊,都还不如陆启正那么著名呢。 对于陆启正,王维还是有一定的好感。 虽然说每个企业家都有原罪,每个企业家在积累过程中都有原罪。 但是陆启正算是原罪比较小的,他一手创办的启正集团一直都奉行着在商言商的路线,和官方的关系远不如其他民企那么亲密。 以至于后来启正工业园打算从云都搬走的时候,云都市委市政府的领导都并不如和真心的挽留他。 这个呢,是一个不热衷给领导好处的民营企业家。 但是陆启正和云都市委市政府领导逐渐交恶,那是后来的事。 目前,启正集团正处于发展阶段,尽管在云都已经非常有名,规模也不小, 终究呢,还是没有成为王维印象中的那种巨无霸民营集团。 而场面上的领导们暂时也缺乏和民营企业家打交道的经验。 或者说,现阶段他们还需要启正集团为地方创造的高产值。 对于拉高云都市的GDP呢,很有帮助。 观出数字,数字出观,古来如此。 等后来各种企业纷纷落户云都,启正集团的重要性已经不那么突出的时候, 领导们对陆启正和启正集团启正工业员的重视也就差了很多。 一句话,你爱留留不爱留就走,无所谓。 这个呀,是后话。 陆启正确实有个女儿失踪,而且确实在边城旅游的时候失踪的。 但是这个案子,在当年并不是如何引起轰动的大案。 实话说,人口失踪案在边城实在太普遍了, 普遍到王维这样有责任感的民警都有点情感麻木了, 哪怕失踪者是陆启正的女儿。 边城这样经济落后的偏远地区正是人贩子最关注的地方。 边城市区和几个县城呢,还好点。 广大农村和山区实在有太多没受过任何教育, 对外界一无所知的,却又充满憧憬的年轻少女和青春少妇。 这些人呢,乃是人贩子最喜欢的目标。 好骗好哄好吓唬,而且转卖之后连自己家里在哪里都不那么清楚, 想跑就没地方跑。 至于说道,对人贩子的指认和指控,那更是两眼一抹黑。 在整个转卖的过程中,他们压根就不知道经历过什么地方, 也不知道被拐卖到了哪里。 一个字都不认识,安全。 当然呢,这只是普遍的情况。 实际上,不少受过高等教育出身成事, 见过世面的年轻女大学生都一样被人贩子拐卖, 其中甚至还有女研究生被拐卖的。 两个女孩子在边城旅游的时候失踪了, 除了他们的父母亲人,谁会当回事啊? 谁知道他们是不是瞒着父母家人去别的地方玩去了? 从与会其他刑警脸上的神情来看, 不少人抱着和王维一样的想法。 失去联系和失踪并不能画等号, 失踪也不能和拐卖画等号, 也许是死了呢? 在座那么多警察, 只有王维能肯定, 陆启正的女儿和他的同学确确实实是被人贩子拐卖了。 在另一个时空, 当年那个失踪案要在三四个月之后才引起轰动。 因为啊, 要到三四个月之后, 被拐卖的陆小婷才终于找到机会, 给家里打了一回电话, 然后展开营救行动, 顺利地将陆小婷给救了出来。 不过那个时候呢, 可惜了, 陆小婷已经怀孕了。 这件事, 肯定会彻底改变陆小婷的人生。 实话说, 王维并没有参与这个拐卖案的侦破, 也没有参加解救行动。 那会儿, 他不过是红玉派出所, 一个刚刚完成实习期的小民警, 在所里啊, 都不算一根葱, 市局领导怎么会让他, 参与这个案子的侦破呢? 直到现在, 王维才知道, 原来那个拐卖案, 在女孩刚失踪不久, 家长就已经来编程市局报案了。 只不过, 一点线索都没有, 报案也没用。 这样一来, 会议室里这样的大阵仗, 就能说得过去。 以陆启正在云都, 乃至整个天南民营企业界的地位, 他女儿失踪了, 确实是当的领导们这样重视。 接下来, 王维渐渐搞明白了在座诸位领导的身份。 其中一位居然是省府副秘书长, 他跟着主管领导, 正是分管民营企业这条线子。 陆启正找到这位省领导帮忙, 正是在情理之中。 哪怕陆启正再不热衷于和领导搞好关系, 碰到这种事, 那也得第一时间向大领导求援。 他很清楚, 在现行的体制之下, 唯有大领导发话, 下边才会重视这个案子。 单单靠他陆启正的名头, 是远远不够的。 你有钱, 又怎么样啊, 我又不求你。 另一位, 则是来自省厅行侦总队的副总队长, 省内也算是有名的行侦专家, 但是王维以前没见过他。 在另一个时空, 王警官固然渐渐地在行侦界混出一点小名气, 偶尔呢, 也会被抽调到省里办案, 却不见得能够见到行侦总队的每一位复制领导。 王维只是听说过李作勇副总队长的大名。 眼下来看, 这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失踪案, 如果失踪者不是陆启正的女儿, 不要说什么省府副秘书长, 省厅刑侦副总队长亲自出马, 连王维这样的所领导都不见得会亲自出马, 打发个普通民警, 做一下笔录就行了, 回家等消息吧。 王维已经在好几个刑警的脸上看到了不以为然的神情, 甚至都没怎么加以掩饰。 市局刑警支队这帮兄弟, 真正人精还是很少的, 多数都是直肠直肚的汉子, 他们对这个案子不以为然, 也绝不是什么没有同情心, 只是见得太多了。 凡事都喜欢从技术角度切入, 真要是碰到每一个案子都正义感爆棚, 动动感情, 那还得了啊, 这刑警还干不干了呀? 很快, 案情就介绍完了, 本来就没啥好介绍的, 几句话就能说清楚, 正月十二, 天南大学在校大学生陆启正和他的同学张兵结伴到边城旅游, 本来打算玩几天就回家, 结果失踪了。 陆小婷最后一次和家里人联系, 是正月十五元宵节, 晚上在边城看灯和家里人打了个电话, 此后就再无音讯。 一开始陆启正和张兵的父母也不是很在意, 孩子在外边玩, 一两天不给家里联系啊, 很正常, 年轻姑娘玩性大, 可以理解。 但是连续四五天都没有陆小婷和张兵的消息, 两家的父母终于意识到情况不对了, 着急了起来, 通过各种方式都联系不上之后, 又过了一天终于报案了。 不过呢, 他们是在云都某派出所报的案, 云都那边巡历和边城市局取得了联系,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也没办法有下文啊, 一点线索都没有, 怎么给结果呀? 不要说刑警, 就算是神仙, 一时间也查不出什么名堂啊。 陆启正急了眼, 立即就找上了分管省领导, 省领导倒倒是相当重视这个事, 马上做了指示, 有领导重视呢, 它就是不一样, 副秘书长亲自出马, 带着陆启正, 直接杀到公安厅。 公安领导这边一听呢, 这得找边城市局啊, 于是派出所分管失踪案的刑侦总队副总队长李作勇同志, 陪同副秘书长和陆总两口子, 还有张冰的爸爸张荣, 急急地赶往了边城。 边城市主要领导一见这阵势, 也不敢怠慢了副秘书长啊, 亲自接待, 客气寒暄之余, 立马就派出一位市领导, 陪同省城来的客人去了市公安局。 市局这边啊, 自然是局长亲自出面陪同, 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洪峰, 刑侦支队长, 副支队长, 重案大队张副大队长, 以及其他的相关大队负责人, 一个不拉, 全叫过来了。 连王维这样的派出所副所长, 也被一个电话叫过来, 在这里磨屁股呢。 管你三七二十一, 你小子总算是个刑警, 还闹出了点名气, 那你就一起来听听呗。 其实啊, 明眼人都知道, 这哪里是要王维来破案呢? 分明就是洪峰栽培提携自己的徒弟, 让这家伙在市领导, 局领导, 乃至省领导, 厅领导, 等领导面前露个面, 让领导给自己记一回, 对警的时候呢, 或许有什么好事落他头上。 有利无害的事干嘛不做? 只是, 你虽然看明白了, 虽然不服气, 也只能憋在心里。 洪峰护短是出了名的。 再说了, 人家栽培提携自己的关门弟子有什么错呀? 换谁都这么干, 不提携自己人, 难道还提携阿猫阿狗? 老元, 你是刑警支队长, 谈谈你的想法。 眼见出现了冷场, 局长胡卫国便直接点了名了。 陆总, 你女儿最后一次联系你, 是在哪里打的电话? 凭借多年的刑侦经验, 袁怀英就知道, 这个案子很难搞,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线索可引。 两个外地女孩在边城失踪了好些天了, 上哪儿找去? 综合起来, 无非就是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遭遇意外, 死了, 而且不太可能是正常死亡。 要是正常死亡的话, 没有人故意隐匿尸体, 早就应该接到报告了呀。 而且, 两个花季少女同时莫名其妙的死亡, 可能性基本为零, 除非是被人杀害, 尸体被藏匿掩埋了。 第二种可能, 离家出走, 故意不跟家里人联系, 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但是呢, 比较罕见。 第三种情况, 可能性最大, 那就是被人给拐卖了。 虽然说, 两个在校的大学生, 而且是出身省城的大学生, 被人拐卖, 有点匪夷所思, 却也并非不可能。 在国内其他地方, 已经有过类似的报道了。 不管是哪种情况, 要想找到这两个姑娘, 就像大海里捞针一样困难。 只不过呢, 看这个阵势, 不给个交代, 是说不过去的了。 是在大街上打的, 正月十五过元宵看花灯, 打了公用电话。 他们没配手机吗? 王维插口问道, 这是后世的思维, 在另一个时空, 王维回来之前, 成年人几乎人手一台手机, 那是标配啊。 等问出了口, 王维才发现, 自己开口有点突兀。 这个呢, 不是纯粹的案情分析会, 领导们都在呢, 而且现在是原支队在说话, 自己一个小字辈忽然插口, 太不懂规矩了。 不过呢, 话已经说出口了, 后悔也没有什么用, 希望啊, 原支队不要因此对自己有太大的意见。 他们还是在小学生配手机有点太奢侈了。 说起来呢, 还是勤俭持家的意思, 陆启正, 虽然家财万贯, 是天南省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之一, 说到底, 也是吃过苦, 受过穷的, 骨子里头啊, 还保留着节俭的美德意识, 估计一辈子都不会改了。 陆启正说的没有错, 以九六九七年的物价和工资收入来说, 一台手机动辄数千上万, 相当于普通职工一年甚至两年的收入之和, 那是扎扎实实的设置品。 王维就有点可惜了, 不过呢, 没有再说话。 袁怀英接过了他的话头, 叹息着说道, 唉, 这要是有手机就好, 可以追踪手机信号吗? 我说了要给小婷配个手机, 你总是不肯, 现在好了吧, 女儿不见了, 你留着钱有什么用啊? 陆启正的爱人终于忍不住, 当众埋怨起来。 陆启正呢, 只是皱着眉头摇头, 后悔不迭, 早知道会发生这种事, 不要说什么几千块一台的手机, 就算是几万, 几十万, 十几万一台的手机, 他也会给女儿配上。 胡局长, 各位警察同志, 求求你们一定要帮帮忙, 想办法找到我女儿, 我求求你们了, 我, 我给你们鞠躬。 嫂子, 严重了严重了, 不必这样, 不必这样, 这是我们的职责,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放心好了。 老侯, 你说说吧, 这案子怎么真破? 王维, 你说说看。 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的落在了王维的脸上, 王维啊, 猝不及防, 被红菊打了个措手不及, 他还真的没有做好现在发言的准备, 这么多领导和资深的前辈在, 怎么就轮到他说话了呀, 又不是专案组的案情讨论会, 所以他基本上只带了耳朵, 没带嘴, 刚才忽然插口这么一问呢, 其实就是说漏嘴了, 没主意。 看得出来, 那些资深的老刑警很不以为人, 知道你红菊护独子, 知道你要提携自己的爱徒, 但也不用这么明显了。 在这样的会议上, 王维有什么资格说说看呢? 让他来参与这个会议, 就已经非常非常的破例了, 红菊吃相不要忒难看。 但是呢, 袁怀英、戴连海这两位刑警之队的负责人, 却脸色如常, 没有任何异样的表现, 甚至还暗暗地松了口气, 只有他们才真正理解红菊的苦心。 跟着红菊干了这么多年的刑警, 论亲戚, 哪里是王维可以比的呢? 王维是红菊的徒弟, 他们难道就和红菊拼亲关系了? 在座的这些刑警啊, 有一个算一个, 谁没跟着老红头学过刑针啊, 谁不该尊称红菊一生老师呢? 因为这个案子的特殊性, 红菊才特意不让他们开口的。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案子侦破的几率是微乎其微, 谁都心中有数, 陆小婷和张冰八成是被人贩子给拐走了, 问题在于是被谁拐走的, 在哪拐走的拐去了哪儿? 一无所知, 并且几乎是没有办法着手调查, 随机性太大了。 如果是国内人贩子拐的, 一般来说是去了外省, 卖给穷乡僻壤那些娶不到老婆的大龄光棍为妻, 那些人为了怕人才两空, 对买来的媳妇那是严加看管, 稍有风吹草动, 就立马把被拐卖的女孩脱光了衣服绑起来, 一直到呢, 等到生下小孩才会稍微放松一点。 根据现实情况来看, 这种被拐卖的女孩子, 往往要等到失踪两三年, 才有机会和家里取得联系, 到了那个时候, 解救又成了难题。 一般来说, 这种靠买入媳妇才能解决婚嫁问题的地方, 宗族观念特别的强。 在别的事情上, 村民或许还做不到齐心协力, 唯独在阻挠被拐妇女解救的时候, 几乎就是万中一心。 整个村子, 甚至好几个村子, 数百上千村民拧成一股伤, 和前往解救的公安干警对抗, 每次解救都仿佛要恶战一场, 不少民警在解救过程当中受伤流血。 当然, 陆启正是名人, 他女儿失踪会受到领导的格外关注, 解救的力度也会很大, 只要知道了他女儿被拐卖到什么地方, 确定了地点, 解救出来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 只不过到那个时候, 陆启正可能真的要面对另一个难题了, 她的女儿已经和人结婚生子了, 这便宜外公陆的老板到底是认还是不认呢? 明明是如花似玉的黄花大闺女, 莫名其妙就成了乡下男人的老婆, 这一刀直接插得心窝子。 另一种可能就是被人贩子直接拐到了国外, 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比较少见, 在边城却不发先例, 因为呢, 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的, 有些不法分子专门在内地, 物色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然后以哄骗强行抓捕等等种种的手段, 将女子拐往国外从事特殊的职业。 陆启正的女儿长得怎么样, 暂时不得而知, 从陆启正和她爱人的长相来看, 应该不会是一个丑八怪, 还有一个张冰, 或许也很漂亮吧。 对边城警察来说, 无论这两个女孩是被拐往国内其他省份, 还是直接被拐出了国, 她们都要面临一个毫无线索的超级难题, 只能寄希望于陆小婷和张冰 自己想办法发出求救信号, 然而这太不靠谱了。 陆启正两口子也好, 张冰的父母也好, 或者是省府副秘书长也好, 都不是专业的刑警, 他们没那么好的耐心。 现在开口谈看法, 表面是个很露脸的事, 只要过一段时间没消息, 情况就完全变了。 到那个时候, 他们这些人都是范桶, 是无能的代名词, 在省市领导员里留下的就不是什么好印象。 而是坏印象, 这个黑锅还是让王维来顶吧, 反正他年轻, 刚刚升了副所长郑古籍, 一时半刻呢, 甭想着升官了, 关帽子又不是放在你家衣柜里, 想戴哪顶拿出来就戴上了。 也就是说, 洪峰其实是将这个超级烫手的山芋, 毫不客气的丢给了自己的关门弟子, 让他给大家来顶这个钢。 你现在年轻, 在省市领导那里留个无能的坏印象, 没事, 过个几年呢, 等你需要更上一层楼的时候, 这个事就早就淡了, 不会再有人记得。 只是谁都没有想到, 王二哥还真是没打算背黑锅, 他打算好好破一下这个案子, 谁说没有线索, 就破不了案子。 各位领导, 这个案子呢, 目前线索实在是太少了, 几乎为零, 所以呢, 我们也只能做推理。 你说。 好的, 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性, 是陆小婷和张冰被人拐卖了。 现在我们假设啊, 陆小婷和张冰是在边城被拐卖的, 拐卖的时间假设为正月十五晚上看花灯之后, 或者说是正月十六时期这两天。 陆总, 张先生, 他们一般情况下, 是每天跟家里通私电话, 还是两天一次, 或者说三天一次。 一般是两天一次, 有时候是一天一次, 三天一次的情况比较少。 这么说, 应该就是正月十六前后被拐卖的。 陆总, 张先生, 你们有陆小婷和张冰的照片吗? 有的有的, 有的有的有的。 陆启正和张冰一叠声的达到, 忙不叠的拿出了一锣的照片。 看得出来, 两个女孩都很漂亮, 青春活力十足, 打扮的也比较时髦心潮, 水灵灵, 特别的有点。 不少人又暗暗的摇头了, 真要是被人贩子给拐卖了, 那就太可惜了。 王维打亮着手里的两张照片, 说道, 红军, 各位领导, 我建议, 立即摸底排查。 城区所有警力全面动员, 排查所有宾馆, 旅社, 车站, 对那些有拐卖妇女儿童前科的, 高度嫌疑的, 都带回来好好审一审, 也许会有收获。 眼下, 他只能这么说, 因为他没有十足的把握。 在另一个时空, 这个案子, 王维没有参与前半段, 却参与了最后一个环节, 那就是对人贩子的抓捕。 陆小婷被解救之后, 根据他提供的相关线索, 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其中一个人贩子就是边城人, 并且就在红玉派出所的辖区内, 王维参与了对这个人贩子的抓捕。 王维记得, 这个人贩子姓炎, 是个女的, 好像是叫什么炎春梅, 还是炎青梅, 反正都有一个梅。 时间实在是太久远了, 纵算王警官记忆力超群, 印象也是非常的模糊。 这就是王警官对本案的全部记忆了, 因为这个案子是市局刑侦支队亲自在办的, 王维仅仅参与了这么一次抓捕, 抓到的那个女人贩子之后, 立即交给了市局的同志。 从此, 王维就再没有这个案子的消息了, 也没有怎么去打定。 基层派出所的小刑警, 每天不知道有多少鸡毛蒜皮的事情要忙, 哪有那么多闲情意志去八卦呀? 没想到, 时光倒流, 自己还得再把这个女人给抓一回。 现在的关键是, 要先把那个叫什么颜春梅或者颜青梅的女人贩子给找出来, 不过既然在自己的辖区内, 总是能做到的, 这一点王维不担心。 王维现在考虑的是, 要怎样才能师出有名, 总不能说, 哎, 老子记得你, 在老子的记忆中, 你就是个人贩子, 跟老子走一趟, 这个也太神棍了呀, 或许呢, 他没有必要对嫌疑犯解释, 起码面对同志们质疑的时候能解释得过去吧, 再厉害的刑警也要有线索才能破案, 最起码也要有点蛛丝马迹才行吧, 无缘无故的直接奔着某煤的家来了, 把人给抓了, 怎么解释呀? 好在呢, 这也不算太难, 等回到所里查一查这个人的基本情况, 总是能找到理由的。 至于全市范围内的大排查, 大摸底, 那是必要的手段。 在线索几乎为零的情况下, 王维也不能给领导拍胸部说, 这个案子交给我, 保证给你破了, 那个不是吹牛, 那是神经病。 就算王维最终把这个案子给破了, 把两个姑娘都解救出来, 别人也不会说她厉害, 最多呢, 就说她走了狗屎运。 有时候啊, 过程是很重要的, 甚至比结果还要重要。 全市展开大行动, 挨家挨户, 摸底排查, 找到了线索, 然后抓到人贩子, 最后呢, 解救被拐卖的女孩, 这才是一个闭合的环, 大家都可以接受。 同时, 这样才能显出, 编程市局对本案的重视, 而不是靠一个嘴上无毛的小刑警, 碰运气破碗。 除此之外, 全市大摸底, 大排查, 往往还能捎带手, 抓几个逃犯, 破几个陈年旧案, 把一些陈底的渣子给嚼起来, 顺势收拾一逼, 对治安整顿还是有一定好处的。 胡卫国和洪峰对视一眼, 洪峰点了点头, 这是目前唯一能够采取的办法了。 胡卫国又转向副秘书长和李作勇, 客气地问道, 秘书长, 李总, 两位有什么指示? 其实副秘书长级别和他一样, 李作勇的级别甚至比他还低, 正处级, 胡卫国呢, 这是客气。 副秘书长连忙摆了摆手, 很谦虚地说道, 胡局啊, 我是个外行, 不懂破案, 哪来什么指示, 我觉得这位小同志说得很有道理, 李总是行家, 还是你们来决定吧。 副秘书长微笑地望向了李作勇, 目光很亲切, 李作勇笑了笑。 我也不是什么行家, 胡局红局, 一切都按照编程同志的意见办, 需要审厅协助的话, 我去协调。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王维提出来的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 这么客气一圈之后, 胡卫国便手一挥下了决心, 命令, 整个市区的警力都给我行动起来, 大摸底大排查。 见编程市局这样的给力, 陆启正两口子和张荣一再表示感谢, 心中烧安。 只有些老刑警暗暗地摇头, 他们心里有数, 这样的案子多半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侦破的, 别看现在雷声很大, 雨点也很大, 效果不会有多好。 关键是线索真的太少了, 大海捞针了这是。 你是不是有什么线索? 没有啊, 不过呢, 我记得辖区内好像有几个可疑分子, 回去先查查看吧, 这个事关键就看运气了, 运气好呢, 也许能有所收获啊。 对了, 你明天给我点钱, 两千块吧, 我给米兰。 你干嘛给他两千块, 你欠他的? 买化妆品的钱, 他托人从国外带回来的。 化妆品? 我用点化妆品怎么了? 我也是女人来的, 怎么, 难道我不够漂亮, 不够资格用化妆品? 真是的。 说着, 白大队已经走出去很远了, 王索还站在原地望着, 他那婀娜多姿的背影发呆, 似乎一时间还没有消化掉这个令人吃惊的消息。 发什么呆呢? 冷不防的, 重案大队大队长赵子平到了身边, 用肩膀撞了一下他, 戏谑的说道。 我跟你说呀, 你小子不要色胆包天, 真敢打咱们冰冰小姐的主意, 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赵大队, 看你说的, 我就是有那个心也没那个胆啊, 我是谁啊, 对不对? 嗯, 这就对了。 不对不对, 你小子, 我警告你, 就算是有贼心都不需要, 开什么玩笑, 咱市局第一美女要是被你给拐走了, 你让咱们这些人面子往哪儿搁呢?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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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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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王维回到所里, 立即就让户籍调了红旗居委会, 全部姓严的女子的资料来查看, 王维记得, 当年对严某梅的抓捕, 就是在他家里进行的, 应该是红旗居委会的下去, 那么久远的一次行动, 仅仅只参加过一次抓捕, 王维呢, 只记得这些了。 对于习惯从蛛丝马迹中, 寻找点滴真相的刑警来说, 这已经是毫了不起的线索了。 其实, 王所这么做, 还是非常冒险的, 你怎么就知道, 家住红旗居委会的某位姓严的女子, 和这个失踪案有关呢? 说, 你是从哪一年回来的, 回来的目的是什么? 不过眼下啊, 王维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冒险就冒险, 救人要紧。 再说, 索尔李同志对自己人的警惕性啊, 也没有那么高, 谁会无缘无故的来盯紧他, 怀疑他呀? 何况, 这个时候, 刘强已经接到市局和分局的命令, 正在召开全所负责人会议, 不止在辖区内全面摸底排查的具体工作。 王维让张芳梁宇去参加, 自己躲在小办公室里看资料, 对此, 刘强也没说什么, 毕竟啊, 今天市局的会议, 白娇娇只打电话通知了王维, 没有通知他这个一把手, 明白无误的, 王维在刑警领域的名声啊, 已经盖过他了。 严格来说, 刘强现在是行政管理干部, 不是刑警。 再说, 这样的摸底排查, 王维是不是亲自出马, 问题不大, 其他几个警区负责人干这个都很拿手, 应该比王维对辖区更熟悉, 经验更丰富。 查看户籍资料啊, 是一件很无聊的事, 都是千篇一律的表格, 照片也是乏善可陈。 九十年代, 红维派出所远没有实现后来的电脑化办公, 户籍资料的保管还是用的传统的办法, 厚厚的一大锣堆放在他的案头呢, 还有一些资料, 户籍女警正在整理。 严青梅找到了。 足足一个小时之后, 一份标注为严青梅的户籍资料, 出现在了王维的眼前。 照片上的那个女人, 依稀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印象, 圆圆的脸, 小咪缝眼, 纵算是证件照, 也带着三分的笑意。 没错, 没错, 就是她。 十几年前的点点滴滴, 渐渐在王维的脑海中汇聚了起来, 一点点的还原当时的情形, 就是这个严青梅。 初次和她打交道的人, 都会被她和善的外表所迷惑, 按照后世的用语, 这是一个人畜无害的老好人, 大约三十几岁, 四十岁左右的样子, 正是最能获取别人信任的时候。 也难怪陆小婷张冰两个出身大城市的女大学生, 会轻易的被她蒙骗了。 这个人的外表就是带着极度的欺骗性, 任谁都不会怀疑她是个人犯吧。 王维甚至想起来, 当初他们去严青梅家里抓捕的时候, 严青梅那无辜的眼神和周围邻居不解的目光, 这么一个安分守己的女人, 派出所抓人家干嘛呀? 但是,严青梅是有案底的。 大约一年前, 她曾经被人指责在医院偷小孩, 只不过被婴儿的家长发现了, 当时就给她救到了派出所, 不过呢,不是洪玉所, 而是市妇幼保健医院所在的派出所。 后来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狡辩的, 居然没受什么处罚, 只是批评教育了一番, 就给放了。 估计还是她那老实人的外表 迷惑了派出所的同志, 这样的女人实在不像个人犯。 找到你了。 王维拍打着手里的资料, 点起了一支烟, 盯着严青梅那笑眯眯的照片, 轻轻地舒了口气。 家庭住址, 红旗路57号。 王维隐约记起来, 红旗路57号就在一个拐角处, 出门左转是一条小巷子, 后面还有一口小小的池塘, 当年抓捕的时候还安排了专人 把守那条小巷子, 生怕嫌疑人慌不择路往池塘里。 虽然那池塘应该不深, 但是能够避免的危险还是要尽量地避免。 一支烟抽完了, 王维站起身走出去, 点了张芳、小黄、成雪和两个联防队员 以及一个女治安员跳上了一台威面, 静止地向红旗居委会那边开了过去。 在车上, 王维给刘强打了个电话, 告诉刘所, 红旗居委会的摸地排查由他带队完成。 这档口, 刘强已经准备亲自出马, 带一队人去清查汽车站附近的区域。 汽车站附近, 总是治安环境最复杂, 不查就算了, 一查准能捞条大鱼。 对于抓人贩子, 找失踪女孩的下落, 刘强基本上当一个笑话来听。 这样子撒网, 能不能捞到人贩子完全看天意, 就算运气好捞到一个人贩子, 是不是拐卖陆小姐的那个还两说呢? 世界上哪来那么多凑巧的事啊? 再说了, 陆小丁和张冰真要是在边城被拐卖的, 现在才过去六七天, 正常情况下, 这会儿呢, 正在外省找买家呢, 人贩子哪会傻乎乎的, 待在边城无所事事等着你们去抓呀。 所以啊, 这次的摸底排查, 抓人贩子是腹, 捞鱼才是真。 刚刚过完年, 钱袋子又空了, 看能不能弄点外快补贴补贴呀。 这也是刘强主动出马, 直接选了汽车站附近区域排查摸底的原因。 听说王维要去红旗居委会也没怎么考虑, 一口答应了, 心里头还有点奇怪, 红旗居委会那边有什么好查的呀, 又不像汽车站小旅馆多鱼龙混杂呀, 不过, 王维想去就让他去呗。 市局的命令可是很明白, 要全面摸底排查, 不能犯过任何的可疑目标。 陆小婷和张冰的照片已经紧急的给洗出来了, 分发给各个派出所, 王维带着几个人直奔红旗路, 在车上, 王维把严青梅的资料给大家传阅, 明白无误的说道, 待会儿啊, 咱们就抓他。 没有任何人怀疑王维的判断, 刑警队和禁毒队这帮兄弟, 对老大是佩服的无体伙子, 破案这事儿, 你不服也得服。 承许翻了一下严青梅的资料说道, 这个女的是有点嫌疑, 她有千科, 偷孩子。 要不我能去抓她? 所长, 你说如果这严青梅真是个人贩子, 是她拐了陆小婷和张冰, 从时间上来推算, 她现在应该不在家吧? 拐卖妇女儿童是一个综合的工程。 拐卖被害人只是第一步, 被害人上当之后还得辗转千里万里, 把被害人转卖到外室外省去, 通常来说, 很少有卖到本室的, 那样太危险了, 被害人很容易逃走, 并且很容易将人贩子认出来, 所以最少也得卖到相隔很远的外室, 最好是卖到很远的外省, 完全语言不通的地方。 不少被拐卖的妇女和儿童, 文化程度都不高, 不怎么会说普通话。 到了外省, 收买她们的一般也是些很底层的家庭, 没什么文化的光棍汉, 一般也不会说普通话, 日常沟通都有问题, 至于说到逃跑, 那就更加困难了。 这么多年, 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数不胜数, 靠自己逃出来的很少。 九十年代, 交通很不方便, 尤其是天南省这样偏远的省份, 出省更加困难。 根据王维侦破类似案子的经验, 从天南拐卖的妇女, 通常都被拐卖到了东部沿海省份, 比如江南省啊, 东海省啊, 南岳省啊, 等等等等吧, 经济相对富裕的地方。 当然了, 是那些经济富裕省份里, 很落后的农村, 买媳妇这种事, 城市里还是非常少见的。 期间, 要寻找买家, 甚至还有一道贩子, 二道贩子, 转手好几次, 远不是人们想象中那么简单直接, 上一刻拐到妇女儿童, 下一刻就卖给想要的人家。 王维赞许的点点头, 能想到这些, 说明成雪在动脑子, 这是做一个合格刑警的必经之路。 虽然刑警队是男人们的事件, 但是女刑警也是必不可少的, 许多的案子非得有女刑警参与不可, 尤其是假扮女性嫌疑人与犯罪分子接头, 没女刑警参与绝对不行。 优秀的男刑警固然难求, 优秀的女刑警就更加如同凤毛麟角一般, 可遇不可求。 成雪是个好批子, 如果他不对自己那么崇拜那么痴迷, 那就更好了, 王维可以手把手的教他很多的东西, 而现在王所还真得注意注意, 不要给人家姑娘太多的念想, 否则呢就会出问题。 不是说成雪不好, 关键这种事得看缘分。 王维对他不来电, 再好也是枉然。 没事, 咱们呢今天就去摸个底, 他要是在家最好, 直接带回所里去, 要是不在家, 那就先了解一下情况。 不过记住啊, 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王维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如果是普通排查, 严青梅纵算是怀疑对象之一, 也无所谓, 不存在打草惊蛇之说。 哪能就那么巧啊, 王维发现他有前客, 他就刚好是拐卖陆小婷和张冰的犯罪嫌疑人。 对王维来说, 这绝对不是普通的排查, 这是板上钉钉了, 就等着收网。 在收网前的最后一刻, 让大鱼嗅到危险跑了, 那还得了啊。 好在这一车人谁都不是第一天上班的新手, 摸底排查这种事儿也干过好几回了, 很有经验, 知道要怎样才不至于引起犯罪分子的怀疑。 一无所获。 连续两天, 一无所获。 不止王维一无所获, 也不止洪裕派出所一无所获, 整个市区三个分局都一无所获。 两天的摸底排查, 杂鱼杂虾倒是捞了不少, 其中啊, 还捞到了两条大鱼, 一个是潜逃八年的杀人犯, 另一个则是被公安部全国通缉的越狱重犯, 有人啊, 运气不错。 但是偏偏呢, 就是没有陆小婷和张冰的消息, 一点消息都没有, 王维那天啊, 也破了空。 承雪的分析很有道理, 严青梅确实不在家。 为了防止打草惊蛇, 王维和承雪假扮成了管断民警, 也就是北方人口中的片警。 前往红旗路57号严青梅的家呢, 走访。 也不止走访他一家, 其他几家也一起走访了。 片警斗访虽然少见, 倒也不是绝无仅有, 而且啊, 王维承雪呢, 都年轻, 尤其是承雪, 长得又漂亮, 一点都不让人反感。 群众啊, 谁都想不到, 这样漂亮的小姑娘, 会是一个刑警。 电视电影里的刑警呢, 那是一个赛一个的威猛, 和眼前这种小姑娘, 一点也不搭。 说是派出所的片警啊, 那就差不多。 基层群众啊, 一般搞不清楚派出所的编制, 觉得办案子肯定是公安局的事, 派出所就是管个片, 办个身份证, 办个户口本, 开个证明什么的。 小派出所还能办刑事案吗? 在他们看来啊, 刑事案要坐牢, 那就是天大的事情了。 派出所太接地气, 管不了那么大的事。 出人意料的是, 这个颜青梅在这一带的口碑很不错, 大伙都说她是个好媳妇, 对公婆孝顺, 对老公和气, 对子女恋爱, 邻居朋友们呢, 家里有什么事, 只要跟她说了, 也肯帮忙。 就是啊, 家里条件差, 只能出力不能出钱。 才了解这些情况的时候, 程雪甚至还有点怀疑, 这个老大的判断是不是出现了失误啊? 这样一个有着诸多传统美德的妇女, 见人三分孝的家庭主妇, 怎么可能就是穷凶极恶的人贩子呢? 但是, 随着了解的深入, 程雪的表情渐渐的凝重了起来。 据了解, 颜青梅没有正式的工作, 一直都在外面给人打零工, 有时候做保姆, 有时候在医院做清洁工, 没个安稳, 经常不归家。 十天半个月才回来一次, 时不时还给家里带点外地的稀罕东西, 要是问起来啊, 一般都是说什么, 做保姆的时候主家送的, 这个呢, 到底没人怀疑。 这个年头啊, 能请得起保姆的人家, 非富即贵, 普通人眼里的稀罕东西, 在他们看来只是寻常而已, 吃不完用不完, 随手送一点保姆尝个馅, 还完全说得过去。 这就对了, 承雪和王维对视一眼, 都从双方的眼睛里, 读到了果然如此的神色, 这个严青梅, 八成就是个人贩子, 经常去外省, 无疑是将拐骗到手的妇女儿童, 转卖到外省去。 那他现在, 在做什么工作啊? 承雪, 装作很随意的问道, 拉家常的对象呢, 就是严青梅的婆婆, 和几个邻居的中年大妈。 说实在的, 见识不广, 也没啥警惕性。 这个不太清楚, 好像还是在给人家当保姆吧。 嗯, 有人生了孩子, 不会照顾, 要请有经验的女同志去帮忙, 有时帮一个月, 多的时候帮两个月。 这不就是后世一度大热的月嫂吗? 金牌月嫂, 月薪上万的都有, 谁知道这个时候呢, 就已经开始有人干这个职业了。 也不能肯定, 严青梅就不是在干月嫂。 月嫂这个行的是短期性的, 工作周期有时候一个月, 有时候两个月, 严青梅完全可以一边当月嫂, 一边利用空闲的时间, 顺手拐卖几个妇女儿童。 对于这种惯犯来说, 很多案子还真就是顺手牵羊。 看着有合适的对象, 立马就下手了。 没有合适的对象的时候, 给人当当月嫂, 赚点零用钱也行。 他什么时候出门呢? 刚过完元宵节就出去了吧。 承雪又暗暗地点头, 时间上吻合。 陆小婷和张冰初步判断, 就是在正月十五后两天失踪的。 在交谈中, 承雪获得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那就是, 过两天是颜青梅儿子过生日, 并且是满十岁, 她答应了要回来陪儿子过生日。 在众人眼里, 颜青梅一直都是一个好妈妈, 好老婆好儿媳, 好老婆好儿媳, 且不去管她, 多少啊, 有点做的成分, 但是好妈妈可能不是假的。 别看她是个人贩子, 干的是伤天害理, 离人骨肉的事情, 对自己的儿子肯定是疼爱的。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王维和承雪就没有久待, 又聊了几句礼貌的告辞而去了。 第三天, 市局再次召开了案情碰头会。 胡局长亲自赶到刑警支队办公区的时候, 王维也正好在重案大队的办公室, 他给白娇娇送钱来了。 要说王锁啊, 也够辛苦的, 天天连轴转, 锁里案子忙个贼死, 期货和股票市场呢也得盯着, 不能放松了呀。 和米兰阿姐唐威等人合作的项目, 一样要关注, 时不时呢, 要通过有无, 必要是还要一起开个会, 商量商量, 偶尔啊, 家里的机械厂还需要他操心一下, 要不是年轻啊, 还真有点扛不住。 这不是, 白大队的家当也归他管, 不但要包赚不赔, 还要随时提现。 王锁觉得呀, 自己怎么这么像ATM机呀? 那不对, 像是支付宝, 余额宝, 微信等等等等。 不过呀, 给白大队当管家, 王维倒不觉得是个苦差事, 就好像给米兰赚钱, 陪唐一一去省城看心理医生, 王维都不觉得苦。 原因很简单, 都是大美女吗? 为美女服务, 难道不是男人的本分吗? 白娇娇接过一大锣钱, 看都不看, 随手就揣兜里了。 白大队, 对金钱历来都是这种态度, 颇有点君子远刨除之意。 你那边有消息没? 你们那边呢, 有消息吗? 没。 你好好休息一下吧, 这个案子我来破。 呦, 王维这话说的牛啊。 还没等白娇娇开口, 一个略带点嘲讽的声音, 忽然响了起来, 王维啊, 轻轻地摇头, 不用回头他也知道这人是谁啊, 郭红飞。 你好, 郭大队。 王维随即转过身, 满脸笑容, 只不过呢, 是他那招牌式的皮笑, 让人一看就觉得, 他笑得很不由衷。 众案大队的门口, 站着一位身材高大挺拔, 长相英俊的三级警督。 郭红飞, 边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六大队大队长, 号称边城市公安局的明日之星。 年纪和白娇娇差不多, 略大一两岁, 资历比白娇娇还老, 成绩呢, 也不在白娇娇之下。 如果不是因为白娇娇惊人的美丽, 他在公安局还不足以被拿来 和郭红飞相提并论。 因为郭红飞啊, 不但有本事有才华, 长得高大帅气, 而且还有后台, 很硬的后台。 郭红飞的小仪, 是边城市财政局的常务副局长。 看起来呢, 财政局常务副局长管不到市公安局, 财政局局长还不是副市长兼任呢, 似乎是公安局更重要, 在领导那里面子更足, 实际上远不是那么回事。 在市里主要领导的心目当中, 公安局长除了找他们要钱, 就是向他们报告, 哪里哪里又发生大案子了, 就没好事。 财政局不一样啊, 按照场面上的惯例, 财政局的局长不是书记的亲信, 也就是市长的提亲, 管着钱袋子, 名副其实的财神爷。 在市里各局委办之中, 排名No.1, 不论哪个单位, 都得求人家。 就算是常务副局长, 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当得上的。 郭鸿飞的小姨, 据说就是文市长亲手提拔的, 几年时间, 从东城区财政局副局长的位置上, 硬生生的给提拔成了, 市财政局常务副局长, 财政局能当大半个家。 郭鸿飞的亲妈, 虽然不如小妹那么显赫, 也一直都在市委机关上班, 是老资格的副处级干部, 表面上不长大权, 实际上隐姓权利不小, 凡是能时时刻刻, 在市委主要领导身边说上话的, 都不能小觑。 所以啊, 郭鸿飞在市公安局, 那也是人人都得捧着, 静着, 任谁都得让三分, 通常情况下, 都要买郭大队一个面子。 唯一不给他面子的, 那就是白娇娇。 全局的人都知道, 郭鸿飞一直在追求白娇娇, 追一两年了, 白娇娇啊, 连个好脸色都没给过他一回, 多多少少让郭大队觉得有些没面子。 这一次呢, 郭大队又是借故跑到一大队来, 看看有没有机会和白娇娇说这两句话。 重案大队在刑警支队内部的正式番号啊, 是一大队。 郭鸿飞所在的六大队, 主要的职责是追查逃犯, 打击流窜犯罪, 侦破绑架案件。 所以呢, 有时候六大队又被称为追逃大队。 相对来说呀, 六大队的规模不如一大队, 在刑警支队内部, 也不是特别的受重视。 照理来说呀, 郭鸿飞这样有后台的年轻人, 应该去更加受重视的部门, 但其实上级把他调去六大队是有原因的。 不然的话, 在其他大队以郭鸿飞的年龄资历和学历, 哪里轮得上他来当大队长啊? 别看这郭鸿飞, 外表英俊挺拔, 仪表堂堂, 在公安局内部, 他其实啊, 属于杂牌军, 没有受过专业的警察教育, 是从部队转业过来的。 尽管公安系统的人员组成, 历来是公检法三家之中最复杂的。 真正警校毕业, 受过专业培训的警察, 只有20%左右, 更多的是部队转业军人, 联防队员转正, 或者从其他单位调到局里来的。 但是, 只有专业的警察, 才被当成是正规军, 尤其是在要害部门, 比如说刑警支队和禁毒支队, 专业警察的比例, 远远高于其他的杂牌军。 干刑侦, 干禁毒, 得有真本事, 混日子不行, 搞不好呢, 就会把自己给搭进去。 犯罪分子穷雄极恶, 可不认你的出身。 郭鸿飞当初转业, 他家里没打算安排他进公安局, 而是打算直接安排进市委机关, 当个小科员, 慢慢的熬资历, 资历到了, 自然就有机会出头。 在普通老百姓眼里, 公安局的人穿制服配手枪, 看谁不顺眼就上靠子靠人, 当然是威风凌凌, 不可一世。 普通人家的子弟呢, 能进公安局工作, 那是祖宗八倍饥了得, 祖上坟头冒青烟的没事。 但是真正有权有地位的家庭, 公安局那种破单位, 有什么好去的呀? 每天累个破死, 工资都发不全, 内部还论资排辈, 不熬个十几二十年难以出头, 有些人熬了一辈子, 退休了还是个事业变, 连个正式民警都算不上。 以郭鸿飞母亲家里的权势, 有大把好单位等着他跳。 谁知道呢, 郭鸿飞有制服情节, 脱了军装非得穿上警装。 平心而论, 以他这身条子, 穿着军装也好, 穿着警服也罢, 确实威风, 平添不少鹦鹉之气, 要是混在一堆机关小科员之中, 每天夹着个公文包朝九晚五, 谨小慎微的过日子, 确实的有点埋没了。 最终, 郭鸿飞的副处级母亲, 没有拗过儿子, 郭鸿飞如愿地进了公安局。 进了公安局之后啊, 其实还有很多清闲的岗位, 可以由着他挑挑拣拣。 只要他小姨发句话, 胡局长都要给面子, 不然的话, 下次局里的经费还想不想要啦? 虽然说, 市长批了字, 理论上财政局是不能卡住不发的, 但是那只是理论上, 实际操作的时候, 财政局完全可以, 哎, 没有钱。 哪个财政局都不可能有一笔闲钱存在银行, 等着你公安局长来领啊, 哪怕财政局户头上有几个亿, 几十个亿, 也能找到更多的理由, 为这些资金标出专用用途。 财政局博款, 永远都喜欢用一个字, 几。 老胡啊, 我这可是完全看在你的面子上, 几几其他单位, 先满足你再说, 下次可不能这样了啊。 诸如此类, 不一而足, 当然了, 您要是不识相, 那句话也可以变成, 老胡啊, 你看, 不止你们公安局一家经费吃紧啊, 全市到处都要钱嘛, 我们财政也难做呀, 要不然这个麻烦你先等等, 等有了钱, 我们马上拨款, 你看怎么样啊。 什么啊, 您问什么时候有钱啊, 那我哪里知道啊, 也许一个月后, 也许两个月后, 先等等吧, 先等等啊。 这郭鸿飞啊, 完全可以穿着警服, 在办公室看看报喝喝茶, 聊聊天吹吹牛, 然后安安心心的领工资。 谁知道啊, 这郭少又不乐意, 非得干刑警。 刑警队在公安局, 绝不是最吃香的部门, 也不是最有前途的部门, 更不是最悠闲的部门, 却绝对是最要害的部门, 至少也是之一, 公认的刑警队里不养废物。 郭鸿飞是极骄傲, 极要强的性格, 到哪里都喜欢拔劲。 既然公安局是刑警队最显本事, 那老子就干刑警。 事实证明啊, 郭鸿飞还是很有能力的, 就算还谈不上是最优秀的刑警, 起码呢, 也在很短时间内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刑警。 不过呀, 在公安局内部, 郭大队其实不怎么受欢迎。 原因很简单, 正因为郭鸿飞的人生啊, 太顺利了, 必然会进一步强化他的傲气。 郭鸿飞, 是市公安局公认最傲气的人, 没有之一, 比白娇娇还要傲气。 这个白娇娇啊, 是冷, 对谁都是冷冷淡淡的, 唯独在洪峰面前, 他会表现出足够的尊敬之意, 除此之外, 对其他人都是一样。 所以呢, 并不特别讨人厌, 人家性格就这样, 况且呢, 在工作当中, 白娇娇的配合度非常高, 从来不摆架子, 不挑肥减瘦, 不管什么样的案子, 需要他协助的时候, 绝没二号。 当然, 需要你配合他的时候, 你也不能含糊, 否则呀, 白大队必然要跟你俩死磕, 搞不好先把你给办了。 郭鸿飞不同啊, 郭鸿飞是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有他参与的案子, 他都要主导, 除非有更高的领导在, 同是大队长级别的, 谁都别想要领导他, 不管这个案子, 是由哪个大队主导, 他参与了, 就要以他为主。 所以这些年, 六大队在配合度上是差了些, 每每都要支队领导, 出面协调。 不过呢, 支队领导也不好说什么, 这到底不是主要问题。 认真说起来, 郭大队这些年受的最大的挫折, 嗯, 那就是白娇娇了。 以郭鸿飞的条件, 只要他乐意, 想和他谈恋爱结婚的女孩子, 能排除二里弟兄。 其中呢, 不乏家庭条件好, 长相娇美, 身材惹火的人间有物, 郭鸿飞呀, 一概不理, 就认准白娇娇了, 有事儿没事儿, 往重案大队这边跑, 找一切机会跟白娇娇搭讪。 郭鸿飞也知道, 这么不嫌不淡的和白娇娇说上两句话呢, 对于增进他们之间的感情, 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不过呀, 郭大队信奉一条宗旨, 那就是, 追女人要有耐心。 不管人家乐不乐意, 你就缠上去, 死缠烂打到底, 最后啊, 总有一天, 女人会被你的耐心所感动, 或者说啊, 怕了你了, 无可奈何之下, 只好同意跟你谈恋爱。 很多人呢, 就是靠这一招搞定了心仪的女孩, 正所谓日久生情。 但是很显然, 这一招用在白娇娇身上, 不灵。 不管郭大队过了多少次, 也不管郭大队怎样千方百计的讨自己欢心, 白娇娇就好像没听见也没看见, 完全不理不睬。 为了这事, 支队领导甚至还专门撮合过他们, 特意指派白娇娇, 协助郭洪飞侦破一起绑架案, 希望他们能够在工作中找到共同语言。 袁怀英和戴连海都很清楚, 白娇娇的这个笔记, 知道啊, 他只有在办案的时候才会配合度高, 哪怕他内心深处再讨厌这个郭洪飞, 只要一起办案子就会努力的配合。 白娇娇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指派, 配合郭洪飞办案, 在整个侦破过程当中, 白娇娇的表现至善至美无可挑剔, 完美地配合郭洪飞, 以及六大队的战友们, 漂漂亮亮地破了这起绑架案。 但是啊, 工作就是工作, 除此之外, 白娇娇对郭洪飞还是没有半点好脸色, 一副完全公事公办的样子, 郭洪飞一点折都没有, 支队领导见状的也只好作罢了, 难道还能拉郎佩硬把人家白大队塞进洞房去? 就算硬塞进去了, 到时候躺着出来还不一定是谁呢, 只有郭洪飞还在坚持。 其实到这个时候啊, 郭洪飞的坚持到底有多少是为了爱情, 有多少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已经很难说清楚了。 有人私下里分析啊, 只怕还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居多, 因为郭洪飞已经开始不再反抗家里人给他介绍对象, 也去相过几回亲, 据说呢, 已经和某局局长的女儿有了往来了, 只不过暂时还是保密, 没有公开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郭洪飞已经在打退堂鼓, 之所以还坚持来骚扰白娇娇, 不过是不甘心罢了。 好在这么多年, 白娇娇没答应跟他处对象, 也没答应过别人, 算是给郭大队留了最后的颜面, 要是真跟了别人, 那脸就打肿了。 或许啊, 郭洪飞现在来重案大队呢, 更多只是骚扰调戏一下白娇娇, 等到时机合适的时候, 忽然把自己的正牌女朋友亮出来, 好好地打当你的小脸, 让你傲气, 以为我郭某人找不到女朋友还是怎么着啊。 谁知道今儿个呀, 情况变了。 郭大队呢, 来到重案大队办公室, 正好看到王维给白娇娇钱, 很厚很厚的一锣, 然后两个人还像朋友一样聊了几句, 王维啊, 话里话外都透出对白娇娇的关心, 这也就罢了, 耶, 关键是, 这白娇娇居然没有瞪他, 更没有勃然作色, 这什么情况呢, 打我脸吗, 在我面前秀恩爱? 一时间啊, 郭大队只觉得热血上脑, 脸都有点涨红了, 这女人傲气, 我追不上没关系, 反正也没人追得上, 这现在这是怎么回事啊, 尤其是, 王维还说出那样的话来, 这案子我来破, 哟, 好大的口气。 说实在的啊, 在此之前, 王维这种年轻警察啊, 丝毫都不放在郭大队眼里, 新兵蛋子嘛, 就算是科班出身又怎么样啊, 等着呗, 刑警的东西啊, 够你学好几年的, 看您了, 悟性了, 谁知道啊, 王维就这么崛起了, 速度快的令人发指, 这一点呢, 让郭红飞很不爽, 当然了, 主要还是对洪峰不爽, 这老头太偏心了, 总是自以为是, 至于王维啊, 还不怎么放在郭大队眼里, 不过就是运气好点, 凑巧破了两个案子, 加上洪峰护短, 这才搞个什么事点, 让他捡个现成便宜, 年纪轻轻就当着副所长了, 这个升官的速度啊, 比郭大队当年还快, 但是呢, 也仅此而已, 郭大队相信啊, 不管是谁, 好运气总是会有用完的那一天, 在体质内混, 最终还是要看实力的, 没这个实力, 单靠洪峰护短照着呢, 终究混不出什么名堂来, 案子, 郭大队, 这不正查着呢吗, 正在查着, 不知你们在查, 我们也在查, 大家都在查, 谁都没闲着, 可是就没人敢像王索一样, 这么吹牛啊, 你怎么知道他在吹牛,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吹牛, 我就想问一问王索, 他算用多久时间来破这个案子, 三年, 还是五年, 或者等人家女孩子在那边做了奶奶外婆, 王索再来破这个案子, 三天, 什么, 我说三天, 三天之内, 我破这个案子, 王威, 别开玩笑, 好啊, 很好很好, 太好了, 咱们局里这是要出神探了呀, 是不是啊, 大家说是不是啊, 可喜可贺呀, 郭大队, 话不能说的那么绝对, 万一我真的找到了线索呢, 找到线索好啊, 那就恭喜王索了, 即将成为我们编程政法战线的明星啊, 啊, 哈哈, 哎呀呀呀, 这个可厉害了, 这种案子, 三天就能破, 呵呵, 真要那样, 我们刑警支队也可以且散了, 是吧, 啊, 万一, 我破了呢? 王索这意思, 是要跟我打个赌啊? 可以啊, 只要郭大队喜欢, 我无所谓。 好, 那就请大家做个证, 我跟王索打这个赌, 王索, 啊, 三天时间是包括今天在那吗? 啊, 好吧, 咱们就把时间定宽松点, 啊, 就不包括今天, 从明天开始, 三天之内, 王索要破这个案子, 对吧? 对, 至于要不要把今天算进去? 我无所谓, 随你的意思, 郭大队高兴就好。 啊, 好, 就这么算啊, 从明天开始, 三天之内, 王索要是破不了这个案子, 怎么办? 总也得给我们一个交代吧, 不能让大伙在这陪你吹牛是不是? 啊, 可以啊, 郭大队想要什么交代? 这要是证明我吹牛了, 我给你陪你道歉, 自己甩自己两个嘴巴, 从今往后再也不敢乱说话, 好不好? 好, 就是这么办。 要是他赢了呢? 要是他赢了? 随便什么要求都行啊, 你尽管开口。 白大队, 你有什么要求? 你想说什么就照直说, 没必要问我。 好嘞, 那我就说了啊。 郭大队, 要是一不小心我赢了, 我也没有别的要求。 你郭大队那么精管, 我可不敢要你赔礼道歉, 更不敢要你自己甩自己俩嘴巴, 就一个要求, 您看着办吧。 有话就说。 简单, 我想要郭大队从今往后离白大队远一点。 白大队是我朋友, 我不想看到朋友老是被无聊的人骚扰, OK?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谁是无聊的人? 你说清楚。 好好好, 郭大队, 我错了, 口误口误。 你也知道, 我们基层的同志呢素质不高, 在所里呢和乱七八糟的地痞流氓打交道打习惯了, 那些家伙都无聊得很, 一天到晚做白日梦想入飞飞,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有时候忍不住也教训他们几句, 习惯了, 抱歉抱歉啊, 郭大队别在意。 你。 终于啊, 有人忍俊不禁, 哎呦, 笑出声来了。 这小子, 年纪不大, 蔫巴坏。 口口声声说对不起, 开口闭口的抱歉。 其实啊, 句句都在骂着郭鸿飞, 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郭鸿飞呢, 还不好说什么, 连白娇娇的嘴角啊, 都忍不住露出了一丝极淡极淡的笑容。 这些年啊, 他其实也一直都在为郭鸿飞头疼, 这家伙太能缠人了, 还不能对他采取太过激的措施, 毕竟呢, 他只是在追求自己, 又没干什么坏事。 现在郭鸿飞终于碰到对手了, 高高在上的郭鸭呢, 还真就是需要王维这种小痞子来对付, 搞得你没脾气。 眼见的郭大队被挤兑到了墙上, 没办法下台, 一声开会给郭大队解了围了。 开会开会, 胡局长亲自来了。 甚至呢, 省府副秘书长和李作勇副总队长都还没走, 也一起来了。 上次开会的时候, 书记刚好不在家, 去下边县里视察工作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 立马赶回来, 今天开会就亲自过来了。 自然呢, 这不是陆启正的面子, 是副秘书长的面子。 不过副秘书长在边城一呆就是两三天, 也足见省领导对此事的重视。 陆启正在分管省领导眼里的分量还是很重的, 没有得到一个比较确切的结果, 副秘书长都不好回去跟省领导交差去。 副秘书长这样的态度无疑给了边城的同志们巨大的压力。 政法委书记, 胡卫国局长, 洪峰副局长一个个脸色严峻, 看不到半点的笑意。 陆启正两口子和张丁的爸爸张荣更是形容憔悴, 眼窝深陷。 可见呢, 这两天根本就没好好睡觉, 一直强撑着。 随着时间一天天的往后推移, 做父母的心中也一发的焦虑, 一发的绝望。 时间拖得越长, 孩子出意外的可能性就越大。 就算在人贩子手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和穷凶极恶的人贩子待在一起, 多一天就会多受一天的折磨。 家长们都到了崩溃的边缘了。 这次会议的规模比上次还要大, 上次主要是刑警支队开会, 这次增加了西城、东城、北山三个分局的局长, 以及七八个城区派出所的所长。 洪玉所一把手留强, 也被通知前来参会。 王维不是代表洪玉所来的, 他的身份依旧是洪局特批的刑侦专家。 刑警支队大会议室被挤得满满当当的, 人头涌动, 却没有谁开口说话, 每个人都紧紧地闭着嘴, 气氛远比上次会议要沉闷得多了。 大伙都低着头, 摆弄着手里的笔记本, 不敢抬头和领导们对视, 万一被点名说明情况, 不知道该从何着手啊。 还是闷声发大财的好, 但是大家都明白, 这个情况说明总是躲不过去的。 会议还是由胡局长亲自主持, 实际上, 简单几句开场白之后, 胡局长就将主导权交到了洪峰的手里。 那既然是刑事案子嘛, 具体的行动都是由洪峰在负责, 由他主持更加方便直接。 说白了, 今儿召开这个会议, 主要是必须给傅秘书长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交代, 让傅秘书长好回去向省领导做个解释说明啊。 这样的案子短时间内是破不了的, 编程的同志们都尽力了。 关键就是要让省领导明白这一点。 这两天的行动情况都会总了吧? 说明一下。 华英, 你们刑警支队负责那个区域。 啊, 这两天行动是个什么情况? 你先说说。 洪峰直接点将。 袁欢英啊, 知道洪峰的意思。 到目前为止, 市局各分局各派出所都没有收集到和陆小婷张冰失踪案有关的线索。 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否则, 只要有哪怕一点的蛛丝麻迹, 下边都会第一时间抱上来。 这两天, 大家确实都很忙。 他袁怀英啊, 都只睡了四五个小时。 关键是, 没有效果。 但是既然开会, 那还得说明情况, 总不能冷场啊。 洪峰就是想让大家都说说, 这两天边城市公安局和三个城区分局都在干活, 而且干的呢很卖力, 把数据给领导们报一报, 让领导们心里有个数。 同时呢, 让陆启正张荣知道, 我们已经尽力而为了。 在这次大行动当中啊, 刑警支队也是精锐进出, 大多数刑警都把手头的案子放下来, 全力以赴的找人。 两天的摸底排查收获还是不小的, 逃犯就抓了好几个。 刑警支队之后呢, 是治安支队, 然后各分局各派出所所长一一一的总结汇报。 人比较多, 所以大家都尽量节省时间, 空话套话一律都省略, 上来就直接汇报数据。 刑警支队啊, 安排了专人在会议室的黑板上计数, 把这两天全是大摸底大排查所得到的成绩一一汇总, 好让领导们有个直观的认识。 就算搁在严打时期啊, 这两天大摸底大排查也堪称是成果斐然, 抓了一大批漏网之鱼, 处理了一大批街痞混混社会治安为之整肃。 傅秘书长不是公安专业出身, 听得拼拼颠头。 编程市局的同志们还是很给力的, 不过呢, 傅秘书长始终都牢记自己此番前来编程的目的, 可不是来为鞭城市公安局歌功颂得的呀。 洪局长, 请同志们谈谈失踪案吧, 有什么进展吗? 秘书长, 暂时还没有什么特别有用的线索, 这样的案子短时间内想要破获的话, 是有非常大的偶然性。 洪局, 你这是, 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说我家小厅找不到了。 洪局, 还有没有什么技术性手段可以用, 或者, 向省厅求援。 上报省厅其实没必要。 小谷, 你们六大队找到什么线索了吗? 局长, 这回我们六大队还真没找到什么线索, 不过我们没找到线索, 不代表其他同志没找到。 刚才啊, 红狱所的王维同志跟我们说啊, 他三天之内就可以破案。 谁? 谁说三天之内可以破案? 王维啊, 王副所长。 局长, 王维在这儿呢, 要不让他亲自给您汇报吧。 小王? 局长, 确实有那么一点线索, 暂时呢还没有验证过, 不能肯定。 什么线索, 什么线索, 写说说看, 大家一起分析。 局长, 各位领导, 是这样的, 我们辖区内有一个可疑的对象, 以前曾经在医院偷盗过婴儿, 算是有前科吧。 我们认为, 他很有可能有嫌疑, 正在调查他, 不过这段时间他刚好不在家, 所以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确定, 他是不是真的跟这个案子有关。 不是吧, 王维啊, 你刚刚跟我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说的是三天之内必定破案, 还跟我打了赌呢, 说如果我输了, 从此见到您就要绕道走。 这个话可不是我一个人听到啊, 是很多人都听到了。 大家说是这样吧, 啊, 难道你刚才是在吹牛的? 要不凭着这么一条线索啊, 我还真不相信, 三天就能破案。 胡闹。 魏国是真生气了, 板着脸呵斥了一声。 也不知胡菊这一声呵斥, 是针对郭红飞还是针对王维的。 总之啊, 这两个家伙都让胡菊把脸给丢光了哦, 你们以为在过家家吗? 我相信他。 就在会议室的气氛变得非常尴尬的时候, 白娇娇忽然站起身来很平静地说道。 这位公认的美女景花脸上一如既往的略带一丝冷意, 没有丝毫的积月, 当着那么多大领导的面也没有丝毫的紧张和不安。 我相信他三天之内肯定能破案。 胡菊, 红菊, 原支队, 我申请暂时调往洪域派出所, 协助王维同志侦破这个案子。 请领导们批准。 可以。 胡卫国没有犹豫, 马上点头同意了。 只要真的能够在三天之内啊, 侦破这个案子, 不要说白娇娇一个人, 就算是整个重案大队都去洪域派出所协助王维, 胡卫国都不会皱一皱眉头。 一把手表了泰, 洪峰和袁淮英自然不会再说什么了。 王维嘴角浮现一丝丝的笑容, 白大队还真够意思。 当然了, 王所不至于那么天真, 那么一厢情愿地认为白娇娇这是喜欢上他了, 白娇娇只是跟他讲义气, 不管怎么说, 他们俩加上米兰算是好朋友好闺蜜了。 况且呢, 在对付郭鸿飞这一点上啊, 白娇娇和他绝对有共同的语言, 而是同一战线的。 关键时刻, 白娇娇当然要站出来力挺自己的好哥们。 郭鸿飞啊, 气得一张脸变成了猪肝的颜色。 再没想到白娇娇会这么绝情, 公然打自己的脸。 至于说到白娇娇喜欢王维, 郭鸿飞倒没有这样的怀疑, 白娇娇纯粹是为了打他郭鸿飞的脸。 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 郭大队再娇横跋扈也知道应该闭嘴了, 哪怕再多说一句都是自取其辱。 呵呵, 这样也好, 倒要看看你们到底有什么本事, 三天破案。 到时候要是破不了, 局领导不追究我郭某人, 还不答应呢。 方警官, 防锁, 真的能三天之内破案? 陆总, 我们会尽力。 方警官, 请你一定要尽力, 只要能破案, 能找回我家小婷, 我给你们赞助, 给你们捐款。 你们要什么设备, 我就给你们添什么设备, 不管多贵都行, 哪怕我亲家荡产也干。 哎,陆总, 不要激动, 不要激动, 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是我们公安机关的职责, 我们应该做的, 你没赞助, 我们也一样会全力以赴的破案的。 方警官, 给我来一下。 一散会, 洪峰就直接了当的给王维下了命令, 王维不由得暗暗的摇头啊, 老头这作风啊, 还是那么直接, 一点都不懂得拐弯抹角, 你哪怕使个眼色也好啊, 难道我还能不明白吗? 这么显摆你的护短, 生怕郭鸿飞不计赫你, 不讲究啊, 难怪啊, 你当不了局长。 洪峰要是知道这小子肚子里是怎么, 哎, 那个腹棒自己的啊, 只怕啊, 历史会飞起一脚给他踹出去。 洪峰呢, 直接在袁淮英的办公室开了个小会, 参加人员, 除了他和王维, 就只有袁淮英, 戴连海, 赵子平, 白娇娇, 都是刑警支队, 公认最强的几个行家离手。 说吧, 有什么线索? 凤军, 呃, 就这么个线索了, 刚才说的呢, 都是全部。 好, 那你回去吧, 娇娇和你一块去红御所, 记住, 三天之内, 给我一个满意的结果。 是, 王维, 立正, 举手敬礼, 白娇娇也举手敬礼, 然后, 两个人转身, 离开了袁淮英的办公室。 洪峰, 这…… 袁淮英满脑门的黑线, 王维年轻不靠谱, 您老人家怎么也跟着不靠谱起来了呀? 他呢, 能交线索吗? 还三天之内给我一个满意的结果, 你才五十多岁, 不至于就老年痴呆的前兆了吧。 洪峰呢, 看了他一眼淡淡地说道, 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既然, 你们都没有更好的办法, 那就只能相信王维, 赌一把。 洪峰的声音, 还是那么的平静, 不虚不吉, 波澜不惊。 仔细一想啊, 还真是这么个道理。 王维和白娇娇出了袁怀英的办公室, 白娇娇连自己办公室都不回, 直接就和王维肩并肩地往外走。 反正是要去红女所帮忙了, 又不是去外地出差, 白娇娇连一点随身物品都不用带。 只有枪, 是无论何时何地都会随身携带的, 时刻准备战斗。 这是白娇娇一直以来的习惯。 至于其他女孩子出门必备的化妆包, 对白大队来说几乎是不需要的。 白娇娇啊不是不化妆, 但是呢她的妆都很淡, 从来不需要随时随地去补妆, 没那习惯。 米兰从国外给她带回来的化妆品, 也主要是以保养为主。 你凭什么觉得这案子能破? 直觉。 白大队啊, 您这回是给我出了难题了。 你说, 到了所里是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 我听你的。 那好, 那咱不回所里了, 咱们呢去找米兰一起弄火锅吃, 火馋了。 这跟破案有什么关系? 和破案没关系。 这个案子呢, 现在咱们已经没什么需要做的了, 就等着这个严青梅回家, 她一回来咱们就抓她, 然后呢问出陆小婷和张冰的下落。 怎么解救, 那就是省厅的事儿了, 和咱们关系不大。 你现在要做的呀, 就是好好地吃一顿, 然后好好地睡一觉。 你瞅瞅你, 黑眼圈都出来了, 不带那么拼命的。 边城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又不止你一个警察, 对不对? 嗯。 王维边说边摇头, 语气非常的闺蜜。 白娇娇呢, 有点哭笑不得, 哎呀, 吃货就是吃货, 想吃火锅了直说, 没有必要找这么一大堆的理由吧。 想要自己亲自下厨弄火锅给她吃, 还要成她的人情, 这人呢, 当真是太鸡贼了。 白冰冰要来红玉所, 这个消息, 顿时就让所里的一帮子牲口兴奋难耐。 尤其是刑警队和禁毒队, 大多数都是小年轻啊, 更是兴奋的嗷嗷叫。 以往啊, 他们可没有多少机会, 见到这个市局这朵最娇艳的景花。 市局分局派出所, 看似是一个系统, 而且呢, 在同一个城市, 外人看来啊, 应该就是经常能够碰面。 实际呢, 压根就不是那么回事。 派出所的基层民警啊, 平日里有多少机会跑到市局去啊? 更不用说和众案大队对接了。 也就是王伟有这种待遇, 那是因为他名声在外, 和白娇娇是师姐利关系。 就算是刘强, 也不见得经常有机会和白娇娇见面。 这下好了, 白大队居然要到洪御所来协助王所破案。 也就是说啊, 在这个案子正式侦破之前, 白娇娇会经常出现在大伙的面前。 就算没别的可能啊, 每天仰仰眼也好啊。 再说了, 白娇娇是真的名声在外。 出了名的厉害刑警。 跟着他, 肯定能学到不少的经验。 结果, 大家白高兴一场。 一直等到下班, 也不见这白大队的方宗。 最诡异的是啊, 连王所都不见了。 从市局开完会回来, 刘强本来一门心思想要问一问王伟, 到底有没有把握三天破案呢? 谁知道, 王所愣是不给刘所这个机会, 直接玩失踪了。 好在呢, 王所有手机, 留所就把电话打了过去。 累了, 想要歇一会儿。 呀喝, 这是什么答复啊? 照说, 累了, 想要歇一会儿很正常。 基层民警的辛苦和劳累啊, 说出去都没人相信。 没在基层派出所公安局工作过的人啊, 绝对不会了解那种无奈。 这么说吧, 基本上不管是正式民警, 还是临时民警, 还是治安联防队员, 还是治安员, 每一个人都缺觉。 你真让他睡到自然醒, 他能睡一天一晚不动一下, 王伟也不例外。 关键是, 这个歇一会儿的时机不太对啊。 你不是刚给局领导立了军令状吗? 尽管王伟在会议上没有把话说死, 但是在大伙看来, 当着胡局、 红局, 以及省副秘书长、 省厅李副总队长等等等等领导的面, 说了有线索, 那就等于是承诺了老子一定能破案。 不然, 你小子胡咧咧什么呀, 嫌你能啊。 刚给局领导立了军令状, 就玩失踪要歇一会儿, 很难不被人理解为耍性子。 尤其要紧的是, 居然和白娇娇一块儿失踪了, 难道他们俩在一起歇一会儿? 想到这里啊, 刘强吓了一大跳啊, 这可是头号新闻啊, 绝对比三天破案, 三天找到陆启正女儿还要劲爆的大新闻。 白娇娇谈恋爱了, 恋爱的对象居然是王维, 开什么个国际玩笑啊? 当然了, 刘索到底是个领导, 成熟稳健的中年男子, 虽然心中涌起无数的惊涛骇浪, 却还不至于失措, 也不至于啊, 跑出去对人胡说八道去。 这种事儿, 真不能乱说, 别人也就算了。 比如啊, 他就时不时会开开成雪的玩笑, 说呢, 要给他介绍对象, 要给他和王维拉红线, 大家说说笑笑, 无伤大雅。 白娇娇不行啊, 白大队绝对是个例外, 整个市局都知道, 不能拿这种事儿跟白娇娇开玩笑。 郭红飞牛吧, 这么多年, 在白娇娇面前碰得一头一脸, 鞋子呼啦的, 还只能强忍着, 这个牙齿打掉了, 得血吞进去。 敢用这种事儿拿白娇娇开涮, 那丫头直接拔枪指着你的头。 况且啊, 白娇娇和王维之间, 静下心来一分析, 刘强就知道是自己想太多喽, 年龄不对啊, 白娇娇虽然年轻, 却比王维大了好多岁啊。 女方大一两岁没事, 哪怕大三岁都还勉强, 但是超过三岁, 世俗的观念就很难接受了, 王维家里的长辈百分之百不会同意, 姑且相信他们之间是纯洁的革命友谊, 那么王维和白大队到底干什么去了? 哎, 包饺子, 地点还是在白娇娇的闺房, 人员还是那三个闺蜜, 分工明确, 白娇娇和面米兰宅菜, 就是一把大香葱, 厨房里砧板叮叮当当的响个不停, 王锁, 嗯, 在弯刀呢。 王锁双手不空, 两把菜刀玩得特别的溜, 此起笔伏砧板叮当的乱响, 五花肉已经渐渐的变成了肉迷了。 米兰活最轻, 坐在厨房门口一边摘菜, 一边看着王维玩刀, 只觉得呀, 嗯, 说不出的赏心悦目, 也就只有他, 能把剁饺子馅来剁出这样的艺术感来。 这倒不是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 王维剁饺子馅的动作, 嗯, 嗯, 确实比一般人要流畅的多了。 原因无他, 这种活计, 王锁小时候干的可不少。 他师父爱吃饺子, 还喜欢自己包饺子, 每次剁饺子馅的时候啊, 都交给王维, 顺带着呢, 练练他的腕劲。 正所谓, 熟能生巧, 剁得多了, 自然就剁出花来了。 包饺子这个事啊, 也是白娇娇提出来的。 王维本来想吃顿火锅的, 哎呦, 这涮完火锅之后啊, 还可以花言巧语, 骗着两个大美女跟自己画小乌龟玩。 谁知道呢, 白娇娇却不想吃火锅了, 要吃饺子。 王维, 嗯, 简直是又惊又喜。 小时候跟着师傅吃过不少的饺子, 王维确实呢, 也很好这一口。 只是没想到, 白娇娇还懂得和面, 懂得擀饺子皮。 这和他记忆中的白大队, 实在相差甚远。 看着白娇娇脱下警服, 系上小白兔围裙, 俐落的发面和面, 王所觉得呀, 哎呦, 很颠覆。 相比起调火锅料, 王维觉得, 嗯, 和面擀饺子皮更难一点。 没什么好奇怪的, 他又不谈恋爱, 总要给自己找点事做吧。 不为无意之事, 何以悦有牙之声。 眼见王所一脸震惊, 米兰就微笑着给他做了解释, 顺带着呢, 掉了一句书包。 王所啊, 嗯, 就给他伸出大拇指。 米兰本来就是才女, 若不是有这个底子, 又怎么可能和心高气傲的白娇娇 成为闺蜜呀? 对此, 王维倒是能够理解, 像白娇娇这种性格, 一旦对某件事情产生兴趣, 几乎必定会深入的钻眼, 并且达到比较高的水准。 做菜也是如此。 米兰既不会和面, 也不会擀饺子皮, 更没有力气剁饺子馅, 只能啊, 摆弄一捆子香葱。 时间不知不觉的流逝, 肉馅剁好, 饺子皮也赶出一堆来了。 三个人就坐在餐桌边, 开始包饺子。 出乎意料的是, 王维包出来的饺子相当的像模像样。 米兰很夸张地打量着王维。 王总,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啊? 连包个饺子都包得这么好看, 你还让不让其他男人活了? 花痴。 我哪里花痴了? 这个男人是真的很极品嘛。 你看他啊, 会破案, 会打架。 这就算了, 算是他的本行。 可是, 他还会赚钱, 炒股, 少期货, 样样精通。 你见过几个这么厉害的警察? 现在连包饺子这样的小事, 都不给别人机会。 知不知道, 你这样会被打的。 本来米兰那是搞怪, 白娇娇却认真起来, 仔仔细细的想了想, 居然郑重其事的点了点头, 表示对米兰的意见很认同。 这个就搞得王所有点不太好意思了。 老大呀, 咱们可不可以别这样啊? 你知道我这人不经夸, 男人太骄傲会犯错误的。 犯错误没事啊, 哪个男人不犯错误啊? 来来, 王所, 你告诉我, 你想犯什么错误? 你说呢, 我这一所一有都是红颜, 祸水级的美女。 你说我想犯什么样的错误? 唉, 你就算要犯错误, 也只能找你家白大队了。 我是已婚女同志, 不合适。 他找我不算犯错误, 找你才是犯错误。 那他投降投降投降, 我投降还不行吗? 王为啊, 是真的吓住了, 白娇娇竟然说出这种话来, 依照白大队的性格, 这算不算是表白啊? 嗯, 算吧。 米兰看了白娇娇一眼, 显得说不出的忧远。 这个人说话啊, 还真是直接。 人间不拆。 王所又忍不住说了一句 另一个时空的网络用语。 原以为米兰会继续 就这个话题发挥下去, 取笑白娇娇一番。 以前米兰呢, 经常这么做, 但这一回呢, 王所又失算了。 米兰像是很随意的 转换了这个话题。 哎, 王伟, 股票还在疯涨啊。 嗯。 你说说, 这段时间在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上 赚了多少钱? 是咱们赚了不少钱。 到底赚了多少? 没细算。 估摸着, 等他们把会所建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差不多也能赚一座会所的钱了。 赚一座会所的钱? 你知道按照彩虹俱乐部的标准, 建一个会所需要多少钱吗? 嗯, 具体多少钱我不是很清楚。 上次跟段哥喝酒的时候呢, 听他提了一嘴, 哎, 差不多投资是四千多万吧。 那好吧, 那你告诉我, 我们账户上现在有多少钱? 嗯, 少一点, 差不多一百万吧。 一百万? 好吧, 王伟, 就算一百万。 我跟你说, 咱们的会所, 按照唐威的计划, 最快在今年年底, 最慢在明年上半年, 一定要开张试营业。 也就是说, 最多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你是怎么把这一百万变成四千万啊? 那, 就以一年半时间来算。 十八个月, 四千万, 平均每个月要赚两百多万。 期货市场的钱, 真那么好赚? 哎, 不是你这么算的。 咱们呢, 要算负利, 也就是利滚利, 钱赚钱。 刚开始呢, 是用一百万赚两百万, 那当然难度要大得多。 等本钱到了两百万的时候啊, 用两百万赚两百万, 难度呢, 就降低了许多。 以此类推, 到最后啊, 用三千万赚两百万, 那就跟玩似的。 只要这个市场的走势, 不发生太大的变化, 明年一年, 赚四千万, 就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就算赚四千万有点困难, 咱们减半, 赚两千万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你还当警察? 是啊, 赶紧的辞职, 改行当大老板。 再把咱家娇娇娶了, 让她也辞职不干了, 专职在家照顾你的生活, 给你生儿育女, 相夫教子。 哎呦, 拜托, 当警察才是我的爱好, 赚钱只是个副业。 很多人要是能赚这么多钱, 都不会当警察的。 哎呦, 白大队, 要是像米总说的那样, 我当大老板娶你回家, 让你当什么权职太太, 你愿不愿意? 那不行, 我还得当刑警。 这就对了, 你喜欢当刑警, 我也喜欢当刑警。 王所, 你牛。 那是啊, 往后啊, 安心跟着王所混, 哎, 帮你赚大钱。 行, 那以后, 我就跟定你了。 王所, 你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我绝对很乖, 很听话。 这话呀, 听起来好暧昧, 王维不由得老脸一红, 白娇娇又瞪了米兰一眼。 她总是觉得呀, 自从认识王维之后, 米兰就变了, 变得和以前很不一样, 动不动就会发花痴。 当然呢, 只对王维一个人发花痴, 在其他的男人面前, 还是优雅傲气的米总, 高高在上, 令人不敢逼世。 甚至在唐威面前, 米兰都能很好地保持自己的矜持。 米兰就像他做了一个鬼脸, 王维呢, 只好低头包饺子, 当做什么都没看见, 怕自己呀, 一不小心把控不住, 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了。 事实上, 王维这个担心, 还真的不是多余的。 有说有笑的包饺子, 白娇娇亲自下锅, 米兰开了瓶红酒。 三个人围着小餐桌, 红酒下饺子, 中西河壁, 气氛相当的温馨浪漫。 吃完饺子也没玩牌, 三个人各自占据一个沙发, 围着电视机看电视, 有一搭没一搭的, 说话聊天, 很放松。 不知什么时候啊, 白娇娇和王维都睡着了, 就这么歪在沙发里, 睡得很沉。 这些日子, 实在是太忙, 太累了。 米兰不由得轻轻地摇头, 悄悄起身, 拿了两床薄薄的毛巾被, 分别给他俩盖上。 白娇娇的怀里, 还抱着一个小白兔的布玩偶, 双眉微醋, 呼吸云静, 睡得很实在。 王维却有点不老实, 米兰给他盖上毛巾被的时候, 看似睡着了的王维忽然手一翻, 抓住了米兰, 温柔的小手轻轻一握, 又飞快地松开了。 米兰又娇又羞,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却只见这家伙嘴角一扯, 露出了那招牌似的坏笑。 虽然说, 王所也算是个老鸟了, 可还是低估了在领导面前吹牛的严重性。 在白娇娇家里吃完饺子, 第二天一大早, 悠哉悠哉跑去所里之后, 发现, 陆启正两口子和张荣都已经在红玉派出所等他了。 一见到笑咪咪进门的王所, 三名家长就好像见到了大救星, 齐刷刷地跑过来激动地跟他握手, 不等王维开口, 陆启正就迫不及待地说道。 王所, 有线索了吧, 今天能破案吗? 陆总, 张先生, 你们呢不要太着急, 先安心地休息, 案子我们肯定会尽力的。 王所, 你可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 千万别骗我们啊, 真的受不了啊。 陆总, 放心吧, 真要是一点把握都没有啊, 我也不会在会上那么说的。 对对对, 我们相信你, 我们相信你。 陆启正连声地说道, 但是呢, 从他满是稀记的脸色背后, 王维可以清楚地读到, 他内心深处的焦虑和不安。 很明显, 这位年轻的派出所副所长, 不那么轻易地会取信于人。 这也是中年人, 对青年人固有的蔑视与怀疑。 不管王维怎么规劝, 三个人就是不肯走, 坚决要留在红预所, 等结果。 王维呢, 也只好游得他们去。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转眼, 就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 监视小组那边没有任何消息传来, 连白娇娇都有点焦虑起来。 是不是走漏了消息? 不会, 除了那天做了个社区的了解啊, 就再也没有去惊动过红旗局委会。 我特意给下边关照过, 不要打草惊蛇, 普通人的警觉性不会那么高的。 万一他家里人还有人跟他是同伙呢? 看得出来, 他婆婆跟他老公都蛮老实的。 王所总不能告诉白大队, 当年我们就抓了他一个, 他家里其他人都不知情。 白娇娇啊, 双眉微醋, 再也没有说什么。 中午饭就在所里解决的, 红预所有自己的食堂, 正是民警十几个, 加上联防队员, 治安员, 好几十号人, 不搞个食堂不行啊。 刘强啊, 本来想请陆启正两口子和张荣去外边吃饭的。 不管怎么说, 也是云都有名的大老板, 到了边城, 也不能怠慢不是? 陆启正啊, 死活不同意, 说一点心情都没有, 最后啊, 依着他在所里的食堂对付了几口。 是真的一点食欲都没有, 完全吃不下。 下午了, 还是没有消息。 陆启正等人, 越来越焦躁不安起来。 快四点的时候, 胡卫国亲自把电话打到了王维的手机上, 问他什么情况, 有动静没有。 局长啊, 暂时还没有动静。 您今天, 可别让些人跑啊? 放心吧, 局长, 只要他一冒头就跑不了。 王维自信满满, 他一共安排了八个人盯住颜青梅的家。 要这样还出了差错, 就只能说王锁真的玉下无能了。 挂断了胡卫国的电话, 没多久, 电话又响了起来, 居然是王军。 喂, 小郭。 儿子, 听说你有蠢能了。 小郭, 请去掉柚子。 儿子, 你知道老爷子对你寄予了厚望吗? 你可别让他失望。 小姑, 我现在让老爷子失望了? 现在没有, 但你不应该在会议上当众逞能。 县七破案这种事都是外行说的, 再厉害的刑警也不敢给自己定期限, 还是稳扎稳打的好。 只要你能拿出成绩, 其他的不用你操心。 老爷子在我在, 有什么好处少不了你的? 小姑, 我知道了, 当时那种情况也是被逼到墙角了, 没退路, 就嚣张一回, 人不张狂往少年呢。 我知道你不会轻易和人斗气的, 要是真有人和你过不去, 给小姑打个电话, 我去会会他, 看什么来头。 不至于不至于, 小问题我能处理得了。 小姑, 这个事你怎么知道的? 你在我身边插了线人? 你的事, 只要我想知道, 我就能知道。 还有你们局里那个锦花, 你注意点啊, 年纪比你大好几岁, 我们都不会同意的。 小姑, 在你眼里我就是个花痴啊, 见一个爱一个。 这难说, 你们年轻人就没个定力, 那女孩我见过, 是长得很漂亮, 穿着警服尤其帅气, 很多男人都喜欢这种的。 唉, 她要是年纪和你差不多, 我也是很般配。 王维啊, 只好投降, 看来只要是女人, 就一定会八卦, 甚至呢, 连白娇娇都不能完全例外。 只不过啊, 白大队只有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才偶尔八卦一下, 别人可没这个资格, 让白大队去八卦她。 好不容易对付好了王军, 王所啊, 常常舒了一口气, 又是好笑, 又是感动, 到底是血浓于水啊。 哪怕是远在省城, 老爷子和小姑他们, 也依然对她那么的关注。 就在王所刚刚点上一支烟, 准备再一次理一理这个案子的思路时, 办公室的房门被小心的推开了。 陆启正的脑袋出现在门口, 带着有点讨好的神色。 大约在陆启正成功之后啊, 还很少会对一个普通的小警察, 这样陪笑讨好吧。 王所, 有消息了吗? 在派出所哭作了一整天, 陆启正真的有点忍不住了, 觉得自己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只要这个年轻小警察再给自己说个不字, 陆启正担心自己忍不住会咆哮起来。 王为抬起手腕看了看表, 正准备说话, 手机再次响了起来。 喂? 王大, 王道出现, 王道出现。 小黄, 沉住气, 不要请你王道, 盯住他, 别让他跑了, 我马上赶过去。 是, 王道放弃, 他跑不了。 王所王所, 是不是有消息了? 嫌疑人出现了是不是? 我跟你一起去。 陆总, 现在呢, 我们要正式去拘捕嫌疑人, 请你在所里等候。 同时, 我必须要告诉你, 你们一定要保持冷静, 不能干扰我们不安。 王所, 我跟你一起去, 我保证不妨碍你们, 不打扰你们, 我保证。 陆总啊, 你在纠缠我干什么呀? 当心嫌疑人跑了? 嫌疑人, 没跑。 刑警中队的保密工作, 做的还是很到尾的。 颜青梅的家人, 都没有任何的警觉。 抓捕颜青梅, 体现出了王所, 温情的一面。 并不是颜青梅一回家, 就马上抓的, 而是, 让他在家里陪着家人, 吃了晚饭, 给儿子过了十岁生日, 王维才决定, 抓人。 拐卖人口啊, 是重罪。 六年前, 全国人大常委会, 发布了, 《关于严惩绑架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规定, 拐卖妇女儿童的起始刑期, 是五年有期徒刑以上。 情节严重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甚至无期徒刑。 情节特别严重的, 可以处以死刑。 也就是说, 严青梅这一抓进去, 只要坐实了拐卖妇女的罪名, 至少会被监禁五年以上。 也许等他出狱之后, 他儿子都已经成年了, 而前提是, 他不会判处死刑。 王维觉得, 尽可能不要在他儿子幼小的心灵中, 来造成太大的阴影。 大人有罪, 可是孩子是无辜的。 为此, 王维特意选了白娇娇和程雪, 进严青梅家里实时抓捕。 不管怎么说, 两个年轻漂亮的女警察, 给孩子造成的冲击要弱一些。 至于抓捕的力量, 那是足够的。 不要说王维和白娇娇都伸手不凡, 就算是程雪, 也是受过专门培训的专业警察。 一对一, 梅姨不是她的对手。 对此, 白娇娇表示, 非常的满意。 白大队只是冷面, 而不是冷心。 真正冷心的人, 不可能成为一个好警察。 抓捕过程, 顺利异常, 没有遇到任何的反抗。 警察一出现, 正在和儿子切蛋糕的 而言轻眉一下子, 就瘫坐在地, 就好像浑身上下被抽走了骨头, 半点力气都没有了。 言轻眉这个表现, 有点出乎王维的意料。 在另一个时空, 她也亲自参与了抓捕言轻眉的工作, 那个时候的言轻眉, 远比现在要镇定的多, 最起码没有下滩。 或者呀, 那个时候, 已经多了三年的江湖经验, 而言轻眉的心理素质也有所提高, 见到警察不再那么害怕了。 在言轻眉的婆婆, 丈夫和儿子等人惊恐的目光当中, 王维出示证件, 说明了来意。 王所说的比较隐晦, 只是说, 有个案子要请言轻眉回所里去协调调查, 语气呢, 也相对的平和。 不过程雪, 还是按照规矩, 给言轻眉戴上了手铐。 王维只能做到这样了。 抓捕异常顺利, 审讯也没费多少事。 从言轻眉一见到警察就贪软, 王维就看得出来, 她的心理素质相当的不过硬。 所以呢, 王维也没有给她拐弯抹角, 一上来就直奔主题。 问完几个例行的问题之后, 王维直接拿出了陆小婷和张冰的照片, 摆到了言轻眉的面前。 言轻眉, 这两个人你认识吗? 不认识。 言轻眉, 我给你看一份文件啊。 这是全国人大严惩决定。 言轻眉, 认字吗? 文件看得懂吗? 识,识字。 不识字也没关系, 我呢叫人念给你听。 张芳, 给她念念, 让她知道犯的是什么罪。 全国人大常委会,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一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言轻眉, 听明白了吗? 你犯的这个事, 最少要判五年, 最严重的话会枪毙。 我现在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你马上把陆小婷和张兵的下落给我交代出来。 我们如果能够顺利地把人解救出来, 就算你立了功。 你要是不老实, 拖的时间越长越对你不利。 万一陆小婷和张兵出了什么意外, 你的罪行就会更严重, 枪毙都有份, 想清楚啊。 言春梅, 老实点, 马上照顾, 不然, 我们对你不客气。 言轻眉, 老实交代对你有好处, 想想你的孩子, 你要是被枪毙了以后谁去照顾他。 我, 我要是招了, 能, 能放我回去吧。 言轻眉, 嘴唇哆嗦着, 颤声地说道。 真是个法盲啊, 王伟等人再次对视一眼, 都情不自禁地摇了摇头, 也轻轻地输了口气。 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已经彻底地崩溃了, 接下来就会招供。 晚上八点四十分, 洪峰在办公室接到了王伟的电话。 王伟, 案子破了。 王伟在电话里, 直接了当地报告。 语气平静, 没有丝毫的机遇, 更没有得意洋洋。 每逢大事有静气, 这也是洪峰欣赏王伟的地方。 哪怕再大的事, 在这小子眼里也能淡然处之, 就好像他已经经历太多, 见怪不怪了。 案子破了。 很快, 这个消息就以最快的速度, 传遍了边城市局和三个城区分局。 每个参加过昨天会议的人, 在听到这个消息的瞬间, 脸色都变得非常的古怪。 限定三天破案, 这才过去一天, 案子就破了。 而且破案的又是王伟, 这小子到底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这样的案子都能限期侦破? 尤其是在进一步了解内情之后, 更是被王伟的好运气给惊到了。 要说这样的线索, 全市大摸底大排查, 不知查了多少, 一条条追查下去, 结果呢, 都跟本案无关, 谁都没见过陆小婷和张冰。 偏偏, 他找到一个所谓有前科的犯罪嫌疑人, 一抓就准了。 这个闫青梅啊, 还真就是拐卖陆小婷和张冰的犯罪嫌疑人。 这种运气, 当真是好到逆天了。 最后目瞪口呆的, 最郁闷难耐的, 自然就是郭鸿飞郭大队了。 据说呀, 郭大队是在KTV唱歌的时候, 听到了这个消息, 六大队的一个兄弟得到消息后, 急急忙忙的给老大打了个电话。 郭大队当时就蒙了, 握着手机瞠目结舌, 简直不敢置信。 怎么可以这样啊? 他说三天破案就能三天破案, 那以后郭大队怎么办呢? 虽然赌注呢, 是从今往后不再骚扰白娇娇, 这一点郭大队倒是能做到, 还心中窃喜, 正好可以借此脱身。 关键是啊, 自己在会议上公然嘲笑王维的那些话, 现在都变成了自己是个傻叉的证据了。 这脸打得啪啪的响。 郭大队曾几何时有过这么尴尬窝囊的时候啊, 难道不应该是这个世界围绕着我郭大队转吗? 咱们一下子就换主角了? 后来呢, 有在场的人证实, 郭大队怒发如狂, 将KTV包房里的杯盏通通打了个稀巴拉, 老板还不敢让他赔钱。 谁不知道郭大队心胸狭窄, 牙子必爆啊, 你今儿个敢让他赔钱, 他明儿就敢让你关门。 了解郭鸿飞的人都知道, 从今往后, 郭鸿飞和王维之间算是结下死仇了, 解都解不开。 除非哪天王维倒了血霉, 郭大队或许会网开一面不再计较他。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王维证明自己足够强大, 强大到压根就不在乎脚下一只嚣张的蚂蚁。 当然, 除了郭大队, 局里其他领导还是很高兴的。 副秘书长、李作勇副总队长、 胡局长、 红局长都在得到消息之后的第一时间, 赶往红玉派出所。 小小的红玉派出所今晚注定无眠。 红玉派出所啊, 自建所以来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 各级领导来了一大堆, 连西城区的一位A副书记也过来凑热闹了。 最为诡异的是, 这位副书记还并不是分管政法口呢, 而是负责招商引资工作的。 他特意赶到红玉派出所来的目的呢, 王维也猜到几分, 估计是想跟这个陆启正混个脸熟, 看能不能想办法让这位陆大老板将来到西城这边投个什么工厂之类的。 对此啊, 王维非常的理解。 整个九十年代乃至二十一世纪前十年, 各地都是唯招商引资论。 招商引资的多少, 直接决定着领导的政绩。 不少地区都给领导干部分配了招商引资的指标, 要是完不成的话, 评价那是不利的。 既然陆启正女儿失踪案是被红玉所的警察侦破的, 那么陆启正就欠红玉所一个人情, 也就是欠西城区一个人情。 将来到这边来搞点投资完全是应该的, 这就是领导的思维。 至于陆小婷就是在编程失踪的, 编程是否要因此承担责任, 领导自动的忽视了。 这个时候呢, 作为红玉所一把手的刘强, 很自觉没有出来抢风头。 他明白, 这个案子一破, 王维的强势上升势头是很难拦得住的。 谁叫这小子运气那么好啊, 领导特别关注的案子, 总是他能破呢? 别人再嫉妒啊, 也是白搭。 这个时候出来抢风头, 王维肯定要生恨, 再说了, 也未必抢得到啊。 案子是王维破的, 自然也是由他向领导汇报, 对不对? 刘强呢, 只要做好接待工作就行了。 其实说起来, 他还占了大便宜。 张光呢, 也在领导面前大大的露了一回脸, 不是? 要说呀, 就在去年, 刘强还没有什么野心。 那时候的红玉所虽然人不少, 但是在领导心目当中的地位并不重要, 不过是个正古籍所, 和偏远山乡的什么派出所呀, 是同等规格。 刘强年近四十, 还在正古籍上的打转呢, 就算有想法, 也只能憋在心里不能说出来, 省得被人笑话呀。 忽然间, 红玉所升格了, 变成了副科技所, 刘强一下子挤身于副科技领导, 心里头立马就活泛起来了。 尤其是有了王维之后, 红玉所还建起了刑警中队, 禁毒中队, 成为市局的试点单位。 尽管王维有点桀骜不驯, 时不时的自作主张, 不是太尊重他这个一把手, 但是在领导眼里, 只要王维取得成绩, 就是整个红玉所的成绩, 是他这个一把手领导有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呀, 他和王维之间, 并不一定要成为对手, 可以互惠互利。 王维凭本事升官, 他呢, 凭王维升官。 所以呢, 刘强心情也很不错, 跑上跑下忙前忙后, 热情高涨。 王维专心给领导们汇报案情, 案情其实一点都不复杂, 和大多数拐卖妇女案, 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案发时间是正月十五元宵节, 当天晚上, 陆小婷和张冰在边城赏花灯, 很凑巧的, 被颜青梅和他的同伙碰到了。 两个讲云都口音的外地小姑娘, 长得还那么漂亮, 自然而然, 就引起了这帮人贩子的关注。 通过仔细观察, 他们确定陆小婷和张冰是单独行动, 没有其他人同行。 当即由颜青梅出面, 和两个小姑娘套进屋。 这个颜青梅看上就很老实, 外表非常具有欺骗性。 王维这样向领导们介绍颜青梅的情况, 这一点大家都认同。 颜青梅三十几岁, 长得不算漂亮, 最多是中人之姿, 关键是天生一副老实相很容易取信于人。 如果不是王维把他抓进派出所, 在大街上碰到, 绝对不会有任何人怀疑他是一个人贩子。 当年他在医院偷盗婴儿被抓, 之所以能够轻易的脱身, 估计也是因为他外表忠厚老实, 一个谎言就让人相信了他蒙混过关。 接下来就是通行的拐卖版本。 陆小婷和张冰涉事未深, 对同为女性又一副老实相的颜青梅, 几乎没有任何的防备, 很快就被颜青梅引诱去了僻静处, 被早就埋伏在那里的几个人贩子, 当场挟持。 怎么说,是绑架? 胡卫国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十分凝重。 全国人大的严惩决定第二条规定, 以出卖为目的, 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 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除一万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情节特别严重的,除死刑并没收财产。 原也知道, 要长时间哄骗两名受过高等教育, 生活在大城市的女孩子不那么容易, 使用暴力绑架就能解释得通了。 是的,局长,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绑架。 被害人被拐卖去了哪里? 据言情没交代, 陆小婷被拐卖去了东海省五红市明山县西关乡老根水村, 就在三天前被卖掉了。 还有一个受害人哪, 张冰卖到什么地方了? 张冰的下落现在还不清楚。 怎么回事啊? 两个被害人并不是卖到了同一个地方, 根据言情没的交代, 他们去了五红市之后就分成了两路, 一路由他带着陆小婷去明山县西关乡交货, 另一路则是带着张冰走了。 具体去了什么地方, 严青梅也不清楚。 那带走张冰的是什么人, 严青梅招供了吗? 他不清楚。 他不清楚? 什么意思? 根据言情没交代, 他们这个绑架拐卖的团伙成员是不固定的, 其中只有一两个和他比较熟悉, 另外几个都是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也只是认识, 对方的真实姓名是什么, 住在什么地方他都不清楚。 他们作案时带有很高的随机性, 往往是几个人凑到一起, 看准了目标就下手, 然后迅速地带往外地拐卖。 下一次犯罪, 很有可能又是另外几个人凑在一起了。 一点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 严青梅交代了, 那个男性犯罪嫌疑人, 外号叫老水, 大概三十几岁不到四十岁的样子。 听口音啊, 应该也是编程人。 他以前没见过这个老水, 是通过一个叫海霞的女人贩子认识的, 海霞也是红语的, 和严青梅比较熟, 两个人一起干过好几回。 嗯, 采取措施了吗? 已经采取措施了, 我已经派了人去调查这个海霞的情况, 已经证实确实有那么一个人。 家里是陈家巷子的, 叫陈海霞, 李懿, 家里有一个女儿正在读初中, 寄宿的学校。 陈海霞出门好些天还没有回家, 我已经安排了二十四个小时监控, 只要这个女人一露头, 马上就抓捕。 另外, 白大队已经从市局请了两位同志过来, 正在根据严青梅的描述, 给老水和另外几个人贩子画像。 等有了画像在追查, 也许能够找到线索。 可以, 等画像一出来, 如果有必要的话, 马上在全市进行摸底排查。 洪峰说道, 涉及到具体的案子侦办, 他无需向胡卫国请示, 静止做了决定。 行针和禁毒工作, 本就是由他直接分管的, 胡卫国呢, 一般都不干涉。 会议室的房门打开, 陆启正两口子和张荣立即围了上来, 满脸的稀迹之色。 这个案情汇报会没有让他们参加, 毕竟和先前的两个碰头会是不同的, 案子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和破案无关的非专业人员, 就不好让他们参加汇报会了。 万一中间有什么不宜宣传需要保密的信息被非专业人员知晓后, 有可能泄密导致下一步侦破遇到困难。 陆启正他们也很听话很配合, 说不让参加就乖乖的在门口等着。 怎么样怎么样, 各位领导, 孩子有下落了吧? 陆总啊, 已经基本可以确定陆小婷的下落了。 啊, 太好了太好了, 在哪里啊, 在哪里啊? 据嫌疑人交代, 是在东海省武红市。 那么远? 陆启正的爱人, 吓了一跳, 情不自禁地说道。 没关系, 只要知道地方, 哪怕再远, 我们也会把人解救出来, 放心好了。 胡卫国, 点点头, 对李作勇说道。 李总, 跨省协调工作, 还要请沈厅多多支持。 啊, 没问题, 我这就给大怪伴打电话, 让他们出面。 好, 那就辛苦你了, 李总。 老红, 我们这边马上组织一下, 搞一个专案组, 由你亲自牵头, 你最快的速度, 赶往东海里边救人。 嗯, 洪峰点点头, 其实他早就在心里头, 筹划好了这个专案组, 当下, 领导们各自行动。 王所儿, 王所儿, 我女儿张冰, 是和陆小婷在一起吧? 现在不在一起。 现在不在一起? 这, 这是什么意思啊? 张叔叔, 是这样的, 陆小婷和张冰, 确实是一起被人贩子拐卖的, 但是拐卖他们的是一个团伙, 不止一个人。 我们现在抓到的这个女的, 是拐卖陆小婷的那个, 她供出了陆小婷被拐卖的地点, 但是, 带走张冰的那个人贩子, 我们暂时还没有抓到。 所以,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张冰在哪里。 这个, 这, 这, 怎么会这样啊? 张叔叔, 犯罪分子是很狡猾, 但是请你相信我们,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去破案的。 张叔叔, 呃, 你先别急, 既然我们抓到了一个人贩子, 剩下的人贩子肯定跑不掉, 迟早会露出马脚。 我们已经有了人贩子的基本信息, 正在不空。 王为开会。 那边乡, 白娇娇在朝他招手, 洪峰没有回市局去, 就在洪玉派出所召开第一次专案组会议。 先前的两次会议都不能算是专案组会议, 全是大摸底大排查, 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专项行动。 现在, 抓到了犯罪嫌疑人确定其中一名受害人的下落, 接下来的行动针对性就非常的明显了, 必须要成立专案组来进行操作。 王为几乎是必然的专案组成员, 就不知道洪峰会安排他在专案组担任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不过接下来啊, 主要就是解救被害人对刑侦的要求不是很高, 而远赴东海省解救必定要得到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才行。 专案组组长的级别不能太低, 省得被人瞧扁了, 也不利于行动。 在专案组估摸着, 王为就是一个开路先锋的角色了。 很短的时间内, 专案组人员就从市局赶了过来, 大都是刑警支队三大队的人。 边城市公安局没有成立专门的打拐办, 但是刑警支队三大队却是专门负责打击拐卖犯罪的, 三大队,又称打拐大队。 从打拐大队在刑警支队序列中的排名位置来看, 打拐大队成立的时间很早, 差不多在全国人大严打决定出台的同时, 打拐大队就成立了。 去外省执行解救行动, 三大队的经验最丰富。 大队长、副大队长和几名骨干刑警都赶了过来。 如果王为白娇娇不是此案的破获者, 那么眼下基本上就没有他们什么事儿了。 派出所警察一般很少执行这样的任务, 就算到了现在, 其实也没有必要非得让王所往专案组里掺和。 抓到了严青梅,突破口打开了, 接下来打拐大队完全可以全盘接手, 至于派出所的同志还是继续去管断就好。 洪峰让白娇娇和王为加入专案组, 摆明了又是互犊子。 谁叫这两个家伙都是洪局的得意子弟呢? 不过呀, 当洪峰板着脸宣布由他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 袁怀英、周世豪、王为担任专案组副组长的时候, 大伙还是被洪局的任性给惊到了。 袁怀英是刑警支队长,周世豪是三大队大队长, 他俩当专案组副组长实质名归, 谁都没话说。 可是王为居然成了副组长。 别人先不说, 让白大队的脸面往哪搁? 白大队可是边城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名片呢。 其实啊, 白娇娇是不会计较这些的, 金钱权位对于他而言真的是过眼云烟。 尤其办案的时候, 他的配合度之好, 那是有口皆碑的。 谁当领导无所谓, 关键是要把案子办好。 要是办不好案子, 谁当领导那都不好使。 该提意见的时候, 白娇娇绝不含糊。 哪怕专案组长是洪峰, 白娇娇也从来都是有话直说。 而且这个案子, 到目前为止, 王为发挥了最至关重要的作用。 白娇娇认为, 由他担任专案组的副组长, 十分合理, 完全应该。 专案组规格够高, 人却不多, 一共七个人。 组长洪峰, 副组长袁淮英, 周士豪, 王为, 组员, 白娇娇, 成雪, 外加一名打拐大队刑警。 四个领导, 三个兵。 看上去, 有点头重脚轻, 其实很合理。 跨省办案, 尤其是跨省解救, 主要还是依靠当地的公安机关协助。 当地公安机关不协助, 这边就算派出再多的警力, 也是白搭。 越是穷乡僻壤, 村民受教育程度就越低, 宗族势力越大, 村民通常都是无原则的抱团。 去那样的村子解救被拐妇女, 没有当地公安机关配合, 不要说你压根就救不出来人, 恐怕连前往解救的警察自己都难以脱身。 这种例子, 全国各地数不胜数。 配置这样的专案组,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分工的。 洪峰长总负责应对当地公安机关的领导, 他职务高, 资格老, 名气大, 就算是外省的公安机关领导, 也要给他三分面子。 袁怀英呢, 实际指挥协调整个专案组, 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他出面, 应对当地的公安机关领导, 他的职务也不低。 周士豪负责具体的解救行动, 打拐大队经常干这种活, 经验相当的丰富。 当然了, 其实配置两个专门的解救人员还是多了, 真正解救的任务要由当地公安机关完成。 通常, 拐卖妇女案不少都伴有着强奸、 伤害等等等等的犯罪行为。 惩处这些犯罪行为, 原则上也是按发地公安机关来负责的。 所以, 很多跨省解救的行动, 拐出地往往只会派遣两三个人前往拐入地, 一切都仰仗拐入地公安机关的全力支持配合。 这次摆出这么大的阵仗, 绝对是破例了。 白娇娇和程雪负责看守严青梅, 毕竟严青梅是女犯, 千里跋涉还是要由女警看守来的方便, 也不怕她借什么上厕所洗澡之名趁机逃跑啊, 等救出了被拐妇女也要由女警去安抚。 说来说去啊, 只有王维是多余的。 洪峰安排他当这个专案组的副组长, 一来是为了筹工, 这案子到底是他破的。 专案组自然要让他参加, 负责到底将来上报功劳, 论功行赏的时候呢, 必须有他一份。 二来也是个栽培提携的意思, 尽可能的多让王维参与这种活动, 全面锻炼他的能力, 好为将来更进一步提拔重用做准备。 当然也有实际意义, 王维可不仅仅只是脑子灵活, 破案有一手, 这小子还特别的能打, 作风凶悍无比。 当警察不到一年, 已经亲手干掉了一个绑匪, 还从国外抓回两个持枪的汉匪。 这种战绩, 整个编程公安系统都非常的罕见。 前往外地跨省解救, 有这么一个能打的战友千里同行, 对专案组的每个同志来说, 都绝对是个好消息。 实际上, 专案组的其他同志, 对王维也都持特别欢迎的态度。 成功破了这个案子之后, 王维在编程刑侦系统的声望, 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有关他和郭鸿飞打赌的内容, 早已经传得人尽皆知了, 真是牛啊! 纵算是周世豪这些老刑警, 也无人敢轻视他。 专案组成立之后, 经请示局领导连夜出发, 前往东海省。 天南离东海实在是太遥远了, 交通非常的不方便, 坐火车去东海省五红市, 足足需要三十几个小时, 在崇山峻岭中, 弯弯绕绕的兜圈子。 要想尽快地赶往东海啊, 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坐飞机。 边城有机场, 但是机场很小, 每周的航班更是少得可怜。 这样一个支线机场, 基本不可能有飞机直飞东海省。 必须去云都机场, 才有直飞东海省的航班。 为了以最快的速度解救被害人, 局领导同意专案组坐飞机去东海。 对胡卫国来说, 做出这个决定相当艰难。 原因无他啊, 没钱。 编程市局的经费实在太紧张了。 虽然编程市的经济这些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城市规模也在快速的扩张。 财政收入连年增长, 形势大好, 欣欣向荣, 但是需要花钱的地方只有更多。 市长每天都要被要钱的报告搞得焦头烂额的。 胡卫国上任之后, 也没有一天不为经费发愁。 八个人坐飞机去东海那么远的地方办案, 在此之前, 编程市局还从来没有如此奢侈过。 只有局领导上首都开会才能享受这种待遇。 但是, 胡卫国还是劈了。 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陆小婷救出来。 被卖到那样的野蛮未开化的乡下, 多拖一天就多一份的危险。 实话说, 在得知女儿确实是被拐卖到乡下老光棍当老婆后, 陆启正两口子已经完全不指望女儿还能保持什么处子之身了。 就算他们马上飞往东海, 明天把陆小婷解救出来, 那也晚了。 陆小婷至少已经在那个什么老根水村待了五天以上。 这不, 颜青梅都已经回家了呀, 坐火车回来的, 在车上差不多就得两天。 现在陆启正两口子担心的是陆小婷会想方设法逃跑。 一旦被老根水的人抓回去, 肯定是一顿毒打, 有的甚至连腿都打断了。 一想到这种惨状, 陆启正两口子就不寒而栗。 所以他主动要求专案组坐飞机去东海, 所有的费用全部都由他来负责。 只要能平安的救出女儿, 哪怕让他倾家荡产都干, 不要说区区一点拆旅费了。 胡卫国虽然很心动, 还是十分理智的拒绝了, 不能这样做。 公安出警解救被拐妇女是职责所在。 办案经费再紧张, 也不可能让私人来承担这笔费用, 传扬出去会闹大笑话, 甚至会犯错误。 至于说陆小婷解救出来之后, 陆启正心怀感激, 要暂助编程市局一些钱物, 那倒是可以接受的。 局里实在穷得厉害。 就王伟所知, 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好转, 就算到了后市, 每一位公安局长都一样的为经费发愁, 或许只有那些经济特别发达的大城市, 公安局才不差钱吧。 三台车连夜向云都进发。 副秘书长和李作勇是同车前来的, 开的是省厅的警车, 除了两位领导还有一位司机。 陆启正两口子自己开了一台小轿车, 张荣搭他们的车子。 专案组开一台九座的面包车, 七名专案组成员加上闫青梅很宽松。 出门之前, 王伟特意召集张芳、梁宇、小黄等几个骨干民警开了个短会, 将技术专家画出来的老水画像以及陈海霞的资料交到他们的手里, 吩咐他们密切监视陈海霞家里的情况, 同时全面摸底排查, 想尽办法搞清楚老水的真实身份。 这两个人是找到张冰的关键, 王伟可不希望这个案子办个半调子。 你说有钱人的女儿雷厉风行给救出来了, 普通民众的女儿就不闻不问了吗? 说不过去啊。 或许在别人看来,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到陆小婷的下落, 并且成功解救的话, 已经算是了不起的功劳了。 就算是没有找到张冰, 也能理解。 但是在王伟眼里, 这就是不合格。 王伟办事, 不喜欢刘伟吧。 虽然说, 在他这么多年刑警生涯当中, 办调子案也办过不少, 但是呢, 那也是无可奈何, 线索断了, 实在查不下去了, 只能办成办调子。 每个刑警都那么忙, 王伟也不可能为了某一个案子, 常年累月的耗下去。 然而, 只要有一分的希望, 就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 尤其是拐卖案。 凌晨两点多, 才赶到省城, 省打拐办的一位副主任, 早已经在省厅等着了, 和边城市经贸总公司, 劳动服务公司, 某位年轻干部的姓氏一样, 这位副主任也姓刀。 刀副主任也是老资格的刑警, 并且是专门侦办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 在省厅打拐办正式成立之前, 刀副主任就是省厅行侦总队打拐支队一大队的大队长, 后来升任副支队长, 再后来打拐办成立, 与打拐支队合属办公。 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刀副支队就成了刀副主任。 绕过来绕过去, 其实就是一回事。 按照副秘书长的指示, 刀副主任也加入了专案组, 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和东海省那边的同行协调, 确保解救任务顺利完成。 副秘书长返家之前, 特意将刀副主任叫过一边, 低声吩咐了他几句。 别的都不要管, 只要救出陆小婷, 就是胜利。 至于张冰啊, 副秘书长没兴趣管, 也管不了那么多, 他又不是刑警, 不会有什么内疚心理。 只要救出了陆小婷, 他就能在省领导面前完美交差, 顺便救出张冰呢, 那是最好救不到, 也没关系。 刀副主任呢, 轻轻点头, 明白了领导的意思, 至于他内心是不是愿意接受这样的指令, 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可怜张冰啊, 一下子变成了完全多余的人, 没有人在意他的女儿, 更没有人在意他。 原本计划赶第二天最早班的飞机飞往东海, 但是场面上的事儿啊,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变化永远赶不上领导的一句话。 省领导一句话, 专案组就在云都多停了半天。 原言很简单, 省领导要亲自接见专案组。 大家都明白, 这绝对不是专案组的面子, 包括洪峰在内都不可能有这么大的面子。 洪峰在边城虽然名声赫赫, 公安系统的一面旗帜, 但是在省领导眼里也就是普通的一个兵, 没事儿啊, 不可能专门接见他。 这个面子啊, 是给陆启正的, 显示出, 哎呦, 领导对民营企业家的亲切关怀嘛。 陆启正女儿被拐卖了, 领导也想安抚一下他。 于是乎, 像王维承雪这种刚刚参加工作没多久的小民警, 也就很荣幸的, 哎呦, 得到了省领导的接见。 那当然呢, 王维啊, 不是太激动。 他家老爷子在位的时候啊, 比这位省领导更加的位高权重。 这位分管民营企业的省领导, 暂时还没有进常委班子。 王老虎在常委班子里的排名呢, 还很靠前, 名副其实的天南正法王。 除了这位分管民营企业的省领导, 陪同接见他们的, 还有什么省复联的一位副主席, 专门负责关怀被拐卖妇女工作的。 在灾情严重的西南几个省份, 几乎每个省的复联都有一位副主席, 专门分管协调这个工作。 得知边城市公安局神速破案, 省领导和复联副主席都很振奋, 接见的时候对洪峰等专案组成员给予了高度赞扬。 省领导甚至还亲自和神速破案的头号功臣王维握了握手表示赞赏。 看得出来, 洪局对这个接见内心深处那是相当的不满, 白白浪费时间单个就任。 洪峰是技术干部, 比较不敢冒这种形式主义。 不过呀, 这次接见除了浪费时间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省领导特批专门拨给他们十万块钱的办案经费, 从复联那边的财务走账提现金。 不管怎么说, 要体现领导对此事的重视, 特批办案经费是最实在的, 连洪峰都为之振奋。 他虽然不当家, 却也知道边城市局窘迫的财政状况, 知道胡局长为钱筹白了两宾, 有了这十万现金, 此番东海之行就比较宽裕了。 专案组敢下午的班机飞往东海, 这趟班机要中转。 九十年代, 经济远不如后世那么发达, 飞机远不是出行的首选。 云都到东海省省会的航班每天就两趟, 上午那一班是直飞, 下午这一班就要中转了, 不然旅客不够, 航空公司血亏。 原计划专案组七个人加上闫青梅, 再加上省厅打拐办刀副主任一共九个人, 真正成行的时候变成了十四个人, 陆起正两口子死活都要去, 必须要第一时间见到女儿。 理解, 洪峰默许了, 张荣也死活要去。 虽然此番是去救陆小婷, 暂时还不知晓张冰的下落, 张荣却坚持要跟他们同行, 他抱着万一的心思, 万一张冰和陆小婷在一起呢? 万一陆小婷知道张冰的下落呢? 张荣不肯放弃哪怕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希望。 最后呢,洪峰也同意了, 不过呀,和他约法三章, 就是到了东海省必须一切听指挥, 绝对不可以自行其事, 出了什么问题都由他自己承担后果, 专案组该不负责。 如果发现的行为有可能影响到解救陆小婷, 专案组将对他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 张荣想都没想一口就答应了, 拍着胸脯保证百分之一百的服从指挥, 绝不乱来。 对边城市局这几个人啊, 张荣还是比较信服的, 尤其是王伟。 这小子年纪轻轻, 真的不吹牛啊, 说现其破案, 又就现其破案。 他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找到陆小婷的下落, 理论上也能很快的找到张冰的下落呀。 不管张荣内心深处多么的焦虑不安, 他也很清楚, 要想救女儿必须依靠专业的公安人员, 尤其是依靠王伟这样的神探。 当然了, 他们三位家长的差旅费是自理的, 尽管看上去这样做呢有点小气, 但是公事就是公事, 不能公私不分混为一谈啊。 陆启正啊, 很大方, 主动承诺张荣的差旅费由他来负责。 其实平日李陆总也不是这么大手大脚的人, 第一代创业者往往都比较精打细算, 不少呢还相当的节俭, 这时候为了早日解救女儿多花点钱也顾不得了。 另外啊, 多出来两个居然是天南日报的记者。 刀部主任解释, 这两位记者是他专程通知的, 将会全程报道这次解救行动。 之所以这么做的目的呢也很简单, 就是要借助舆论的力量造造声势, 让各级领导都给我重视打拐的工作。 相对其他案件的侦破啊, 打拐工作对经费的要求其实更高。 这呢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啊拐卖团伙都是全国各地到处的流窜, 要想将这帮人贩子一个个的抓捕归啊, 需要大量的精力, 全国各地的去追捕。 这追捕的差旅费啊, 就是一大笔钱。 另外呢, 远赴外省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还要注意他们的身心健康, 检查身体要花钱, 治病要花钱, 怀了孕的如果要人流住院花钱, 特别是那种受过虐待的, 导致精神不正常的, 那就更要花钱了。 你都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压根就送不回去, 只能让他住进精神病院。 这个医药费也要公安机关来负责。 一句话, 需要更多的钱才能办得起这样的案子, 没钱你根本就玩不赚。 刀副主任当这个打拐办的副主任呢, 平日里不是为案子忙的焦头烂额, 而是为经费搞的焦头烂额, 不得已想了这么一个主意。 让省报深入报道一下, 看看到时候能不能向省里申请点专项资金什么的, 不要多, 有个百十来万也能解决不少遗留堆积的老问题了。 一些打拐民警去年的出差费到现在还没有拿到手呢。 对天南日报的记者来说, 他们对这样的新闻素材也非常的感兴趣。 真要是搞一个专题系列, 肯定能在读者之中引起很大的反响。 搞不好呢, 就能因为这个系列的报道一炮而红。 红丰啊, 对此倒也不反对, 反正也不用专案组掏钱给人家记者买飞机票。 天南日报社可不像他们编程市局那么穷, 人家有钱, 不说负的流油, 记者坐个飞机的钱呢, 那还是不愁的。 对红举来说呀, 只要不让自己掏钱, 一切都好商量。 袁怀英、周士豪等人, 哎呦, 还相当的兴奋。 他们和红丰不一样, 红丰已经五十多岁了, 绝对到了仕途的终点站。 再官升一级的可能性啊, 百分之百为零。 要是退休之前能弄个什么, 复巡视员的牌牌挂着, 以复厅级退休养老, 那就是最好的结局了。 袁怀英和周士豪还有上升的空间呢, 尤其是袁怀英, 四十来岁的刑警支队长, 可以说上升之力相当的强劲。 当然了, 他最水稻渠成的升迁之路, 就是洪峰退居二线, 他顶上洪峰的位置。 洪峰和前任韩明正都是这样上去的, 韩明正更是升到了省厅禁读总队, 担任了总队长。 现在啊, 洪峰估计还要几年才能退二线, 袁怀英近期想要往上, 只能去县救国, 先想办法转到省厅去, 要不呢, 就直接调下面县局当一任局长。 要是能解决政法委书记, 进县委常委班子, 那是最理想的。 最不计也要搞个副县长挂着, 最好再挂个市局党委委员, 等三年期满先解决了正处级再说。 刑警支队长和下边县局局长, 兼任副县长或者政法委书记, 级别一样, 但是实权绝对不同。 县局局长那是名副其实的一把手, 手里管着人、钱、物、大权在握, 刑警支队长只是个部门领导而已, 财权人权一样没有, 只能安排干活。 周士豪比袁怀英年轻不了几岁, 级别更低得多, 上升的要求尤其的迫切。 不过呀, 在论资排备特别严重的公安系统, 尤其是基层公安系统, 想要官升一级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这个时候呢, 就特别需要借助外力帮忙了。 天南日报绝对堪称是大大的推手。 能够在天南日报上露个脸, 尤其是系列报道, 那是爆红的节奏啊。 只要在党媒上出了大名, 还怕没机会升官吗? 故而啊, 周士豪对两位年轻的记者相当的客气, 不但是有问必答, 一路上还主动和记者套进会儿, 向他们透露一些不算太机密的内部消息, 很快就和两名省报记者混得烂熟了。 至于白娇娇和王伟, 自然也不会反对记者随军了。 别的不说, 最起码东海省那边的同行, 对这个案子会高度的重视, 会尽力的配合他们。 这呀, 太重要了。 哪怕是王伟这么骄傲, 这样迷信自己武力的家伙, 也知道跨省解救的难度。 真要是遭到老根水村民的围攻, 难道他王所还敢杀出一条血路去不成? 还不得老老实实的挨人家的砖头啊? 最让人郁闷的是, 这巴掌、砖头、棍子只能白挨。 要以妨碍公务罪的罪名抓人, 也是当地公安民警的事。 他们这些外省来的警察可不方便。 这种事啊, 王所只要想一想就憋气。 有两个记者同行, 黑哟, 还扛着黑不溜秋的大摄像机, 全程射录。 东海省的警察们, 谁都不敢掉以轻心了。 中转的航班, 准点率自然是无法保证的。 许多专案组成员还是头一回坐飞机, 对此倒是没有太大的意见。 在天上多飞一会儿啊, 没事儿, 新奇感不是说过去就能过去的。 王维啊, 上飞机就睡觉。 这是多年刑警工作, 养成的好习惯。 坐膝时间呢, 太不规律了, 抓紧一切休息的时候休息。 因为啊, 你永远不会知道, 你会在什么时候通宵熬夜。 这个啊, 要由犯罪分子来决定。 王维已经记不起来有多少次, 自己是从梦中被电话铃声叫醒的。 王维这种奇葩的行为让许多人侧目, 只有洪峰暗暗的点头。 这家伙, 年纪不大, 处处透着多年老刑警的范儿。 真是奇怪啊。 不过洪局呢, 也没有奇怪多久, 因为他也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了。 天色入晚, 飞机终于在东海省省会机场降落了。 武宏市在省会的西边, 公路距离200多公里, 晚上已经没有通往武宏的长途班车了。 东海省内的铁路客运也并不是十分发达, 公路客运比铁路客运要强得多了。 东海省厅安排了专人在机场接机, 因为省领导对这个案子非常的重视。 天南省省厅不敢怠慢, 专案组出发前, 专门和东海省厅进行了沟通, 请求东海省的同志们给予大力的协助。 了解到案子的基本情况之后, 得知被拐卖的女孩是天南省著名民营企业家的女儿, 专案组还有天南日报的记者同行。 东海省厅对这个案子非常的重视, 给了天南同行一个脸面。 晚上安排在省会有名的酒店为天南省的同行接风洗尘, 王维啊暗暗地感叹。 这也就是省厅有这样的气派, 在另一个时空, 他出外勤的次数多了, 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也不止一两回, 哪一次去人家地盘办案有这样的待遇啊, 还接风洗尘想都别想。 要让人家配合, 首先您老就得识相, 请人家具体办案的民警吃顿饭那是起码的, 经费比较充足的时候, 最好再送个什么烟酒礼品什么的, 案子啊办起来才顺畅。 没有当地警方的大力配合协助, 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不是非常困难, 而是几乎完全没有可能成功, 除非采取偷袭的方法。 但是呢, 那样太危险了, 并且太憋屈。 其实啊, 这也不怪拐入地警方不积极配合, 人家本土本乡的, 谁都不愿意胡乱得罪人。 再说了, 配合行动一样需要经费, 基层公安派出所经费一样非常的紧张。 东海省厅这个态度, 让大家暗暗的输了口气, 看来这一趟任务啊, 应该能够完成的比较轻松了。 虽然陆启正两口子心急如焚, 恨不得连夜出租车赶往五红市, 明天一大早就赶往老根水村, 将女儿从火坑里救出来。 最终, 还是不得不服从东海省厅的安排, 在省会休息一晚上。 东海省厅的同志啊, 说得好, 心急呢, 吃不了热豆腐, 既来汁, 则安汁啊。 反正女儿又不是他们的, 你急也没用啊。 晚上在宾馆, 王所也睡得很安稳, 他似乎有这种本事, 可以将睡眠积累起来。 比如, 今天睡了16个小时, 接下来就可以连续工作两天两夜。 东海省厅的同志啊, 很周到细致, 专门安排了两名女警, 过来勘压严青梅, 让白娇娇和程雪好好的休息, 一天一夜的行程, 就他们两位女同志最辛苦了, 时时刻刻要防备着严青梅趁机逃脱, 或者自杀或者自餐。 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吧, 却也不能完全的放松警惕。 有东海省厅的同志接手, 就可以放心下来好好地睡一觉了。 此日一早上路, 也没有让他们搭长途车去五红, 而是派了两台警车送他们, 一台越野车, 一台大面包车, 除了他们一行14人, 再加上东海省厅的两位司机和两位中层领导, 18个人组成庞大的团队直奔五红而去。 200多公里, 国道线路路况不错, 车行慎速, 四个小时左右就赶到了五红市。 到底不愧是东部沿海省份的地级市, 城市规模比边城要大上许多, 城市建设也要高大上很多, 各种高楼大厦此起彼伏, 大街上广告牌五彩缤纷, 处处都显示出摩登都市的气息。 中午饭在五红市吃的, 五红市局的同志们也很客气, 一位副局长亲自出马, 为省厅和天南来的同志接风戏陈, 比昨晚在省会的接风夜还要热闹。 席间谈到了具体的解救行动, 副局长神态轻松, 端着酒杯微笑着说不要紧不要紧, 只要人真的救在老根水村就肯定能救出来, 自信满满。 仰是如此, 天南的同志还是详细了解了一下, 明山县西关乡的情况。 根据地图显示, 明山县在五红市的最西边, 和西南方向的山岳省接壤, 西关乡则是在明山县的最西端, 就地理位置而言更加接近山岳省白木县的县城。 离明山县县城的距离反倒更遥远一些, 历史上西关乡甚至就属于白木县的, 建国之后行政区域调整, 西关乡才被改到了明山县, 从山岳省的属地变成了东海省的属地。 据局长介绍, 西关乡的民风比较强悍, 当然这也是相对来说的, 相对明山其他乡镇, 西关乡算是民风强悍的, 但要是和溢水之隔的白木县比较起来, 西关乡又属于温良公检让的了, 白木县那边那才真是穷山恶水出刁民, 这是副局长的原话。 说这话的时候, 副局长的神情明显十分的不屑, 王维何等精明啊, 立马就意识到, 五红市和对面山岳省新吴市的关系肯定相当的不好, 彼此之间应该是有积怨, 不然不至于公然这么鄙视人家。 这种情况, 网所见多了, 不要说是两个不同的省份, 不同的地级市, 因为历史原因关系相当的糟糕, 就算是边城市下辖的几个县, 也有关系非常紧张的。 大家同在一个地级市, 接受同一个书记市长的领导, 却搞得势同水火。 地缘原因啊, 宗族原因啊, 水缘原因啊, 等等等等, 不一而足。 白木县, 是不是穷山恶水出刁民, 陆启正不管, 他最担心的是西观象, 禁不住插话问道。 西观象, 什么的? 人民警察? 谁敢阻拦? 我抓谁? 看得出来, 这位副局长的作风也是相当的强悍, 王维暗暗的好笑。 整个九十年代, 乃至二十一世纪最初那几年, 很多中基层公安机关的领导人就是这样的特点, 如果他没看错的话, 五红市局这位副局长应该是转业军人出身。 九十年代, 不少军转干部都进了公安系统, 穿上了警服。 现如今, 边城市局军转干部的数量, 就比正儿八经警校毕业的警察人数更多, 是边城市局的第一主力。 很多同行都是这种军人作风, 简单直接甚至有点粗暴。 王维对这种作风并不反感, 这和王维自身的经历有关。 在另一个时空, 王维一辈子就是个基层的警察。 在派出所的时候很基层, 调去刑警队还是很基层, 从来就没当过领导, 一直都和具体的案子打交道, 和各类最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打交道, 那就不是一个温柔的职业。 你对那些流窜杀人犯温柔一个试试, 下一秒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比流窜的杀人犯还要难对付, 因为你要面对的是一群不讲道理的乡民, 你还不能对他们采取什么强制的措施。 连王维如此勇猛凶悍的狠角色, 都很不愿意接受解救的任务。 见陆起正还有点不放心, 欲言又止的样子, 副局长索性端起酒杯走到她的面前, 昂着头红着脸大声地说道, 陆总,你放心, 明天就是明天我保证把你女儿救出来。 我说话算话, 明天要是没把你女儿救出来, 你打我的脸啪啪地打。 看得出来, 副局长喝得有点到位了, 说话呢不是很讲究, 但是不得不说呀, 这个时候的陆起正就喜欢听这种话, 就需要听这种话。 对他来说, 这个外貌粗鲁, 说话很不讲究的副局长, 比任何一个文质彬彬的大学教授 都要可爱得多了。 要这样的人, 才能镇得住场子, 镇得住那些同样不讲道理的野蛮乡下人。 东海省厅一起过来的两位中层领导, 悄悄地蹙了蹙眉, 彼此对视一眼, 却谁都没说什么。 显然, 他们对五红市局这位副局长的性格呀, 也很了解, 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 谁都拦不住。 再说了, 这种话听着呢, 也确实带劲。 陆起正啊, 激动了, 砰地站起身来, 举起酒杯, 和局长叮当一碰。 钟局长, 我不是一个会说话的人, 但是我敬佩你这种好汉子, 这才是人民的好公安, 只要能把我家小厅解救出来, 我给你们公安局捐款, 给你们赞助。 我也说话算话, 要是不算数, 你打我的脸, 啪啪地打。 这杯酒, 是我敬你的, 我先干为敬, 你随意。 说着, 陆起正一仰脖子, 满饮碑干。 看得出来啊, 张荣非常的羡慕。 有钱就是好啊, 到哪说话都底气十足, 不服是吧? 不服, 哥拿钱砸你。 事实证明啊, 五红市局的中副局长, 将此事估计得太过轻松了。 西关乡老根水村, 民风之强悍, 超出了他的预料。 次日一早, 从五红市出发的时候, 车队变成了三台车。 中副局长, 带着司机和市局的一名刑警, 和大家一起赶往明山县。 既然当众夸下了海口, 中副局长呢, 就要负责到底嘛。 毕竟啊, 是当着人家省厅的面夸下海口的, 要是没兑现, 那就丢脸丢大发了。 老钟这个人啊, 别的没什么, 就是好面子, 对自己在五红市公安系统的威望, 十分的自信。 应该说啊, 老钟的自信呢, 很有道理。 五红市在东海省的最西部, 而明山县则是在五红市的最西部, 处于整个东海省版图的最边缘。 从省会到五红, 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车子一接近明山, 渐渐就察觉出不同来了, 开始进入真正的山区了。 东海西南部地区和山岳东北部地区交界处, 本就是一片崇山峻岭, 也历来是两个省最不发达的地区。 相对来说, 东海省和山岳省在全国的经济版图上, 算得上是位居前列的。 两个省的经济都比较活跃, 民间也比较富裕。 这一点, 在东海省省会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得到。 同市省会, 云都跟它的差距还是不小的。 然而, 同市山区, 王维就不觉得边城比五红要差到哪去。 当然, 严格说起来, 边城还是要比五红这边差一点的。 边城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 有两个市辖县是全国贫困县, 三个县挤身全省贫困县, 占了县级行政区化的一小半。 至于说到民风强悍, 王维觉得很少有什么地方能超过边城下边的一些县的偏远山区。 那些山民聚居的地方, 说实话, 连王维这么彪悍的老刑警都深感头疼。 只不过, 见到道路两边渐渐隆起的群山, 王维的心情也跟着沉重了起来, 被拐卖到这种地方, 一个女孩子人单是孤, 道路不熟, 就算是南方不严加看守, 想要孤身一人逃出来, 这难度真的太大了。 明山县城在群山环抱之中, 一处小小的河谷之地, 县城的街道和建筑沿着一条蜿蜒的河道两边排开, 车子要从山巅上才能开进县城, 从高处往下俯瞰, 整座县城的景象一览无余, 让王维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 是这里吗? 承雪忍不住问身边的严青梅, 压界的路上责任心爆棚的承雪, 一直将自己和严青梅靠在一起, 严青梅想要逃跑, 除非拉着她一起跑, 或者把自己的手砍下来。 严青梅脸色清晖, 没吭声, 只是点了点头, 越是接近目的地, 她越紧张。 从一开始, 严青梅就在不住地祈祷, 祈祷此番解救行动能够圆满成功啊, 这样一来, 她的罪孽或许就可以略略减轻一点。 假如陆小婷没能解救出来, 或者受到了什么严重的伤害, 那她的麻烦就会很大。 一路上这个架势, 陆启正的财雄势大, 两省公安系统领导的重视, 也结结实实地把这个人贩子给吓堆了。 如果陆启正想要报复她, 她无论如何都是抵挡不住的。 早知道, 那看上去单纯善良的小姑娘, 是这种大老板的女儿, 就真的不该拐卖人家。 陆小婷如果没事还好, 真要是有了什么事, 严青梅怀疑陆启正会报复她的家人和小孩。 至于她自己反倒不想了, 反正最少也得是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倘若把她这些年犯的事都给查出来, 枪毙都有份, 下半辈子注定黑暗无比。 从天南过来的同志, 每一个人都心情很沉重。 五红市到明山县, 直线距离不过七十公里, 车队足足走了五个多小时。 一路上山路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 把这蜿蜒的山路给履直了, 至少也得有一百二三十公里。 关键是, 这路面还窄, 不断的上坡下坡加拐弯, 技术再高明的老司机也得全神贯注, 谁都不敢开快了。 明山县老早就接到了市局的电话, 县公安局曹局长亲自带人在城关镇入口处迎候, 礼遇到十分。 从中副局长和曹局长打招呼的神态中, 王维就能看得出来, 两个人之间交情非凡, 曹局长比较年轻, 只有不到四十的样子, 估摸着是中副局长一手提拔起来的。 如今恩主大驾光临, 还有省厅的领导, 那自然当得起曹局亲自相迎了。 虽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 曹局长还是在县城最大的酒店摆了几桌, 给天南的客人和省市领导接风洗尘呢, 县局几位主要领导都露面了。 在一干陪客中, 有一个人地位最低, 但是王维却最关注他。 这个人姓长, 职务不高, 只是一个派出所的所长, 还不是城关镇派出所的所长。 他之所以能够出现在陪客团当中, 只有一个原因。 这个人, 是西关乡派出所的所长, 也就是他们此番行动的最终目的地。 既然要执行解救任务, 那么这个地头蛇是必不可少的, 就算他再无能, 起码也得当一个好的带路党啊。 常所长呢, 年纪不小了, 至少也得四十四五, 比曹局长还要大上好多岁, 看上去, 慈眉善目, 甚至有点愁眉苦脸的样子, 一点不像是杀伐决断的厉害角色, 倒像是一个善良还有点懦弱的乡下搂笼, 跟在一帮局领导身后, 给领导们鞠躬如也, 礼数周到, 一句话都不多说。 看得出来啊, 常所长有点紧张, 不能不紧张啊, 人家就是冲着他来的呀。 虽然说他不是人贩子, 买媳妇的也不是他, 毕竟老根水村是他的辖区, 辖区内出了拐卖妇女儿童的案子, 肯定要找到这个派出所所长的头上啊。 要说这样的案子啊, 在他们明山县不算多么的罕见。 这地方山高沟深, 封建观念很重, 自来就是重男轻女, 尤其是农村, 男多女少的现象特别的突出, 几乎每个村呢, 都有娶不到老婆的光棍汉, 而且还不止一两个。 这些光棍呢, 多数都是呆在本村, 相对来说还算老实本分, 但是呢, 也有少数的光棍, 并不怎么安分守己, 长年的流窜四乡, 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 农村很多治安案子, 都是这些荷尔蒙分泌旺盛, 精力过分得不到发泄的光棍引发的。 近些年呢, 开始流行买媳妇。 这种事儿一旦有人尝到甜头, 哎呦, 立马就会有人跟进, 而一旦前面买媳妇的人, 没有受到惩罚, 就会在短时间内形成风潮。 人贩子知道这边有大量的需求, 自然是闻风而动啊, 纷纷将外地外省的女孩子, 不管是大姑娘还是小媳妇, 通通的往这边拐。 明山别的乡镇他不知道, 至少在西关买媳妇, 这不是头一回了。 但是别的地方是别的地方, 以前是以前, 这样的案子再多, 也不是他的免罪牌。 理论上啊, 这样的案子越多, 越证明他失职。 现在这架势, 很明显, 被拐卖去老根水村的那个女孩, 家里很有权势。 为解救一个女孩, 出动了二十几个警察。 外省的不算, 省厅的领导, 市局的领导都给惊动了, 现局几大巨头, 更是清朝出动。 给他的压力啊, 可想而知。 摆明了, 这次行动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从领导们的神情来看, 似乎也并没有将这事太放在心上。 常所儿觉得啊, 这种轻敌的思想很危险, 搞不好会坏事儿的。 只不过啊, 在座的领导一个个位高权重, 他这个偏远乡镇派出所的小所长, 实在是不敢贸然开口啊。 只能先观察着吧, 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插画的机会啊。 常所儿, 有新事儿? 没事没事。 常所儿, 解救行动马上就要展开了, 你有什么建议吗? 最好带武警去。 怎么? 老跟水的人很难搞吗? 唉, 同志, 老跟水那边的情况你不了解, 他们那里, 宗族观念特别严重, 有事儿没事儿就喜欢抱团。 每次去他那边几个村执行什么任务, 都不顺利, 得花老大力气。 王伟的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 这可不是别人说的, 是西关乡的地头蛇说的。 王伟很清楚, 通常来说, 一个派出所的所长, 在当地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 强势一点的, 说是土皇帝都不为过。 现在, 这个土皇帝都怕了, 看来啊, 老跟水的事儿啊, 还真的不好搞啊。 王伟觉得呀, 有必要提醒一下, 这个自信心爆棚的中副局长。 看得出来, 中副局长在明山这里, 十分的自在, 如鱼得水, 显然是个地主。 估摸着, 他应该是从明山走出去的。 这边这一大票人, 全都是他的老部下, 没有半点生疏的感觉。 王伟在另一个时空, 虽然有一个外号叫王二愣子, 却并不代表着他喜欢冒险。 只要条件许可, 王伟也是尽量地求稳。 只有求不了稳的时候, 王警官才会一怒之下, 化身为二愣子。 当然, 怎么提醒, 也是需要注意技巧。 本来呢, 由常所长开口, 提醒中副局长是最合适的。 但是很明显, 老常梅这个胆子。 在中副局长的机威之下, 他一直都是坐立难安。 这位是指望不上了。 王伟自己去提醒, 也是不合适的。 他呀, 太年轻, 职位太低, 东海省这些同行呢, 没有任何人把他当回事。 尤其是中副局长这种豪爽型的, 更是丝毫不将他这种小子辈放在眼里。 估计, 王伟要是贸然开口, 不挨一顿臭讯, 就算是他运气了。 这事得由洪峰或者袁淮英开口。 王伟随即找机会和洪峰说了自己的意见, 洪峰的双眉也微微地皱了起来。 显然, 老洪头也在想要怎样不动声色的给中副局长提个醒。 原以为洪峰会开门见山的直说, 没想到还是拐了个弯。 洪峰找机会啊, 将话题转移到了边城。 说是呢, 边城一些偏远的山区, 民风强悍, 宗族观念极强, 每次去那些山村执行抓捕任务, 几乎都要出动武警协助。 不然呢, 根本就震不住场子。 中副局长看上去十分的粗犷, 实则脑袋瓜子转得特别的快。 眼珠子一转就明白了洪峰的意思, 当即哈哈大笑起来拍着洪峰的肩膀。 老哥, 放心好了, 用不着武警。 我明天亲自去老跟水, 亲自把人给你救出来。 放心放心, 我以前啊, 就在西关蹲点的。 对那边啊, 熟得很。 见着中副局长这样的自信, 洪峰也不好说什么了。 论职务, 两个人都是市局富。 论年纪, 老钟也不比他小几岁。 说到底, 大家其实都是同一类人, 只不过老钟啊, 比他更加豪爽直接。 吃完中午饭, 差不多到了下午四点钟。 本来说好今天直接去西关那边住下的, 老钟却喝醉了。 喝醉的还不止他一个, 包括曹局长在内, 明山县局好几位领导都有点高。 见了这种情形啊, 天南的同志也是尾时无奈。 哪怕是陆启正两口子心急如焚, 也只能强自安耐, 勉勉强强的在明山县城住了下来。 厂所长私下里告诉他, 西关乡老根水村在地图上显示, 和城关镇的直线距离只有四十公里不到, 真要是开车到那里, 没有三四个小时是万万不够的。 现在出发, 没到西关就已经入夜, 一样只能在西关住一个晚上。 西关乡那条件可没办法跟县城比, 连个干净卫生点的旅馆都没有。 一行二三十个人过去, 人家还不见得有那么多床位, 只怕要在乡政府派出所借宿了。 反正最快也得明天才能赶到老根水展开营救行动, 今天晚上就安心的在城关住下, 明天驱车赶往老根水也是一样的。 陆启正的爱人心直口快, 也没怎么顾虑就问老常, 为什么派出所不直接去老根水把人救出来? 这个问题一直都在他的心里打转。 应该说呀, 他这个质疑也不是没有道理, 老根水村能有多大呀? 已经确切的知道陆小婷被拐卖到了那儿, 西关乡派出所为什么不直接把人救出来呀? 在不大的小山村里找一个外来的姑娘不难吧。 老常啊, 只是苦笑一声, 没有回答。 陆总两口子一看就知道是城里人, 他们压根就不会知道山村是一种怎样的情况。 在那些山民眼里, 买来的媳妇就和自己买来的东西一样, 是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 不要说派出所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没有把自己家的东西抢走的道理。 连王维和白娇娇等人都暗暗的摇头。 陆启正的爱人真是有点太天真了, 他们可都是执行过解救任务的, 知道这个难度。 次日一早, 车队从明山出发, 又增加了明山县局的两台警车, 一行超过三十个人。 只为了解救一个被拐卖的妇女, 实话说啊, 这个价势真的很大了。 至少王维当了二十年刑警, 几乎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 关键是因为, 有记者在。 虽然天南日报不是东海日报, 但是在东海省警察的眼里, 媒体的威力都是差不多的。 省报上一些重量级的报道, 极有可能被全国性的群众日报转载, 那影响就大了去了。 既然这样, 那气势那就得越足越好啊。 这一个车队, 五六台车, 二三十个容装骑整的警察, 还不得把老跟水那帮山里的土豹子 给直接吓趴去啊? 就得好好彰显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 三个半小时, 到了西关乡。 尽管天南也是一水的山地, 车子开出明山县城不久, 大伙眼里就只剩下山了。 西关乡政府也是山谷中一小块盆地, 笔直一条街不超过三百米, 聚集了乡政府、乡中学、供销社和集市。 还有一些村民, 这就是西关乡政府的全部。 在西关乡集市附近, 闫青梅进行了犯罪现场的指认。 她和她的同伴就是在这里将陆小婷交给了老跟水村民陈阿关和她的姐姐的。 据严青梅交代, 当时陆小婷死活不愿意跟这个四十几岁的老光棍走, 被当场暴打了一顿, 硬架上拖拉机拉走的。 当时很多人亲眼目睹, 却谁都没当回事。 买媳妇这种事, 在西关乡又不止头一回了, 谁会干涉呀? 陆启正两口子一听, 当场就痛哭起来。 陆启正的爱人, 仰手给了闫青梅一记重重的耳光。 要不是警察们死命拦着呀, 疯了似的母亲能当场将这个看上去老实巴交的人贩子给撕成碎片。 按照规定, 这样的解救行动是不允许非执法人员参与的, 包括被害人的父母在内。 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 这条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的遵守。 很多父母, 尤其是父亲, 是跟着执法队一起行动的。 在西关乡政府, 解救大队举行了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正儿八经的会议。 本来是要在派出所举行这个会议的, 但是西关乡派出所实在太寒酸了, 压根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会议室。 据常所长讲, 整个西关乡派出所一共就五个人, 所长、指导员、户吉兼内勤、外加两个刑警。 这是西关乡的全部经历。 西关乡一共管辖二十七个行政村, 人口两万多, 辖区面积四十多平方公里。 只有十几个行政村通了水泥路, 剩下的七八个村只通了沙石路。 西关乡宗制办名义上还有一个联防队, 但实际上只有四名联防队员。 其他十几名在册的联防队员, 其实都是村里的什么治保主任兼任的, 造个册录个名字, 每年从乡里领百十来块钱补贴罢了。 纵算是这四名联防队员, 派出所也是指挥不动, 名义上派出所的一名刑警兼任联防队长, 实则呢,联防队归宗制办主任管。 说起来呢,这也是有理由的, 派出所不是乡镇的机构, 而是县公安局的派出机构, 人财务的管理都在县公安局, 不和所在的乡镇挂钩, 对所在乡镇的工作只是配合, 不是服从。 宗制办才是乡镇自己的管理序列, 宗制办主任要听乡领导的, 联防队归宗制办管, 也就是听从乡里的命令了。 类似的矛盾呢, 不止明山县西关相有, 边城的一些乡镇同样有这样的问题。 派出所不是不想收编联防队, 关键是缺少经费呀, 你收编了人家就得管人家工资奖金吃喝拉撒呀。 而治安联防费却要落在各村各户的头上, 由乡镇政府统一在统筹款里收缴上来, 难道派出所还挨家挨户去收什么治安联防费不成? 就算你拉得下这个面子, 人家还不一定肯给你呢。 人归你们用, 工资归我们出, 乡政府同意才有鬼了。 人你们要过去, 可以,工资奖金你们管发。 而每村每户的什么治安联防费啊, 还是要收的, 不过是乡政府自己收了去, 不会有一分转交给派出所。 这年头哪儿都缺钱。 西关乡派出所的寒酸窘迫呀, 可想而知。 王伟也就能理解老常为什么总是愁容满面的, 在这种穷乡僻壤, 当个无权无势无钱的派出所所长啊, 也实在是没什么可高兴的, 还是个正古籍。 估摸着这样的小所啊, 这辈子也不大可能升格为什么赴科技所了, 没前途。 省市县公安的领导大驾光临, 还有兄弟省的什么党报记者。 哎呦,好大的阵势啊, 西关乡领导那是不敢怠慢呢, 早就做好了接待准备, 领导们一到,先接风, 就在乡政府食堂搞了几桌。 菜啊,是乡下土菜, 口味什么的那就不用想了, 就是量大管购, 原材料优质。 酒呢, 则是村民自酿的农家米酒。 九十年代啊, 纵算是东南沿海富裕省份的山区乡镇, 那接待也就是这样的水准了。 中副局长啊, 说在西关乡蹲过点, 不是开玩笑的。 对这里的一切啊, 都很熟悉, 俨然主人模样。 吃完饭, 在乡政府大会议室召开会议, 正式部署解救任务。 解救会议一开始, 就出现了根本性的分歧。 发表不同意见的人呢, 他姓焦, 西关乡党委书记。 焦书记啊, 大约四十几岁, 和老常一样, 一副山乡老农民模样, 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国家干部, 他要是出现在明山县的大街上, 十个会有九个把他当成什么感激的山民了。 九七年, 明山县还没有完成撤区病厢工作, 西关乡实际只是副科级的架子。 老焦这位党委书记, 也就是副科级干部, 享受政科级待遇, 面对这么多省市领导, 说话实在有点紧张。 焦书记提议说, 老跟水太远, 不通水泥路, 只有沙石路。 前段时间下雨, 沙石路要好几处塌方, 很不好走, 大部队就不用进山了, 不如他直接把老跟水的知书村长叫来, 给他们做做工作, 让他们回去, 把姑娘带到乡政府来, 跟爸爸妈妈一起回家就行了。 焦书记这个提议让大家眼前一亮, 一路上长途跋涉, 颠得人的骨头架子都散了, 说真的呀, 大伙都不愿意再往这什么深山老林里钻了。 这样能行吗? 当然, 有, 给点钱, 老跟水穷, 群众没钱, 这个买媳妇的钱得补给他, 不然就算是知书和村长也带不住人的。 扯淡, 还补钱给他, 没把他抓起来算客气的了, 知不知道买卖妇女是犯法的? 老领导, 买卖妇女犯法这我知道, 可是山里人他不知道啊, 那些人就是些文盲, 连字都不认识, 就更不懂法了, 他们光知道认死理, 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先把人救出来, 其他的事以后可以慢慢处理。 不懂法不是犯罪的理由, 文盲, 不识字就可以乱来, 就可以犯法, 那还要我们公安机关干什么, 还要我们司法系统干什么, 还给他们钱, 这不是鼓励他们下次继续犯罪吗? 不行, 这个办法肯定不行, 我是, 行不通, 我跟你说啊老焦, 这不是可以商量的问题, 我们这次过来, 尤其是天南的同志, 大老远的赶到咱们东海, 不但要把被害人解救出来, 凡是所有涉嫌犯罪的嫌疑人, 都必须抓捕国案, 这是基本原则, 你们乡镇府, 必须要好好配合这次行动, 千万不要有什么本位思想, 地方保护主义思想, 那是要负责任的, 终局长, 你要是来应的, 我建议东武警, 老焦, 你不要总是长他人志气, 灭自酒威风, 我们这里二三十个警察, 再加上你们乡镇府出弄几个干部, 还不够在老根水救个人, 老根水我不是没去过, 也不是什么龙潭虎穴, 你跟他们的知书村长说清楚, 我们这次去, 不但要救人, 还要抓人, 犯罪分子一个都不能放过, 他们要真敢阻挠公安办案, 有一个就抓一个, 我老钟, 绝不含糊, 中副局长等同于这次解救行动的现场总指会, 他的态度如此强硬, 会议的调子实际上就已经定下来了, 包括老焦在内, 西关乡的干部谁都不敢再提什么意义, 接下来的会议开得相当的顺利, 大家统一思想统一意见, 立即决定出发, 前往老根水村救人。 老焦没有随行, 而是以身体不适为由留了下来, 只派了他的副手陈乡长带着几个乡干部, 跟着专案组一起去老根水了。 为此, 老焦还被中局长狠狠的鄙视了一把, 以为他是对自己有意见了, 老焦苦笑着不好说什么。 专案组的车队一离开乡政府大院, 老焦立即就行动起来, 先是给老根水村打了电话, 老根水村就两台电话, 一台装在知书家里, 一台装在村里的小卖部, 而小卖部又是村主任家属开的, 等于是知书村长家各有一台电话机, 老焦分别打给知书和村主任, 给他们说清楚了情况, 让他们无论如何, 要配合省市县公安同志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 顺利解救陆小婷, 另外陈阿根也得抓, 这是死任务, 必须要完成。 村长倒是唯唯诺诺, 知书却是明白说了有难度。 因为老根水村买媳妇的不止陈阿根一个人, 这回要是带走了陈阿根的老婆, 再把陈阿根给抓了, 整个老根水的人都不会答应, 如果外地人答应补钱, 他倒是可以想办法做做工作, 多补点钱, 弥补一下陈阿根的损失, 这个工作可能就会好做一点。 钱钱钱, 你这个老财迷, 眼里就只有钱。 买卖人口违法犯罪, 你知不知道啊? 知不知道? 你现在在包庇罪犯, 知不知道? 我告诉你, 钱一份没有, 那个外地姑娘, 你必须给老子放了, 那个陈阿根必须带走, 这没得商量。 你也是胆子好大, 敢跟公安局要钱, 你见过公安局给新钱了吗? 那次不是他们管别人要钱的, 这次的? 我告诉你, 陈阿根, 不要跟公安局对着干, 这回来的可不止我们县公安局, 也不止我们市公安局, 连省里都来人了, 省公安厅来人了, 知道吗? 这个案子甚至连公安部都惊动了, 你知道多严重吗? 你敢对着干, 就不是你这个村支书当不当得成的问题, 而是你自己的安全问题。 中局长, 以前咱们县公安局那个中局长, 你也听说过他的? 在我们西关, 蹲过点的, 那可是个黑面野网, 这回就是他带队, 跟他对着干, 他敢直接把你抓起来, 你信不信? 陈阿祥不信, 他一句话不说, 直接了当地挂了电话, 老焦不由地愣住了, 对着嘟嘟作响的话筒半赏回不过神来, 民风强悍呢, 不是开玩笑的。 真正直接体会到老根水民风强悍的, 自然是中副局长。 因为在西关乡蹲点啊, 对于西关乡最偏僻的老根水村, 中副局长虽然没有亲自去过, 也和他们以前的老知书有过庶面之缘。 故而呢, 进村的时候, 中副局长依旧是自信满满, 一边行走在沙石土路上, 一边和身边的人谈笑风声。 从西关乡政府所在地前往老根水村, 大约有十二三公里的山路, 其中几公里水泥路, 剩下的全是沙石路, 也就是俗称的毛坯路。 进村前的一段呢, 有他方, 车队进不去, 只能停在村子外边, 大家步行进村。 几分钟之后, 中局长就不吭声了, 张大了嘴巴, 正正地望向前方。 队里的每个人的表情啊, 都跟他一样。 只见前方不远处, 老根水村入口,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聚集起不少的村民, 男女老幼全都有, 粗粗一看, 足足有五六十人之多。 在村口, 排成一堵人墙, 硬生生, 挡在了解救队伍的面前。 这是怎么回事啊? 随即, 中副局长暴怒起来, 大喝了一声。 老焦! 毫无疑问, 这是老焦, 事先泄露了风声。 其实这个呀, 还真的不能怪老焦。 这样的事情呢, 事先老焦一定要给老根水的, 知书村主任打个招呼。 只是没想到啊, 老根水知书陈阿祥这么的硬性, 不但直接挂了老焦的电话, 还立马拉起了队伍。 这摆明这是要抗拒到底了呀。 细看之下就能发现, 这支队伍很有讲究。 挡在大陆正中央的, 是老人和妇女, 也有一些十来岁的半辣小孩。 男人站在两边, 和中间的老人妇女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多数人的神色都很警惕。 当然, 也有不少人带着幸灾乐祸的神经, 似乎觉得呀, 这个事很好玩。 很明显, 他们已经不止一次组织这样的阵势了。 站在队伍正中央的是一名七十来岁的老妇, 头发全都花白了, 满脸的倔强之色, 妄想中副局长等人的目光之中, 充满着仇恨。 是的, 就是仇恨, 似乎解救队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 这个老妇啊, 按照情力分析, 应该就是收买陆小婷的老光棍, 陈阿根的妈妈。 看他破旧的衣服就能知道, 家里条件非常的糟糕, 好不容易给老光棍儿子买了个媳妇, 都还没过上几天, 就要被人带走, 哪里啃呢? 由他挡在最前面, 非常的合理。 他是真敢拼命的。 解救队伍拿这样的敢死队员, 有时候啊, 还真的一点折都没有。 中副局长显然没有想到事情会演变成这样, 心中老早就在后悔, 应该啊, 听从老娇的劝告带着武警过来就好了。 面对这种情形啊, 今天的解救行动毫无疑问会变得非常的艰难。 纵算如此, 老钟还是只能硬着头皮上前去。 把你们知书村主任叫过来, 我是武红市公安局副局长, 钟有国。 钟副局长在离人群约么六七米的地方, 停住了脚步, 还挺胸突渡大声的说道, 没人搭理他。 所有的人都冷漠的戏谑的看着他, 一句话都不说。 钟副局长大怒一张脸, 气得是通红。 一直跟随在后的陈厢长见状, 连忙急步跑过去, 站在中副局长的身边大声的说道。 同志们, 我是陈辉, 西关乡的厢长, 我也是西关乡陈家的人。 陈阿祥在哪里啊, 让他出来一下。 就知书来可以啊, 但你们不可以抓怎的? 不抓人不抓人, 我保证。 他小小一个副科级厢长, 这么大的行动, 还真的轮不到他做主。 但是此时此刻啊, 显然不能进一步的激化矛盾。 既然村民认他, 他自然而然呢, 就成了主角了。 先把局面缓和一下再说吧。 见了这个情形, 一直走在队伍最后的王维, 索性停住了脚步, 又拉了白娇娇一下, 示意他, 别上前去。 程雪没有来, 他留在西关派出所, 看守颜青梅。 已经确定, 陆小婷就在老根水村, 那就没有必要带着阎青梅去村里了, 怕的就是这种乱哄哄的情况, 万一出个什么意外, 那又是场麻烦。 程雪自己自然是很不乐意, 好不容易逮到这样一个机会, 对新行警来说, 真的是极其的难得。 谁不想亲自上第一线见识见识啊。 不过呀, 他最后还是服从了命令, 委委屈屈的待在了西关派出所。 毕竟他太年轻了, 又是女孩子, 自保能力相对弱一些。 只是西关湘派出所太简陋了, 和他们红玉所没法比。 红玉所呢, 是副科技所, 在城区正是民警加联防队员, 治安员四五十号人, 差不多赶上小点的分局了。 白娇娇和大部队一起行动。 白大队和程雪这种菜鸟啊, 完全不是一回事。 如果不是因为他太过漂亮, 外表太过女性化, 只怕整个边城市公安局的同志, 没谁会把他当成女人。 何况, 白大队伸手之强也是公认的。 正常情况下, 平手放对, 两个壮汉也不一定是他白娇娇的对手。 长所儿, 长所儿, 情况不对啊, 得想办法通知县局, 通知武警中队, 让他们赶过来。 雕灯武警可不是我们能做主的。 长所儿, 你误会了, 我呢没让你做主, 我只是让你想办法通知县局留守的领导, 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他们, 他们自己会做出判断的。 关键是, 嗯, 我不知道在附近哪里可以打电话。 李渔这里最近的双客村, 就在对面, 走过去只有几里地, 知书村长家里都有电话。 嗯, 安排个人过去打电话, 动作快点, 跑步前进。 王维静直下了命令, 说起来, 王索其实还是很有领导能力的, 这种能力很多时候是与生俱来, 隐藏在骨子里头。 只不过呢, 在另一个时空, 王索压根没有机会施展这种能力罢了。 自始至终, 都是一个一线的小民警, 没人给他指挥。 老常马上就执行了王维的命令, 安排一个派出所警察, 跑步前往几里外的双河村去打电话。 眼下这个情况, 老常也觉得王维说的对, 确实需要马上给县里领导汇报了。 这要是省厅市局和天南的同志在这里被村民围了, 甚至打了, 那就是大事件, 整个西关乡的领导全都得负责任。 他是西关派出所所长, 他也跑不掉。 及时做了汇报, 就算到时候要处理, 自己也有话说。 长所, 老跟水周边的地形道路, 你都很熟悉吗? 熟啊, 怎么了? 你看这个架势啊, 人家是早有准备。 你信不信啊, 待会儿, 知书来了, 就让我们进村去也肯定找不到人, 既找不到陈阿根, 也找不到陆小婷。 你说, 他们在拖时间啊? 很有这个可能啊, 你看啊, 硬扛到底, 肯定是行不通, 就算这回把咱们挡回去, 还有下回是不是? 再说了, 知书和村长, 以后还得和你们乡里打交道, 彻底撕破脸, 我估计不会。 就怕他们呢, 趁机把人给转移了, 让咱们怎么着都找不着。 那怎么办喽? 所以啊, 咱们得想办法堵住他们。 擅自行动啊? 哎, 怎么叫擅自行动呢? 这叫见机行事。 啊, 办案子, 哪有一成不变的呀, 肯定要随机应变, 你说是不是? 所长, 王所说的好像有道理啊, 要不, 请示一下领导。 来不及了, 咱们现在躲在后面没暴露, 人家没关注我们, 要是一露面引起他们的注意, 我们呢, 就不方便行动了。 那你打算怎么行动呢? 很简单, 如果陈阿根要带着陆小婷跑的话, 肯定不会走这边, 咱们呢, 去堵另外的路。 哎, 这村子, 初村的路不多吧? 初村的大路只有两条, 小路倒是不少。 大路通往哪儿? 小路通往哪儿? 大路通往双河村, 嗯, 就从这边斜插过去。 哦。 经过那边的土坡后面, 大约两三里地, 就是通往双河村的大路。 哦。 小路就多了啦, 大家都是通往山上湖边的。 嗯, 救赌大路。 他要是带着陆小婷跑的话, 陆小婷一定不会配合。 所以呢, 他一个人肯定搞不定, 必须是几个人一起行动, 有可能绑着陆小婷, 甚至是抬着走。 所以小路肯定不好走, 应该会走大路, 然后他们去双河村避一避。 你又怎么知道他们会走大路, 会去双河村呢? 呵呵, 常所啊, 现在这个情况你也看到了, 正面突破的可能性非常小。 要是无功而返的话, 中局长, 还有你们县局曹局长这些领导, 呵, 面子上可挂不住啊。 与其呢, 在这里啥等, 还不如赌一把。 要是大路上没有赌到也没什么, 万一赌到了呢? 是不是? 好, 那我们从这边走。 老长一跺脚, 终于做了决定。 王维和白娇娇对视一眼, 白娇娇轻轻点了点头, 王二哥顿时就有点轻飘飘的。 白大队这个动作啊, 就他能看明白, 这是在夸他。 说起来啊, 王二哥还是比较虚荣的, 这没办法啊, 谁叫白娇娇长得那么好看呢, 还曾经是王二哥的上级来着? 白大队那小暴脾气更加不可能愿意去前面, 和那帮村民干耗着。 惹急了, 白大队生怕控制不住自己。 当下一行五人, 就在土坡下转身, 顺着这道坡, 向右面的小路斜插了过去。 老跟水这边啊, 到处都是土坡山梁子, 和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区不同, 隔得远点, 随便一躲就看不到人了。 如王为所料, 村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中有国等领导身上, 谁都没有在意落在最后的几名警察。 连中有国他们都没有注意到王为等人的擅自行动, 只有洪峰和袁怀英注意到了, 两个人对视一下, 谁都不吭声, 就好像啥都没发生一样。 白娇娇和王为虽然都很年轻, 洪峰却十分信得过他们, 这两个家伙就不是省油的灯。 前头, 中有国还在冲着一大帮老跟水的村民发脾气, 他呀, 就是生气, 怕是不怕的。 他也是土生土长的明山人, 在明山县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 从部队转业后就一直都在公安机关工作, 在自家的地头上, 他还真就不信有人敢把他这位曾经的县公安局局长怎么样。 这些村民啊, 再没有文化, 再不讲道理, 起码眼睛不瞎吧, 大概貌认得很清楚吧。 指数呢? 陈阿祥呢? 撕哪里去了? 叫他马上过来见我? 这中局啊, 真的是气得不行了。 怎么着也想不到啊, 在老根水村栽了这么大一个大跟头, 当着外省的同行和天南日报的记者, 在自家的地盘上硬生生被一帮村民把脸给扒下来了。 简直岂有此理, 陈阿祥啊, 就是不露面。 这档口呢, 他露面露得太早, 肯定不利于施展, 拖延战术。 只有那领头的老妇和几名同样满头白发的老妇女, 团团围住中局, 不住的向中局长诉苦求情。 他们说的都是明山的方言, 语速非常的快, 唧唧嘎嘎嘎的。 老实说, 洪峰这些天南来的同志啊, 一句话都听不明白。 不过呢, 从他们激愤的神情, 也能看得出来他们在说些什么。 因为解救队暂时还没有采取什么强制行动, 所以这些村民的抵抗还是柔性的。 只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诉苦, 没有抱着中局长的大腿满地打滚。 但是中局长已经不胜其烦了, 不住的叫着让知书和村主任马上来见他。 村主任倒是来了, 看上去就是个老实哥的, 四十来岁, 穿的衣服破破旧旧, 和在场村民的衣着打扮没有半分的区别。 混在人群之中, 任谁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这位老实村长一看来了这么多的大领导, 早就吓得连话都讲不利索了, 只是不住的给中局这个弯腰鞠躬连声的说着还抱歉抱歉的话。 中局咆哮着, 让他马上把陈阿祥给我找来。 无疑啊, 中有国也看出来了, 这个所谓村长不是个人物, 就算挂着村主任的牌子, 村里的事肯定也是做不了主的。 主意呢, 还得支书陈阿祥来拿。 老跟水村呢, 陈阿祥才是核心人物。 村长唯唯诺诺地答应着, 吩咐一个人去叫支书, 又吩咐人呢, 搬椅子搬凳子倒茶水, 将领导们这么堵在村外已经很不礼貌了, 还让领导们都站着, 连个坐的地儿都没有, 连口水都没得喝, 那这实在说不过去。 村民们呢, 倒是配合默契。 片刻间, 就有几个后生搬来了许多的凳子椅子出来, 都是很粗糙的木质品。 其中呢, 有小木凳, 凳腿上的树皮都没有去掉, 就这么杂七杂八的摆在村口, 警惕地望着中局长一行。 领导领导, 各位领导, 请坐请坐, 这个先请坐。 我跟你说, 你是村主任, 这个事你和陈阿祥一样, 都必须负责。 拐卖妇女儿童, 那是犯罪行为, 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你们如果帮着陈阿根, 那是犯了包庇罪, 一样要坐牢的。 现在马上改正还来得及 只要你们马上把拐来的外地姑娘放了 把车根叫出来 对你们的包庇罪 我可以既往不咎 不然的话 后果你们自己心里有数 领导 这个事我确实不大清楚了 真的不知道 村里的事一般都是箱子所做的 我就是陪和他咯 赶紧的 把陈阿湘给我叫来 他再不露面 老子叫人抓他 中副局长的咆哮或许真的起了作用 在众人翘首以盼的等待当中 老根水村的核心人物 村支书陈阿湘 终于姗姗来迟了 看到陈阿湘 中副局长暗暗地输了口气 只要这个家伙肯露面就好 尽管这一切 中副局长高度怀疑 其实就是陈阿湘安排好的 然而他要是不露面 中副局长一行人 就得始终在村外待着 直到太阳漆斜 灰溜溜地滚回县里 这个脸就丢大方 不管怎么样 要先进村 坐下来好好跟陈阿湘谈谈 就算最终结果不尽如人意 总也算是有个正儿八经的解救过程 可以回去总结经验 再组织第二次的解救行动 被人堵在村外 连村子都进不去 算怎么回事啊 陈阿湘啊 不是一个人来的 而是在好几个老人的簇拥下 众星捧月般过来的 那几个老人 真的是很老了 目测每个人的年纪 都在八十岁以上 多数都拄着拐棍 弯腰驼背 走一步喘一口 似乎随时啊 都可能一口气捣不过来 就此呜呼哀哉 都是些老年男性 一个女人都没有 这帮人走过来啊 所有村民都自动自觉的 让开了一条路 脸上露出尊敬的神色 老根水村 宗族观念极其的浓厚 大伙不约而同的 想起了这句话 现在才算是切身的体会到了 无疑 这几个老年男子 是老根水村的祖老 陈阿祥带着这几个祖老过来 用意也很清楚 就是要当自己的护身符 告诉中局长一行 不是我不配合公安办案 实在是地方上不允许 村里的老人们不同意 面对这么一帮老弱妇孺 看你怎么动手 陈知书 你总算肯露面了 对不起啊 领导 我不知道今天领导们 会搭嫁光临我们小小的老根水村呢 也是刚刚接到 交书机的电话才知道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怠慢了啊 怎么 陈知书这是想要把我一直堵在村外 和上级组织对抗到底 阿爷 领导千万不要这么说了 我陈阿祥担当不起 我们老根水村穷 群众觉悟低 当初啊 我也实在是不想当这个知书的 是乡里领导 三番五次找我做工作 让我担这个单子 我才不得不当这个知书的 现在领导们也看到了 这些群众的觉悟啊 是真地不高 各位领导 闲金村喽 一直在这里粘着 也不是个狮吗 来来来 请 各位 各位领导请 钟局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双手一背 昂手挺胸 大步向村里走去 陈阿祥依旧赔着笑 向其他领导微微地弯腰 做了邀请的手势 解救大队 一行二十几个人 浩浩荡荡开进村去 这个时候已经有不少人都注意到 解救队伍里少了几个人 不过自然谁都不会说出来 大家都已经意识到 今天这一趟任务不好办 如果不出现重大转折的话 只怕会无功而返 陈启正两口子和张荣不住地打亮着周围的那些低矮的房屋 满脸的震惊之色 太破旧了 太破旧了 常年在省城居住的他们简直没有办法想象 世上还有这么落后的地方 积木所致大部分都是土坯房和木板房 红砖房偶尔才能看见 只有一栋楼房是水泥抹面的水泥盖顶的 就是知书陈阿祥的家 一栋三层小楼是整个老根水村最气派的房子 独门独户左右两边邻舍都离开他家 最少也得十米以上 如同一个土皇帝般 住立在村子中央 傲视着他的臣民 饶是如此 村之书这个皇宫啊 在陆启正眼里 那和茅草棚也差不多 想着自己的女儿就在这样的鬼地方受苦受煎熬 陆启正两口子就心如刀绞 望向陈阿祥和周边村民的眼神 变得充满了仇恨 解救大队人太多了 围观的村民也就更多了 陈之书的皇宫纵然不小 客厅也没有办法容纳这么多人 索性就搬了桌椅出来 在屋门口的水泥瓶摆开了阵势 尽管还是春寒撂翘的时候 今天天气却很好 艳阳当空 在屋外落座不算太冷 自然也不可能晒得汗流浃背 陈阿祥准备充分 不但有桌椅有茶水还有瓜子花生糕点 摆了满满当当一桌子 笑哈哈的不住相邀 冲这架势啊 谁敢说他是对抗上敌组织啊 这是扎扎实实的雨水欢呢 陈阿祥 我以前在西关乡蹲点的时候 你还不是老跟水的知书没见过我 但我忠有国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我这个人不喜欢拐弯抹角 干什么都喜欢开门见山 是的是的 终局长 我听说过你的大名类 我对你一直都是很佩服的 佩服就不要说了 客气话没必要多说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 相必你已经知道了 你得想清楚了 拐卖妇女儿童是严重犯罪行为 这不是我忠有国说的 这是全国人大的决定 给他们看看全国人大的文件 你给大家念念 随行人员也是明山县人 当场领命以标准的明山方言 开始向围观的村民宣读了 全国人大关于严惩拐卖 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在这围观的村民中啊 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 窃窃的议论之声不绝于耳 显然绝大多数人 还是头一回听到这样的文件 哦原来买媳妇是犯法的呀 要坐牢 哎呦这可大大超出了 众人的想象之外 怎么着了 花了钱买回来的都不行 对于围观群众的反应啊 终局还算满意 看来呢 主要还是普法宣传工作 没有做到位 今年呢 一定要组织一次 全市范围内的普法宣传教育 相信啊 实施了普法教育之后 买媳妇的风气 就会得到一定的遏制 啊自然 当务职急 要解决掉眼前的这个麻烦 陈阿祥 你是村支书 这个文件你应该知道吧 哎我晓得嘞 钟局长 我知道这个文件 那就好 那你赶紧让人去陈阿根家里 让他把人家姑娘带过来 这是陆小婷的父母 让人家一家人团圆 陈阿根 钟局长 你是不是搞错的 陈阿根没在乎你啊 他早些天就出去打工呢 根本就没在村子里头 至于说买老婆 我们哪个都不晓得 哎 你们哪个晓得陈阿根到哪里不 哪个晓得他买了老婆不 不晓得 哎 不晓得 不晓得 所有人都出奇的一致 齐刷刷的摇头 齐刷刷的表示 不清楚 不少人的脸上 都挂上了戏谑的笑容 似乎觉得 这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事 钟局长 一张脸顿时就垮了下去 变得铁青 解救大队其他人的脸色 也变得非常难看 陆启正两口子 更是脸色苍白如纸 气得浑身发抖 嘴唇哆嗦着 死死的叮嘱陈阿祥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无赖 太无赖了 简直就是无耻到了极点 要是我们查出来了 这一回 连袁怀英都忍不住了 插口就问道 一直以来啊 袁怀英都恪守规则 凡是礼让东海省的同行在前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都跟在中副局长的身后 一声都不吭 现在 真是被这个陈阿祥给气坏了 这样的家伙 居然还是村支书 什么查出来了 陈阿祥 你当面撒谎 这不是欺负外甥来的同志 这是欺负我忠有国 欺负我们五红市公安局 欺负你们西关乡政府 你觉得在老跟水我们就治不了你 能一辈子待在老跟水不出门 中副局长说出这样的话来 可见他真的是给气狠了 本来这个解救行动 中副局长的心理是很有底线的 只要顺利救出被拐的陆小平 还就可以了 算是完成任务 至于买卖人口 甚至涉嫌强奸的当事人 他并没有打算去抓了 不是他法治观念不强 很多拐卖人口的案子 就是这样处理 不止他五红市局一家怎么可 相对来说 解救任务比较容易完成 抓捕的难度就要大得多了 关键这样的案子 接下来不会有苦主日夜的催促 被解救出来的妇女 通常都跟着家人回去了 远隔千山万水 谁会专程跑到这边 催促他们严惩犯罪分子 实话说 那些被拐卖的妇女内心深处 对这边都有着深深的恐惧 被拐卖折磨的一幕 深深落在脑海之中 永远都抹不掉 怕是这一辈子 都不会再踏进东海省一步 既然这样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一回 陈阿祥彻底将中局长给惹火了 老中威风了一辈子 曾几何时有人敢这么玩他呀 如果眼下不是在老跟水 不是担心激起民变的话 一个小小的村支书 突憋 中局长才不耐烦跟他废话呢 早就拍案而起 特令抓人了 陈阿祥脸色微微一变 眼里飞快闪过一抹 畏惧和迟疑之色 很显然 他也不是完全不考虑后果的 毕竟啊 陈阿根跟他不是什么至亲 为了他陈阿根家传宗接代 自己彻底的得罪市里县里 乡里的领导 还真的不那么划算 他心里很明白 中副局长并不是在吓唬他 或许现在 中有国有所顾忌 不会当场下令抓他 但是秋后算账 却是领导们的拿手好戏 难道他还真的一辈子 待在老根水 不踏出村子一步了 一旦他离开老根水 中有国身为市局副局长 曾经的明山县公安局局长 要收拾他 不过就是一句话的事 眼见陈阿祥 有打退堂鼓的意思 一直在密切关注着 事情进展的白发老妇人 立即就扑过来 扑通一声的跪在中局长脚下 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嚎哭起来 一边哭一边诉哭 他说的是最最地道的老根水的土话 不要说天难来的警察 就算是中有国这样的明山人 都不是百分之百能听得明白 土生土长的西关人陈相长 就自动自居充当起翻译来了 其实不用翻译 大家也能猜到他话里的意思 如同大家所料 这个白发老妇人 果然就是陈阿根的老妈 不住的哭诉 他们家是何等的贫穷困难 他儿子陈阿根 四十大几块五十岁了 还娶不到媳妇 老陈家眼看就要绝后老 如今政府还要冤枉他儿子 说他儿子犯了罪 他可不活了 诸如此类的不宜而足啊 看得出来啊 准备工作那是做得相当的充分 这老妇人的哭诉啊 愣是没有露出一丝的破绽 一个字都没带出他儿子 花钱买了媳妇 这老夫人这么一闹啊 原本开始迟疑犹豫的陈阿祥 又变得坚定了起来 像几个白发苍苍的族佬 连连使眼色 那几个族佬呢 也早有准备 见了陈阿祥的脸色 顿时会议了 一个个站出来开始诉苦 说呀 他们老跟水是如何的穷乡僻壤 如何的经济不发达 年轻女子纷纷嫁出去 不愿意待在这个山沟沟里 外面的姑娘却谁都不肯嫁进来 村里的光棍 那不是一个一个呆啊 而是一群一群的呀 再这样下去 老跟水就要绝呼喽 政府不关心老跟水的村民 不给村里人解决实际困难 还要来村里抓人 这适合道理呀 七嘴八舌的 越说越火 声音也越来越大 先前还只是演戏 后来就半真半假了 再后来那就是痛斥了 一时间好不热闹 中有国最怕的 就是碰到这种情况 垮着脸 太阳穴一跳一跳的 显然呢 是在强压自己的怒火 钟局长 真的是这样嘞 陈阿根不在村里面 他更加不可能买卖人口仨 林导门要是不心的话 可以去他家里搜查了 陈阿祥及时站出来说道 边说边往村外大陆方向张望 搜查 搜查您奶奶嘎嘴儿 我们堵在村外那么久 不要说一个人 就算是一头大象 也足够时间转移了吧 真以为全世界就你一个人聪明 钟有国瞪着他 眼睛里如意喷出火来 冷冷地说道 陈阿祥 你要为你现在说的 每一句话负责 钟局长 我负责 我说的话我肯定负责 我要是撒谎 你抓我去坐牢 嗯 很好 陈志书 我叫洪峰 请你记住你现在说的这句话 这一回开口的不是钟局长 而是一直默不作声的洪局长 洪峰平静地看着他 没有丝毫的机遇 陈阿祥和他目光一对 却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 就好像洪峰的眼睛能伤人 我当然记得 陈阿祥脖子一硬 硬邦邦地说道 骨子里头啊 他就是一无赖 平日里呢 人人尊称他一生之书 似乎把这无赖的特质啊 都掩盖了过去 如今终于有原形毕露了 尤其在外省人面前 他更是有着莫名其妙的心理优势 无论如何都倒驴不倒架 这边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啊 另一头出村的大路却静悄悄 一个人影都没有 老根水村说大不大 说小呢也不行 整个地形就好像在山沟里 拉出一个长条形 东西长达几里 南北却不过数百米的宽窄 知书陈阿祥离西头大路比较近 离东端这边的路口呢 就有一段距离了 差不多得有三四里地 现如今大多数村民 都被吸引到陈阿祥家里去看热闹 东边路口几乎是人踪绝迹 只有路边土棍的小树林里 蹲着五个警察 王伟等人快速从山间小径绕到了这边 看着人影全无的路口 老长忽然觉得自己很搞笑 居然会相信一个小屁孩的话 离开领导身边 跑到这鸟不拉屎的路口来赌一把 脑子呀简直是进了馒头了 这边要是领导出了什么事 自己这个派出所的所长啊 却不在身边 那到时候乐子就大了 有什么黑锅 肯定是自己第一个杯啊 老长越想越怕 越想越后悔 就要起身往回走 却不妨哎呦肩膀一沉 又硬生生的给压了回去 老长 别乱动 有人来了 老长正要发火 文言一愣 往前看去 只见本来空无一人的山村路上 来了一个担架 没错 就是担架 两个男人 抬着一个简易的自制担架 正快步的向这边走来 一个女人站在担架旁边 不住的东张西望 神色紧张 那个简易的自制担架 就是一块门板 绑在两条竹竿之上 门板上用被子盖着东西 从形状来分析 应该是一个人 旁边的女人 不时伸手来扶一扶 门板上躺着的人 似乎生怕会掉下来 你真来了 长所长 又是惊讶又是兴奋 王维呢 不由得轻轻地摇了摇头 这位东海同行的性格 还真是十分可爱 刚才估计还在后悔不迭的 转眼就进入到了兴奋状态 这个大概也是他四十来岁 始终都只能待在这么偏远的 乡镇派出所的原因了 简易担架的出现 比较突然 行动速度却不慢 两个男人 抬着明显不算太重的担架 在沙石路上 急步如飞 走得特别的快 王维到底是年轻 眼神豪实 很快就看清楚了 前头那个单单架的男子 约莫五十岁 考虑到山区的人 比较容易显老 估摸着 这个男子的真实年纪 应该是四十几岁 不到五十岁 个子不高 却很敦实 担架后面那个男人 却看不清面貌 担架旁边扶持的那个女人 年纪应该超过五十了 长相和单单架的男子 有六七分的相似 这是陈阿根他姐姐 王维几乎立即就在脑海里 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他没见过陈阿根 专家也没能画出陈阿根的画像 倒不是专家无能 关键 严清梅没有办法提供详细的线索 他也就见了陈阿根一回 直接拿钱走人 哪里会费神去记住这个东海省的山村老光棍长什么样啊 根据严清梅的供述啊 当时来交钱的就是陈阿根和他的姐姐 这两个人长得这么像 应该是两姐弟 如果自己的猜测没错的话 那么单架上的人极有可能就是陈小婷 刹那间 王维自己也兴奋了起来 眼看着简易单架越来越近 长所长忍不住了 从小树林中一跃而起冲了出去 站住 派出所的 警察 一边往外冲 一边大喊大叫 王维顿时苦笑了起来 望了身边的白娇娇一眼 白娇娇啊 轻轻地摇了摇头 眼神很不以为然 这些东海省的同行是怎么回事啊 这时机也太不对了 像这种情况啊 完全可以让他们走过去再动手 这样一来呢 就能堵住他们往回跑的路 反正他们担着一个担架 无论如何都是跑不快的 这边五名警察 轻而易举就能追上他们 到底是乡镇派出所的同志啊 办案经验相对不那么的丰富 见到可疑目标出现 就有点激动了 如同白娇娇所料 担架旁边那个女人一见到警察 惊叫一声 转身就往村里跑 担着担架的两个男人 却愣在那里 不知如何是好了 不过呢 都没跑 毕竟肩膀上啊 扛着担架呢 就这么丢了也不是个事啊 查干 站住 警察 担架是什么 王伟嘴里问着 三步并坐两步 冲到了担架之前 手一伸 就要去掀那个担架上盖着的窗单 隔得那么近 其实已经看得很清楚 担架上 躺着一个女人 满头长发披伞 面容看不真切 但是猜也猜得到 应该就是被拐卖到这里的陆小婷 嘴巴 勒着一条绳子 发不出半点的声音 啊 担架后头的那名男子 一声惊叫 不管不顾的 将担架往下一抛 转身就往村里 幸好王伟 已经到了近前 眼疾手快 一把就抓住了担架一头的竹竿 饶是如此 担架也往一旁倾斜下去 前头的陈阿根一个裂弦 差点摔倒在地 好不容易才稳住了身子 却不知什么原因 那长发女子依旧躺在床板上 并没有摔下来 还想跑 转身逃跑的另一名担架男 刚跑出去几步 就被随后赶上来的白娇娇 一个扫堂腿 顿时就直直地摔了一个狗吃屎 差点连门牙都磕掉几颗 白娇娇随即掏出手铐 咔嚓一声就给铐上了 立马就向王伟这边跑 这档口啊 场所长指导员等人 都已经冲到了近前 七手八脚的控制住了 打头的陈阿根 只有先头那个中年女子 见机极快 已经跑回了村子 赶不上了 当然 关键是没有人去追 显然 他也不是重点 重点是 陈阿根和担架上的女人 担架已经被放到了地上 一床破被褥裹得严严实实 泪水不绝地从他的眼角往外流淌 却是口不能言 身子也不能动一动 白娇娇一伸手掀开了那床被褥 顿时就明白了 女孩子浑身赤裸 就这么被绑在了床板上 绑得结结实实的 雪白的皮肤被勒起了一道道红色的印记 不少地方已经破了皮 血水渗了出来 看着叫人心中发麻 嘴巴也被麻绳给勒住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眼见警察到了面前 女孩子不住地摇头晃脑 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 竭尽全力地想要说话 王伟手腕一翻 一柄雪亮的小刀出现在他的手中 一看就是锋锐无比 杀人不须第二刀 这回啊 连白娇娇都有点动容了 和王伟打交道 也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知道这家伙伸手好 能打 但是没想到啊 他身上还藏着这样锐利的小刀子 无疑 王伟是极其专业的刀手 寒光一闪 女孩嘴里勒着的麻绳 已经应声而断 这种麻绳啊 特别坚韧 你是陆小婷吗 别哭了 别哭了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啊 我问你 你是不是陆小婷 是 我是陆小婷 好好好 你别怕 我们是警察 是专门来救你的 能 能 能走吗 他被绑的时间太长 绑的又太紧 血脉淤积 短时间内是走不了的 就算能走 也走不快 我来呗 走 你们干什么的 我不走 你们是谁啊 把我老婆放下来 陈阿根 我是习惯派出所所找老常 你犯了拐卖妇女的罪行 必须跟我们回派出所去 说清楚 我没有犯罪 没有犯罪 这是我老婆 是我花钱买来的 那就是我的事 你真是个榜翠发麻 人家家里钱比你多得多 金山硬山花不完 要你花什么钱买老婆 行不行 人家用钱把你给卖了 不跟老子走 老子把你全家都抓起来 行不行 白娇娇 不由的对他直瞪眼 有这样说话的吗 这是警察说的吗 但是下一刻呀 这白大队就不得不服气了 这个陈阿根呢 还真就吃这一套 被年轻警察骂得呀 没了声息 居然低下头 乖乖的 跟着他们往前走 也不知 是不是陈阿根的思维太奇葩了 或许这种头脑简单的人呢 就得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对付 跟他讲道理 讲法律那是没个弹用 只有跟他来应 告诉他 人家比你有钱 能用钱砸死你 再告诉他 老子是派出所的 随时能收拾你 他就怕了 打又打不过 比有钱又比不过 比有权 那还是比不过 除了乖乖的扶转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路好走了 不然呢 真的分分钟 就得被教怎么做人 白娇娇 将另一个担大的男的 从地上拉了起来 关西派出所指导员 主动上来压住了这家伙 这个人呢 年纪比陈阿根 小个十来岁 也是一副愣头愣脑的样子 很明显 没受过什么教育 也没见过什么世面 好在此人的胆子呀 也不比陈阿根更大 眼见陈阿根都不吭声 乖乖地跟着走了 也就不抗拒了 一声不响地 跟在陈阿根身后往前走 不过这两个家伙 虽然不反抗了 却也谈不上多么的配合 一路上 走得是磨磨蹭蹭的 速度怎么也快不起来 甚至呢 还赶不上背了一个人的王维 村里啊 陈阿根的姐姐 却在全力地狂奔 向着陈阿祥的家 边跑边喊 抢人了 抢人了 外地人来 抢人了 声音大嗓门粗 叫得山明鼓音 如同高音喇叭一般 在整个村子上空 不断地回道 中年妇女的叫喊 很快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传递到了陈阿祥的家门 正在围观看热闹的村民呢 顿时就轰动了 一个一个的骚动不安起来 陈阿祥猛地站起身 四处掌握 陈阿祥 坐下 中副局长厉声地喝了 无疑 他也听到了叫喊声 意识到肯定有人出手了 到现在 他已经发现 解救队伍里几个人不见了 对王维和常所等人的消失 老钟说实话 是真的没有注意到 但是白娇娇不见了 却显得那么的显眼 这么漂亮的女警 五红市局还真找不出来 这呀都可以去当模特了 东海省的同行呢 都对白娇娇印象深刻 从白娇娇的消失 中局长又发现了 王维和常所等人的失踪 作为一名老警察 中局长当然能意识到 他们去干什么去了 当时呢 是有点不以为然 也有点担心 可别乱来呀 要是被村民给打了 还真不好给他们说话呀 不过呢 场所等本地警察 也在消失的名单之中 中局长呢 也就不是特别的担忧了 不管怎么样 派出所警察 在本地村民的心目当中 还是有一定为妄的 老跟水的村民 再蛮横再强悍 面对本地派出所所长 也会有所顾忌 不敢做得太过分 但是呢 中局长并不认为 这几个家伙擅自行动 能取得什么结果 陈阿祥啊 不是个省油的灯 肯定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现在看来 也是高估这个陈阿祥了 这个村支书啊 虽然有点手段 但是还没有到什么 算无一策的地步 他的计划 确实是粗糙得很 对公安人员的智慧和胆量决心 都严重的估计不足 毫无疑问 老常他们得手了 这档口呢 必须强力压制住陈阿祥 不许他再有什么异动 没有他组织 这些村民的战斗力 立马就要大打折扣 满脸怒容的陈阿祥 看了同样脸色严峻的中局长一眼 张了张嘴 终于呢还是给憋住了 颓然的坐下 什么都没说出来 原本眼巴巴的看着他呀 等他拿定主意的村民呢 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不过呢 老中没想到的是 他低估了陈阿祥跟老妈 为陈家传宗接代的决心 这个老妇人呢 其实是个狠角色 眼见陈阿祥被中局给压服了 不敢吭声 立即就意识到 陈阿祥靠不住了 顿时就熄了眼 一个翻身从地上爬起来 声嘶力叠的 向着村民们大喊大叫 快 快跟我去救人 说着 又扑通一声跪下 向着围观村民们连连的磕头 中副局长呢 知道不妙 正准备采取措施 可是已经迟了一步 聚集起来的村民 很容易就被鼓动了起来 尤其是老妇人 一个下跪一个磕头 还立马就愣头青 忍不住激动了 走 救人去 歪地人赶来我们老跟水抢人 绝对不行了 被鼓动起来的村民呢 叫喊着 乱七八糟的就往村外跑 解救队成员 立即也跟着起身 纷纷的阻拦 不过呀 围观的村民实在太多了 足有一两百人 解救队除了领导 记者 实际上只有十来个行动人员 其中几个 还是天南来的同志 哪里拦得住 这么多激动的村民呢 只是 没有了陈阿祥的组织 村民的自发行动 就有点乱糟糟的 先是向着村东头涌去 那是陈阿根的姐姐 正跑过来的方向 跑出去不远 也不知道是谁呀 这个脑海中灵光一闪 叫了起来 操了操了 不是那边是这边 是这边 他们的车在这边 赶紧去拦住他们的车 没车 他们走不透 这个村民呢 明显脑子比较好使 一下子 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于是 大批愤怒的村民 立马转向 向村西头涌过去了 陈阿祥 你给我想清楚了 要是出了事 你要负责任的 回宫公安干起是很严重的错误 是很严重的犯罪 你真想坐牢吗 中有国急了呀 猛地站起身来 居高临下地瞪着陈阿祥 大声地怒吓 陈阿祥也站起身来 苦笑着一摊手 忠局长 你也看到了 我什么都没说 都是村民自发的行动 我早就跟教书记说过 只要不给陈阿根一点钱 这件事 好商量 是你们坚决不肯的 我有什么办法咯 这言下之意啊 反倒是怪解救大队 太抠门了 这是犯罪 这是执行公务 知道吗 你以为是做生意 这种事也能用钱来解决 那还要政府做什么 要我们公安人员做什么 钟局长怒吼了起来 别看这位性子大大咧咧 要紧要关头不含糊 严守公安干警的底线 那是绝对不妥协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本来听不懂 当地方言的陆启正 居然听懂了 他俩对话的意思 当即说道 给钱给钱 我给钱 你说 要多少钱我都给 陆启正呢 也是急眼了 这档口啊 只要能救出他的女儿 哪怕倾家荡产 他也干了 至于是不是做生意 是不是执行公务 他哪里管得着啊 不等中副局长说什么 陈阿祥 立即对陈阿根的妈妈说道 他答应给你钱 他答应给你钱 你看怎么样了 说起来这个知书啊 还真是个典型的法忙 到了这个时候了 还把这事当成可以谈判的生意 很一本正经的 想要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 谁知道啊 这老妇人呢也是一根筋 只是摇头 满地的打滚耍无赖 口口声声的说 不要钱只要人 要把他儿媳妇抢回来 绝不能让外地人给抢走喽 其实啊 这时候就算是老妇人愿意妥协 被鼓动起来的村民 一时三刻也收不住了 事情正在逐渐的失控 中局长一把揪住了陈阿祥 咬牙切齿的叫道 快给我去治治他们 不然出了大事 你又成逼呢 这边乡啊 中局长是又气又急 那边的局面呢 已经呈现出最紧张的状态 王维一行和村民 几乎是同时抵达了停车处 毕竟王维他们背着一个人 还压着两名罪犯 在小路上跑了过来 速度不可能太快 村民们从村里出来抄的是进路 不此虽然起步晚了一点 却能同时赶到 糟糕 王维手一松 将陆小亭放了下来 三步并坐两步 就去拉一辆小车的车门 现在只要能先抢到一台车 或许还有机会突围 一个年轻村民 鞋侧里冲了出来 劈面就向王维的胸口抓来 王维想都不想 手一抬就叼住了对方的腕子 再一翻 再一牛 只听着一声痛苦的尖叫 那名村民 手臂脱臼 跪倒在地 王维的手特别的灵活 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 有时候甚至比脑子动得还快 往往脑子还没想明白 手上的动作已经完活了 这回啊 也是一样 有人当面来揪他 王维几乎不用过脑子 直接就上了秦拿树了 连续三届 警校秦拿格斗大赛的冠军 可不是说着好玩的 哎呦 打人了 打人了 外地人 打人了 立马就有居心叵测的村民 在人群中大喊大叫 激起村民的愤怒情绪 什么外地人 警察 我们是警察 我是西关派出所所长 老常啊 一下子变得机灵起来了 当即大叫 用的是地道的名山方言 常所长的呼喊呢 果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本来蠢蠢欲动的村民们 哎被震住了 迟疑犹豫起来 但是呢 也有极个别不信邪的家伙 啥子排出所所长 你们就是一呼的 是帮着外地人 欺负我们老跟水村的 就是就是 觉得我们老跟水 抓人抢人 就是欺负我们 不能让他们把人带走了 立马就有人大声的附和 越是偏僻闭塞的地区啊 人们的这个家族观念就越重 自卑心理和戒备心理 也就越重 总觉得呢 外地人哎就是来欺负人的 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天生啊 把自己放在了 所有外地人的对立面上 这个呢 是极度缺乏自信 和极度缺乏见识的表现 但是眼下呀 显然不是跟他们讲道理的时候 陆小婷啊 吓坏了 裹着破被褥 躲在王维和白娇娇的身边 吓得浑身瑟瑟发抖 厂所长的呼喊只镇住了村民片刻的时间 马上就有人鼓动着人群围了过来 将这支小分队团团地围住了 只听的一声惊恐的尖叫 众人寻声望去 一个年轻村民已经揪住了陆小婷身上裹着的被褥 一使劲将被褥撕下来半截 陆小婷布满红叶的赤裸上身 就完全地裸露了出来 陆小婷吓得立即蹲了下去 双手死死地揪住被褥 裹住自己的下半身不住的天井 停停 远远的陆起正两口子听到了女儿的尖叫声 顿时就大叫起来 激动万分向这边急速地赶来 年轻女孩赤裸的身子 极大的刺激了那些村民 那名二十几岁穿一件土黄色夹克的年轻村民 更是双眼血红 不顾陆小婷的尖叫伸手就抓了过去 王八蛋 白娇娇一声冷喝 下一刻 双眼冲血的黄夹克山 面前黑影一闪 随即手腕剧痛 整个人都腾空而起 她呀 被白娇娇一个背摔 从头顶飞了过去 重重摔在地上 顿时惨叫一声 眼前一黑 差点就晕死过去 白大队下手啊 毫不留情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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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人喏打人喏打死人喏 村民们又开始鼓噪起来 白娇娇一弯腰 将被褥重新给陆小婷裹上 冷冷的说道 别怕 有我在 谁也别想把你抢回去 除非我死 白娇娇一个字一个字的说 像是从胸腔深处迸射出来 每个字都铿腔有力 王维知道要糟 但是已经来不及阻止了 这是鼎蛋上堂的声音 暴怒的白大队直接就出枪了 不但拔出了枪 而且直接拉保险顶蛋上堂 黑洞洞的枪口直指向前 此时此刻的白娇娇 完完全全将女刑警凶悍的特性 展露了出来 秀美的脸上笼罩着一层厚厚的寒霜 双眼之中目光冰冷 被她枪口指着的村民一阵的骚乱 站在最前面的几个情不自禁的往后退 眼睛里都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他们呢 其实都没有在现实当中见过枪 对于手枪并不是十分的恐惧 真正让他们感到害怕的 是白娇娇的神情 那喷了火的双眼 明白无故的告诉所有人 赶过来 赶过来 姑奶奶就赶开枪 这个女警察拼命了 别怕 她不赶开枪 对 她不赶开枪 打着他们 一个鲁莽的村民举起了手中的锄头 枪声响起 一颗子弹从那个鲁莽的村民头顶擦过 射向天空 鸣枪警告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 鸣枪警告的不是第一个出枪的白娇娇 而是王维 王维本来是想阻止白娇娇出枪的 这么多村民围着 明显不是使用枪械的合适实体 虽然说 条令上有规定 在警察本身的生命安全面临威胁 或者群众的生命安全面临威胁的时候 可以使用枪械 然而在实际之中 这样的情况很少有人会掏枪 万一走了火 那就是个大事故 但是很显然 暴怒的白大队压根就没有考虑这个后果 他的眼里只有任务 这要是被人当着他的面 把陆小婷再抢回去 白娇娇绝对会开枪 哪怕后果再严重 这已经到了他的底线了 绝对不能突破的逆临 如果这样的底线都能被突破 那么当警察还有什么意义呢 白娇娇当初选择成为一名警察 并且成为一名刑警 可不是为了向犯罪分子妥协的 对于白娇娇而言 有些原则比生命更重要 然后 王伟也出了枪了 并且毫不犹豫的开了枪 无论如何 王伟不可能让白娇娇 一个人面对今后的责难 要犯错误就一起犯 怕个鸟蛋 王伟的二愣子脾气啊 彻底的发作了 谁说我们不敢开枪 啊 谁说的 站出来给大家看看呢 我跟你们说啊 这个人 这个女孩叫陆小婷 是个大学生 她不是你们老跟水的人 也根本不是谁买来的老婆 买卖人口是犯罪行为 明白吗 人家也是父母生的 她的父母就在那边 你们凭什么这么欺负人 就因为你们是本地人 她是外地人 你们一辈子不出门啊 你们的兄弟姐妹一辈子不出门 你们出门在外 就不怕被别人这么欺负吗 你们现在连警察都干的 啊 我问你们 要是你们被人欺负了 连警察都不保护你们 你们是不是很高兴啊 是不是觉得很好玩啊 啊 说 回到啊 告诉你们啊 陆小婷今天我们一定要带走 陈阿根也一定要带走 谁愿意为陈阿根一起去坐牢的 谁愿意啊 黑洞洞的枪口直指向前锋 王维脸上布满了煞气 所有人面面相去 谁都不敢向前了 并且有不少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反思的神色 显然正在认真思考王维说的那几句话 凭什么欺负人 面对那女孩子 也是好人家的女儿 又没做什么坏事 他们凭什么欺负人 并且每个人都是有良知的 并不是秦圣 而且呢 王维最后一句啊 说到了脸子上 这个女人呢 是陈阿根买回来 抢回去也是陈阿根的老婆 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又不是个东西 抢回去之后 还大伙能分上一杯羹 为了陈阿根的事 直接跟警察对着干 甚至呢 还有可能坐牢挨枪子 划算吗 不划算 完完全全的不划算 住手 都住手啊 村民身后啊 想起了陈阿祥 气急败坏的声音 一开始 陈阿祥一直拿得定 坚信警察不会动武 那么现在这清脆的枪声啊 彻底把他给打醒了 这些警察 真不是省油的灯啊 居然真的敢开枪 陈阿祥 怂了 如果说老根水其他村民 对生活都很麻木 没什么笨头的话 至少他陈阿祥的生活 还是过得有滋有味的 很有笨头 他呢 可不想因为一个老光棍 陈阿根 彻底将自己给打进去 真要是出了人命啊 警察固然要负责任 他陈阿祥也绝对跑不了啊 一瞬间 陈阿祥就做出了 正确的选择 谁都不许拉来 陈阿祥 急急忙忙的从后边跑了过来 大声的叫道 原本呢 还有个二愣子村民不服 想要搞点事 陈阿祥这么一喊 这二愣子也被压下去了 在老根水村呢 陈阿祥的话 还是比较管用的 钟局长 你看 女孩子可以呆走 陈阿根 是不是留下算了 还在做梦呢 这都动枪了 没看见啊 这个事 你觉得你还能往里掺和吗 你几个脑袋 还想保陈阿根 想想怎么保你自己吧 实话实说 连钟友国自己都有点被惊到了 没想到天南来的这两个小同行这么生猛啊 这种情况下居然也敢拔枪 还敢鸣枪警告 哎 牛 吃惊之余呢 钟友国也有点惺惺相惜 自己年轻的时候啊 哎 也是这样火爆霹雳的脾气 还因此呢挨过处分 但是现在想想 确实嗯 一点都不后悔 谁没年轻过呀 谁年轻的时候没冲动过呀 不冲动那叫年轻人吗 钟友国呀 一直坚定的认为 做警察 哎 是要有血性的 尤其是做刑警 没一点血性的刑警 镇不住那犯罪分子 当然呢 在不该出枪的情况下 动用警械 这个天南省警方 肯定也会给这个 这两个愣头青一个教训 从严至警 这是必须第一 一些最基本的原则 不能被破壞 这个呢 也是为他们自己好 将来再碰到类似的情况 要学会更加灵活的处置 不然呢 万一惹出大祸 就不好收场了 都让开吧 陈阿祥啊 终于想通了 大声的吩咐 村民呢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虽然有些不情愿 但是还是慢慢的后退去了 群体性行动 首领的态度 至关重要 无人抓我 再来 天哪 还有没有田里啊 我们花了那么多钱啊 只有陈阿祥的老娘 还在哭天墙地 眼看呢 人才两空 儿子呢 甚至还要被抓去吃牢饭 这老妇人彻底豁出去了 原本开始散去的村民 哎 又停住了脚步 和陈阿根家亲戚关系近的几户人家 又开始鼓作起来 几个壮年男子返回来 和白娇娇王伟等警察对峙 连陈阿祥的话 都有点不管用啊 听听 听听 陆启正两口子 已经挤了过来 一看到蜷缩在地的女儿 顿时就像疯了一样 一边搂住了陆小婷 哭天抢地地痛哭起来 一时间 现场又变得乱痒痒 就在这个时候 沙石路上 尘土飞扬 一台大卡车 轰隆隆地开了过来 大卡车的车厢里 密密麻麻地 挤满了人 粗粗的一算 也得有三四十个之多 卡车驾驶室内 一张熟悉的面孔 呈信在大家的面前 正是西关乡 焦书记 没等大伙想明白 是怎么回事呢 大卡车已经开到了近前 车还没停稳 焦书记已经打开 驾驶室的车门 跳了下来 来不及和领导们打招呼 扭头就朝卡车上招呼 快 都下来都下来 只听得呼啦啦一阵响 从卡车上 跳下来三四十名精壮汉子 其中十几个还背着步枪 武装到了牙齿 只不过呀 那个步枪看上去呢 有点老 是早就被淘汰了的 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这种制式步枪啊 虽然已经在正规部队当中的淘汰了下来 却还大量装备着各地的民兵部队 焦书记 竟然拉了一车民兵过来 应该说 老焦这个措施 还是很合适 很得力的 他呢 无权调动武警 只能组织乡里的 鸡干民兵 赶了过来 为领导们结尾 一二一 一二一 一二三 三 一二三 四 队长 为首的高大汉子 就在沙石路中央 为民兵们整队 随即 带着这几十名精壮民兵 跑步过去 虽然是民兵 看得出来 训练有素 干什么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跟老子老似点才 是广猛子 广猛子 高大汉子 率队跑到一众民兵面前 就是一嗓子大吼 声如雷震 村民们啊 顿时起了一阵骚动 有人畏惧地说道啊 开始往后退了 本能地和此人 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看来这个身材高大的盲汉 很多人都认识 并且还颇有威望 地方上的事情啊 本来就是这样 大家抱团 欺负外地人可以 一遇到本地那种横角色 立马就怂了 本乡本土啊 你敢惹他 他收拾你 眉眸都不动一下 这又不是外地人啊 在本地无依无靠的 这一车民兵开到 局面总算是控制住了 夜晚 明山宾馆 也就是原先的明山县委招待所 会议室气氛非常的凝重 陆小婷张兵拐卖案专案组正在召开会议 专案组所有的成员全部都到齐了 一共七个人 第二条则是在复杂情况下 不恰当的使用枪械 其实主要呢 是冲着第二条去的 如果没有最后那冲动的一枪啊 不会有人追究什么擅自行动的错误 事实证明啊 这个擅自行动非常有必要 不然的话 今天就会无功而返 就算再组织一次解救行动 是否能顺利救出陆小婷呢 还是个未知数呢 通过简单的审讯 陈阿根已经交代了 是打算把陆小婷转移到双和村的一个亲戚家里去 在那儿呢 住上一段时间 等风声过后再说 以陈阿祥的不配合程度啊 解救队想要顺利的确定陆小婷的行踪 将会非常的困难 这个案子 不知道会拖到什么时候才能解决 实际上啊 对王维和白娇娇的邻机应变 无论洪峰还是袁怀英 都是很赞赏的 救了人 抓到了陈阿根 就占据了主动 否则 一行二十几个警察 省厅市局 县局一大堆的领导 加上两名省报的记者 今天呢 要被陈阿祥这个土鳖 当猴耍了一回 在白娇娇动枪之前 一切都非常的有必要 甚至堪称完美 白娇娇动枪也就罢了 王维还好死不死的 要开上一枪 当这是完呢 当时情况那么复杂 那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 就敢乱开枪 出了问题怎么办 说话啊 问你们呢 出了问题怎么办 出了问题 我自己承担 我们是一个整体 你是专案组的一员 你犯的错误 整个专案组都是要负责的 员支队 其实我们这么做呢 也不是一点把握都没有的 你自己心里有数对不对 只是吓唬吓唬他们的 我还没说你呢 你倒自己跳出来了 你说你啊 怎么回事 白娇娇只是掏枪没开枪 她是女同志 气愤难耐之下忍不出掏枪出来 我还可以理解 你算怎么回事 还开枪 你胆子还真够大呀 是是是 我错了我错了啊 我检讨我检讨我检讨 这个事吧 前前后后呢都是我的主意 我自作主张 事先呢没请示 擅自行动 白大队呢 他是被我忽悠了 不关他的事 全是我的责任 来来来来 局长局长 员支队周大队 抽烟抽烟抽烟啊 抽之烟消消气啊 哼 少来这一套 我还没骂够呢 对对对 当然当然当然 先抽烟先抽烟啊 抽完了咱们接着骂 总之呢 一定得让您老骂好 骂叔父为止 哼 嗯 你呀你呀 这自以为是的毛病 要是不改一改 迟早吃亏 对对 懂吗 对对 批评你们 是为你们好 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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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大是亲骂是爱 领导批评呢 就是关心 关系不好 还不爱批评你呢 是不是啊 圆支队啊 我告诉你啊 王维 这一回啊 处分是跑不掉的 嗯 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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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接受接受啊 咱们呢 做刑警的不就是这个命吗 辛苦有份受累有份危险有份处分呢也有份 呵呵呵呵好处啊永远都是轮不到的 既然选择做了刑警呃就有这个自觉 呵呵呵 王维 咱们公是公过是过 好 不能混为一谈 对对对对 你们擅自行动 但是有成果救了人 这个咱不追究 嗯 该表扬还是得表扬 嗯 但动枪 确实要慎重 是是是 这个纪律必须要严肃 不然 咱们整个编程市局 都有可能乱套 对对对 哪怕你们受点委屈 为了大局啊 也得忍着 啊好得得得得 袁之队啊 有您这句话就行了 只要你知道我们受了委屈 那么再大的委屈我也能忍 绝没二话啊 袁 袁之队 不是真的要处分吧 那当然真的 你以为说着完呢 可是当时那情况 我虽然没去也能想得到 肯定非常紧急 难道为了保护被害人 为了保护自己 都不可以掏枪吗 那我们配枪做什么 方便犯罪分子来抢啊 小陈啊小陈 你这脑袋瓜子咋想的呢 碰到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 当然要毫不客气 该开枪就开枪 甚至该击毙就击毙 但今天情况不一样 现场那么多群众 不少都是看热闹的 总不能对着他们乱开枪吧 啊 他们才不是看热闹呢 哪来那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 他们就是暴力抗法 就是妨碍公务 要不是白大队和王所当机立断 说不定陆小婷又被他们抢回去了 多可怜啊 我支持白大队 我也支持咱们的王所长 对付这种人就不能手软 承雪啊 浑身正气 义正言辞 浑身的这个说道啊 其实感觉应该是骂道 这回呢 袁怀英没有批评他 只是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极其轻微地点了点头 动作细微到了几乎难以察觉 看得出来啊 这个袁之队内心深处的想法啊 只怕和这个小姑娘其实差不多 这个抽完烟呢 袁怀英的脸又板了下来 打算再好好批评他们几句 然后呢 由红局总结一下 这个批评会才算是圆满结束 至于要不要处分 要给个怎么样的处分呢 等回局里再说吧 没有必要呢 在这里讨论 可是呢 有人呢 就愣是不给机会 袁之队呢 还没开口 会议室的门 就被很粗鲁地推开了 陆启正两口子 带着陆小婷 一阵风似地卷了进来 白大队 王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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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进门啊 陆启正便大声地叫道 直接冲了过来 不管不顾地握住了王维的手 紧紧地握住 连连地摇晃 大老爷们啊 眼泪双流 一度地哽咽着 说不出话来 那边乡呢 陆小婷和她的母亲 已经搂住了白娇娇 失声地痛哭着 下午 成功解救出来之后 陆启正两口子 就第一时间 带着陆小婷 去了明山县人民医院检查 不过到医院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只有急诊 门诊早就关门了 很多检查呢 都不能做 只能请急诊的女医生 做了一个简单的目测检查 陆小婷吃了点东西 多少恢复了体力 心情也渐渐平静了下来 说什么都不肯住在医院 便又一起回到了明山宾馆来 专案组就住在这 在陆小婷内心深处 只有和王维 白娇娇 住在一起 才能稍稍地安心 不用担心 再被那老根水 那帮村民给抓回去 饱受折磨 回到宾馆 听说专案组正在开检讨会 批评白娇娇和王维 擅自动用枪械 陆启正一家子呀 当场就激动了 什么都不管 直接冲进会议室 闹腾了起来 王维和白娇娇的行为 合不合适 违不违反纪律 陆总他不管 他对这两个年轻警察 是充满着感激 这样的警察 不表扬不计功也就算了 还要检讨 还要批评 哪有这样的道理 白娇娇 基本上没这样的经历 被母女两个死死的搂住了 一贯刚毅果决的白大队 有点哭笑不得的 只是拍打着陆小婷的后背 不知道该如何的安慰他 看得出来 这短短的几天时间 陆小婷在老根水 遭受了可怕的折磨 将他从陈阿根手里 救出来的时候 那样子十足的令人同情 除了洪峰稳坐钓鱼台 专案组 其他成员都围了过来 不住的好言相劝 陆启正就紧紧地握住 袁怀英的手 连声地说 袁志队 听说要处分白大队和网锁 这不行啊 他们是好警察 没有他俩 我家婷婷就不知道 被那些混蛋藏到哪儿去了 他们是功臣啊 怎么可以处分他们呢 这样吧 我赞助你们 赞助你们市局二十万 现金 交换一下 你不处分他们俩 好不好 陆总 请你放心 我们会严格按照规定办事的 该不该处分 我们有纪律 再说 真违反的纪律 我们不处分 那审厅的领导 也会来批评我们的呀 袁志队 你放心 审厅的工作我去做 我去找裴省长 请他出面给审厅打招呼 这次啊 咱们不处分了 可以吗 省里的领导 你们不用担心 我肯定会处理好的 市局这边呢 就全凭你和洪局长 两位领导担待了 要是白大队和网锁 因此受了处分 我这一辈子呀 都会良心不安的 好了好了 大姐小鹿 咱不哭了啊 今晚好好休息一晚上 明天咱们就回家了 宝贝啊 明天一早我们就回家 坐飞机回去 明天中午就到家了 别怕啊 这种鬼地方啊 她是一刻都不想多待了 就在这个时候 会议室的门 再一次被推开了 张荣一头撞了进来 此时的张荣 双眼通红 很明显 也哭了很久 头发乱糟糟的 一脸的浮肿 显然呢 没有休息好 这几天 她都处在 极度的煎熬之中 若不是陆启正 主动承担了 旅途的费用 她呀 连东海省都来不了 下岗之工 家里早已经 一贫如洗了 张荣 红着眼冲进来 直冲到王维的面前 不管三七二十一 扑通一声 就给王维跪了下去 重重的磕头 王水啊 王水我求求你啊 救救我女儿 求求你了 我给你磕头啊 磕响头啊 张叔叔 这怎么回事啊 先起来 先起来 王维啊 我听说 你们明天就回去了 是不是这样啊 真要是这样 我就跪死在这里 不起来啊 张叔叔 你先起来 一切好商量 不是我们不救张兵 关键是呢 现在没有线索 只要有了线索 我保证 肯定第一时间 去解救他 好不好 有线索 有线索 王维 有线索了 小婷说 他们把我家冰冰 卖到隔壁那个 那个白木县去了 小婷说的 小婷 你说说 张兵的情况 是怎么回事 冰冰 冰冰被他们 卖到白木县去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确定 我 我不能确定 我就是听他们 聊天的时候说的 他们说 说隔壁 白木县那边 也有人要户 就商量 把冰冰卖到白木县去 具体卖到白木县 哪个乡哪个村 知道吗 不知道 他们没说 警察同志 求救你们 一定要救冰冰 冰冰都好可怜 婷婷 婷婷 别哭了 别哭了 警察一定会救冰冰的 让孩子 别哭了 王瑟儿啊 你看 我没有撒谎吧 白木县就在隔壁翻过一座山就到了 求求你 一定要救我家冰冰啊 王瑟 不由得苦笑了起来 他该怎么给张荣解释啊 稍微有一点行真常识的人就知道 这个所谓的线索 简直是毫无价值啊 白木县那么大 上千平方公里的辖区 数十万民众 怎么去查找一个被拐卖的姑娘啊 难不成人家还会给张冰去派出所报户口 就这么跑到白木县公安局去请求协助 肯定会被白木的同行笑死啊 这个已经不是开玩笑了 这呢 是在消遣人家白木警方啊 只不过 这条线索 已然是张荣手中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 王瑟要是跟他实话实说 怕是他真的受不了 陆小婷被成功解救了出来 以及陆小婷被解救时的惨状 对张荣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任何否定的说法 都会对他造成难以承受的打击 但是王瑟有这个顾虑 其他人却未必能够想得到 老张 这不是开玩笑吗 就这样去人家白木那边请求协助 会直接被赶出来的 三大队大队长周世豪 很不以为然的说道 他能理解张荣的心情 但是破案这玩意儿 得讲科学 不是凭着主观就能破案的 不是啊 周大队啊 我们可以请东海省公安厅的领导帮忙啊 请五红市公安局的领导帮忙 难道就不能请山岳省公安厅的领导帮帮忙吗 张荣同志 你好 我叫洪峰 我们呢 能理解你的心情 一直默不作声的洪峰 开口了 会议室里各种乱糟糟的声音 顿时就消失不见 变得鸦雀无声 但是 单纯凭这一点线索 是找不到人的 不过你放心 只要张兵没有找到 没有被解救出来 专案组就不会撤 一直都会侦查这个案子 只要一有线索 马上就去救人 洪峰啊 不能这样啊 专案组不能全部都走啊 至少也要留下一两个去白木县走一趟吧 就留下王所长和白大队长可以吗 洪峰 张荣可怜兮兮的说道 在张荣看来 只有这俩是在认真的办案子 洪峰呢 摇摇头 没再说什么 以他的身份 这样的常识性问题 他只会给张荣解释一遍 不能反反复复的唠叨 至于张荣听不听 那是他的事 专案组不会因为张荣的反对 而改变形成 张荣还想再说 门口传来一阵爽朗的哈哈大笑声 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 中有国副局长和明山县局曹局长 等东海省同行走了进来 洪峰还在开会呢 要我说啊 意思意思得了 年轻人啊不容易 要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 当时那个情况 不要说他们年轻气盛 就算是我 也忍不住想掏枪了 以前崩了陈阿祥那个王八犊子 主要还是给他们提个醒 敲个警钟 不然呢迟早闯祸 放心放心 闯不了祸 要我说啊 这俩小家伙比我们年轻时候厉害 心里有数着呢 知道怎么控制好底线 我们呀还是要给年轻人更多的空间 不要压制的太厉害了 老侯 我跟你说明天不着急走啊 咱们再喝顿酒 也算是个庆功宴吧 给你们送行 谢谢老仲 好一心灵 酒呢就不喝了吧 家里事多 等着回去呢 下回你去我们天南 我保证陪你喝个痛快 陪好陪倒 不行不行 哪能就这么走了 多待一天多待一天 就一天 耽搁不了多少事 这顿酒肯定要喝 不然啊 嫌得我们东海的同志 太不够意思 老侯啊 实话跟你说 明天这庆功宴 还不是给你摆的 主要是靠楼靠廊 两个小同志 灵机应变 好样的 钟局长啊 你们和白木县是邻居 能不能麻烦你 给白木县公安局打个招呼 我女儿被拐卖到白木县去了 请他们帮忙找找啊 老张啊 你开玩笑的吧 我们跟白木虽然是邻居 可这关系 一直都不怎么样 相当紧张 他们那边才是真正的深山老林 一点都不讲道理 不要说你们天南的同志 过去会吃闭门羹 就算我们武侯的同志过去 也一样没什么好脸色 如果你女儿确实被拐卖到了那边 我跟你说啊 那就真的有难度了 他们的配合度比我们可是差远了 老张啊 要是能有具体的地址 你们审厅又愿意出面协调的话 还是有机会的 你也不要太着急 案子总是要破的吧 张叔叔 你也不要太担心了 你要相信我们所长 既然有了线索 他一定会认真去查的 只要一查到确切的消息 马上就向市局向省厅汇报 请求协调 你放心 张冰肯定的救出来 白大队 当时那情况你怎么想到拔枪的 批评会开完呢 各回各的房间 程雪和白娇娇住在一间房间 严青梅积压在明山县看守所 等回程的时候 把他一起带回去 一回到房间呢 程雪就迫不及待地问 有点好奇 也有点郁闷 这么精彩的一幕 自己居然不在场 完美错过了 简直不能忍 千里同行 两个人呢 年纪差不远 又在同一个系统 还都是女刑警 照理来说呀 两个人之间很容易亲近 换一个人 哪怕老早就改叫什么娇娇姐了 这个白大队啊 当然是个例外 程雪自己不改口 白娇娇永远都不会主动地要求 他叫什么娇娇姐 反过来呀 白娇娇不主动开口 程雪也绝不敢随便叫出那声姐 他们太欺负人了 也就你有这个胆量了 换我不知道敢不敢拔枪 对了 还有咱们所长 他竟然直接开枪 他不该开枪 为什么 会影响他的前程 那你自己又不怕影响前程 我和他不一样 他是男的 男的怎么了 时代不同了 男女都一样 白大队 咱们所长这是在跟你讲义气呢 他看到你拔枪了 不想让你一个人担这个责任 白大队 大家都说 大家都说 我们所长喜欢你 是不是真的 他不能喜欢我吗 事情没你想得那么复杂 早点睡吧 这几天 大家都辛苦了 不是 那啥 白大队 你们 你们是真的 真的假的 有什么要紧 除非 你喜欢他 那 那我不去给他洗衣服了 喜欢一个男人 就要给他洗衣服啊 那你以前给他洗过吗 成雪 羞红了脸 翻身 就扑在自己的床上 将红彤彤的小脸 深深的埋进被褥之中 再不看白娇娇一眼了 白娇娇轻轻的摇头 也不去理他 静止进了卫生间 洗漱去了 说实在的 今天还是真的有点累了 次日中午 剑行宴在明山宾馆小餐厅举行 不但有公安系统的同志 明山县委县政府的 主要领导同志 也都到了 大家对天南来的同志 都很客气 其实大家心里明镜 明山县这些领导 是借这个机会 给钟局长道歉来了 堂堂市公安局副局长 亲自出马解救一名被拐妇女 在明山县的一个村 差点被村民给围攻了 简直就是个笑话 最搞的是 钟友国还是原任 明山县的公安局长 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 差点出个大洋相 你们县委县政府 平时是怎么给下边的干部 做思想教育工作的呀 近交出些 这样蛮横不讲理 时时刻刻和上级组织 对着干的家伙 难堪不难堪呢 中副局长受了委屈 最重要的是 天南来的同志里面 有两名党报记者 这个事 要不是人家把天南的同志 给安抚好了 岂止是中副局长 丢点面子那么简单呢 搞不好大家全得丢面子 甚至丢帽子 所以席间呢 明山县主要领导都纷纷地表态 一定会严惩陈阿祥 严惩慈案中 其他嫌疑犯罪的人员 绝不包庇纵容 明山领导这个话呢 还是可信的 陈阿祥又不是什么 有大靠山的厉害角色 就是个山村土皇帝 这回啊 彻底惹火了上级领导 收拾他乃是理所当然 这样的家伙不处理 将来大家都有样学样 那还得了吗 天南同志打定主意 笑脸相迎 不住的点头称是 涉及到具体的问题 一律不表态 说实话 东海的同志能做到这样 就已经很好了 超出了天南同志当初的预料 至于说的老根水村 村民的围攻 也不是名山一地的特色 完全可以理解 渐行宴 尽欢而散 宴后 专案组出发 前往五红市 准备从五红市 搭乘火车回天南 足足三四十个小时的行程 陆启正一家三口 还是直接搭飞机回去 对女儿的情况 陆启正两口子始终不放心 决定啊 尽早回到云都 在省人民医院 好好给陆小婷 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到时候啊 这些都是给陈阿根 严青梅等人 定罪量刑的依据 严青梅 自然要押回边城 陈阿根 也被押往边城 虽然陈阿根 收买人口的犯罪地点 是在东海省 但是 本案的案发地 却是在边城市 全案的管辖权 还是在边城 陈阿根呢 自然要被一起 押回边城去 其实这样的案子 在实际处理的过程当中 像陈阿根这种 涉嫌收买人口 和涉嫌强奸的 犯罪嫌疑人 往往都是留在 当地另案处理 毕竟两个地方呢 相隔太远了 调查取证什么的 都不那么方便 不过这一次 在陆启正的坚持要求下 陈阿根 也被押回天南去 等待这个法盲的 肯定是法律的严惩 而张荣 则独自一个人 去了白木县 在确定专案组 一定会回天南 王维和白娇娇 也绝不会留下来的前提下 张荣 决定独自前往 一山之隔的白木县 向当地的公安机关求助 尽管明知道 不会有什么效果 却谁都拦不住他 张荣心里憋着一股气呢 你们都不管 那我自己管 自己的女儿 死也要找到他 回到了边城 王维的心情 比较沉重 丝毫都没有成就感 当众明枪示警的事 批评一顿也就过去了 最终呢 并没有真的 给他什么处分 当然了 专案组的人 也不会刻意去宣扬这件事 王维不担心什么处分 没找到张冰的下落 张荣独自一个人 前往白木县 才是他心情沉重的 主要原因 所里的工作再忙 也冲淡不了 他对这个案子的关心 这一天呢 白娇娇直接把电话 拿到了他的手机上 开一口就问 管卖张冰的人 犯的陈海峡和老水 找到没有 正在找 已经有线索了 基本上可以确定 他们的真实身份 不过都没在边城 已经安排人手盯着了 只要他们一冒头 就能逮住他们 王维在自己的刑警队中 也成立了专案组 张芳直接负责 就是盯住老水和陈海峡 老水啊 真名古勇兵 之所以得了个老水的外号 这家伙呢 以前经常走私水货 所以呢 被熟悉的人 称之为老水 现在得到的消息是 他和陈海峡是情人关系 两个人都已婚 都有各自的家庭 因为拐卖人口 这个共同事业 他俩走到了一起 狗男女 干柴烈火 整日腻着 生怕被自己家人干涉 所幸呢 长期在外不归家 这就令得抓捕 他们的难度 变得非常大 电话那头 沉默了一下说道 给我买个手机 好 王维想都没想 一口答应 九七年的时候 手机绝对是稀罕东西 只有主要领导和大老板 才用得起 一般的生意人 有个BB机也就很洋气了 公安局办经费紧张的要命 只有几位主要领导和支队领导 才配了手机 自然是为了工作需要 一般的警察 谁用得起这个 但是作为另一个时空的来客 王维却觉得 没有手机是真不方便 更何况 还是刑警没手机 简直不可思议 他来到这个时空快一年了 都还没有完全适应 周边大多数人 没有手机的情况 联系毫不方便 整个重案大队 都没谁有手机 半个小时后 王维开着微型面包车 出现在市局 重案大队办公室门口 白娇娇正对着一份卷宗 发呆呢 显然在苦苦的沉思 想要找到什么线索 但是王维还没有走到他的身边 白大队就已经警惕地抬起头来 优秀的刑警 似乎都能这么一心二用 随时保持着应有的警觉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说要去买手机吗 你给我买了送过来就是了 现在手机型号多了去了 还得你自己去挑 走吧 我车都已经开过来了 你自己买台车吧 别老是用公家的车 反正你现在有钱 得 你说了算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车型啊 轿车还是越野车 你自己的车 主要看你自己喜欢什么款式了 要是我 那还是越野车比较好 咱们编程这地形 太多的地方小车是不能去的 行 那就是越野车 说的你以后不用我的车是呢 我当然要用 白娇娇啊 瞪了他一眼 很理所当然的说道 王锁呢 无话可说 物交损友就是这个下场 他早就料到了 他们去的是爱家超市 米兰这个爱家超市的生意呢 越发的红火了 不单节假日人山人海 平时也忙得要命 这种新奇的零售模式呢 对编程传统的零售业 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第二家爱家超市 正在紧锣密鼓的装修之中 再过个两三个月 就能正式开业了 米兰接受了王维的建议 准备搞一个超大型的城市广场 但是城市广场要求的资金太大 米兰压根就吞不下去 故此呢 是以唐氏集团公司的名义搞的 联合了好几个大股东 而规模相对较小的单一超市 米兰倒是吃着下 和他的那几个合伙人 将第一家爱家超市赚的钱 全都砸进去 再添一点 就足够开连锁了 既然这超市这么赚钱 没理由不做大做强啊 生意人 都有着极其独到的眼界 和赚钱的天赋 像王维这样 凭着脑海中记忆赚钱的 毕竟只能读此一家 没办法复制 一走进爱家超市 王维就贼兮兮的伸手 去抓白娇娇的小手 不是那种装作无意间的触碰啊 而是直接去拉手 胆子好大 白娇娇猛的站住了脚步 疑惑的看了他一眼 正是这疑惑的目光 让王索尔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白娇娇无辜的眼神 让脸皮厚得跟城墙一样的王二哥脑海中忽然冒出了后世的一句网络名言 我把你当朋友 你却一直想睡我 这一刻 王二哥意识到自己确实很无耻 自从和白娇娇米兰成为闺蜜之后 王二哥心里就一直萦绕着这样无耻的念头 男人的本性 难道老子还真能和两个女人做闺蜜不成 何况这两个女人都还漂亮的不像话 不得寸进尺怎么对得起自己啊 王维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什么正人君子 呃 那个啥 咱们是不是应该演习一下 呃 这个啊 呃 就是在人多的场合扮演情侣 你知道啊 这种情况总是会有可能发生的 王二哥啊 前所未有的口吃了起来 饶是王二哥脸皮厚得不像话 这一档口呢 也忍不住这个两个脸要红彤彤的 特别尴尬 应该说啊 王维对自己的应变能力还是很赞的 一时三刻 就找到了这样高大上的理由来演示 哥这辈子就靠机智活着了 哼 一般我很少执行这种任务 那是那是 谁叫你这么漂亮呢 王维一边给白大队找理由 一边不露痕迹的拉开距离 像白娇娇这样漂亮的不像话的女刑警啊 确实不适合在公共场合 呃 与人扮演情侣 回头率太高了 太吸引人的目光 很容易被犯罪嫌疑人识破的呀 领导一般不会这么安排任务 就好像现在 他们都还没拉手 没扮演 就已经有不少人在偷偷的撇过来了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不过王维最终没能躲开 就在他特别尴尬的时候 白娇娇忽然就挽住了他的胳膊 嗯 那试试吧 演习一下也好 白大队淡然的说道 语气还是那么的波澜不惊 王锁啊 很没志气的 吓得不敢动了 鼻端闻着年轻姑娘特有的幽香 王维只觉得脑子一片空白 这个跟他主动去拉白娇娇的手 完全不一样 主动出手 王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不管是白娇娇默默接受 还是愤而甩开他 只要白大队不是直接甩他一巴掌 这么剧烈的反应啊 王锁都有应对预案 结果呢 完全不按板门眼呢 直接把王锁给弄懵了 整个人都是一个大写的懵逼 幸福来的太突然了 难道王锁不应该犯一会晕吗 最关键的是 王锁没办法判断 这个白大队这个动作 到底是赞同他的意见 和他扮演一下情侣 还是说有别的意思 别的事情可以搞错 这个是万万搞错不得的呀 一旦搞错了 会有大大的不便 走啊 白大队啊 倒是比王锁镇定的很多 挽着他的胳膊 也像是那么回事 这得感谢他俩都是刑警 平时呢 不用按照要求 必须穿制服上班 如果穿着警服 在公共场合这样挽着胳膊 那就太前眼了 搞不好啊 得挨处分 王锁额头上开始冒汗了 脚下这个虚拂 机械的跟着白大队的步子 往前走啊走啊走 我去 追女神的滋味 原来是这样的 王锁这才发现 自己在另一个时空的42年 真是白过了 连这种刺激都没有品尝过 那是真刺激啊 因为他俩都没有想到 就这么逛个街 扮演一回情侣 还能碰到熟人 而且碰到的是 熟到不能再熟的人 米兰米总 这就晚上熟了 小两口这是逛街还是演戏啊 这回啊 两个人真的谁都没有注意到 米总已经到了他们俩的背后 被杀了一个措手不及 米总直接就趴过来 双手一张 就扒在了两个人的肩膀上 王维可以清晰的感觉到 一团温热的柔软压迫在自己的背上 当然米兰主要还是压在白娇娇的身上 毕竟是公共场合 众目睽睽之下 还是要注意这个避嫌 这个超市啊 认识米总的人可不在少数 不少人都知道 米总是唐总的老婆 要是这么不管不顾的压在王索身上啊 王索啊 恐怕就不得不面临和唐总决斗的结局了 他的卧底任务也注定要砸锅了 王索差点没下出心脏病了 这幸福不再来的突然 而且还层层的加码 让王索的小心肝一时之间 哪里适应得了啊 别闹 我说王索白大队 你俩真是不够朋友啊 这都好上了也不跟我支一声 我跟你们庆祝庆祝啊 是不是 连我都瞒着 有意思吗 是这样的啊米总 你来的正好 那个白大队呢 想买个手机 你给参谋参谋 行啊王索 好本事 咱叫娇娇 这么多年都没人能够靠近她 你这不声不响呢 就给办了 你牛啊 小女子佩服 哎 米总米总 话可千万不能这么说 什么叫 叫那啥 是吧 不能这么说 不能这么说啊 哎 王索 行行 哈拉子老长了 哎 米总 咱们矜持点好吗 注意影响 注意影响啊 面对醋意 星波的米总 王索呢 全无还手之力 只有勉强的招架之功 而且眼看着就要招架不住了 周围不知道多少眼神奇刷刷的朝他这边刷刷过来 两个大美女他也忍住目了 这样漂亮的女孩平时连见一个都男 哎 更别说一口气看到两个 好像呢 还都在围着一个男的转 如果目光能杀人呢 王索恐怕已经千窗百孔了 被杀了无数回了 就在王索打引号的苦苦哀求之时 白娇娇用最简单直接的办法 终结了米兰的杀招 白大队甩开他俩 大步的向手机柜台走去 这样一来 米兰就没有办法再趴在王维背上了 没有了白娇娇这个最大的掩体 米总还真的没有理由 在大庭广众之下和王维腻在一起 让你闹 姐不理你了 米兰呢 只好收起这个杀招 朝王维嘻嘻一笑 大步跟了上去 反正就是不能让你俩在我面前 手拉手秀恩爱 当我透明不存在呀 97年那会儿啊 手机可不是大路货 没有专业的手机市场 更不会摆在路边的地摊上 那会儿啊 多数地方都只能去 移动公司的营业厅买手机 买手机 上户都在一个地方完成 后来呢 是移动公司 发现爱家超市生意太好了 人流量太大 才将手机柜台直接给设过来了 借此啊 拓展手机的销路 其实那会儿呢 手机销售本身的利润 还远不如什么 充画费的利润那么高 当时的手机啊 可是双向收费 甚至呢 还按通话距离的远近 分段收费 画费贵得离谱 很多人之所以忘手机形态 就是因为买得起用不起 现在 诺大的爱家超市 也就只有东边这边 有一个手机柜台 还冷冷清清的 没几个人去看 根本就很少有人用得起 有什么好看的呀 越看越觉得自己穷 开心吗 手机柜台不大 专柜里展示的手机 款式也不太多 反正就是 西门子 爱里希 摩托罗拉诺基亚 这几个品牌 国产手机 连影子都还没有呢 买这款 摩托罗拉掌中宝 漂亮 现在大多数女的 都用这款 嗯 是我呢 就选诺基亚 为什么啊 诺基亚那么难看 诺基亚本来就不是靠外观取胜的 关键时刻呀 这玩意能当砖头使 用来砸人脑袋呀 那效果绝对是杠杠的 不比枪柄差 不是吧 真有那么夸张 嗯 王爽 嗯 这算不算定情信物啊 不 你俩这样了 将来咱们还能一起吃火锅包饺子吗 不 等等 收记 收记 喂 喂 老大 抓到了 抓到了 谁抓到了 老水抓到了 还有深海侠 都抓到了 看到王维和白娇娇 忽然化身神形侠 以最快的速度 在自己面前消失的无影无踪 米兰呢 又是好笑又是好气 望着两个人飞速消失的背影 不由得轻轻的摇头 难道我也要去当警察 自言自语的 说了一句话 似乎啊 只有当警察 才和王维有共同的语言 米兰再也想不到 自己认识王维在先 却让白娇娇 进水楼台先得月 这就是有共同语言的优势 当然了 此时此刻的王维和白娇娇 谁都没有时间 去猜米兰心里想的是什么 所有的心思 全都落在案子上了 总算是有消息了 警车飞速开到派出所 张芳已经把两个犯罪嫌疑人 带回了所里 见到老大和白大队连妹而来 张三哥立即得意洋洋的上前 狠狠的把自己夸了一番 眼睛的余光却只在白大队的脸上 瞄来瞄去 张三哥心里有个直觉 总觉得以冷艳著称的白大队 快要靠不住了 恐怕迟早有一天 要成为他的大嫂 那个时候再盯着看就忒不礼貌了 趁着现在 他们还没挑明关系 多看一回算一回 这么漂亮的景花 真是养眼啊 至于王维和白娇娇之间的年龄差距 直接被张芳给无视了 在张芳看来白娇娇的漂亮足以抹平任何年龄差距 长得那么好看 谁还去在乎什么年龄啊 再说本来也没大太多 老大的就是牛 不但破案有本事 这个泡妞的本事更强 对张芳龌龊的小心思 王维理得不理 静止就向审讯室走过去了 先审的陈寒霞 这一点 王维和白娇娇的意见完全一致 几乎都不用沟通 这是常识 审讯疑犯 一般都是从比较容易突破的对象入手 根据颜青梅的交代 外号老水的古勇兵 是他们这个临时团伙的首领 这家伙经验丰富 而且心狠手辣 人贩子团伙中的其他人都怕他 只要有他在 就理所当然以他为首 这样的人 一般都有应对警察的经验 很难轻轻松松的 从他嘴里掏出什么东西来 相对来说 审讯陈海霞的难度就要低得很多 根据颜青梅说 陈海霞文化程度偏低 几乎就是个半文盲 但是人呢 长得还算漂亮 特别的虚荣爱打扮 喜欢吃好吃的东西 还没有入伙前 就被古勇兵勾搭到手 成了老水的情妇 这样的人呢 心理素质通常都不怎么好 心理防线比较容易突破 柿子肯定捡软的捏 只要弄到陈海霞的口供 古勇兵的防线也就守不住了 团伙案 选择性突破 历来是惯用招数 当然 王伟也并没有打算 就这样让老水闲着 审讯陈海霞之前 吩咐了张芳几句 让他先带人去审古勇兵 不管他招不招 也不管他招什么 先给他上点手段 让他知道知道厉害 和这种老奸巨华的 惯犯打交道 你就得比他更狠 你不给他点颜色看看 他还以为你是菜鸟 好糊弄 这种人 这种人 就得先打掉他的威风 打掉他的侥幸心理 明明白白的告诉他 你招不招 老子不在乎 老子就是要修理你 这些家伙 就怕这个 等张芳修理的差不多了 再把陈海霞的口供 给他露那么一点 不怕他不说实话 陈海霞呀 大约三十来岁 长得呢 确实比较周正 和许多普通的家庭妇女不同 此人果然是很爱打扮 脸上涂脂抹粉 描眉涂唇 搞得十足 像个摩登女郎 倒是人贩子团伙的标配啊 一个标准配置的人贩子团伙 既要有古勇冰这样的大哥 也要有颜青梅那样 看上去老实本分的家庭主妇 还得有像陈海霞这种的摩登女郎 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人贩子团伙 都能找到合适的人选 去进行针对性的工作 不过此时此刻的陈海霞 显得十分的惊慌不安 勾着脑袋 时不时的以眼睛的余光 撇一下王维和白娇娇 又飞快的低下头去 饶是如此 在看到白娇娇的瞬间 陈海霞眼里 还是极快的闪过了 一抹惊讶和嫉妒之色 显然呢 他也没有想到 这样漂亮的大美女 居然是个警察 陈海霞 我问你个问题 王维进门之后啊 也不做 更没有一本正经的询问 什么姓名 地址之类的 而是直接走到陈海霞面前 居高临下的打量着他 满脸令人心中 坠坠不安的坏笑 陈海霞呀 不高 身材娇小玲珑 他坐着 他坐着王维站着 本身就能给他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感觉上 不管这个高大的男人 想要把他怎么样 他都没有办法抗拒 只能默默的承受 这个时候的女人 总是特别的无助 心里也就特别的脆弱 更何况 王维那种 我早就看穿了你的眼神 尤其令人紧张 这男人邪性 实话说 女人最怕的 就是这种男人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他心里在想什么 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 他下一步会怎么走 永远都不知道 他会用什么方法 来对付你 来折磨你 未知才是最大的恐惧 陈海霞 抬头 陈海霞 坐过牢没有啊 没有没有 好 那么恭喜你 你这次要坐牢了 现在问第二个问题啊 你知道绑架拐卖 妇女儿童 要坐多久的牢吗 几年 还是十几年 还是无期徒刑啊 还是 死刑啊 不不不 我不要坐牢 不不要坐牢 你们想知道什么 我都说 我都说 这一下 轮到王维和白娇娇吃惊了 两个人对视一眼 都有点不敢置信 虽然早就知道陈海霞的心理防线不稳 突破不是难事 但也没料到竟然如此的顺利啊 王维本来准备了一套组合拳呢 谁知道刚打出去一拳人家就趴下了 也好 省力 陈海霞招供的情况啊 基本上和颜青梅 以及陆小婷说的差不多 袁小姐晚上 陆小婷和张冰被颜青梅哄骗之后 带到了老水面前 老水一眼就看中了张冰 张冰啊 比较漂亮 这一点 是专案组都公认的 论家庭条件 那当然是陆小婷要好得多了 但是论身材长相 却是张冰更出众 从照片上就可以看到出来 张冰五官秀美 身材虽然娇小 却曲线玲珑 十分的诱人 老水喜欢长得好看的姑娘 那谷永斌 有没有强奸张冰 没有没有 谷永斌就这么听你的话 我跟他说 没破身的姑娘能卖个好价钱 我去 而且这姑娘性子很烈 反抗得特别厉害 我们一路都给她喂药 我怕万一 她要是自杀 那就亏大了 所以一直都劝着她的 让她不要乱来 等会儿 你们把张冰卖到哪儿去了 白木县 山岳省的白木县 谷永斌啊 是个坏人 是那种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坏人 此人外在的形象 不算多矮小 也不算多难看 但是那种深入骨髓的邪气和脾气 却时时刻刻都向人昭示着 他就是个坏人 王伟给人的印象呢 也是个痞子 不过呢 也仅此而已 王伟骨子里头透出来的那股正气 绝不是真正的街头痞子 能够模仿得出来的 真正有阅历的人 都能透过现象看本质 像洪峰 韩明正这些人 就不会被王伟吊儿郎当的外表所迷惑 王伟和白娇娇进门的时候 谷永斌斜的歪在椅子里 满脸的疲惫之色 嘴角却总是抹着那么一股邪笑 歪着眼睛 一副 我是流氓 我怕谁的无来模样 但是 这副故作镇定的样子 根本就骗不了王伟 这么多年了 在王伟眼前过过的坏家伙 没有一千 也得有八百 形形色色 哪一种人啊 王伟没见过呀 古永斌远远谈不上是道往最深的 可能和严青梅 陈海霞这些人比啊 他算是个厉害角色 在王伟眼里呢 不过如此 基本上 陈海霞把所有的全给撂了 王伟和白娇娇过来 只要从古永斌嘴里 掏出最后的最关键的信息 张兵到底被卖到了 白木县的哪个乡哪个村 陈海霞呀 是个半文盲 在外边跑的时候 基本上依赖古永斌 他呀 只知道个大地点 就是白木县 他们确定无疑 是在白木县把张兵给卖了 具体是哪个乡镇 哪个村庄啊 陈海霞却是俩眼一摸黑 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老水知道 不管王伟和白娇娇怎么问啊 他翻来覆去就是这句话 王伟和白娇娇 确定无法从他的嘴里 获得更多有用的信息 便过来这边了 看来啊 张芳很坚定的执行了王所的命令 好好地给古永斌上了些手段 古永斌脸上的深深的疲倦之意 绝不是装出来的 张芳虽然从警时间没有多长 但是做联防队员的时间却不太短 实话说呀 轮到手段的厉害 有些正式民警还真就比不上联防队员 联防队员从来都不规范 许多厉害手段 就是他们给想出来的 这个古永斌啊 在张三哥面前这个装大叉 张三哥不好好收拾收拾他 那以后还怎么带兵啊 现在的张芳啊 可再也不是联防队员了 而是正儿八经的刑警中队副队长 手下兄弟好几个呢 不拿出点真本事来 那帮家伙也不是好糊弄的呀 王维一进门 古永斌心里就咯噔一声直沉下去了 这是个狠角色呀 古永斌凭直觉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不必问为什么 这就是老江湖的直觉 当王维的眼神淡淡地扫过来的时候 古永斌依旧还是斜斜地歪在椅子里 浑身每一个寒毛 却都立了起来 精神瞬间就绷紧了 以至于啊 这样好色的家伙 居然对美丽的白娇娇视而不见 就像草原上的猛兽 当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压根就不可能去关注异性 古永斌 跟你说个事啊 陆小婷我们已经给救出来了 就前些天 在东海省明山县西关乡老根水村救出来的 不但救出了陆小婷 还抓住了那个收买他的老官官陈阿根 如今呢 就关在咱们边城开守所 估摸着啊 最少也得判个三五年呢 这个陆小婷的老爸你知道是谁吗 陆启政 就是云都都很有名的那个大老板 傻了吧 觉得亏大了吧 哎呀 人家可是千万富豪啊 警官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想知道张斌去哪里了是吧 只有我知道 陈海霞那个蠢婆娘 在外边东南西北都分不清的 你问他呀 没有 对 陈海霞是不知道 他也说了只有你知道 所以呢 你先再告诉我吧 警官 告诉你呢 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有什么好处啊 我去 你想要什么好处呢 警官啊 我想不起来了 我这个人呢 就不能紧张 一紧张就忘事 要不这样吧 你呢 给我一包烟 我抽几只 好好地想一想 也许就能想起来了 是不是啊 嘿嘿嘿 古永冰啊 就这么点水平 还敢跟我玩心理战术 这么着吧 我告诉你啊 这个案子你绕不过去 这不是我们派出所在办 是省厅和市局在办这个案子 上次呢 去东海救人 省厅刀副主任 市局红局长 原支队 周大队 白大队都去了 东海那边呢 省厅 五红市局都出了面 五红市局的 中有国副局长 明山县局的曹局长 全部出动 天南日报去了两名记者 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 代表着 这个案子非破不可 不破 我交不了差 我们洪誉所交不了差 分局交不了差 市局也交不了差 甚至省厅都交不了差 你觉得你能扛多久啊 看来你还是不清醒 是吧 没事 我有的是时间慢慢跟你玩 你不招 每晚做噩梦的是你 绝对不是我 张峰啊 好好招呼谷先生 啊 他今天晚上不招 就招呼他一个晚上 明天再不招 就招呼他一个白天 明天晚上要是再不招 就再招呼他一个晚上 总之呢 安排好人手 轮流给我招呼谷先生 陪他慢慢的玩 直到他哪天想明白了为止 这个古勇兵啊 扛了一天一夜 他呢 也想试试 这位年轻警官说的话呢 到底是真的呢 还是吓唬他 光辉嘴上发狠的年轻人啊 他也见多了 虽然他第一眼看见王维就觉得这是一个厉害角色 却也怕自己看走眼 毕竟啊 王维太年轻了 为此呢 古勇兵白白的多吃了一天一夜的苦头 这一天一夜间呢 王维和白娇娇压根就没有再露过面 很沉的主气 一直呢 就是张芳带着几名刑警中队的兄弟们 在招呼谷先生 那个愣头愣脑的张队啊 算是见多识广了 自诩为老江湖的老水 见识到了这个基层人民警察的厉害 收拾他那是毫不手软 24个小时过后 古勇兵扛不住了 咬着牙 交代了张兵被拐卖去的具体地址 然后倒头就睡 雷打都不动 任谁被熬了这么长的时间 都这德行 白木县 龙山镇 龙水村 简思军 看着卷宗上的地址和人名 王维轻轻地点了点头 好了 有了这么详细的地址 还有姓名 接下来就可以安排解救行动了 按照规定 王维向专案组组长 副组长做了汇报 实际上 他自己就是这个专案组的副组长 不过谁都不会把这个当真的 在公安系统内部 论资排辈尤其的要紧 除非你职务更高 不然的话 小子辈就是小子辈 专案组内部呢 王维除了能指挥得动成学 其他人呢 都可以对他指手画脚 更何况 专案组组长是洪峰啊 另外两名副组长是袁怀英和周世豪 无论职务还是资历 都远远不是王维能比得上的 接到王维的汇报 连洪峰都有点意外 不得不说啊 这小子还真是原服务将 这样的案子 实话实说 和承办民警的水平呢 没有多大的关系 主要是看运气 比如这回啊 要不是老水和陈海霞 忽然回到边城 刚好被张芳给逮到 哪怕王维本事再大 也得一直就这么等着 抓不到老水和陈海霞 就不知道张冰被拐卖到哪去了 也就没有办法着手去解救 现在啊 抓到了 也不见得什么难题都解决了呀 相反 更大的难题还在后头 洪峰倒是没说什么 以他的身份地位 一般也不会就具体的案子 来发表什么指示 之所以他会成为陆小婷 张冰绑架案 拐卖专案组的组长 完全是给省副秘书长面子 给省厅李总对面子 向省领导和陆总证明 边城市公安局对此案的重视程度 不然的话 这样的拐卖案在边城 一年都不知道会发生过多少起 每一起拐卖案 都要市局主管行侦和禁毒的 资深副局长亲自挂帅 那洪峰就算是把自己给撕成了八片 那也忙不过来啊 对洪峰来说 陆小婷被救出来的那一刻 他这个专案组的组长 就已经是完成任务了 接下来的工作就该是王伟去完成 实际情况就是 很多类似的案子 接下来就不了了之了 谁都不会再去认真去蹲守 去二十四小时 等着老水和陈海峡露面 基层派出所警力呢 更紧张 再抽不出那么多的人手来蹲守 比如说啊 洪玉派出所 连正式民警 临时民警 联防队员 治安员加在一起 林林总总 得有五六十号人 那算是大所了 一般下面的县 除了城关镇派出所之外 其他乡镇派出所 不可能有这样的规模 看上去呢 洪玉所人不少 但是要管的事啊 也更多 辖区内十几万的人口 其中不但有城区 也有城乡结合部 还有扎扎扎实实的乡村 每天发生的大大小小的矛盾纠纷 都得靠这五六十号人来处理 这其中啊 还要去掉那些 不出任务的内勤人员和户籍人员 真正能出外勤的 不过四十来个人 每天跑到派出所来报案 来纠缠的不知道有多少 那么多的案子 那么多的矛盾纠纷要处理 派出所每个人的腿都跑戏了 时不时 上边还要从派出所抽掉人手 去参加别的任务 比如说维稳呢 对派出所来说啊 维稳是压倒一切的任务 说真的 谁有时间为了一个拐卖案 天天蹲守啊 更何况 被拐卖的女孩还不是边城人 是云都人 也就是王维下了狠心 要给张荣一个交代 不然这样子 不会有人管了 以后看运气 如果因为别的案子凑巧 抓到了老水和陈海霞了 或许呢 会把这个事给带出来 不过到那个时候啊 张冰恐怕连孩子都生下两三个了 就算这边去营救 他是不是舍得抛下孩子 一个人回云都 那都还两说呢 袁怀英和王维多说了几句 说实话 袁支队 差不多已经把这个案子给忘了 堂堂一个市局刑侦支队长 他每天有多少事情要忙啊 陆小婷 张冰绑架拐卖案 在袁怀英心目当中啊 重要性连三等都算不上 以市局刑侦队长的眼光来看 一等的重要案子 当然是在全市范围内 造成重大影响的恶劣案件 比如通远县金融社 抢劫杀人案 这是必须要全力侦破的 还有就是上级领导都办的案子 二等重要的案子 有些影响的杀人案 或者其他影响恶劣的案子 陆小婷张冰绑架拐卖案 社会上没有造成任何的不良影响 几乎都没有人知道 这么一个案子的发生 如果不是因为陆启正的原因 边城市局哪会插手啊 更不用说成立以副局长为首的专案组了 和轰锋一样 救出了陆小婷 对袁怀英来说 这个案子也就结束了 现在王维告诉他 找到了张冰的下落 袁怀英直接了当的对王维说道 你们所里有经费吧 有经费的话 你们去一趟山岳 对袁怀英这个话 王维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他毕竟是在刑警支队 待了这么多年的老油条 对刑警支队办案经费的紧张 可谓是门清 上次去东海解救陆小婷 已经花去了刑警支队的一大笔经费 估摸着袁支队现在都头疼 不知道该怎么补这大窟窿呢 八个人坐飞机去东海 我的个天哪 这得多奢侈啊 现如今 袁支队恐怕就在等着 陆启正的赞助款到位了 不然呢 他还得为补这个窟窿 劳神费力 这笔钱呢 局里只能补他一小部分 大头还得是他们刑侦支队出 所以呢 这次去山岳解救张冰 刑警支队是百分之百的指望不上了 袁怀英不是没有责任感 也不是没有正义感 是没钱呢 王伟也没指望刑警支队 他已经做好了自力更生的心理准备 市局刑警支队没有办案经费 指望下边派出所刑警中队出钱 这话听得很古怪啊 实际上并不离谱 刑警支队的经费 主要靠上面拨款 毕竟堂堂的刑警 毕竟堂堂的市局刑警支队 也不可能像下面什么区局县局的刑警大队一样 和人家治安大队派出所 抢着办治安案件 抓收入不是 偶尔插手搞一两个治安案件 罚点款是可以的 经常这么搞啊 非得和同行闹矛盾不可 治安支队那边呢 那也不是吃素的呀 你们刑警支队都把治安案件给包园了 那咱们治安支队干嘛去 况且刑警支队也抽不出那么多人手去办治安案子 治安案子一样的相当复杂相当的棘手 倒是基城派出所抓治安案子 抓收入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王维这个副所长兼刑侦禁毒中队长 是绝对的实权人物 洪玉所除了刘强 他实权最大 就算是教导员张海华 很多时候实权都不如他 这小子会搞钱 不要说在整个市局都出了名 至少在西城分局那边 那算是鼎鼎打名了 一个夜总会击头的案子办下来 整个刑侦中队和禁毒中队的设备 全部鸟枪换炮 还攒下了一笔不小的家当 单单他刑警中队和禁毒中队十来号人 就有警车两台 编三轮 警用摩托车一台 比人家一个派出所的警车还多 富于户啊 既然你有钱 那你去山岳跑一趟 把人救出来 也算是积德 至于市局和分局的支援 那你就甭想了 不可能会有的 一分钱的经费都不会额外拨给你 不信你问胡局 他比袁怀英还穷呢 袁支队 钱我可以出 人也可以出 但是呢 省厅和市局 总得给我一点支援吧 经费的事啊 你想都不要想 我现在还等着米下锅呢 你们分局那边 我劝你也算了 别去那碰钉子 他们呢 一样穷 至于说到协调嘛 市局可以给你们出面打个招呼 审厅那边 你们自己联系一下刀主任 你上回不是留了人家电话号码吗 不过我跟你说啊 汪维 不要抱太大希望 但是审厅和市厅打个招呼出个公寒 山岳那边啊 不会怎么重视的 哼 这我知道 袁支队 我呢 要求你支援给我一个人 谁啊 白大队啊 他也是我们专案组的成员 我 小子 甭解释了 你心里那点小九九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但我警告你啊 汪维 玫瑰花是好看 但也有刺 小心点 别扎着手了 袁支队 我还有一个请求啊 说 借台车 借什么车 你小子不是已经有两台车了吗 我想借你那台大面包啊 我的两台都是微型车 坐不了几个人 你打算开车过去 那当然啊 难道我还能再坐飞机过去啊 开车过去几千公里 行不行啊 还行吧 我这里呢 有好几个四季 大伙轮流着开呗 不怕 可以 不过不是借 是换 你用一台微面来换吧 我们这边案子也不少 没车不行 不方便 行 谢谢领导啊 稍等 对不起 喂 哪位 你好 请问自王伟通知报 我是王伟 你哪位 我姓宇 我在你是三月省白木县龙山镇派出所 王伟的双眉瞬间就扬了起来 白木县龙山镇派出所 不就是他即将要去的目的地吗 怎么还先给他打电话过来了 难道张冰已经被解救出来了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 这些年拐卖妇女儿童案件频发 中央各省都分别组织了严打活动 不少被拐卖的妇女就是在家里还没有找到具体下落的情况下 被拐入地公安机关解救出来的 不过呀 王所随即就推翻了自己的判断 就算张冰已经被解救了出来 人家那边也没有理由给他大巴雷使王伟打电话呀 张冰都不知道他是谁 而且还是打到了他的手机上 这年头 有手机的人可是凤毛麟角 少之又少 王伟这脑袋瓜子转得极快 立马就想到了张荣的身上 张荣有他的电话号码呀 在明山县分售前张荣要了王伟的手机号码 果然接下来那位姓虞的山岳同行就说道 有一位叫张荣这人你认不认得 嗯认识他怎么了 他被拘留的 拘留 为什么 王伟大感诧异 虞姓民警在电话里说清了原委 原来这几天张荣一直都在龙山镇派出所闹 来说他女儿张冰被人拐到了龙山镇下边的一个村 要求派出所的警察帮忙解救 刚一听到这里呢 王伟就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 张荣又是怎么知道的 这事透着诡异呀 他这边才刚刚从老水嘴里掏出具体的地址 张荣早几天前就知道了 虞姓民警及时解答了王伟心中的疑问 他告诉王伟张荣是在汽车站得到的消息 他拿着女儿的照片 在白木县汽车站火车站反反复复的询问过往的旅客和附近旅馆饭店的老板呐员工啊 问他们 再来 他拿着女儿的照片 在白木县汽车站火车站反复询问过往的旅客和附近旅馆饭店的老板帮工 问他们是否看到过自己的女儿 王伟不由得苦笑着摇了摇头 这希望也太渺茫了 和他们公安系统全程摸底排查是一样的性质 但是公安全程摸底排查出动的可不止是一个人 而且都是对地方上知根知底的警察 其中不少派出所的片警对地方的情况熟悉得很 张荣他一个外地人能问到什么呀 只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谁知道还真是老天眷顾让他得到了消息 一个龙山镇的人告诉张荣他好像在龙山镇见过张冰 仔细询问时间大致能对得上 那个龙山人见到张冰的时间应该就是张冰被拐卖到龙山镇的时候 可惜的是那个龙山人只知道这么多了 没有办法提供更多的信息 对张荣来说确实如获至宝 搜寻的范围一下子就窄了许多 要知道啊白木县有好几十个乡镇 像龙山这样的大镇也有好几个呀 张荣二话不说直奔龙山镇派出所 向派出所的民情反映了这个情况 请派出所帮忙找到他女儿的具体下落 可想而知他在派出所得到了什么样的答复 龙山镇派出所的人呢就像看疯子一样看的 简直是开玩笑啊 龙山镇是正科级建制镇 白木县最北部靠近东海省明山县最大的镇 下辖四十几个行政村呢 一个村一个村挨家挨户给你找女儿 你当派出所的警察是土地工吗 又或者是闲得蛋疼 更何况张荣的消息来源呢 是如此的不靠谱 这样也能破案你当时在写小说呢 在刑侦方面警察是相当自信的 甚至说可以是自负 除了同行他们对其他人都是有很明显的蔑视 哪怕是检察院自真的同行 诶正经刑警啊也还是瞧不上 正所谓数业有专攻 被法律条文也许当刑警的不如你们检察法院的 但是办案子你们都得靠边站 还是得咱们刑警上 像张荣这种啊 你让派出所的刑警怎么相信他啊 一开始派出所的人呢还好言相劝 向他解释情况 告诉他挨家挨户给他找女儿啊不现实 慢慢的就变得不耐烦 说起来也不怪龙山镇派出所的民警 谁不是一堆事啊 每天忙得晕头转向 谁有那么多时间 那么好的耐心来应付张荣啊 况且啊 这还不是几句话就能应付得过去的 一旦答应了他 那就得见真章 难道说真给他挨家挨户的找人吗 不过龙山镇派出所 很明显低估了一位父亲的任性 张荣就好像钉子一样 哪也不去 牢牢的定在了龙山派出所 不管白天黑夜 就在派出所闹 为此张荣甚至还挨了打 哪个派出所的联防队员都不是擅长啊 但是张荣绝不放弃 他认定女儿就在龙山镇 就在某个不知名的村里 受苦受折磨 只要一想起来就心如刀割 你让他怎么放弃 打死都不能放弃 最后派出所的同志 被他纠缠的没办法 直接把他给拘留了 这个时候张荣才把王伟的电话号码告诉了龙山镇派出所的民警 让他们给王伟打个电话 至于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给王伟打电话 那就不得而知了 谁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呀 或许啊 就是单纯的不想麻烦王伟 既然已经知道女儿就在龙山镇 那还不如直接向龙山镇派出所求救 毕竟啊 就算是告诉了王伟 王伟也一样无能为力 他是天南的警察 不是山岳的警察呀 解救小队 连夜出发 带队人是红玉派出所副所长王伟 市局刑侦支队重案大队副大队长白娇娇是他的副手 组员张芳小黄一共四名警察 外加犯罪嫌疑人古勇兵五个人 王伟白娇娇都会开车 小黄是警校毕业生也会开车 张芳前不久考了驾照 一行五个人 四名警察都会开车 此次前往山岳省解救张冰 只带了古勇兵前去指认拐卖现场 陈海霞留在边城 反正古勇兵是首饭 带他去就足够了 没有必要带上两个犯罪嫌疑人 毕竟啊 多带一个人就要多安排两名警察看守 虽然是九座的大面包 也没有必要塞进那么多人 五个人可以在车里休息 放平第二排座位 完全可以当小床用 龙山镇派出所的那个电话 让王伟心情非常的不好 他向那位数千里外的余姓同行 证实了张荣的情况 并且告诉他 张荣没有无理取闹 根据他目前得到的情报来看 张荣的女儿张冰 确实是被拐卖到了龙山镇下面的一个村 至于是哪一个村 王伟没有说 不是他信不过山岳的同志 而是一种自然的警觉 在完全不了解对方甚至都没有办法确定对方身份的情况下 怎么能贸然将如此重要的信息泄露出去呢 一朝不慎都极有可能导致解救行动全盘失败 让王伟生气的是 对方拒绝了他的请求 王伟想让于姓警官解除对张荣的拘留 于姓警官没有答应 说这是所长做的决定 他没有办法改变 不过于姓警官还是答应王伟 会和拘留所的同志打个招呼 不让张荣在拘留所遭罪 拘留所的一些内幕啊 王伟自然是非常清楚的 于姓警官这么说了 让王伟略略的心安 从天南到山岳 一路上要翻过好几个省份 97年那会儿没有手机导航 也没有纵横全国的高速公路网络 只能走国道线和省道线 但是国道和省道也不那么的靠谱 不少地方在大修需要绕路 第一棒是王伟开的 白娇娇等人就发现 王伟对省内的道路非常非常的熟悉 国道堵了 他铁定知道从什么地方绕过去 都不需要和其他司机一样 火急火燎的打着手电筒到处去问路 这大黑天的 要找个认路的本地人啊 还真不容易 这一点呢 让白娇娇特别的奇怪 从王伟的表现来看 他肯定以前走过这些路 有可能还不止一次走过 问题在于 他这个经验是哪来的呀 他什么时候走过这些道路啊 就好像上次去通源县 王伟也是一路开过去 没拐错过一次弯 张芳和小黄呢 倒是一点都不奇怪 在他们心目当中啊 老大是无所不能的 现在整个红运所 包括刘强 李民主这些人在内 都已经忽视了王伟的年龄 把他当成老奸巨华的 自身副所长来对待 更不用说刑警中队 和禁毒中队那帮小子了 对王伟啊 那简直就是崇拜 老大无论怎么牛 都是有道理的 一路两千多公里 王伟采取人停车不停的模式 三天三夜开到了白木县 中间只在宾馆休息了一个晚上 其余两个晚上都是在车上休息 对于这种模式 张芳和小黄还是有点不太习惯 两个人从井时间到底不长 都只有一年多 没怎么出过差 在车上不是很能睡得着 很多时候呢 都是在迷糊 半睡半醒之间一有风吹草动 马上就醒过来了 反倒是白娇娇 特别的适应 每次坐在副驾驶座上闭目养神 都能很快入睡 并且睡得很熟 关键在于 白大队就算是坐着睡着 都是满脸的冷艳 绝不会流口水打呼噜 让人完全不敢逼世 似乎只要多看几眼 他随时都会睁开眼来 狠狠地瞪你一家伙 尤其是除了王伟 这别人也不敢盯着白大队看 以张芳的无耻程度 他其实并不怕白大队 就算被白娇娇狠狠瞪上几眼 那也是美不胜收 他怕的是王伟 现在整个红预所都在传 说王伟在追白娇娇 这个传言呢 还不是从红预所起来的 是从市局那边传过来的 据说因为吃醋 六大队的郭红飞 郭大队都和王伟干起来了 朋友气不可气哪怕眼下白大队 和王所之间没有表现出任何在一起的苗头 那张芳呢 也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这要是惹了老大的女人 那还活不活了 其实啊张芳不知道的是 老大的内心呢 那更是天人交战了一路 好几次 王伟看着旁边白娇娇 美艳的容颜 柔美的胸部 都想趁着车子左右颠簸的机会 施展一下这个贤猪手 最终呢 还是忍住了 不敢呢 被白娇娇当众甩一巴掌也就算了 王所那脸皮厚不在乎 怕的是 以后连朋友都没得做 王所还想在美女胳膊上 或者其他部位画小乌威呢 赶到了白沐县 已经是晚上了 王伟就没有急着去打扰白沐县局的同志 而是先住了下来 一路颠簸数千公里 他们也确实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了 至少洗个热水澡 睡上一觉 张芳和小黄 把古勇兵送去县公安局看守所 积押了一夜 他们带着介绍信 全套的手续 白沐县看守所的同志呢 倒是很配合 二话不说 就把古勇兵给收监了 把这家伙关进看守所 张芳和小黄都长长的输了口气 感到一身的轻松 回到宾馆 王伟已经准备了夜宵 四个人凑在一起 喝了点啤酒 点了点当地的小吃 早早的洗漱 睡下了 次日一早 解救小队前往白沐县局拜访 和上次解救陆小婷比起来 解救小队的待遇 可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那一次是飞机直飞东海 一到东海机场 就有东海省厅的同志 亲自到机场迎接 然后接风宴 一个接一个就没断过 这一回啊 几乎是无声无息 在路上 王维就和袁怀英联系过 袁怀英告诉他 市局已经正式和山岳省厅 白沐县所在的地级市 以及白沐县局协调过 山岳同行对天南同志表示欢迎 王维明白这个意思 那就是说啊 白沐县的同志知道有这么回事了 你去吧 他们会接待你大 至于规格什么的就别想太多了 白沐县局接待他们的 是正宫市的晋主任 晋主任是个女同志 大约40岁左右 长得白白胖胖的 一脸浮相 向市卫林家大妈 要是不穿警服啊 任谁都很难将他和县公安局领导联系起来 白沐县局安排晋主任接待他们倒也是很好理解 晋主任啊 是党委委员 郑公是主任 分管郑公公庆副工作 联系东山镇派出所和另一个乡镇派出所 所谓联系啊 其实就是直接向他负责 在白沐县局内部大家都知道 龙山镇派出所是晋主任该管的 逢年过节的什么礼金礼品啊 那不能少 王索最怕的就是这种中年大妈女领导 不是王索对女同志有偏见啊 实在是在另一个时空啊 所碰到的每一位中年大妈女领导呢 都不好相遇 自然白大队是唯一的例外 白大队就算是人到中年 也一样的青春靓丽 晃得人眼花缭乱 绝没有一般中年大妈的毛病 白娇娇绝对是那种 让人可以忘记他年龄的人 看上去 晋主任非常的和气 对天南来的同志呢 表达了热烈的欢迎 同时笑眯眯的夸奖了王威的年轻有为 和白娇娇的貌美如花 边城的领导舍得用干部 在咱们白木 可找不出这么年轻有为的派出所副所长 晋主任望着王威 嘖嘖赞叹 这句话倒是发自内心的 这家伙也太年轻了点 虽然眼神老辣 却无论如何 掩藏不住脸上的青涩 在白木啊 这么年轻的小同志还在派出所帮人家打开水跑腿呢 副科级大所的副所长 那和你一点关系都不会有啊 你就是一个听话干活的命 也正是因为如此 晋主任对王威呢 高看了一眼 在晋主任看来啊 王威这么年轻 在论资排辈特别严重的公安系统混到正骨级实权副所长 背后 嗯 肯定有大大的靠山啊 和你有没有本事无关 王威呢 连声训泄 脊背上微微渗出冷汗 王威虽然虚荣心爆棚 尤其喜欢装那个大叉 却不太受得住当众表扬 在这方面呢 不得不说 王威还是比较贱的 和这种人亲近 你要么跟他称兄道弟 喝酒骂娘 要么呢 就特别冷淡的对他 比如像白大队那样 就是冷着脸 发后失令 王威就屁颠屁颠的忙的特别的开心 谈到具体的案情 晋主任的神色就严肃了起来 满脸和气 消失得无影无踪 根据晋主任的描述 他们将要前往的龙山镇龙水村 简直就是一个龙潭虎穴 那地方不偏僻 离龙山镇不远 只有几公里 经济条件相对来说 在龙山镇40个行政村当中 算是比较好的 村民也大多数见过市民 真正让领导和警察都触头的 是龙水村的宗族势力 龙水村宗族势力之强 令人难以想象 哎哟 比那边西关乡的宗族势力还厉害吗 明山 明山的宗族势力算什么 王维忍不住问道 从地图上看啊 龙山镇就挨着明山县西关乡 双方呢隔阂相望 从龙山镇到西关乡 只有十几公里的路程 王维早就知道 此番解救任务会非常的复杂 但是也没想到会复杂成这样 来自天南的王警官 对传统宗族势力 并没有太深入的认识 毕竟天南不是以传统宗族势力 强大著称的省份 尤其是边城 更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 没有传统宗族势力生长的土壤 不过王警官可是见过深山老林中 山民的粗野 大约和这边传统的宗族势力 也差不多吧 主要啊 白木县局的态度 让他感到前途多舛 晋主任啊 只会见了他们一二十分钟 当着他们的面 给龙山镇派出所打了个电话 向派出所的同志 通报了有这么回事 就微笑着站起身来 预祝他们其开得胜 这就是白木县局 给予他们的全部支持 不要说晋主任亲自出马 甚至呢都没有派一位向导 送他们去龙山镇派出所 只是给了他们一张 白木县交通地图 晋主任还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 没有丝毫的歉意 从晋主任露出的口风来看呢 倒也不是他可以带满天南来的同志 而是这样的案子太多了 在白木县绝对不是一起量起 这些年来啊 每年都不知道 会有多少外省的警察同行 找到白木县 请求他们协助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一开始呢 白木县局的同志呢 也是热情的接待权力配合 后来啊 这样的事情渐渐多了 白木县局的同志 就有点忙不过来了 像前不久陆小婷那样的解救力多 白木县局一年也碰不到一回 经费 人力 物力 都要自己出 还落不着好 白木县局呢 也有自己的难处 上边并不会因为他们协助解救行动的次数多 就多给他们拨一分钱 现在呢 对外省来的同志 请求协助解救的 白木县局都是这样对的 并没有对王维白娇娇另眼相看 王维没有废话 向禁主任道了谢 转身 出门了 一上车啊 张芳就炸了 这什么态度 这叫什么态度 他们就这样配合 人家不是给派出所打了电话了吗 说不定啊 派出所特别牛呢 先去了再说吧 去了没用 你以为每个派出所都跟我们红维所一样牛的 张芳啊 依旧怒气微笑 这话倒不是自夸 红维派出所在红维办事处辖区内啊 微信还是很高的 基本上就没有派出所摆不平的事 不管上级有什么任务 红维所几乎都能按时完成 一般来说 城区派出所的掌控力 要强于乡镇派出所 正当王维要启动警车之时 一动电话 响了起来 喂 你好 余志导 你好你好 王总 你们到了盘牧了吗 对对对 我们呢 正在你们县局 刚刚跟禁主任见了个面 正准备呢 往你们那边赶呢 那你等等 我正好在县里 跟你们一起回去 你们车里还坐得好吧 那太好了 你在哪呢 我马上过去接你 不用不用 你们就在局里等吧 我马上过去 你们对县里的路又不熟 接到于之岛这个电话之后啊 张芳暴躁的情绪 略微的平静了些 不管怎么说 这也算是个熟人嘛 从这几天的联系来看 这位余志导员 还算是比较容易打招呼的那种人 或许啊 能给他们提供真正需要的帮助 二十分钟之后 余志导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余志导年纪不大 大约三十岁左右 警服笔艇 看上去气质不错 很有精气神的样子 警察也分为很多种不同的类型 比如 王维就有点脾沥脾气的 白娇娇是典型的冰雪景花 而这位余志导 属于正统警察 颇有点正气凛然 王维对他很有好感 尽管王所自己给人的印象 是吊儿郎当的 却不代表他不尊重 有正义感的同行 想做个好警察 首先就得有正义感 王维就有 不过呢 王维的正义感 是在骨子里头 很少在外表露出来 你就是王维 王所 和王维握手 余志导有点不敢置信 显然呢 他觉得王维太年轻了 从这些天的联系之中 余志导得知 洪玉派出所 是副科级的大所呀 下面有五十来号人 王维这个副所长不是挂名 还担任着刑警中队 和禁毒中队的两个中队长 是扎扎实实的正骨级 和他这个正骨级 所指导员的级别是一样的 论实权 自己可能还不如王维呢 指导员名义上是二把手 但是大多数时候呢 还是得听所长的 尤其是所长特别强势的时候 二把手几乎等同于普通民警 而王维身兼两个中队长 却是有实权的 至少他们辖区内的刑事案子和涉毒案子 都得王维说了算 涉及到具体的技术性问题 连所长都插不进手去 在于指导的印象当中 这样一位实权副所长 应该也是三四十岁的中年汉子 沉稳厚重 通电话的时候 王维给他的也是这种感觉 当然呢 也不排除先入为主 他先呢 就在心里把王维这么定格了 自然而然 就会把王维往这种模式上靠 只是没想到啊 站在面前的王维这样的年轻 还笑得那么不走心 这样的真是警察 是不是有点不靠谱啊 等于指导看到白娇娇 看到他的警匣 并且确认 他也是天南来的解救成员之一 于指导就觉得 自己一定是搞错了 这怎么可能是警察呢 演员也很少有这么漂亮的呀 这样漂亮的姑娘 走在大街上 应该随时防备被人贩子拐走啊 还救什么人呢 唯一让他相信白娇娇是警察的 那就是白大队 那冷淡的神色和锋锐的眼神 一般的女孩子还真就没这样看人呢 就来了四个人 于指导 四个人呢足够了吧 我们是去救人 又不是去打仗啊 打仗或许还简单点 于指导 不至于吧 算了 既来之则安之 先去所里再说吧 办法总是想得出来的 于指导 没有继续打击天南同行的信心 转换了语气 勉勉强强在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李让于指导上车 直接坐在了副驾驶 他呀 是向导 王维亲自开车 先要去看守所 把古勇兵提出来 他呢 得去龙山镇指认地方啊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张仁的拘留正好今天到期 干脆去拘留所 把他也接出来吧 他看到你们一定会很高兴的 再也不会到我们派出所来闹了 于指导边说边摇头 感叹不已 先去的拘留所 其实呢 严格按照日期来计算啊 张荣必须要在拘留所 待完今儿一整天 明天才能解除拘留 不过呢 既然于指导亲自来了 天南的同行也来了 拘留所的同志 也得给个面子吧 九十年代啊 行政拘留的执行 也不是那么认真负责到底的 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啊 张荣从拘留所里出来的时候 人还有点懵懵懂懂的 眯缝着眼睛 不知道在看什么 短短十几天不见 仿佛苍老了十几二十岁似的 整个人都憔悴俯瞰 胡子拉叉的 身上的衣服又破又脏 就好像刚刚从难民营里出来 怎么看 怎么令人不忍心 王笙 等张荣忽然见到王维的时候 原本浑浊的眼睛 骤然就亮了 眼泪瞬间就喷涌而出 白大队 你们 你们都来了 然后 五尺高的汉子 就猛的蹲了下去 嚎啕大哭起来 哭声凄凉沧桑 透着无尽的委屈 听的人心中不自禁地泛起一阵的酸楚 王维啊 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他 他虽然是个伪青年 但是两个时空的精力加在一起 也不如张荣的年纪大 王所缺乏安慰人的这种经验 最终是白大队出面 结束了这种尴尬的局面 别哭了 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 有什么好哭的 我们肯定把你女儿救出来 白大队 事情没你想象中那么容易 我们是警察 只有犯罪分子怕我们 没有我们怕犯罪分子的道理 鱼指导一愣 随即情故自禁地点了点头 这种颇有正义感的警察 和只想混日子的老油条警察 思维方式是很不一样的 如果是那种老油条警察 只会嘲讽不宜 老油呢 却觉得白娇娇 说得很有道理 自古 邪不胜正 在拘留所接了张荣 又去看守所 将古勇兵提出来 一行七人 向龙山镇方向急驰而去 听说 古勇兵就是绑架 拐卖自己女儿的罪犯 张荣特别的激动 好几次暴跳而起 向古勇兵面前扑 恶狠狠的 插开双手 想要掐死他了 而愤怒的眼神 和咬得嘎嘣作响的牙齿 听起来特别的瘆人 古勇兵也吓坏了 说起来 古勇兵也是个老江湖了 见多识广 久经风浪 一般人吓不住他 但是这回他老人家 确确实实是吓坏了 如果不是警察死命的拦着 这老头绝对会杀了自己 不会有丝毫的犹豫 杀人偿命这样的威胁 对张荣来说是完全无效的 没有任何贺阻的作用 只要能杀掉他 这个老头不惜以命相搏 古勇兵第一次反思自己的罪行 尽管是被动的 龙山镇的情况比想象中要好 不止好一点点 是要好得多的多 没有亲眼见到之前 王伟脑海中浮现出来的 一直都是明山县西关乡的景象 龙山镇和西关乡 只有十几公里的路程 几乎是挨在一起的 所以呢 在王伟想来 这两个乡镇应该差不多呀 谁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西关乡是真正的乡村 只有一条街 总共不过数百米长 只能勉勉强强 算是一个急镇 但是龙山却是扎扎实实的小城镇 有好几条街道 街区面积远在西关乡之上 差不多赶上洪玉镇了 在没有和市区接壤之前呢 洪玉镇大约就是龙山镇这样的规模 龙山镇离百慕县城三十来公里 是白木县西北部最大的中心城镇 西关乡的群众 一般说到逛街 不是去逛明山县城 而是去逛龙山镇 白木和明山的官方关系 似乎不那么的好 这一点 王伟从中有国副局长 以及晋主任的语气神态中呢 就能看得出来 大家彼此呢不敢冒 两个街壤的县市 分别隶属于不同的省份 彼此之间没有一点矛盾 那是不可能的 日积越累下来啊 矛盾就会越纠缠越深 关系呢自然就会越来越僵 但是民间肯定不在乎这个 西关乡的老百姓不可能舍尽求远 非得跑到几十公里外的县城 去逛街买东西 现阶段乡村交通不发达 去明山县城 一天也未必打个来回 看到龙山镇街头 嬉戏嚷嚷的人群 热闹非凡的集市 王伟等人脸上 都露出了欣喜的神色 一般来说 越是经济发达 人口集中的地方 群众的普遍素质呢 就越高 市面见得多 知法懂法 对警察办案的配合度 也就越高 龙山镇龙水村的村民呢 应该不会像西关乡 老根水村民那样 愚昧蛮横啊 越是知法懂法 就越是畏惧法律 龙山镇派出所 是个新建的办公楼 就在龙山镇 政府大院隔壁 独立的四层楼房 带院子 国徽 异异升徽 显得特别的威武神奇 难怪晋主任 只需要打个电话 都不亲自过来了 我们现在 虽然还是正骨集所 只有三十几个人 差不多赶上 陈关正派出所了 目前正在声报 题为妇科级所 三十几个人 确实有资格 报妇科级所了 从龙山镇的规模 和在全县的地位来看 设置一个妇科级大所 也不为过 一般来说 如果不和其他派出所合并 就地升格 老于这个指导员 也会跟着水长传告 升一级 成为教导员 正儿八经的 副科级干部 至少在级别上 已经能和党委委员 平起了 当然 也仅仅是行政级别 平起 实际上 局领导 还是局领导 下属 还是下属 副科级的派出所 教导员 想要成为 副科级的 局党委委员 那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呢 首先 得成为所长 然后呢 才有希望更进一步 同样是副科级 他还得上两个大台阶 很多人啊 一辈子都上不了 这两个台阶 甚至呢 连一个台阶都上不了 等进了派出所 王维就更加敏感的意识到 老于这位指导员 在龙山镇派出所的实际地位 并不太高 最起码 不大像名副其实的二把手 从他进门的那一刻起 所碰到的每一个人 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尊敬 这一点 和张海华在红玉所的情形 是很不一样的 刘强呢 比较强势 张海华相对来说 比较内敛 二把手的位置摆得很正 饶是如此 二把手就是二把手 大家伙呢 对张教导员呢 还是很尊重的 绝不会有人敢小觑他 就算是以前的李民主 现在的王维 副所长 一个比一个做的威风 性格一个比一个飞扬跋扈 也不敢在张海华面前甩脸子 大家都公认 张海华是个厉害角色 能够守得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 而现在 龙山派出所的民警们 对于之导员 那就不是那么为事了 一些人表面上 还流露出几分笑容 一些人直接就是无事 匆匆而过 和老鱼 只是点点头罢了 造成这种情况 一般只有两个原因 其一 老鱼自己不行 能力不足以服众 或者呢 行不正 坐不稳 干了些惹人 看不起的屁事 败坏了名声 如果是这样的话 通常是很难 再爬得起来的 那调往其他单位 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第二个原因 则是所长特别的强势 基本上压得二把手 抬不起头来 从目前老鱼的表现来看 王维更加倾向于第二种可能 因为老鱼看上去 不像是特别没有能力的人 更不像是作风不好 办事乱来的人 有个强势极致的所长 力压二把手 三把手 吓得所里其他同志 不敢跟他亲近 这种可能性 是最大的 派出所在小 也是一衙门 正所谓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有人的地方 那就有江湖 有江湖的地方 就有争斗 这几乎是放之 西海皆准的真理 派出所内部争斗厉害的 王维见得多了 边城就有不少这样的情况 何况呢 龙山派出所还不小 有三四十个工作人员 马上要提副科级 几乎要赶上分局的架子了 有争斗啊 很正常 没争斗才不正常呢 直到进了办公楼 才碰到一位热情 和老鱼打交道的民警 相对来说 这位民警又热情的过分了 王维猜测 这个是老鱼真正的铁杆 说起来呢 也很正常 哪怕所长再强势 老鱼这个教导员呢 二把手 也不可能在所里 没一个亲信心腹啊 不管是谁 做人都不至于 失败到这种程度 自导员 来客人的 是啊小孟 带客人去会客室 好好接待 好好好 各位同志 这边请 这边请 小孟从王维等人的警徽警号上 看得出来 这几位是来自天南的客人 马上卷起舌头 讲官话 进主任 已经给所里打过电话了 龙山镇派出所 不少人都知道 今天有天南的同行过来 至于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那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所领导呢 暂时还没有进行具体的安排布置 不过这几年呢 西南省份到山岳这边来 不少案子都是和拐卖妇女儿童有关 等看到紧随在王维等人身后的张荣 小孟就彻底明白过来了 合着就是要解救人质啊 难道张荣说的都是真的 他女儿真的被卖到了龙山地间 不会这么巧吧 带着满心的疑惑啊 小孟屁颠屁颠地 跟在鱼之岛身后 将客人们请进了会客室 又忙着端茶倒水 倒的是相当的勤快 看得出来 老鱼对他的表现很满意 王总 白大队 麻烦你们介绍一下案情吧 老鱼坐在王维的对面 气定神贤地说道 王维呢笑了笑 左顾右盼了一下 忽然问道 鱼之岛 呃 简所长不在所里吗 我们想去拜访拜访他 在白木县局啊 王维已经询问过了进主人 知道龙山镇派出所的一把手 姓简叫简月进 一个很有时代特色的名字 原本王维这样做是很不礼貌的 却又不得不然 从目前这种情况来看 简月进可能非常的强势 如果他们在这里跟老鱼沟通 却将简月进置之不理 到时候 这位强势所长要是发起标来 那事情就要砸了 类似的事情 王维自己经历过 编程其他出外勤多的刑警们都经历过 有时候啊 长途跋涉到了外地 找到当地的同行 就因为一句话没有说到位 或者没搞清楚 内幕 导致呢 当地同行不愿意配合 便只能无功而返 灰溜溜地滚回老家去 老鱼的微笑果然就僵在了脸上 神色一下子变得十分的不悦 也有点尴尬 情不自禁地向小梦望过去 小梦倒是比较机灵 尴尬地冲他一笑 低声地说道 哎 指导员 要不要我去向检所回报一下 王维呢 立马对这个小梦高看了一眼 嗯 是个人才 别看年轻 很知道怎样为领导化解难题 呃 你去吧 于指导犹豫了一下 点了点头 小梦飞快地出门而去 王维就知道 自己的推测是正确的 龙山镇派出所的 一二把手之间 确确实实存在着矛盾 而且公然在外人面前都表露出来 可见哪 这矛盾还挺深的 哈哈哈哈 天哪 你童子来的 好啊好啊 欢迎欢迎 不一会儿 会议室门口 响起了极其爽朗的笑声 紧接着 门被推开 一名挂着三级警督警匣的汉子 走了进来 约摸着 四十岁的年纪 脸色幽黑 在南方人中 算得上是身材高大的 这样一个男人 和他爽朗的笑声啊 十分的相配 见到这个人听到他的声音 王维的心就沉了下去 这样的人 在一般人想来 应该是很爽快的 可是王维知道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这种性格爽快的人 另一方面 也就意味着他特别的自信 就好像 中有国 一切都只能按照他说的办 上次在老跟水 要不是王维当机立断 半路上截住了陈阿根他们 陆小婷的解救 绝不会那么的顺利 中有国 还没有什么其他的心思 只是自信 但是这位检所长 可不好说 和龙水村的人没有关系 因为收买张兵的那个人 也姓检 名字叫检司君 晋主任说得很明白 龙山派出所的检所长 是当地人 在龙山镇很有威仪 只要得到检所长的协助 他们在龙山的行动会很顺利 当地人吗 就是不知道 这龙山镇有多少兴趣 检所长 不会也是龙水村的人吗 你好 检所长 王维心里很忧虑 脸上却是不动声色 检月进一进门 就赶紧起身迎了上去 还主动伸出了双手 你好你好 对王维的年轻 和白娇娇的漂亮 检月进也表示了惊讶 不过呢 看得出来 他的内心深处 对王维一行是很不感冒 而且自始至终 没有和老鱼说过话 招呼都没打 两个人之间的矛盾不浅 面对这样的情况 王维也是颇为无奈 人家所长指导员之间的矛盾 他一个外人也插不进手前 只能当作不知道公事公办了 哎呀小王啊 你们天哪里同志远刀而来 找理说 我们应该先给你们接风洗尘 那我的今第一句之一啊 不过呢 现在时间还早 你们还是先介绍介绍安情啊 寒暄过后 检月进大马金刀的 在主席位置上一坐 笑哈哈的说道 检月进的普通话 口音比老鱼重的多了 语速稍微快了一点 不仔细听 还真的听不明白 于是 王维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案情 案子呀 本来就不复杂 龙水村 王维最不想见到的情形出现了 一听到龙水村这个名称 老鱼和小孟的脸上 便同时露出了古怪的神色 龙水村啊 哎 这就巧了 我老家也是龙水村的 不过呢 我娶来很多年的 我父母来一杯的时候啊 我就娶来的 他这么直接了当的就承认了 王维和白娇娇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里 读到了一些忧虑之意 简所长这样的性格 估计不会为了外地人 得罪自己的父老乡亲吧 小王 小北 你们呢 也不要有我的顾虑 我是龙水村的人没得错 但是呢 我更是警察 不管是哪个 干了违法犯贼的事情 该抓就抓 该关就关 这是肯定的 不过来 我也有点奇怪 简阅进的语气和神态 都有点大大咧咧的 对王维和白娇娇 都没有称呼植物 直接叫起了小王小白 据说 他是副科级侦察员 龙山派出所 虽然还没有整体升格 他这个所长的级别 倒是早就上去了 简所的意思是 我没得别的意思 就是你说的这个简师君 我认的是个老光棍 十十几岁的 屋里穷的 差不多连烦都齐不齐 说是这个人 卖的老婆 我还真的不那么相信 他哪里来的钱 五千是吧 最后这句话 确实冲着古勇兵问的 这个会议室古勇兵 是唯一的另类 戴着手铐 低锤着脑袋 一声不吭 在得到了 肯定的答复之后 简约尽点点头 五千 不要说五千 他连五四块都拿不出来 小王 你们是不是再仔细活猜呀 这家伙 说的是不是真话 是他没错 他确实又四十几岁了 钱也是他亲手交给我的 不过嘛 不过什么 不过当时 好像还有人跟他一块来的 是个年轻人 钱是年轻人给他的 给他三千 简思军自己掏了两千 合起来五千块钱 你要说老实话 不许猜谎啊 不然 你晓得猴果 不敢不敢 都是实话 不敢撒谎 既然怎样 那就去龙旭村看看啊 小鱼啊 今天我这边还有点实情 整理周续继 他们等一下就要我去开会 还是要辛苦一下你啊 你带几个人 陪天南来的童子 去一趟龙旭村 所长 要不 还是由你亲自带队吧 龙旭村那边的情况 所以没有人比你更加熟悉了 小鱼啊 不要有我的顾虑 我都说了 我从龙旭村 去来很多年的 那边没得没得 咬紧的亲戚本家 再说了 就算有咬紧的亲戚本家 他们为了法 烦大嘴 那也没得 我的面子好讲 还是拉句话 该抓的抓 该关的关 不要手软 我跟你们说啊 龙旭村那帮家伙啊 也就是欺软爬银 你跟他们讲客气 他们就跟你耍无来 去就要狠一点 哪个不陪伙 就给他点教训 哪个要是不服 你就搞死他 是我捡约紧 让你紧可的 不服齐 让他们到城里来找我 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既然所长这么深 那我就带人去一趟吧 毕竟天南的藤智来一趟 我们山岳不容易 县里靖主任也亲自打过招呼 这个案子 必须要好好配合的 那当然 肯定要配合好 拉过干妨碍公务 我就修理他 王维的预感 一向很准 这次也不例外 简阅进越是义正言 此越是牛逼轰轰 王维就越感到这趟任务 不会太顺 虽然说老鱼对这趟任务 也是足够的重视 最终也只带了两个人 和天南的同志一起去龙水村 一个就是给大伙端茶倒水的小梦 另一个则是内勤苏和 苏和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同志 据老鱼介绍 他老公在镇里上班 还是某个部门的领导 一般内勤呢 是不出任务的 不过这次是去解救 被拐卖妇女 有个本地的女同志一起去 很多事情会方便些 白娇娇不然也是个女警 但是一看就知道 白大队不是那种 会给人耐心做工作的性格 事实上上次在老根水村 是白大队第一个掏枪 看来老鱼的头脑始终是很清醒的 知道去执行这样的解救任务 人多人少其实不是关键 就算你把整个派出所的人都带过去 能比人家一个村的村民多吗 更何况又不是去打架去 你带去的人再多 也不可能对村民动手啊 还得找知书村长配合 就好像啊 王维他们必须找龙山镇派出所 配合是一个意思 一行人 开着编程市局的警车去的 老鱼这个指导员呢 在派出所混得够惨的 连台警车都掉不动 从县城回龙山 老是搭天南的便车 其实呢 王维在龙山派出所院子里 就看到了一台 微型面包车 老鱼正眼都没看一下 反正掉不动 看了也白看 突惹伤心 好在呢 王维他们开的这台警车 只是在车顶上 装了一个临时的警灯 车身漆成了蓝白两色 没有挂警牌 九十年代的警车 管理不是很严 就这么一路 几千公里开了过来 如今 把警灯一取 也就是个蓝白颜色的 普通面包车 看上去 有点像警车 不过呢 没人太当回事 古永兵 留在派出所的刘志士 直接靠在了木栏杆上 龙水村的地理位置 相对老根水来说 要强得太多了 离龙山镇不远 开车十来分钟就倒了 大约只有三四公里 在车上啊 老于简单介绍了 龙水村简姓的情况 简姓是龙山镇最大的姓 不仅仅龙水村有姓简的 其他好些个村 都有姓简的族人 不过呢 以龙水村最为集中 龙山镇简姓宗族的祠堂 就在龙水村 龙水村算是龙山镇 姓简族人的发源地了 算起来整个龙山镇 差不多有近万简姓族人 在一个总人口 不过四五万的简制镇里 这呢 就算是极其的惊人了 但是这种情况啊 在国内各地的农村 其实也不算很罕见 有些地方聚居的 同姓族人呢 甚至有超过十万的 更是吓人的超级大家族 龙山的简姓族人 在全县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倒不仅仅是因为人多 关键是还出了不少的人物 远了不说啊 白木县不少的局委办领导啊 都姓简 要不就是老婆姓简 简月进呢 直接就是龙水村人 虽然他这个身份 放在全县不算什么 但是在龙山镇派出所所长 绝对要算个了不得的角色 在龙水村 简月进说话有时候啊 比一般的副镇长 副书记还有灵光 正因为有如此大的外援 所以龙水村的知书村长 还做得威风无比 在整个龙山镇 都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走到哪儿 别人都得给面 这次去龙水村救人 如果简姓宝配合 那就一切顺利 要是简姓柱不配合 难度就会很大 简姓柱是 简姓柱是知书 整个龙水村他说了算 这个人比较强势 不太好说话 来也要看 是哪个说了 要是简所长去开个口 简姓局 还不得像缝了绳子一样点 可不是吗 我看这龙山镇 该才该命为简家镇算了 饭室都是偷门新检地说了算 哪里还要别人开口的机会 王所 八大队 你们也不要太担心了 不管怎么样 警察办案大家还是要配合的 实在是爷次解决不了 你们还可以申请上级机关协调 只要市里 乃至省里硬压下来 就算是简姓柱 也得考虑后果 说得轻巧啊 省厅或者市局硬压下来 人家是你爹还是你爷爷呀 会帮你硬压 全国每天不知道发生多少起 需要跨省侦办的案件 公安部门只能协调 谁能帮你硬压呀 况且公安部门 虽然是条条和块块共农管理 毕竟是以块块为主 条条为部 地方主要领导的意见 分量比上级公安 主要领导的意见 要重得多了 如果地方主要领导 下达的指令 和上级公安机关 主要领导 下达的指令相左 权衡利弊之后 下级公安机关 只怕多半会执行 地方主要领导的指令 不过呢 王维还是笑着点了点头 表示听了老虞的话 老虞没有事先通知 龙水村的知书村长 所以警车进村 也是静悄悄的 没有进洞任何人 更不会出现什么 老跟水那么壮观的一幕 车子直接开到了 村知书 捡金住家门口 捡金住家 直接就是一栋大别墅 还带着花园的 比老跟水村 那个陈阿祥家呀 要强多了 和捡金住比起来 陈阿祥根本就是个农民 简直说 简直说 车停在院子外 小梦扯着嗓子嚷嚷起来 要说呀 他们运气还是不错的 捡金住呢 刚好在家 文言走了出来 看到老鱼就皮笑肉不笑的打招呼 简金住四十几岁五十岁的样子 衣着打扮十分的时髦 丝毫都看不出农村人的土气 俨然就是城里的干部啊 龙山镇的普通干部 还没他这么气派呢 有权有势自然傲气了 对老鱼这位派出所指导员啊 简金住还皮笑肉不笑的敷衍一下 对苏和鱼小梦基本上就是无视 眼神越过老鱼等人 直勾勾的盯在了白娇娇的身上 这个是警察 这么漂亮的女警察 一时间呀 简金住有些不敢置信似的 简直说 老鱼咳嗽了一声 将简金住从梦境中拉回了现实 怎么说你也是快五十的人了 别当众出丑 其实啊 简金住也不是没见过世面 他只是一时半刻呢 很难将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和警察这个职业联系在一起 和白娇娇一比啊 同样身穿警服的苏和 就完全变成了透明人 细论起来 苏和其实长得还算不错 五官端正 身材傲人 正是 人比人得死 货比货得扔啊 余志导 什么风把你们几位领导给挂来了 快快快 进屋座 进屋座 简直说你看 今天天气这么好 艳阳高照 我们不如坐在外边院子里喝茶聊天 行行行 就坐院子里 一样可以泡茶聊天 简金住家的院子里 也有一张大八仙桌 上面摆着一套茶具 可见 简直书也不是谁来了都往屋里请 一般人直接在门口说几句得了 像样点的客人呢 在院子里坐啊 特别尊贵的客人才往屋子里边领 一开始老鱼其实没这个待遇了 简金住甚至连院子门都没打算让他进 就站在门口说话 你有什么事就赶紧说 说完了呢 我还有事呢 不怪简金住这样怠慢老鱼啊 真要是派出所有要紧的事 简月进会亲自给他打电话 亲自叮嘱他 断没有让老鱼转达的道理 在此之前 简金住并没有接到简月进的电话 足以证明 简月进要么就是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要么就是觉得这事不要紧 没有必要专程给他打个电话 既然如此 简直书又何必放在心上呢 现在哦 忽然冒出白娇娇这么漂亮的一个女警察 简直书的态度 立马就有了一个180度的短片 美女的态度总是要与众不同才对嘛 只是啊 龙山镇派出所什么时候分配来了这么漂亮的女警啊 简金住不是专业人士 没有办法从警徽警号上看出白娇娇不是山岳的警察 而是来自天南 进了院子啊 简金住 态度热情 亲自清洁茶具 一碟声的 吆喝家里的婆娘 拿瓜子 拿花生 拿糖果 糕点 出来这个照顾客人呢 精神头十足啊 不过 这种 一乎寻常的热情态度 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 当老鱼开口 介绍了王维 白娇娇等人的身份 说明了 自己一行人的来意之后 简金住的脸上 立马就 情转多云 多云转阴了 小玉啊 你们搞错了吧 我们村里没有这样的事 简直说 我们问得很清楚 那仁贩子说得也很明白 张兵就是卖给了 你们龙水村的简丝君 小玉啊 难道龙水村的情况 你比我这个知书更了解 简丝君那是什么家庭 他连饭都吃不上 还能买得起老婆 简直说 能不能麻烦你 把简丝君给叫过来啊 我们问他几句话 王警官 你们是天南的警察 难道还想在我们山岳抓人吗 简直说 我想的这中间有所误会 天下警察是一家 如果天南人在白木犯了罪 白木的警察去我们天南抓人 我们肯定也会全力配合的 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 是我们的职责 在哪都一样 王警官 我看你啊 还是太年轻了 没经历过事情 你这话在别的地方随便你说 在我这里 那就要注意一下 其他地方是怎么搞的我管不着 在这儿荣水村 我还是能说话算话的 我说没有这回事 那就是没有这回事 大家说 简直军到底有没有买老婆 有没有啊 马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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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鱼 你看 我没骗你们吧 真的没有 小鱼啊 我看你们也没必要在我这里量费时间了 你们还是赶紧去别的村问问吧 也许在别的村能找到线索呢 简直说 小鱼 你就醒醒好吧 救救我女儿吧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啊 我老婆病了很多年 一直躺在床上 我又下岗了 全家的希望都放在冰冰身上了 哎呀 求求你醒醒好啊 放了我女儿吧 我求求你了 哎哎哎 这个 这个老同志啊 你先起来 先起来 不是我不帮你 你女儿不在我们村里啊 你让我怎么帮你啊 是不是 做人要讲道理 简直说啊 你是好人 哎呀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我说了 你女儿不在我们这里 你要是再这样 就别怪我不客气 叫人把你们统统都赶出去 来我们龙水村 耍这种 告诉你 行不通 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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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冰 你在哪儿啊 我是爸爸 我救你来了 你听到的话回答一声 冰冰冰冰 冰冰 你再不闭嘴 我真的让人把你们赶出去啦 赶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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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把他们都赶出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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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观的村民中 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附和之声 院子外面里三层外三层的 差不多聚集了上百个人 不少都是青壮男子 一个个撸起了袖子 虎视眈眈地盯住了警察 这些天难来的警察 想要在龙水村里抢人 那是白日做梦 当我们龙水村 简家人好欺负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孩 忽然从简金住家的客厅里冲了出来 爸爸 爸爸 冰冰 站住 给老子老舍底 让你跑 让你跑 救命啊 救我爸爸 快救我 冰冰 冰冰 张龙大喊大叫 疯了一样地往屋里冲 早已经有十几个村民挤了过来 拦在了他们面前 其中几个身强力壮 死死揪住了张龙的胳膊 令他完全动弹不得 白娇娇翘脸一沉 情不自禁地将手伸向了腰间 白大队暴怒了 不过这回 白娇娇的枪没拔出来 王维眼疾手快 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任由白娇娇如何的使劲 手腕上就好像加了一道铁钩 死死地给钩住了 无论怎样都挣脱不开 王维望着他轻轻地摇了摇头 这个时候啊万万不能拔枪啊 眼下可不比上一回在老跟水 那次并不是他们孤军奋战 有中有国和明山县局 曹局长等当地的领导坐镇 陈阿祥再牛也不敢炸刺啊 在那里拔枪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 中局长和曹局长等人呢 绝对不会坐视情况恶化而置之不理 今天就不一样了 压根就没有一个可以震住全场的领导在这 真要是闹僵起来 老虞他们派出所这三个人自保的困难 更不用说给他们提供有力的支持了 在这样混乱不堪的情形之下 很容易就擦枪走火 你拔枪没事 明枪警告也能说得过去 一旦走火伤了人 问题的性质就完全变了 不要说这是在外省 就算是在本省本市 就算是有洪崩罩着 也会有非常大的麻烦 这也是刚才王维没有强行往客厅里冲的原因 以他的身手 剪金柱这样的 怎么可能拦得住他呢 就算是三五个 罗在一块也是白给 王维甚至都不用打倒他们 轻轻松松就能冲过去 关键是眼下不是动手的时候 时机地点都完全的不对 案子要破人也要救 却不意味着要轻易把自己给搭进去 警察外地办案 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结果遭到当地村民围攻 被殴打致伤重伤甚至是牺牲 都不是没有先例的 在王维的记忆中 就通报过好几回了 其中有好几起就是他们天南的警察 甚至有的人王维还比较熟悉 白娇娇竭力地想要挣脱王尾 一张翘脸仗得通红 两眼喷火死死地盯住了 拦在他对面的剪金柱 那愤怒的眼神连剪金柱都不愿对视 略略偏了偏脑袋 一时间剪金柱家的院子里变得混乱不堪 鸡飞狗跳 老鱼虽然站起来喊了几句 却一点效果都没有 根本就没有人将他当回事 要是检阅进在这里 那就乱不起来 只要吼一嗓子 马上就鸦雀无声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领导都喜欢用检阅进式的干部的原因 检阅进式的干部 尽管工作方法极端的简单粗暴 但是在基层尤其是在乡镇 往往却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或许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呢 经不起长时间的考验 领导也不在乎 过的几年 领导还不知道掉到哪儿去了呢 王维冷眼旁观 一句话都没说 只是牢牢地抓住白娇娇的手 不让他拔枪 不管多么混乱的局面 最终总有平息下来的时候 乱了一阵 院子里又渐渐地恢复了安静 只有张荣还在竭力地挣扎 生死历劫地喊叫 但也是仅此而已了 被几名大汉死死地摁住 早已经筋疲力尽的张荣 什么都干不了 最后还是王维特止住了他 我证 简之术 这是什么情况啊 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解什么呀啊 你要什么解释啊 回答王维的不是简金柱 而是从简家客厅里走出来的 一名年轻人 这名年轻人 大约二十三四岁的样子 长相和简金柱有几分相似 个子不高皮肤有黑 颧骨高耸 带着十分明显的山岳人特征 不过衣着打扮 可就比周围大多数的村民都洋气多了 头发染成了罕见的金黄色 一件薄夹克两边敞开 露出里面的黑色背心 那下边呢 是一条黑色的休闲运动裤 一双黑色的球鞋 如果在后世啊 这种装扮带着几分土气也特别常见 但是在眼下 确实心潮无比 尤其是那金黄色的头发 更是让他显得十分的突兀 鹤立鸡群般的显眼 然而呢 真正让人对他刮目相看的 还不是这身装扮 而是他走路的神态 双手插在裤兜里 浑身像打摆子一样的乱抖 就这么抖着抖着走了过来 王维不由得暗暗的摇头 古惑仔啊 又是一个古惑仔电影的死忠粉 或者说是脑残粉 所有这套形态啊 这种浑身打摆子的做法 那就是从古惑仔的电影中学过来的 只不过这家伙学的呢 特别的彻底 恐怕在内心深处都引起了共鸣 直接将自己当成了真正的古惑仔 看得出来 这个古惑仔在村民中的威望非常之高 他呢 就这么晃晃悠悠的过来 一些年纪比他大 身材比他魁梧的多的大汉 纷纷向两边让路 眼睛里呢 露出畏惧的神色 王维大致能猜到他的身份 从简金柱家里走出来 又和简金柱有几分相像 那刚才呢 把张冰拉回去 拳打脚踢的也是他 如此的嚣张 应该是简金柱的儿子 如果是侄子的话 还没有这样嚣张的本钱 院子里安静了下来 每个人都看着简少 还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 就算是简之术啊 也没有这样威风 看来大伙都知道简少这个人的厉害 生怕惹火了他 惹火了简金柱 他会给你穿小鞋 但是惹火的简少 他会直接打得你 爹爹妈妈都不认得你 相对来说啊 大伙还是更加敬服 权威 打拳头的拳 多年来呢 龙水村的群众啊 都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只要这个简少 简牙内在场 大家都要安静下来 认认真真地看着他表演 其他人想要表演呢 必须得等简少 把封锁出完了 才有机会 哎 开始你的表演 其实呢 这也挺好的 最起码这种混乱不堪的场面呢 需要一位强有力的人物来震场了 简少 哎 慢慢当当晃悠悠的到了王维和白娇娇面前 耶 上下打量着白娇娇 双眼中呢 是肆无忌惮的贪婪和淫晦之意 如果不是爱着白娇娇身上鼻挺的警服和冰冷的眼神 也许呢 简少就直接动手了 这样漂亮的姑娘 依依还是个女警察 嗯 少见 你是谁 我是谁 哈哈 你问我是谁 哎 你来我们龙水村 没有视线打听过吗 哎 啊 这是简主任 呃 龙水村质保主任简少保 啊 也是简直叔的小孩 简主任 刚才那什么情况啊 麻烦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呦 你又是谁啊 我姓王 是边城市洪玉派出所副所长 什么啊 就你这样的也是副所长 哎 你今年多大哎 你要是副所长 我还公安局局长呢 正是的 兄弟啊 在别人面前吹牛可以 别人在我简少面前吹牛 还知道啊 吹牛的家伙我见多了 这些年不知道打了多少 不照顾 简主任 你暂时呢 就当我是真的 好吧 刚才什么情况 麻烦您解释一下 解释 那好啊 我就给你好好的解释一下 哎 你们刚才也看到了 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是简私君的老婆 她花钱买的 简主任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 这里是你家吧 怎么简私君的老婆住在你家里啊 王副所长 你真想知道啊 那行啊 那我就告诉你 这简私君买的钱 买老婆的钱是我帮她出的 所以呢 我跟她说好了 她老婆 先给我税两个月 这两个月之后再给她做老婆 这样解释 不知道王副所长听明白没有啊 解释吧 简主任 你这样不对啊 你知不知道 这是强奸 要坐牢的 是吗 哎呦 我好怕哟 来来来 王副所长 抓我啊 来 抓我 把我抓到你们天南去坐牢 你要是不敢抓我 你就是个怕死鬼 简少宝 够了 你注意点 哎呦 老月 你也在呢 哎 你刚才说什么 我没得听见 麻烦你再说一遍 围观的人群中啊 爆发出一阵哄笑之声 于知道 满脸涨得通红 瞪大了眼睛看着简少宝 张大着嘴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苏和忍不住了 站出来说道 简少宝 你不要太过分 过分 什么是过分 苏大姐啊 看在你老公是真伤干部的分上 我就不说你了 但你也要设想一点 过分 什么是过分呢 过分的是你们可知道啊 你们带着几个外地人 跑到我家里来 寒打寒煞 苦苦生生要抓人去坐牢 到底是你们过分 还是我过分呢 苏和呢 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王维不由的笑了 笑着摇摇头 此人哪 年纪轻轻 颠倒黑白 混淆是非的本事 还真是杠杠的 王维还没见过几个 比他更厉害更无耻 修炼到这种程度啊 不容易 你笑什么 钱主任 笑也有错啊 少跟我细皮笑脸的 别以为你串了身皮子就了不起 告诉你 在我这里不管用 在龙水村不管用 懂不懂啊 呵呵 那请问监主任 什么东西才管用呢 钱 票子 你们不就是想救人吗 可以啊 别说宝个我没给你们忌讳 那个女人 是老子花钱买来的 你们想带走她 可以啊 给钱就行了呀 我给钱 我给钱 你要多少钱 三万 怎么是三万呢 你们当初不是五千买的吗 谁说的五千 谁说的五千 谁跟你说的 你叫他来跟我对资 宝个明明是花了三万块 围观的人轰笑声更加的响亮 大家不是头一回看简少宝表演了 不过呢 似乎没有哪一回像这次这么有趣这么好玩的 瞧这几个警察呀 被简少宝耍得团团转和傻叉似的 张荣又痛哭起来 其实呢眼下对他来说五千和三万并没有任何的区别 他身上现在只有两三百块钱 不过张荣确实有这么个想法 那就是回家凑钱 凑够了钱就能把女儿赎回去 问题是五千块他勉强还能想到办法 亲戚朋友啊那里可以借钱 或许能凑起三万就是天文数字了 对他这个下岗职工而言 哪怕把亲戚朋友都给借便了 也凑不到三万块钱这样的巨款啊 最关键的是 简少宝这个态度 让张荣觉得特别的不靠谱 这就是一臭流氓啊 信口开河的无赖 就算是想办法凑够了三万 到时候呢他又变卦就是不放人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要一想到女儿 一直都要被这样的臭流氓蹂躏 张荣心里就难受的咬命 恨不得扑上去一刀捅了这个混蛋 只可惜此刻他依旧被几名大汉看着 丝毫动弹不住 穷鬼 别说是什么云渡人省会的 穷死了 简少宝似乎很失望 一白手很不屑的骂道 人群中又有人跟着起哄 张冰被拐卖到龙水村这么长时间 对这个云渡来的漂亮女孩啊 村里其他的闲人呢 也不是一点情况都不了解 多多少少打听到一些消息 毕竟这么漂亮的女孩 在龙水村的不多见 两个月之后啊 就要成为简私君那个老光棍的老婆 每天晚上游着她起义 游着她折腾 想想都觉得豪爽 至于这个外地女孩 明明是简私君买回来 却要给简少宝先享用两个月 是有人觉得不合理 那简少宝摆明了就是欺负人呢 不过人家呀有权有势 简私君自己都没意见 旁边人呢更加插不进手去了 再说买老婆的钱 确实大头是由简少宝出的 就凭简私君家里那经济条件 这几千块钱 还不知道猴年马月能还上呢 简少宝先收点利息 似乎也说得过去 总之啊 对其他村民来说 这就是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 谁都没有觉得这中间有什么不躲的 至于拐卖人口是不是犯罪 多数村民压根就没有这样的概念 就算少数人有这么一点的法律观念 也不会去管简金柱和简少宝爷俩的闲事 在龙水村的 这爷俩的强势出了名的 他们和派出所所长简月进的关系又那么好 简主任 简主任玩笑开完了吧 开完了的话呢 咱们说说正经事 你说什么 简主任 我们这次来呢 执行解救任务 有些法律上的事情呢 得跟你说清楚 张冰是被拐卖的妇女 她是受法律保护的 按照我国的法律 任何绑架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都是犯罪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同样是犯罪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违背妇女的意志 强行和妇女发生性关系 属于强奸也是犯罪行为 第三 非法拘禁也是犯罪行为 还第一 第二第三 那有没有第四 有啊 第四就是妨碍公务 不管是谁 都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办案 妨碍阻扰公安机关办案 也是犯罪行为 嘿 听上去好厉害哟 一欧三思 是不是要把我抓去坐牢 啊 要不干脆把我抓着枪毙算来 哎呦 我好怕哟 你说了算啊 哼 我说了不算 法律说了算 法律 法律 法律是什么 法律在哪里啊 你把它交出来 和我说几句看看啊 哈哈哈哈 钱主任啊 这是有关的法律条文 你自己看看啊 法律上就是这么规定的 我希望你呢 能迷途知返 好好的配合我们公安机关办案 是嘛 我要是不配合呢 那又怎么样 你咬我呀 龙水村智宝主任简少宝 对警察王维同志的普法教育 方式特别的简单粗暴 简主任劈手抢过小册子 正眼都不看一下 刷刷刷的撕的粉碎 随手就丢在了王维的脚下 嘿嘿 王副所长 我看过来 现在我真是宣布 你们才是不是幻影的人 马上滚出我的龙水村 既然这样呢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简直说告辞了 嘿嘿 王所长 不好意思啊 我小孩脾气不大好 嘿嘿 老郑我们走吧 这 这 这个 王所长 我们这就走嘛 我们 怎么着 你想留在这儿 哦 那要看人家欢不欢迎了呀 欢迎 你当然欢迎咯 他可以留下 怎么说 他也是简四君的岳父老子 我们管饭 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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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走了 那鱼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吗 留在这里吃重饭啊 小鱼 记住啊 下回有什么事 先打个电话 你这么招呼都不打一个 直接就进村 我这边 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 嘿嘿嘿 以后 龙水村要有什么案子啊 最后 还是请简所长 亲自跑一趟吧 审得 大家都浪费时间 多不好啊 是不是 简直说 山不转水转 今后总有相逢的时候 你 鱼知道 还是先回去吧 啊 这些人呢 你跟他讲道理是没有用的 在村民的肆意的哄笑声之中 一行人灰溜溜的上了车 王伟 启动车子掉过头 眼望落在最后的张荣 张荣 犹豫再三 终于很不甘心的上了车 他总算是明白过来 单单他一个人留在这里啊 屁事都不定 王伟 瞥了院子里趾高气昂的简少宝一眼 嘴角浮起一丝淡淡的笑容 简少宝没来由的打了个机灵 我的个天哪 这笑容 好邪气啊 直到警车开了出去 简少宝才甩了甩脑袋回过神来 朝着远去的警车 竖起了古惑仔当中的国际语言中指 重重的吐了口唾沫 你也帮我外地了想到咱们龙随寸来撒野 早死啊 王嫂 你还真撑得住气啊 不忍怎么办啊 杀了他 挨得了骂受得了气 跑得了腿耐得住寂寞 这是做刑警的基本功 哎呀 谁给你挑一下都能暴跳如雷啊 趁早别干警察 不然呢迟早犯错误 这王八蛋 他也不能一辈子都带到龙水村 有他倒霉的时候 王嫂 白带队 要不先休息一下吧 吃了中午饭再说 余智导 好意心灵 饭就不吃了啊 不是王嫂 咱们再想想办法 应该有办法的 肯定有办法的 余智导 呃 不要怪我说话太直接啊 只要这个龙山派出所的所长还姓简 你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可能的话呢 还是调走吧 这个地方不适合你发展 你什么意思 余汉成的脸色啊 一下子就垮了下去 眼里如意喷出火来 这档口你还来取笑我 王为呢轻轻的摇了摇头 让张芳和小黄去派出所留志士 把古勇兵提出来 押上了警车 一脚窑门轰下去 一打方向盘 向龙山镇外驶去 警车中的气氛沉闷到了极点 谁都不说话 连张荣都闭着嘴巴 直到警车开出了龙山镇 一直坐在副驾驶位上的白娇娇 这才开口说话 这不是回白木县城的路 对 这是去明山县城的路 张芳和小黄都吃了一惊啊 去明山干什么呀 打道回府吗 难道就这么算了 老大 要不咱们再去白木县局 争取一下吧 龙山这边是姓简的势力大 县里总不见得也是这样吧 县局也差不多 不 晋主任的态度呢 其实已经说明一切了 那我们去明山干什么 回家 不回家 人都没救到回什么家呀 先休息一会吧 这几天呢大家都很辛苦 好好休息一下 王维直接终结了话题 警车里再次变得沉默了起来 龙山离明山县城只有不到三十公里 比西关厢到明山县城的路程还要短 基本上啊明山县城白木县龙山镇和明山县西关厢在地图上是构成了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 西关是最远的那个角 一到明山县 王维就直接把车子开到了明山看守所 办理了临时积压手续 将古勇兵塞进了耗子 最后解救小组在明山宾馆的房间开会 张峰 小黄 给你们一个任务啊 你们去找一个汽修厂 把警察的颜色给改了 重新喷漆 速度要快啊 最迟明天就要弄好 总之呢不能让人家认出来这个是警车 另外还得想办法弄个套牌 啊 老大你这是 抓人 咱们要回龙山去抓人 不能打扫尽 这个车啊他们已经见过了 得改头换面 真的 太好了 张峰和小黄啊一愣随即大喜过望 怕娘的今儿这气瘦的都快气炸了 早就知道老大绝对不是那种 打落了牙齿往肚子里吞的性格 今儿在龙水村难道还转性了 原来啊在这儿等着呢 检主任啊检主任 你大概都不知道 这回惹火的到底是谁吧 有些人呢 您老尽管惹可劲的惹 没事儿 他咬不下你的蛋 但是有些人就不能惹 绝对的不能惹 王维就是属于那种绝对都不能惹的人 你打算怎么行动 很简单 无论是检金柱还是检少堡 都不可能在龙水村待一辈子 尤其是这个检少堡 哼 那样的年纪在农村是待不住的 肯定是要去镇上娱乐 咱们呢就在龙山等他 就这么守株待兔 我们对龙山不熟 而且那么明显的外地口音 估计最多一两天就会露馅 我知道 我们最多呢也只有两天的时间 而且只有一次机会 动手的时候还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 不然的话呀 就算抓到了犯罪嫌疑人 也未必能够顺利离开龙山镇 没事别担心 会有人帮我们的 谁啊 王维嘴角轻轻的翘起 又露出了高深莫测的笑容 会议很快就结束了 王索将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 其他人以为他在思考行动计划 实际是在打电话 第一个电话打给了老爷子 现在呢是下午 按照惯例 老爷子这个时间段应该在下 离休之后 老爷子还担任着几个非官方的职务 偶尔呢 需要出席一些半官方化的活动 电话一拨就通了 老爷子的秘书接的电话 按规定 老爷子这种级别的领导干部 离休之后 一般都会配专职的秘书和小车 直到他老人家逝世 当然了 通常被分配来给老领导当秘书的 都不是那么得志的普通机关工作人员 毕竟呢 老领导已经不在其位 秘书人员的待遇相应的也就不高 许多好处都没有 王维没有猜错 老爷子果然在家 喂 喂 爷爷 我遇到麻烦了 爷爷 我需要帮助 我给部里领导打个电话 要部里出面协调一下 让山岳省出面救人 那倒不必这么兴师动众的 那你有什么计划啊 人我能救出来 那混账东西呢 我也能抓起来 这些都是小问题 刑警的本职工作 关键呢 后续的麻烦我处理不了 毕竟啊 这是在人家的地头上 你放心去抓 没问题 谢谢爷爷了啊 嗯 老爷子没有半句废话 点点头就结束了通话 王维放下电话 点起一支烟 在房间里慢慢的走来走去 他们住在明山宾馆 是目前明山县 最高档最豪华的宾馆了 以前呢 是明山县委招待所 王所呢 不省钱 反正现在刑警中队 和禁毒中队的经费啊 还算宽裕 没有必要对自己太苛刻了 实在不行啊 王所自己添点钱都行啊 如今这个王所是阔老啊 不差钱啊 得到老爷子肯定的承诺之后啊 王所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多半了 接下来 要好好地筹划一下行动的细节 在龙山镇 要抓住检少保检主任 准确的情报是很重要的 这个情报来源 只能指望于汉城 一只眼点完 王维第二个电话 打给了老于 喂 喂 于哥 啊 王所 于哥 晚上有没有时间啊 有时间的话呢 到明山这边坐会儿 我请你吃个饭 一起聊聊啊 有什么好聊的啊 整个龙山 都是他们姓简的说了算 那也不见的呀 你是白木人 所以呢 心有顾忌 我呢 是天南来的 他们老简家势力再大呀 也吓不住我 再说了 简金柱简少保俩父子啊 就那么牛轰轰的 还不是因为你们龙山派出所的所长姓简啊 可是呢 简月进不能一辈子待在龙山派出所 不挪窝吧 龙山派出所这个一把手啊 也不可能永远都姓简 也许呢 很快就姓鱼喽 你有什么意思 没什么呀 哎 你要是有空啊 就来明山这边坐会儿 我现在呢 住在这个明山宾馆 哎 要是没空也没有关系 我呢可以去龙山找你 咱们呢 就在龙山找个地方一起吃个饭也行啊 还是我过去吧 现在还早 有车去明山 龙山镇是白木县西北部最大的建制镇 同时也是白木县西北部的交通枢纽 不但有固定的搬车通往白木县城 也有固定的搬车通往明山县城 从龙山去明山县城和去白木县城 远近呢都差不多 看得出来啊 于汉城很谨慎 不愿意王维在龙山露面 万一被所里其他人看到了呀 那就不好了 至少在目前呢 龙山派出所还是姓简 不姓于 于汉城估摸着呀 王维肯定不会善法甘休 别看他在龙水村一直都保持着极好的涵养 于汉城就是不信 从接触王维的那一刻开始 于汉城就没觉得 王维是那种打落了牙 往里边吞的性格 从王维的眼里 他能清楚地感觉到 那种蔑视一切的邪气 谁惹活他都不行 于汉城静止出门 没有给任何人打招呼 包括简月进在内 简月进呢 就没把他当搭档 于汉城也就不那么尊重一把手 两个人呢 矛盾很深 在龙山派出所乃至整个白目县局 都不是什么秘密 于汉城也并不是一点靠山 一点后台都没有 否则的话 他敢那么硬气 早就被简月进几队走了呀 当然 于汉城的靠山和后台 最多也只能帮他这样扛着 想要更进一步 急走简月进 把他扶上派出所所长的宝座 那还差点火候 得靠于汉城自己 为自己创造机会了 从龙山到明山 自己开车呢很快 大概半个小时就到了 坐营运中巴车 那时间就拖的长了 于汉城接到电话就出门 赶到明山县城 也已经下午四点了 交通不发达是落后地区最典型的特点 王维一直都在明山宾馆大唐等候 就他一个人 白娇娇 张芳和小黄都没有露面 这呢 让于汉城十分的满意 很明显 王维其实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既然是秘密的会谈 那参与的人越少越好 哪怕白娇娇张芳和小黄都是绝对信任的人 关键是王维信任他们 不代表于汉城也能无条件的信任他们 王维直接在明山宾馆小餐厅搞了个小包厢 上了精致的韭菜 尽管这个点吃饭还太早 但两个人谁都没有在意 于汉城本就不是为了吃饭而来 不过看到桌上的韭菜 尤其是某著名品牌的国酒 那于汉城心里呢还是有点感动 不管怎么样啊 这说明王维是真的很有心 他把老于当个人物啊 同时于汉城也暗暗的为天南的同行的阔绰择舍 区区派出所副所长出差就敢这么的花钱啊 搁在他老于身上那是想都不要想 谁给你报销啊 正常的差旅费往往都要拖上几个月才能报下来 更不用说这么铺张浪费的大吃大喝了 自己一套腰包吧 当然了于汉城不知道 这一顿呢是王维自己请客不报销的 不是说所里的经费报不起一顿韭菜钱 关键是王维不想开这个先例 刑警中队禁毒中队加起来林林总总二十个人 王维呢身为领导不能带这个坏头啊 否则哪怕他们有再多的经费也不够花 经费不够花也就罢了 王维啊怕的是大伙正事不干忙着去弄钱了 实话说派出所如果一门心思的想着弄钱 经费呢确实是不用愁的 还能有富裕 但是这钱从哪来呀 用大拇指也能想到答案 不少的派出所不少的基层民警的声誉 就是这么坏掉了 来来来来鱼哥 喝酒喝酒 咱们呢时间充足慢慢喝不急 王嫂你也不用藏着压着了 有什么话直射 好鱼哥 这么说吧 我呢就想知道 简月进和简金柱简少宝爷俩 到底有多深的牵扯啊 我帮你逮住了简金柱和简少宝 剩下的事你自己能不能搞定 龙山镇天美宾馆五楼 白娇娇站在窗户边认真观察着楼下的一切 天美宾馆在龙山镇算是规模比较大的酒店 一共六层 每层都有七八间房 不过一楼是门店出租 二楼以上才是客房 相对来说 地理位置稍微偏一点 并不在最热闹的正街上 和主街隔着一条巷子 作为白木县西北部最大的小城镇 龙山镇的规模差不多 能赶上白木县城的三分之一 县镇级别的小镇 这就算很不错了 天美宾馆的生意很不错 甚至可以算得上是整个龙山镇生意最好的宾馆 倒不是因为这家宾馆的装修如何豪华 服务态度如何到位 关键呢 还在于宾馆下面的发廊一条街 天美宾馆所在的街道一字排开 至少呢有不少于十家的发廊 每家发廊都有好几个打扮得要野入食的年轻发廊们 在那里呢搔手弄字招揽顾客 和县城以及其他较大城市的同行呢 这不同 龙山这些发廊们的营业时间呢 那是全天候的 不管是上午下午还是晚上 他们都做生意 毕竟啊 这个龙山呢不是县城 没那么多常住人口来照顾他们的生意 主要呢还得靠这个流动人口 一般来说 农村人进城很少住宿 基本上都是当天来当天回 如果像县城的发廊门一样呢 等到了晚上才开始招揽顾客 那龙山这些个发廊门 恐怕要喝西北风去了 多数进发廊的男人呢 并不讲究 不愿意花冤枉钱去住宾馆 通常呢就在发廊内的小房子里 就给解决了 急慌忙的玩事走人 但是呢也有讲究大 天美宾馆主要做这些人的生意 王维一行四个人就住在天美宾馆 已经在这里住了两天了 这一切都是于汉城安排的 王维没费多大劲就说服了于汉城 实在是啊性简的太嚣张了 于汉城无论如何都咽不下这口恶气 况且呢王维说的呢也很有道理 真要是拿下了简金柱和简少宝两父子 或许就能把简月进牵扯进去 真要是拿下简月进呢肯定没那么简单 不过加上于汉城身后的靠山在背后推上一把 把简月进这个龙山镇土坝王给挤走 还是有很大可能性的 于汉城感觉值得为这个冒一下闲 因为按照王维的描述 他可以不露面 只需要王维提供准确的情报就可以 其他的事天南警察会自己完成 不管成功与否 天南警察都会迅速的撤往明山 离开龙山镇 离开白木县的辖区 基本上不会牵扯到他 也就是说他的风险极其的小 一旦成功却是很有搞头 于汉城啊也不是那种优柔寡断的人 没怎么多想点头答应配合王维 据于汉城说呀 简金柱简少宝两父子呢 就是两个弟弟道道的流氓 尤其是这个简少宝 平日里很少在村里待着 一般都是在龙山瞎会 偶尔呢也会去县城或者明山那边玩耍 龙山发廊一条街更是简少宝最喜欢来的地方 不但简少宝喜欢 简金柱也喜欢 甚至呢爷儿俩一块玩 哼无耻 这个呀是白娇娇的原话 冷冰冰从喉咙里边蹦出来的 白大队当刑警啊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日日夜夜和社会阴暗面打交道 各种的渣子败类他见的多了 早已经见怪不怪 但是呢像简金柱父子这样无耻的 还是非常的罕见 王维啊却脸带微笑 似乎对此非常满意 对王所即将要执行的计划而言呢 简氏父子这种良好习惯 简直太好了 他可以轻轻松松的布下陷阱 坐等着猎物上门 嫖娇这种事的性质啊 决定了简氏父子会有一段时间 单独一个人待在房间里 肯定不会有其他任何人 可以为他们提供任何的帮助 只要是稍有一点经验的刑警 就知道这是绝佳的抓捕机会 所以这两天王所等人的任务 就是在天美宾馆吃好睡好 时时刻刻监视着 宾馆下面发廊一条街的情况 于汉成在龙山派出所 虽然是个挂名的二把手 被简月进压得喘不过气来 却不代表他在龙山镇 没有一丁点自己的关系 至少天美宾馆的老板 就和他很合得来 让于汉成的计划得以顺利的实施 王伟等人这两天基本上就没出过门 吃饭都是宾馆老板送进房间去 怕的就是被人认出来 让简氏父子有了戒备之心 整个计划都有可能功败垂成 从边城万里迢迢的 开过来的那台警车 就静静的停在宾馆后面的巷子里 眼下已经是大变样了 整个车都被漆成了白色 所有警察标示清除的干干净净 连牌照都给摘下来 只要你不上路 有牌没牌无人关注 张荣呢留在了名山 为此啊 王伟给他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工作 才说服他不要跟着来龙山了 这样的行动 显然不适合非专业人士参与 说起来呢 张荣还是很相信王伟的 你知道不 在龙水村受了那么大的委屈 人家王所也没有拂袖而去 反倒留了下来 尽管张荣不知道王伟的抓捕计划 却也能够猜得到 王伟留在这里不是为了看风景 一定是在想办法 不管怎么说 警察会比他有办法 在龙水村 见识了简氏父子和简姓村民多蛮横之后 张荣也意识到 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无论如何都救不出自己的女儿 必须依靠警察 依靠专政的力量 王伟是值得信任的人 两天不见动静 于汉城那边也没有消息 张芳有点泄气了郁闷的嘀咕 老虞不会耍我们吧 他就是耍我们 我们也没辙啊 再说简姓那两个混蛋 要不要来干这坏事 也不是老虞说了算的 得看那俩混蛋的心情 他们现在心情怎么样我不知道 我就知道他们只要是来了这里 我保证他们的心情会非常非常不好 这一点我也可以保证 都少说两句啊 留点力气 他们已经来了 啊 来了 在哪在哪 哪呢 张芳和小黄都是一跃而起 往窗边跑 白焦焦默默地将自己站的地方让了出来 张芳动作快 一下子就填补了空白 透过窗户 果然 看到简金柱简少保爷儿俩 晃晃当当的 往这边走了过来 简金柱啊 还是老样子 衣着打扮呢很整齐 看上去一点不像农村人 比很多镇上的干部呢 那还像干部 嘎着窝里边 夹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 神态俩然 不知道的呢 还以为他是来这边检查工作的呢 简少保呢 那还是老样子 薄夹克黑裤子黄头发 双手插在裤兜里 浑身打摆子似的乱抖 就在他老子身后边 一双眼睛四处的乱撇 发廊里那些原本百无聊赖的发廊女们 顿时活跃了起来 一个个的站起身来 跟简是父子打招呼 从这个情况来看啊 老于提供的消息是准确的 简金柱爷俩绝对是这里的常客 不说每个发廊们都认识他们啊 但至少呢 每个发廊的这个老板娘啊 肯定都认识他们 毕竟啊 发廊女是一个非固定的群体 总是人来人往的 时不时会换地方 可这个老板和老板娘 却不会轻易的更换啊 简是父子 对这里的一切都是熟门熟路的 很快就各自进了不同的发廊 看来啊 这两个家伙 无耻归无耻 到底还是保留着最后的一丝底线 至少在干这种屁事的时候呢 还是分开来的 没往一起凑 真要是爷俩往一间发廊里跑 对着面的那个什么 那就是太无耻了 大约呢 十来分钟之后 简少宝先从一家发廊出来 身后跟着一个妖艳的发廊女 一前一后向天美宾馆走去 一直在密切关注着的王伟 轻轻的输了口气 简少宝是主要目标 比简金柱还重要 王伟还真的有点担心 这家伙在发廊里就就地解决了 那样呢 就只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强行抓捕了 这种小地方消息啊 那窜得特别的快 真要是当众这个强行抓捕啊 只怕他们还没有离开龙山镇 就被当地人给堵住了 这里呢 虽然不是龙水村 却也绝对不能大意 不能轻视了简氏父子在这里的号召力 这次行动啊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一旦失败 解救张兵的工作 就会变得艰难无比 恐怕呀 真的要靠老爷子亲自出马 请不离出面协调了 这个呢 是王伟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还好 简少宝比较配合 几分钟之后 简金柱也从发廊里出来 跟他儿子一个德行 身后跟着一个打扮得 花枝招展的发廊女 相跟着 挨进了天美宾馆 好了 鱼衣上钩 准备收网 王苏 大鱼已经进网了 简少宝在403号房间 简金柱在305号房间 房门钥匙 我这就给你们送上来 好嘞 鱼哥 谢谢 王伟微微笑着说道 其实啊 只要简氏父子进了天美宾馆 知道他们在哪个房间 有没有房门钥匙一点都不重要 但是呢 老鱼一番好意啊 王伟自然要表示感谢了 对于这个简少宝简主人来说呀 日子过得非常的惬意 简直不能再滋润了 简主人觉得呀 这样的日子过上一万年都不嫌多 刚才那个发狼女呢 让她非常的满意啊 穿条大裤衩四仰八叉 躺在床上 嘴里头叼着根烟 简主人一脸满足的笑容 带着说不出的淫秽和邪气 直到一支烟美美的抽完 简主人才起床慢慢的穿好衣服 她呀不打算在这里过夜 晚上呢还和人约了打牌呢 说不定啊今儿手气好 能迎上个几百上千的 好日子呀 就在这个时候 门锁忽然咔嚓一声 还没等简主人回过神来 房门就被人给推开了 我去谁呀 这个简少宝啊 很不爽的吼了一嗓子 扭头向门口看去 顿时就愣住了 我怎么是你啊 一时间简主人这脑子里就抽抽喽 竟然是那个好漂亮好漂亮的女警 只是没穿警服 却有着另一番的韵味 简少宝差一点就忘记了白大队的警察身份 只差一点 下一刻简少宝就惊慌了起来 我你个娘嘞 警察这个时候闯下来能有什么好事啊 而且还是天南的警察 不是他们白目的警察呀 简主人的第一反应 那不是叫喊 而是往外边冲 他觉得必须要马上冲出去 向他老子靠拢 遇到危险 第一时间向他老子捡金助球员 已经成为简少宝的思维定势了 一时半会啊可不好改 只可惜呢 白大队压根就不给他这样的机会 白娇娇没有使用擒拿格斗术 也没有用什么散打的招数 而是抡圆了胳膊 呼的一声甩了过去 简少宝想躲来着 但是啊白娇娇动作太快了 快到他都来不及反应 啪的一声清脆响亮 甚至震耳欲聋 简少宝闷哼一声 整个人被这一巴掌抡的飞了起来 像一次猛的扑倒 做梦都想不到啊 这个看上去娇娇怯怯的女人 居然能爆发出这样巨大的力量 简少宝只觉得半边的脸火辣辣的 都麻木了 不知道疼 整个脑袋嗡嗡作响 完全没有办法正常的思考 上边这个音效啊 是简主任的牙齿飞了出去 掉落在地上的声音 白大队这一巴掌 删掉了简主任两颗大牙 你 你 简少宝啊 倒在地上 伸手捂着脸 嘴里含含糊糊的 瞪大眼睛 望着满脸煞气的白娇娇 吓得魂飞魄散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紧随在白娇娇身后进门的 嗯 是王威一脸的坏笑 随手啊 将房门给带上了 走到简少宝面前 居高临下的看着他 脸上细血的神色 无论如何都掩饰不住 简主任 忘记给你介绍了 这位是白大队 我们边城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重案大队副大队长 正经警察学校的高材商 哼 像你这样的 白大队不说一个打十个 打四五个肯定是没问题 你就是个废物 懂吗 简主任 你 你想干什么 你说呢 就 简少宝啊终于回过神来了 竭尽全力张大了嗓门 想要狂喊救命 只要把外边的人给惊动了 就有人来救他 这里啊 可是龙山镇 不是天南省 在这里是他们姓简的说了算 不是这个什么天南警察说了算 只是啊 他的一切行为 早就在天南警察的预料之中 这个什么天南警察 就没打算给他任何的机会 简少宝刚一张嘴 就觉得喉咙一紧 他竭尽全力想要喊出来的那两个字 硬生生给憋回去了 再也发不出半点声音 一只强有力的大手 铁钳般的钳住了他的喉咙 简少宝只觉得喉咙剧痛呼吸困难 不得不张大了嘴 像一条贫死的鱼一样 竭力的想要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却如同摔进了大蒙罐 一点空气都吸不进去 你觉得二哥我既然在这里等到你了 你还有机会吗 王维呢冷笑了一声 手一伸 将早就准备好的破布团啊 塞进了简少宝大张的嘴 塞得死死的 差点让简少宝背过气去 白娇娇早已过来 将简少宝的双手反背到了背后 咔嚓一声戴上了手铐 紧接着简少宝眼前一黑 一个布袋套住了他的脑袋 这一刻的简主人呢 心中的惊骇简直难以言表 浑身上下都情不自禁的发起抖来 以至于无论王维怎么拉扯 他都没有办法自己站起来 简主人 跟我耍无赖是吧 王维冷笑一声 伸手抓住他的皮带 手臂较劲 直接将他滴溜了起来 白娇娇双眼微微一瞇 简少宝虽然个子比较矮 却也并不瘦啊 百十来斤是有的 王维看上去 也不是如何的恐武有力啊 居然单手就把简少宝给滴溜起来了 这份的履历可了不得 难怪这家伙 能够连续三年在警校 获得勤拿格斗大赛的冠军 自从王维在编程公安系统 开始崛起之后 有关他的个人履历 也早就被有心人调查了一遍 当然 王老虎嫡孙这一块 那是特别保密的 整个编程市局 知道的不过两三个人而已 大家都很自觉不往外传 但是呢 秦拿格斗大赛冠军的这样光辉业绩 却也是没有必要保密 也保密不了啊 王维白娇娇 压着简少宝往外走的时候 正好 张芳和小黄压着简金柱往楼下走来 和简少宝一样 简金柱也是双手反靠 脑袋上蒙了布袋 什么也看不到 只能啊 被两双强有力的胳膊 挟持着 烈烈切切的走下楼 被蒙住了脑袋啊 看不见简金柱此刻的表情 要是他看到儿子也被逮捕了 那不知作何感想 天南警察的行动相当的迅速 大白天的天美宾馆也没什么人 就这么压着简金柱爷儿俩 从宾馆后门出去了 直接就上了无门的警车 直到警车开出了龙山镇 都没有人知道简金柱父子已经出事了 二十分钟后 车子就进了明山陷阱 简金柱简少宝爷儿俩的头套被取了下来 父子俩彼此对视全都愣住了 随即简金柱就激烈的挣扎了起来 实话说 一开始他被张芳和小黄控制的时候 是比较配合的 没有什么剧烈的反抗 原因很简单 他内心深处并不害怕 觉得自己根本就没犯事 警察抓了自己也没用 再说了 这里毕竟是山岳省 不是天南省 天南警察在这里不能胡来 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 让他内心深处莫名其妙的多了好几分的自信 倘若是在边城被警察给抓了 那简金柱的心态就绝不会这样良好了 异地他乡 人生地不熟 谁心里不打火 现在看到儿子被抓 而且半边的脸颊肿起老高 都变成了猪头 简金柱可就忍不住了 满眼都是愤怒 竭力的挣扎 怎么了简直说 心疼了 简直说 我要是记得不错的话 就现在 你家里还关着一个女孩吧 那女孩姓张 叫张冰 天南大学计算机专业四年级学生 他爸爸叫张荣 云都一个工厂的下岗职工 他妈妈卧病在床多年 你觉得 他家里人心疼不心疼 你们把他关着欺负他 打他 枪奸他 请问他犯了什么错 是偷了你们家的钱呢 还是抢了你们家的东西 或者是杀了你们家人 你们要这么欺负人家 凭什么呀 就凭那是龙山镇 是龙水村 是你们姓简的人占多数 你们就可以胡作非为 可以肆意欺负人家一个小姑娘 就可以当着他爸爸的面打他 死命的打他 简直说 人心都是肉做的 你的心是铁打的吗 说着 王维反手一巴掌 重重的甩在了简少宝的脸上 啪的一下子 皮都给打破了 一丝血水 蹦溅了出来 简少宝呜呜的叫着 眼泪长流 疼得浑身发抖 简禁柱又挣扎起来 死命的挣扎 用眼神向王维求情 失忆自己有话要说 再也没有了先前的愤怒不服 是纯粹的恳求 哼 有话跟我说是吧 好 那我就听听 你打算怎么给自己狡辩 反正呢 我有的是时间跟你玩 等到了天南到了边城 我天天陪你们玩 我看哪 你们能玩出什么花样了 王维淡淡的说道 一抬手 拿掉了简禁柱嘴里的布团 我错 我错了 我错了 我改正错 我马上改正错 只要你把我们俩父子放了 我保证放了那个姑娘 放着张柄 简禁柱 你法忙啊你 你涉嫌非法拘禁 知道吗 那是犯罪 还把你们父子俩都放了 你猪脑子啊 净想好事 还有你儿子 他比你严重 他犯的是拐卖妇女儿童罪 还涉嫌强奸罪 搞不好是要枪毙的 就算不枪毙 最少也得坐好久好久的牢 就这么把你们放了 当我们警察都是白痴啊 不行 绝对不行 这里是白木 不是天南 你们说了不算 简直说 麻烦你看看窗外 这里已经不是白木陷境了 这里是人家明山的地界 东海省五红市明山县 和你们白木县没什么关系 你们龙山老简家 不是有很多大人物吗 能管到明山吗 就算你能管到明山 能管到天南吗 能管到边城吗 你不能吧 你们 你们 你们是天南的警察 不能到白木来抓人 我是村支书 我有组织的 塞着 让他好好想清楚了再说 不不不 别别别别 王总 好商量 好商量 什么都好商量 这个张芳张三哥呀 不跟他废话 又用布团把他嘴给堵上了 简金柱的眼里呀 满是京剧和后悔的神色哦 早知道这样真不该跟他们讲 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一讲又要吃眼前亏 车子没有在明山县城停留 直接往五红市开去了 原因很简单 车子快进明山的时候 王维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是老爷子秘书打过来的 接通之后老爷子亲自讲话 喂 情况怎么样 啊 抓到了爷爷 啊 爷俩呢 都靠在这儿呢 我们呢 现在快到明山县城了 嗯 你们不要在明山县停留 啊 直接去五红市 市局那边 我接待你们 你直接去找 中有国副局长 就是你们上回见过的那个 嗯 好的 嗯 反正不错 要是在战争年代啊 也许能当个连长 呵呵 连长 哎呀 听上去并不如何高大上啊 但是老爷子当年呢 在天南就地转业的时候 也是个连长 四十年过去 一直干到天南政法一哥退休 老爷子呀 这就是极高的参与了 明山离五红市区距离不近 正常情况下 开车要三四个小时 这一路过去啊 简金柱爷俩可就吃了苦头了 王维啊 别看大的咧咧的 似乎一切都不放在心上 对他爷俩的看管 却是特别的严密 中间啊 连晚饭都没下车吃 就是买了点东西在车上吃的 爷俩呢 还是靠着 不过呢 有反靠变成了正靠 让他们能把食物塞进嘴里 其实啊 王索这是多此一举 简金柱和简少堡 压根就没有半点的胃口 说这一档口的 不要说冰冷干硬的 面包饼干 就算是龙肝凤髓 你他俩也吃不下去啊 更别说 简少堡这半边脸 肿得跟猪头似的 牙都被打掉了两颗 那一碰就疼 连张嘴都不敢张得太开 王维张芳小黄那倒是吃得很香 连白娇娇啊 都能很好地消化这些硬邦邦的食品 对刑警来说啊 这种情景太常见了 出差在外 能有口吃的就不错了 还挑三减四的 不过啊 简金柱倒是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 狠狠地向王维求了半天情 这回啊 简之书算是认清了形势 调子定的很低 再也没有提到地域两个字 只是不住地向王所认错认错认错 请王所原谅原谅原谅 高抬贵手高抬贵手放他们一马 不管王所有什么要求他都能答应 王维给他的答复呢很简单 直接让张芳给他堵上了 不想吃是吧 不想吃算了啊省点力气 这些话呢等上了法庭 你自己跟法官说 看他是不是能少盼你两年 简金柱的脸又绿喽 照这么说呀 这是下定决心往死里整他们爷俩呀 早知道如此何必当初啊 要是他们第一次来村里自己就痛快点 把那女孩给放喽 或许呢这帮天男警察早就欢天喜地地回去了 哪里会揪着他们不放啊 这样的案子在白木又不是一两起 外省来的警察主要任务就是解救 没听说在这边抓人的呀 就算是抓人 那也得这边的警察配合吧 乡里乡亲的 这边警察一般都会照顾一下呀 怪呀 只怪自家那混账东西太嚣张 把人给得罪死了 人家才下死手这么整他们 说起来呀 这些天男警察还算是讲规矩的 换了自己只怕下手要狠得多 毕竟人家要遵守纪律不能乱来 眼下呀 爷儿俩都被逮住了 押往天男怎么办呢 其实啊 简金柱不知道的是 王维这样对待他也是一种策略 抓他爷儿俩呢 这是王维的目的之一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救人呢 他们这番万里迢迢的赶到山岳省来 目的非常的明确就是要解救张兵 单单的把简金柱和简少宝这两个犯罪嫌疑人押回天南 不算完成任务 要顺利的把张兵解救出来 还得靠简金柱 而且啊 这事不能拖太久 拖太久了 简金柱不回家会引起混乱 到时候传的沸沸扬扬的 只怕会节外生枝 必须要趁着简金柱 在龙水村还有着绝对权威的时候 把事情给办好了 王维呢 必须要和简金柱玩玩心理战术 现在把他这么吊着 时间越长他心里都就越猫 越是容易按照王维设计的剧本走 王维呢 并不一定要把简金柱押回天南去 一方面 简金柱的罪行比简少宝要轻一些 暂时只是涉嫌非法拘禁 如果他没有参与对张兵的折磨和强奸 倒是可以让他留在白木县接受处理 简少宝是必须要押回天南的 像收买强奸陆小婷的陈阿根一样 眼下正在边城看守所 关着挨欺负呢 等着这边结案呢 一起处理 另一边呢 简金柱的身份 那毕竟是和简少宝不太一样 他是正儿八经的村支书 就这么不动声响的给抓回天南去 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王维现在呢 可谓是前途无量 正在强势上升阶段 也不能自己把自己的前程给砸了不是吗 凡事啊都要必须懂得拿捏个肚 中有国这个人呢很欣赏王维 给了他老大一个脸面 居然亲自在五红市公安局门口 迎接天南来的同志 和那台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把牌照挂上去的警车 看到笔挺站在五红市公安局门口 顾叛升危的中副局长王维大吃一惊啊 远远的就让白大队把车给停住 王维从车上一跃而下 屁颠屁颠的跑过去 给中有国立正经理 动作那叫一个干脆 尽管呢他们没穿警服 少跟我来这套 小子你胆子挺肥的 什么会儿都敢闯啊 中有国呀笑哈哈的拍了拍他的肩膀 大步的向警车这边走过去 张芳和小黄呢没见过中局 见走过来一威风凛凛的三级警督 全都给吓住了急忙忙的下车 忙不迭的给中有国立正经理 小白又来了 白娇娇啊还是一贯的冷作风 对上中有国也没什么改变 中有国呀知道他就这样的性格也不计较 往车里一瞅就看到了狼狈不堪的 简金柱和简少宝父子 爷儿俩这个头套已经给拿掉了 嘴里头呢也没塞什么布团子 不过呢知道已经到了五红了 这儿不是白幕 两个人呢都乖乖的 谁都不敢大喊大叫喽 天南来的这帮家伙 就没一个省油的灯 你敢叫人家就敢收拾你 这两个就是妨碍公务的土霸王 嗯 这档口啊中局长的脸色 已经完全沉下去了 板着脸活像个黑面神 本来中局对白幕那边啊就不太感冒 这些年呢他处理过不少什么边界纠纷 对白幕那边一些蛮不讲理的村民特别的反感 尤其是上次去老根水解救陆小亭 差点出个大洋相 中局啊对这些偏僻乡村的土霸王 那更是深恶痛绝 哪会给他们好脸色呀 看到中有国的奸章 过的天的简金柱给吓坏了 他呀是有点见识的 知道这是公安局的大官 他们白幕县局的局长 都没眼前这人官大 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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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简金柱啊一叠声的给中有国点头点头问好 满脸的谄媚讨好之色 他知道啊现在到了武红 那完完全全是人家的地头上了 就算是白幕县那帮简姓的大人物肯给他出面 武红这边也多半不会买账咯 两家有机院 再说了简金柱也有自知之明 清楚在龙水村的时候 大家都是给他面子 如今呢犯了事被逮到武红这边来了 简姓那些个大人物有几个肯为他出头啊 那还难说得很 知道怕了 跟你说 这会知道怕了不管用 你们最好给我老老实实的 别耍花招 不然 我这边有的是办法对付你们 中有国呀冷笑着说道 这种人前居后宫他见的多了 都是些见封使舵的无耻之辈 好好收拾他们一番比谁都老实 不然哪比谁都嚣张 不敢不敢不敢 领导演中了 真不敢真不敢 简金柱连声的说道 至于简少宝呢 完完全全给下堆了 自始至终就没说过一句胡论话 他心里也知道 人家对他老子多多少少 还保留着那么一丢丢的客气 不管怎么说啊 简金柱是村支出啊 算是一个什么官方身份嘛 像他这种所谓的什么村支保主任 那就是一笑话 无论王维张芳还是小黄 想修理他那就修理他 没半点心理负担 还是自己实相点好啊 不要犯贱逃打 中军 向您请求支援啊 我想借市局的审讯师用一下 给他们录过口供 没问题 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想要怎么样的支援说一声就好 我老中 无条件地支持你们办案 天南的同志 到了武宏 就等于到了家了 别跟我见外啊 要什么就说 千万别客气 中有国呢 笑哈哈的 这话一半是说给王维听的 一半是敲打简金柱 明明白白地告诉他 不要再有什么别的想法 我们是站在天南警察这一边的 算是彻底打掉了简金柱 心中残留的最后一次幻想 当下一行人 直接把车往看守所开 反正今儿该 这爷俩肯定要在看守所待一晚上了 至于明儿一早怎么处理 那再看吧 就在看守所提审做笔录方便 中有国啊 面子真的给的十足 亲自送他们去看守所 当面交代看守所长 要好好的配合天南的同志 不能怠慢 得知啊 他们就是在路上 啃了点面包饼干 连晚饭都没吃 中有国马上就吩咐看守所所长 赶紧的给天南的同志 弄点热乎的垫垫肚子 小王啊 今天晚上就先讲究一下啊 明天再给你们接风 中有国啊 拍着王维的肩膀 极其的热情 一方面啊 中有国是比较欣赏王维 觉得呢 这小子有胆有识 脑子挂的火 有他年轻时候的几分劲头 二来呢 这回是上头领导 直接给他打了招呼 哎 据说这个事连什么 部里的领导都出了面 中有啊 尽管不知道为什么 区区一个小案子 居然能惊动部领导 心里却明明白白的 这个呀 肯定和王维或者白娇娇 有点关系 这两个小子了 至少其中一个有不小的背景 啊 部里领导那是多大的来头啊 怎么会轻易给下边打招呼呢 中军 您这么客气吓到我了啊 去你蛋 你小子我被吓到吗 谁能比你胆子更大呀 这话呀 倒也不算是离谱 敢在龙山镇抓人 抓姓简的知书 一般的胆子还真就不够 这得冒多大风险啊 一不小心 他们几个都未必能从龙山全身而退 这家伙还真是有点二愣子 关键 白娇娇那么一个大美女 也跟着她一起犯魂 安置好王维一行 中有国笑哈哈的走了 王维啊 没急着做笔录 继续晾着剪金珠爷俩 先让他们在看守所的耗子里 下上小一个钟头再说吧 耗子里那些人啊 可没一个擅长 没人给他打招呼 新人进去 一顿下马威呢 是少不了的 倒是呢 帮着王所做了先妻的准备工作 别看这个剪金珠和剪少保父子啊 在龙水村的时候 那嚣张的没边儿 其实啊 不惊喜啊 最起码呢 他爷俩就没进过看守所 连居留所都没进过 只是听人说过 但是呢 听说和亲身经历完全是两码事儿 剪金珠父子啊 在龙水村 在龙山镇 好歹算是个有身份有地位的 勉强称得上是人上人嘛 很少和真正的人渣败类混在一起 只有这个剪少保啊 偶尔跟一帮混混称兄道弟 实际上 双方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跟你称兄道弟 不代表的就是真兄弟 至少呢 五红市公安局看守所那些个在押人员 就没有谁 把剪金珠和剪少保爷俩当成是兄弟 连称兄道弟都没有 哪有什么客气啊 你想多了 进去那顿收拾啊 剪氏父子杀猪般的惨叫声 整个看守所都能听得到 张芳在外面呢 惨叫声就面条吃 笑哈哈的对王维说道 老大 待会我估摸着 让他们干啥就干啥 再也不敢叫板了 叫板 他们也得有这资格才行 嗯 架回家就行了 剪金珠啊 得放他回去 啊 放了他 为什么 张冰 我知道张冰重要 不能让这混蛋给家里打个电话 让他们把张冰给送过来吗 哼 不能 这样做呢 太不稳妥了 除了剪金珠 别人都靠不住 毕竟啊 他家里其他人在村里没这个权威 救张冰才是第一重点 这个不能出错 要是这家伙给咱们出幺蛾子呢 怎么办 哼 拜托你冻下脑筋行不行啊 剪少宝在咱们手上 他就这么一个儿子 他敢出什么幺蛾子 你觉得这一路过来 他心里还没有崩溃吗 就像你说的啊 他现在哭着喊着求我们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哼 倒也是 不过 我还是有点担心 你还担心什么 我担心啊 这家伙回去以后 会找老鱼和天美宾馆老板的麻烦 哼 你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首先啊 老鱼和天美宾馆的老板呢 没你想的那么脆弱 人家呀敢揽这个瓷器活 就肯定有金刚钻 再说了 我也不会给剪金柱这个机会 没有剪月进程遥 他凭什么和人家老鱼叫板啊 张芳一想 嗯 果然是这么回事啊 经不住 朝王为伸出了大拇指 剪金柱啊 内心是崩溃的 整个人都是崩溃的 坐在王为对面呢 这个剪金柱 嗯 一直都在强忍着不流泪 剪金柱觉得 大从出生到现在 四五十年的人生 所受的委屈 加起来也没有劲 一天受的多呀 真 他娘的快把人给憋死了 和这种令人窒息的憋屈比起来啊 身上挨的那点拳脚反倒不算什么 耗子里那帮老头玉霸 看上去嚣张跋扈不可一世 任何一个新人进来 他都要给个下马威 而且呢 打得还很热闹 其实啊 也就是表面热闹罢了 他们呢 很会拿捏分寸 不会下死手的 也会避开要害的部分 最终的结果啊 是你可能被修理的好多天都隐隐作痛 但是呢 真去医院检查的话 你基本上咽不出什么大伤来 最多也就是个皮外伤 关键是 委屈 简直说这辈子啊 没吃过这样的憋啊 而现在 王维直接用雪白雪白的灯光照射他的眼睛 照得他眼睛都睁不开 一睁眼就流泪 真是丢人 简直啊 需要在王维面前守住自己最后的尊严 尽管呢 他已经打从内心深处 准备向王维妥协了 他知道啊 王维他们的第一目标是救出张兵 或许呢 这是他可以用来讨价还价的最大筹码了 也是唯一的筹码 只不过呀 简直觉得这个筹码不那么的保险 毕竟呢 他父子俩都被抓了呀 村里没人做主 只要老于带人再去一趟龙水村 说不定就把人家女孩子领出来了 自家婆娘是肯定不敢拦着的呀 现在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被刺目的灯光照射了一阵之后 终于想起了王维的询问声 仿佛啊 来自天外一般轰隆隆作响 只要开口就好 开口就好 但是呢 让简金柱更加郁闷的是 王维压根就不询问有关张兵的事 而是直接询问他和派出所所长简月进的关系 问他们是几代以内的宗亲 问他平时可给简月进送过什么好处 简金柱立马就警惕了起来 一概推出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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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简月进只是普通的宗亲关系 同村而已 而且呢简月进老早就搬出了龙水村了 还住到白木县城去了 平时也没什么往来呀 简直说 你这种态度呢 对自己可不利 你一句真话都不肯说 要我们怎么给你从款处理啊 我 我没说家伙 简金柱 你现在呢有一个选择 你是要顾着你的儿子 还是顾着简月进 你自己选 要是你好好地配合的话 那一切都好说 你要是像现在这样跟我扛到底 那也随便你 我呢有的是时间跟你慢慢的玩 王叔啊你不能这样 那个谁 那个女的 张斌 还在我家里呢 你就不想早点救他出来 我不急呀 他在你家里啊住着就住着呗 谁也不能把他给吃了对吧 反正呢你父子俩都在这儿 也没有人敢跑到你家去欺负他 他是安全的 不过我跟你说啊简金柱 你拖的时间越长 对你越不利 你要是想跟公安机关对抗到底 那就等着父子俩去天南 把老敌给做穿吧 来来来 简直说 那个咱们啊 再给你好好地算算 你们爷俩呢 到底犯了多大的事啊 先说你自己 非法拘禁 这一条你是跑不掉的 根据刑法 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及第二款规定 犯非法拘禁罪的 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具有殴打侮辱情节 从重处罚 犯非法拘禁罪 致人重伤的 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致人死亡的 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利用职权犯非法拘禁罪的 从重处罚 你呢 有殴打侮辱情节 从重处罚 顶格 判你三年绝不算多 第二呢 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 妇女儿童罪 这一条呢 你又跑不掉 根据刑法 第242条和第277条规定 聚众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首要分子 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其他参与者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 也要按规定处罚 别的先不说啊 就这两条 加起来呢 一共可以判你八年 哎呀 就算数罪并罚会稍微减少一点刑期 最终执行你个七年或者七年半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还有啊 我现在还不清楚啊 你是否对张冰实施了强奸呢 如果你有那个罪行 那么恭喜你 你至少要做十几年的劳 哎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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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绝没有强奸啊 绝对没有 嗯 好 就算你没有 你儿子应该会有吧 哎 我不信他是个正人君子 是个柳夏慧啊 你儿子呀 简少宝简主任 哎哟 他的罪行更严重 除了前面的两款罪行 基本上可以肯定啊 他呢 还得再加上一条强奸罪 哼哼 简单算算啊 十年有期徒刑呢 是最少的 正常情况下啊 以我个人经验 应该是十二到十五年之间 这个呢 还得看人家张冰有没有什么大问题 要是这段时间张冰出了问题 哼 简进住啊 不是我吓唬你 你儿子枪毙都有份 枪毙懂吗 雁明正身绑腹刑场 王宋王宋 我错了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 啊 知道错了要改啊 光知道错有什么用啊 我改我改我改 王宋 你想知道什么 我就说什么 哎等一下等一下 是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别搞错了啊 什么叫我想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啊 搞得我像右供似的 我错 是不是我说了简所的事 就能功过相迪啊 哼 简进住啊 你这还是跟我讨价还价呢呀 得 说不说随你啊 我反正有时间陪着你玩 今天晚上你要是不肯说呢 那你就回耗子里边去想清楚 不过我要先告诉你 这里不是我们天南的看守所 我对这边耗子里的情况呢不熟 哎 他们要是搞出什么名堂来呢 我也没办法 哎 我说我说我说 我什么都说还不行吗 说吧 王维坐回自己的位置 端正了身体 不虚不及的说道 顺手 把刺眼的灯光也给灌掉了 剪金柱 眼泪鼻涕横流的模样 清晰的展现在他和白娇娇的眼前 白娇娇啊 也轻轻的撇了撇嘴 这家伙 似乎什么活到他手里 都难不住他 次日一早 剪金柱像兔子一样 蹿上了五红市区 开往明山县城的长途班车 王维啊 到底还是放了他 让他回去 立马把张兵送到五红市来 简直说啊 已经顾不得别的了 只想立马 离开这个鬼地方 离开的越快越好 越远越好 就算他儿子 现今还关在五红市公安局看守所 那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先就自己要紧哪 饶是这样 在搬车开车的瞬间 剪金柱还是给了站在车外的王维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王维啊亲自送他上的车 亲自目送搬车离开车站 这个做派给剪金柱平添了莫大的心理压力 这混蛋简直就是个噩梦啊 是简直说的噩梦 长途搬车的速度慢的那是令人发指 一路上摇摇晃晃不知道停了多少个站 如果是自己开车啊 一大早从五红出发 大约中午十分就能到明山县城 中间转程顺利的话 估计下午三点就能到龙山 这该死的长途搬车比蜗牛还慢 到明山的时候差不多就已经下午三点了 剪金柱啊 顾不得自己的肚子饿得咕咕叫 直接就爬上了开往龙山镇的县级搬车 实际上这是省级搬车 明山和龙山可不在一个省份 中巴车那也是慢悠悠的晃啊 一样慢的令人发指 在五红开往明山的长途搬车上 剪金柱不敢乍刺 那一句话都不敢说 到了这边 那剪之处终于敢开口了 这中巴车司机不是明山的 是龙山的 只要是龙山人 那剪金柱就不怕他 剪之处那已经下定了决心了 等这个事告一段落之后 他要好好去问问天美宾馆的这个老板 为什么要出卖他们 那家伙要不能给剪金柱一个满意的答案 剪金柱让他的宾馆都开不成 当然了 这暂时也只是剪之处心里想的 天美宾馆的那吕老板可不怕他 在龙山镇天美宾馆老吕那算是个人物 不是剪之处这种乡下的土鳖能比的 剪金柱敢来闹事 那吕老板就敢修理他 在龙水村是你们老简家的地盘 到了镇上那就不好使得了 敢把宾馆开在发廊一条街的 那谁不是黑白两道通吃的呀 没这个金刚钻就不懒这刺激活 对剪金柱的不断催促 中巴车司机每次都是含笑答应 脚下窥然不动 连多一点油门都不踩 笑话 老子在这条路上开车开了好多年了 哪次不是这速度啊 你剪金柱当个知书那就了不起呀 管到老子偷蹭来路 懒得鸟你 下午五点 中巴车终于在剪金柱咬牙切齿的阻咒之中 慢悠悠的开进了龙山镇汽车站 剪金柱第一个就窜下车 下车之后剪金柱没有急着回龙水村 而是直奔派出所去 这么大的事 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和剪月进取得联系啊 把情况跟他说清楚啊 这档口 剪金柱也只能靠剪月进了 虽然说从龙水村走出去的大人物 剪月进远不是职务权力最高最大的那个 还有好些比他更有权更有势的 其中一位甚至在省里都排得上号 但是那些人啊 剪金柱一时之间都找不上 而且那些个大人物呢 都离开龙水村很多年了 家里的直系亲手啊 都已经接到城里去享福了 剪金柱和人的关系也不是那么亲近 唯有剪月进 和剪金柱呢算得上是个好兄的 这些年啊 剪月进帮过他很多 但是呢 他回报给剪月进的也不少 但是新建派出所办公楼那次 包工头剪金柱就给了剪月进好几轮 硬扎扎散发着油墨清香的 崭新的大钞票 可以说啊 他们就是绑在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蚂 现在如今剪金柱遭了难 第一个想到的肯定那就是剪月进 剪月进呢 也有那个义务必须要帮他给产事 剪金柱总觉得这个事不难摆平 听上去呢 他儿子是犯了好几个罪 好几个罪挺吓人的哈 认真追究起来 能判个十号几年 但这不是在山岳吗 不是在白木吗 在白木地盘上犯事 要抓也得是白木县的警察来抓呀 要判呢也得是白木县的法院来判呢 跟你天南警察有个毛线的关系呀 只要在白木县判 那这剪金柱就有办法 反正那个时候啊 张冰也已经回天南去了 没有苦主天天去法院哭诉 这个案子谁都不会认真去办的 剪金柱啊 没指望把儿子直接放出来 那不太现实 毕竟啊是犯他事不小 就算在白木县呢 也不能随便的把人给放了 他要争取的是啊 把简少宝留在白木 这五红市公安局看守所啊 不是个人呆的地方啊 那这昨晚上被人给这顿收拾 现在浑身上下都疼着呢 估摸着他儿子的情况只有比他更糟 那帮天南警察恨死简少宝了 现在逮着机会 哪还有不下死手收拾他的呀 要坐牢那也得在咱们白木县开守所 要判刑那也得在白木县法院判 那这就是剪金柱的目的 但是要达成这个目的 必须要剪阅进出马 别看剪阅进只是一个乡镇派守所的所长 在县局呢还是很吃的开的 县局不少领导啊都跟他称兄道弟 那是个能人也是个强人 剪金柱之所以信心满满 还有一个原因 是王伟把他给放了 这个动作本身就折射出一个信号 天南警方主要是救人 并不想把事情搞大 既然能放了他 理论上也能放了他儿子 剪金柱相信天南那些警察 也要为自己的虔诚着想啊 尤其那个王伟才二十来岁就已经是副所长 虔诚无量啊 肯定不想因为一个案子 影响到自己将来的上进之路 剪金柱没想到的是 他的身份毕竟和他的儿子的身份不一样 王伟不愿意把一个山岳省的村支书 万里迢迢的抓回天南去 有关剪金柱的罪行 王伟会把材料移交给白木县局 由白木县局去依法处理 至于把普通村民剪少保抓回天南判刑 王伟一点压力都没有 也不担心造成什么不良影响 剪金柱直接去了龙山镇派出所所长办公室 却发现办公室房门紧闭 不管他怎么敲门 里面都是静悄悄的 没有人回应 不过呀 这番折腾还是惊动了派出所其他人 有人从其他办公室出来 一眼就看到剪金柱 顿时脸色就变得非常的古怪 似乎看到了什么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 哎呀小潇是你啊 剪金柱呢 他不在所里吗 去哪了 简直说 你还来找剪所长呢 你这是演的哪一处呢 小潇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剪金柱啊 简直说 我知道你是剪金柱 你别告诉我 剪所长的事你不知道啊 他一大早就去局里了 局里领导给他打了电话 听说啊有人举报他了 怎么我听说这个举报人啊 好像和你们龙水村有点关系呢 啊 这个 这个真跟我没关系啊 我跟他们说的都是假的 不是真的 简直说 你到底说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或许你和剪所长有什么矛盾 那也不要连累我们这些办事的 再见 简直说 我要是你啊 去管好自己的儿子 别乱说话 这句话 如同天雷轰顶一般呐 重重的砸在了剪金柱的顶门上 对了 他儿子呀 他们家里和剪月进之间发生的很多往来 剪少宝也是知道的呀 其中不少事还是剪少宝亲自经手的 比如说 上次那笔钱就是剪少宝亲自给剪月进送过去的 他知道厉害 分得清楚 轻重缓急 他儿子分不清啊 再说了 王维他们对他比较客气 并不意味着对剪少宝也会很客气啊 剪少宝高高肿起的那半边脸颊就是明正 那些警察会毫不犹豫的狠狠收拾剪少宝 有关剪月进的材料 他不说 他儿子会说 看来这一回呀 不但他父子俩要倒霉 连剪月进都会跟着倒霉呀 可笑啊 自己还屁颠屁颠的跑到派出所来找剪月进 幸好这个剪月进不在 剪月进要是在的话 那不得直接把大嘴巴甩他脸上 剪月进的脾气比他还暴躁 一时间呢 剪金珠完全呆住了 压根就没办法进行正常的思考 卷知书 指导员 小剪连忙给老鱼打招呼 满脸的对笑偷着小心 在这过去啊 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在整个龙山镇派出所 于汉城就没几个亲信 所里大多数人呢 都是为剪月进马首是瞻 因为剪月进和于汉城的矛盾 几乎是公开化的 过而这些人对于汉城的态度也是很冷淡 就算他们心里并不是这么想的 也必须要这么表现出来 剪所长可看着呢呀 你要是对老鱼客气点 说不定这个老剪呢 就以为你已经重新站队了 于汉城在龙山派出所这两年 日子不是一般的难熬 但是现在情况明显不一样了 于汉城还是老样子 在别人眼里却已经隐隐有了威风 如果剪月进回不来 这龙山派出所所长的位置 十有七八九 要落在老鱼的屁股下了 老鱼和剪月进不同啊 这个人还是很有正义感的 不像剪月进 完全就是一个一门心思 只为自己打算的老油条 假如老鱼接任了所长 龙山派出所的一切 肯定会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 大家都要开始适应新所长的作风了 而且据说龙山派出所有可能升阁 变成副科级所 副科级所和正骨级所比起来 可不仅仅是升半阁那么简单 锁里的内部构架也会面临着很大的调整 对所里的民警来说 最直接的诱惑就是会多出来好多个位置 而且是正骨级的 在论资排辈特别严重的公安系统 升迁是如此的艰难 能够在一个派出所解决正骨级待遇 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极大的诱惑 这其中所长的意见至关重要 对小肖态度的转变呢 老鱼视而不见只是略略的点了点头 眼睛一直都盯在简金柱的脸上 据说到我办公室来啊 哎呀好的好的好的 简金柱现在啊完全的蒙了 忙不迭的点头呃成事 他虽然不知道天美宾馆的抓捕 是于汉城一手促成的 但是用大拇指也能想得到啊 这个事和于汉城脱不了干系 没有准确的情报来源 天南警察能这么准确的把他们父子俩 就堵在天美宾馆的客房里头 原本计划着找到简约金 解决儿子问题之后 再慢慢的找天美宾馆老板和于汉城算账 现在看来啊自己往后我还得求着人家了 真要是于汉城当了龙山派出所的所长 那就不是他这个村支书能够对付得了的了 更何况现在他还有求于人呢 于汉城在龙山派出所并没有一间专门的办公室 这个呀也是简约金说的 所里房子紧张大家都要体谅体谅嘛 其实啊说白了就是故意削于汉城的面子 让他这个指导员呢树立不起来威望 不然的话凭什么一名副所长有自己单独的办公室 他当指导员的反倒没有啊 当然了表面上的理由呢那还是有的 那位副所长比较资深 你还没来之前呢人家就有自己单独的办公室了 总不能因为你来了就让人家把办公室腾出来吧 不过现在办公室里没其他人 于汉城也不给简金柱让座 更不端茶倒水就这么站在那里 看着紧跟进门的剪金柱淡然的说道 简直说那个女孩子也还是要放的 不能走是观着人家 你要知道这是犯罪行为 是的是的于知道啊 我明白我明白 我这次回来我这就回村里去 把那个女孩子给放了 没那么简单 还得我们跟你回村里去才行 不是于知道 那个我保证不开玩笑 我肯定把他放了 这点请你一定要放心 我百分之百放了他 简直说 你这还是信不过我吗 不是不是 于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哪能信不过你们啊 是不是 简直说 你不懂流程 这样的解救 必须由我们公安到场 要是你就这么把人给放了 万一他太虚弱出点事怎么办 万一他在半路上 出点意外怎么办 这个责任都是你来担 老于啊 反问道 语气呢有点不屑 这个法盲 简金柱顿时就苦了脸 说实在的 他最怕的就是担责任 那不是一般的责任 那是犯罪啊 在这样的情形下 简金柱其实根本就没有太多的选择 当下于汉城开上锁里的微型面包车 带着简金柱一起前往龙水村 解救小组的成员都没变 还是他小孟和内秦苏和 由此可见 老于也是个有脾气的 三天前你不是把我们三个撵出去了吗 现在还得是我们三个回来把人带走 谁赢了呀 想在龙山镇派出所当所长 把所有简阅进的班底都一杆子接收过来 没点脾气还真不行 简金柱父子啊一个晚上没回家 其实呢家里已经有点乱了 以往这种情形啊也出现过很多次 但是每次呢都在计划之中 家里人知道他们去了哪干什么去了 为什么要在外边过夜 所以啊心中一点都不慌 这一次却没有说好 原本只是去镇里办点事 晚上肯定回的却不见了踪迹 尤其是一个电话都没打回来 这就让家里人有点担心起来 幸好啊简金柱及时的出现了 要是再等到明天 那就真的乱套了 看到警车简金柱的老婆 还是有点紧张 毕竟家里的地窖里就关着一个外地女孩 这事啊不用懂法 哪怕就算是文盲也知道不那么的合适 况且前几天警察还来过闹的还挺大 简金柱老婆其实很反感儿子那么做 他仔细的观察过张冰 姑娘长得真不赖 要长相有长相 要身材有身材 听说还是个大学生 这样的姑娘就算给他家做媳妇也绰绰有余了 凭什么要便宜了简思君那个老光贵啊 简思君有哪一点配得上这么好条件的女孩啊 简少宝啊还不如直接娶了这姑娘 省得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子 他呀当然也知道买来的媳妇呢不保险 其他村买来的媳妇啊都是关着的 一个没看牢就跑 但那都是些什么家庭啊 要什么没什么 家庭条件好的能买来历不明的外地媳妇 自己家是什么家庭条件呢 他相信只要儿子真心诚意娶了这个叫张冰的天男女孩当老婆 张冰啊真没理由跑 这么好的条件他跑什么呀 关键啊儿子不听他的 这个儿子被他爸给惯坏了 有时候连他爸的话都不听 简金柱老婆呀也只能干着急 简少宝不在这两天 这个女人倒是把张冰照顾的很不错 除了防备他逃跑 吃的喝的都不缺 还做了红烧肉还送进地窖去 女孩呢也吃了 这让简金柱的老婆呀略略安心了些 他不知道 张冰啊这是在积蓄力量准备逃跑 前些天天男公安和他父亲张荣的意外出现 给了张冰极大的鼓励 尽管最终没有能把他救出去 却让张冰看到了希望 只要爸爸知道他被关在这里 警察知道他被关在这里 迟早还会回来救他的 到那个时候自己得努力配合 要是自己不吃饭身体太虚弱 那到时候可能就会成为累赘了 张冰估摸着警察就算再次来救他 也应该是采取非常手段 龙水村这些人太野蛮太不讲道理了 为此张冰还特意把自己收拾了一下 洗了个脸洗了个澡 他不愿意脏兮兮的面对父亲和警察 本质上张冰是那种极其要强的性格 从小到大学习成绩都特别的好 他知道自己的家庭条件很一般甚至比较差 那就只有在学习上特别的努力才能出人头地 为自己获得应有的尊严 再没想到就在大学快要毕业 即将要走上社会的时候 发生了这么一档子事 尽管现在张冰还没有办法完全冷静下来 评估这事对他今后的人生影响到底有多大 但是凭直觉也知道自己的人生道路肯定会因此而改变 陆小婷或许能够凭借家庭的力量 换一个全新的环境继续新的生活 他不能有这个奢望 他的家庭条件根本就不可能给他换环境 要么他咬着牙坚持在学校读完最后的半年 反正也要开始实习了 要不就此辍学 至于能不能跑得出去 张冰从来都没绝望过 他坚定不移地相信 自己一定能找到办法逃出去 逃出这个地狱般的银窝 没有这个信念之称 他呀恐怕早就坚持不下去了 快快快快 找钥匙找钥匙 去计较把那个天男女孩给疯了 一进门 简金柱就忙不迭地冲着老婆吼道 哦 姚神哪 姚神哪 姚神去哪了 哎呀 姚神一直在耍包身上 他随时懈怠着他 完全乱了阵脚 剪金柱这时候啊 充分显示出了领头人的沙发决断 眼见他老婆忙忙乱乱的 就是找不到钥匙 也不多等 从柜子里拎出一个工具箱 就往地窖跑 没钥匙 那就直接撬就完了吗 剪金柱离开五红市公安局 看守所之后的第三天下午 张荣终于再次见到了自己的女儿 之所以耽搁了这么久的时间 也是有原因的 在确定得知自己已经被解救 已经自由了的时候 张冰的第一反应 和大多数被解救的拐卖妇女一样 就是急着回家 急着见自己的亲人 何况他知道自己的父亲 已经到了这边 那就更加的心急了 但是于汉成告诉他 事情没那么简单 首先 于汉成要给他做一个笔录 作为一个籍贯天男的女孩 万里迢迢被人拐卖到了山岳省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了什么罪行 于汉成都必须要知道 必须记录在案 因为他才是张冰的最终解救者 他需要整理材料上报 在他年度的成绩汇报中 将会增加这么一条 某月某日 解救天男籍被拐卖妇女一名 数字很小 也很冰冷 但是每个人的成绩 都有这些很小很冰冷的数字 组合起来的 当然 于汉成 没有在派出所给张冰做记录 他呀 还没那么冷血 尽管张冰收拾了一下自己 这两天也吃了点饭菜 被关在地窖那么多天 总的来说 身体还是很虚弱的 很明显 不可能再经受高强度的讯问过程 于汉成 直接把他送进了医院 已经到了晚上了 送往县城的人民医院呢 有点晚了 暂时先安排在龙山镇医院 镇医院的条件呢 很一般 又是晚上 没有办法给张冰 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只能做简单的目测检查 然后给他挂上眼水 打一点营养药 等明天呢 去县人民医院 全面体检了再说 于汉成和苏和两个人 在张冰的病床前 做完了笔录 老于安排苏和和小孟 在医院值夜班 减筋柱 现在是比较配合 但情况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那就难说了 于汉成 必须小心谨慎一点 不过从县局传来的消息 却是比较乐观的 简阅进 已经被局领导 采取了一定的强制措施 最终会怎么处理 暂时不知道 很有可能 会把所长职务给撸掉 至于这个所长的大帽子 会不会如愿地 落在他老鱼头上 那还得看他自己 如何去争取 刚听到局领导 对简阅进采取强势措施的时候 老于也是吓了一听 他私下里以为 就算简金柱 简少宝父子俩 供出来什么材料 也不至于这么严重 简阅进在县局的关系 不是还很强吗 乃至 整个县里都有一张 很强的关系网 但是老于的关系户告诉他 这回简阅进可能摊上大事了 上边有大领导给县局打招呼 点名批评简阅进 至于这个大领导到底有多大 是市局还是省厅的 那就不得而知了 甚至有可能是不理的 听到这个消息 于汉成隐隐约约的感觉到 王维的来头可能很不简单 要不这家伙不至于胆子那么的大 在异地他乡都敢来硬的 没人撑腰 纯粹的傻大胆 在公安系统是活不下去的 老早就让人给踢出去了 于汉成感觉 王维的手段也挺辣的 下手不留情 简阅进在这件案子上 基本就没露过面 也被王维给惦记上了 最终兑现了王维给于汉成的承诺 简金柱和他老婆 好几次想要进病房 手里提着水果糕点 还有临时买的新衣服 都被小孟毫不客气的给拦住了 明白无误的告诉他们 不许再接近被害人 张冰原本穿的衣服 早就不知道被扔哪去了 被关在简家地窖的这些日子 他都是不穿衣服的 只能躲在被窝里 这也是为了防止他逃跑采取的招数 大多数买媳妇的人家 都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所以住进镇上医院的时候 张冰都是裹着床单的 但是他无论如何 都不肯接受 简金柱和他老婆买的新衣服 最终还是苏和从自家找了两套旧衣服 给他换上 两个人的身材基本差不多 苏和略为丰满了些 眼下也只能就这么将就了 有警察亲自值班站岗 这个晚上张冰好好地睡了一觉 睡得前所未有的安稳 踏实 此日一早 于汉成亲自开车 送张冰去了白木县人民医院 进行全面的检查 体检结果表明 张冰除了有些虚弱 身体有皮外伤之外 总体来说 生命体征还算平稳 当然 遭受了比较严重的性侵犯 简少宝那个混蛋 就是个人渣 本着负责的态度 于汉成坚持让张冰 在人民医院观察了一天 第三天上午 才亲自开车 送张冰前往武洪市 和等在那里的张荣 以及天南警方解救小组见面 简金柱迟疑犹豫再三 最终还是没有跟于汉成 一起去武洪 他本来是打算亲自 送张冰去武洪的 以便让王索看到他的诚意 然后好好的求个情 让王索高抬跪手 放他儿子一马 不过后来还是自己放弃了 太冒险了 谁知道他王为会不会翻脸 再次把他给靠起来 他身上背的罪名也不轻 王为有绝对的理由 抓他回天南去受审 简金柱觉得 这种事王为绝对干得出来 这家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将自己父子今后 十几二十年的人生自由 和美好生活都寄托在王为是否良心大发之上 简金柱觉得无论如何都不是那么的靠谱 哎呀 还是去县里求人吧 求那些同是姓简的大人物 同是从龙水村走出去的大人物 没有要求立马释放他儿子 没有要求立马释放他儿子 只是要求这个案子留在白木审 留在白木判 理由也比较充分 难度应该不大吧 如果那些大人物真的肯帮忙的话 但是 事实再一次给简金柱啪啪的打脸 那些简性的族人在县里工作的大人物 基本谁都不愿意掺和进来 这种事 有什么好掺和的 半点好处都没有 一不小心呢 还有可能沾一屁股时 和简金柱又不是特别要紧的亲戚族房 没有必要为了他汤这浑水啊 大多数的大人物 连这个话题都不愿意接 只有一位平日里跟简金柱有过 只有一位平日里跟简金柱 有过较多来往的县领导 才似乎在不经意间给他漏了点口风 告诉他 这个事儿啊 上边有大领导打过招呼 不然的话 单单天南警察在白木县逮人这个事儿 就足以引起县公安局领导极大的不满了 可能呢 都不用简金柱出面求刑 公安局自己就会采取措施 现在的结果啊 确实风平浪静 就好像这个事儿完全没发生过 甚至连简约禁都躺枪了 极有可能倒个大霉啊 把这些蛛丝马迹综合起来 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呢 简金柱不傻 话说到这个份上 那还有不明白的吗 只是那个看上去永远吊儿郎当 嘴角永远挂着坏笑的天男小子 也太坏了吧 有那么大的靠山不早说 害得自己硬往沟里头钻呢 简金柱啊 也不想想 人家王维就算有再大的靠山 也不可能时时刻刻高举着大牌子喊呢 你自己要嚣张 最后一脚踢在铁板上 不怪你自己 难道还要怪铁板太硬吗 不说简金柱内心深处 是多么的懊悔 单表另一边 张荣 见到女儿从警车上走了下来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尽管张芳早已经告诉他 龙山派出所的同志会亲自开车送张斌过来 张荣心中还是忐忑不已 不忐忑不行啊 这些天他都不知道做过多少次噩梦 在梦中不知道多少次和女儿擦肩而过 每次想要抓住女儿的手 醒来却发现都是一场空 这煎熬啊 直到紧紧的把女儿搂在怀里 张荣才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一种 发自内心深处的安然 这下真的放心了 妇女重逢的场景极其的感人 连张芳小黄这样的七尺男儿都忍不住 眼睛湿润了 白娇娇直接扭过了头 估摸着白大队这个时候啊 内心也是波涛汹油 只有王维忙着和于汉成握手说话 表示由衷的感谢 没有于汉成的配合 这个任务还真的不能完成得这么的顺利 于汉成更加的客气 他现在几乎已经能断定 不是王维就是白娇娇啊 他俩其中一个人肯定是有强大的靠山 把他们县里这些人压得是一声都不敢坑 面对这样的牛人 他老于自然得低调点啊 王维总 真不打算把简少宝留下来 那个家伙呀 我不能给你留下来 我要是给你留下来呀 没办法给人家父女俩交代 也是 是应该好好给他个教训 辖区内呢没有这种人 将来啊 你们派出所的工作也好做一点 对不对 你这个所长呢 坐起来也轻松一点 现在可不敢这么说 不敢自称 在张兵送到五红市的当天下午 天南解救小组就踏上了归城 张荣张兵妇女和他们同车回天南 车上还押着古永兵和简少宝 这两个犯罪嫌疑人 本来啊 白娇娇是不同意张荣张兵妇女和他们同车的 连续几天几夜 面对古永兵和简少宝这两个伤害过自己的坏家伙 白娇娇担心张兵受不了 这样的刺激确实大了点 王维呢 主要是考虑张家的家庭条件不好 父女俩自己坐车回家 要增加很大的经济负担 反正啊 他们车子是久坐的 坐得下 那就一起走呗 听了白娇娇的顾虑 王维也觉得有道理 女人和男人的思维方式 到底还是不同 王维归根结底是个钢铁直男 很少从这种细腻的心理角度去考虑过问题 白大队表面上再像个女汉子 他骨子里头也是个如假包换的女孩 张荣妇妇女要真是经济紧张的话 王维可以私人赞助他们一笔路费 现如今呢 王索是阔老不差钱 但最终啊 是张兵自己坚持要和他们千里同车 人姑娘是这样阅述理由的 看着这两个混蛋垂头丧气的样子 解恨 这个也是个说法 那果然呢 在车上 古永兵和简少宝都特别的老实 基本上一直都是低垂着脑袋 不敢和众人对视 更不敢和张兵对视 而张兵一路上的表现倒是比较平静 让大伙呢 都对他刮目相看 其实啊 王维做出这个决定非常的冒险 也是不合规定的 哪里可以让被害人和犯罪分子千里同行啊 万一在途中出个什么意外 比如说张兵趁大家伙都不注意 直接给古永兵 或者简少宝来一下狠的 甚至把这俩混蛋给宰漏 还不得是王维这个解救小组的组长 承担责任呢 但是王二哥呀 自来就是这样的性格 老子就是不怕冒险 就是不怕担责任 你能把我咱们着 我是老大 我说了算 加上白娇娇 张芳小黄 都是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谁都不纠正王维的错误决定 就咱们着 万里迢迢 一路同行的回家去了 好在一路平安 并未发生任何的意外 阳春二月 莫上花发 北国还是一片春寒料鞘 边城早已经温暖如春 尤其是边城市政府大会一事 更是一片喧嚣热闹 隆重的捐赠大会和表彰大会 正在这里举行 这个会议的绝对主角 既不是书记 也不是市长 而是云都市 著名民营企业家 陆启正先生 以及陆小婷张冰 绑架拐卖案 专案组成员 其中 以王为白娇娇为主 这样 已经是张冰 被从山岳解救回来两周之后 涉嫌绑架拐卖妇女的犯罪嫌疑人 谷永冰 陈海霞 颜青梅等人 涉嫌收买拐卖妇女 非法拘禁 强奸的犯罪嫌疑人 陈阿根 简绍宝等人 都已经到案 简绍宝 正式被边城市检察院 批准逮捕 其他犯罪嫌疑人 早先就已经被检察院 批准逮捕了 至此 这个拐卖绑架案 基本上算是胜利告破 陆启正 说到做到 兑现自己的诺言 赶到边城市 向边城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边城市公安局 西城分局 红玉派出所 两个单位 进行了捐赠 陆启正 可不是个小气的家伙 此番的捐赠 真的是准备了 不少的好东西 大到警车 小到电脑 摄像机等 应有尽有 还有一笔 为数不菲的现金 林林总总加起来 不下于一百万 九十年代 一百万 绝对是一笔巨款 比后世一千万的 实际购买力 还要强 一次性拿出 这么多钱和实物 不要说边城市 就算是整个天南省 有这种实力的老板 也不多 可见 陆启正 心意之称 这个捐赠会 即表彰会 应陆启正的要求 严格控制了范围 只请了相关的人员 没有搞得满城风雨 尽人皆知 媒体倒是来了好几波的记者 有天南日报的 有边城市电视台的 还有公安系统的宣传工作者 不过 他们都已经承诺 这个会议的情况 只上内部资料 不公开报道 大家都能理解 陆启正爱女心切的心情 陆总 一点都不想让自己女儿 这段屈辱的经历曝光 对陆小婷来说 这将永远是她人生中 最黑暗的一夜 为了不影响女儿日后的生活 陆启正 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 为陆小婷 打通了学校的各个环节 大学四年的最后一个学期 陆小婷将不出现在校园 校方保证她能毕业 并且获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校方充分理解陆启正的心情 也充分能够同情陆小婷的遭遇 决意为她开一路的绿灯 连学校都能这么破例 公安机关那更是要理解了 所以呢 今天会议室里的人不多 但这个会议的规模却不低 边城市一把二把都到了 市政法委一哥 公检法司四家首长 也都悉数与会 要知道啊 这可不仅仅是个简单的捐赠仪式 这意味着企业界对边城市公安系统的认可 王维白娇娇等人也因此捡了个大便宜 分别被授予三等功 全市政法系统通令嘉奖 说起来啊 其他的警察同志呢 多多少少是有点不服气的 这个运气也太好了吧 再说了 刑警破案不就是本职工作吗 破个案子就立一次功 那边城市公安局还不得挂满了军工章啊 像洪峰这样工作了三十几年的老刑警 就算把屁股后边都挂满勋章 那还是不够地方啊 明显这是为了给陆启正一个面子 不管怎么说啊 陆启正这回要捐赠给边城市公安系统 整整一百万的财物啊 是边城市公安局成立以来 所接收到的最大的一笔社会捐款了 而且呢 还收得心安理得的 收得理直气壮 公安局这一回啊 确实给力 这样原本一点线索都没有的无头案 不但是破了 还破得这么的迅速 这边刚刚报案 几天时间就把人给救出来了 就算放在全国范围内 打拐案子也没有破得这么干净利落的 人家云都大老板都舍了邪本了 难道边城市公安局还舍不得一个勋章吗 原本啊 局里打算直接给报二等工 既然要给面子 那就给个十足嘛 毕竟大家伙都知道 三等工和二等工区别还是很大低 毋庸慧言呢 三等工有时候呢 是作为安卫奖出现的 只需要市局自己批准就行 而二等工以上的审批就要严格的多 需要省厅批准 不过最终是王维自己推掉了这个荣誉 太出跳了不好 王维参加工作还不到一年 就已经得过一次二等工 这回又得一次二等工 那不是表彰 那就是给他拉仇恨 让那些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 却只得过一次安慰奖的老同志怎么看呢 至于白娇娇啊 压根就不在乎这个 他只在乎破案 当然呢 他也没推 既然他根本不在乎 那你们给不给他都无所谓 不给不争 给了也不辞 反正和我关系不大 王维啊 推了那就推了呗 白娇娇甚至都不知道这中间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他从山岳一回来 一天都没休息 又开始侦办其他的案子 就目前而言 白大队手里至少还有三个案子在办着呢 兼任着两个专案组的成员 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王维在交涉 白大队明明白白的跟王维说了 这些破事你去应付 不要来烦我 现阶段呢 敢在王维面前这么牛的 恐怕也就只有白大队一个人了 王维呢还没脾气 隔三差五就屁颠屁颠的 在白大队面前露个脸 瞄准了机会 还会拉白大队去下一次管子 那狗腿子劲 据说呀 传到郭红飞的耳朵里啊 已经和别人谈恋爱的郭大队 还是醋意大发 摔到了一个被子 反正啊 郭大队杯子多 偏偏白娇娇 还就吃王维这一套 在此之前呢 除了单位统一聚餐 就没人能够单独 请动白娇娇下馆子吃饭 唯一的例外 只有米兰 但是米兰是白娇娇的闺蜜啊 一个和白娇娇 同样级别的祸水美女 他俩一起下馆子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更不会燃起熊熊的八卦之火 最后 局里决定 给陆小婷张冰 绑架拐卖专案组 即集体二等功 荣誉归于集体 这个很好 大家都不反对 主要呢 还是给陆起正面子 人家捐赠个一百万 这边连个二等功都不给 岂不是显得陆总 岂不是显得陆总很没有水平啊 捐赠的对象不够资格呀 同时呢 也让王维在袁怀英面前 留个好印象 袁怀英是刑警支队长 刑警支队取得的任何集体荣誉 他都有份 大家伙都很明白 王维这小子那么能干 破案那么厉害 那么有天赋 迟早是会被调入刑警部门去的 至于是去分局刑警大队 还是直接调市局刑警大队 那还要再看 这样的人才啊 要是谁都想要 最终谁能够得到 那就看谁的手更长 腕子更有劲 现在呢 让王维在袁怀英那里 留个好印象 对他日后的前程 大有好处 公安系统啊 就是个论资排辈的地方 你再有实力 上级领导不给你施展的机会 你也得窝着 一点点的消磨掉 你宝贵的时间和宝贵的锐气 事实证明啊 王维这一下推让 还是很见效果的 原本那些对他羡慕嫉妒恨的同行 心里一下子平衡了许多 知道王维三等功 通令嘉奖 是为了给陆老板面子 至于啊 先前议论的 王维在人群聚集地方 鸣腔警告 需不需要给他处分的问题 现在也没人提起了 著名的慈父啊 斯大林同志说的好 胜利者是不接受谴责的 人家运气啊 就是这么的好 你能怎么样呢 表彰大会啊 开得十分的隆重 市里的一哥二哥都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对陆启正的支持和慷慨 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当然呢 也顺带着表扬了一下这个 公安局的工作干得不错嘛 尤其是年轻的侦察员 王维白娇娇同志 更是不畏艰险 再次远赴东部地区 成功解救出两名被害人 特别值得肯定和表扬 陆启正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对边城市公安局 对专案组 对洪峰 袁淮英 王维等专案组同志 都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重要人物发言之后啊 那就是隆重的捐赠仪式了 袁淮英代表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王维代表洪宇派出所 接受了陆总慷慨给予的馈赠 当然刑警支队那是大头 派出所得小头嘛 因为啊蛋糕很大 就算分小头呢 数额也是非常可观的嘛 各种物品加起来超过十万 那还有十万块钱现金 是陆总指明给洪裕派出所 刑警中队的办案经费 一个小小的派出所 骤然得到这么多的钱物 已经很不错了 一直坐在旁边当陪练的刘强啊 那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尽管这些捐赠是王维上台领的 到了锁里呢 那可就不全是刑警中队一家的了呀 锁里肯定要分润一些 对不对 多少随意 最起码见面分一半吧 王维啊再厉害 他现在也还是洪裕所的副所长 全所的福利建设呢 他必须要贡献一份责任 这是跑不掉的 捐赠一事之后 就是隆重的授奖授勋一事 袁怀英代表专案组上台 领取了集体二等功的证书和锦旗 周世豪代表专案组上台 领取通令嘉奖的奖状 王维白娇娇分别上台 领取奖章 立功授奖证书 立功授奖通知书和席报 授奖一事之后 市领导局领导 陆总 公检法司首长们 和专案组的同志 共同合影留念 会议开得非常圆满 非常成功 会议结束之后 是隆重的吴宴 这种礼数是一定要讲的 不消的说 吴宴后 领导们纷纷和陆启正握手道别 等所有领导陆续的离去 陆启正专门去了一趟红裕派出所 对王维陆启正的印象非常之好 这个年轻人 是快速救出他女儿的关键人物 陆启正啊 总是想着要给他个人一些好处 不然呢 都表达不出自己对王维的感激之情 不过呀 这东西急不来 陆启正总也不能私下里塞个红包给王维吧 那样太不讲究了呀 陆总啊 不是下里巴人 去红裕所之后 陆总看到紧巴巴的办公环境 得知他们正在筹备 准备新建办公楼 陆启正再一次慷慨解囊 捐赠建设基金十万 连王维也不得不感慨 陆启正后来能成为整个天南都有名的大富豪 一手创造出全国驰名的品牌 果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豪气十足 在红裕所 陆启正足足和王维沟通了将近一个小时 了解到王维他们解救张冰的详情 再一次对王维的勇敢和大无畏的精神 表示了赞赏 同时告诉王维 他回到云都之后 打算牵头搞一个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基金会 为今后全省的打拐工作出一份力 有了这次亲身经历之后 陆启正认识到经费不足 始终是困扰公安机关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关键因素之一 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 为其他不幸的人做点什么 为此王维伸出了大拇指赞叹有加 接下来的日子 王维还是很忙碌 在基层派出所上班 只要你想干活就没有闲下来的时候 当然了 您要是想偷懒 一天到晚敷衍 堂塞小日子也能过得蛮滋润的 这样只想过自己小日子的基层警察也有不少 王维暂时还没有列入那个行列 他忙着练兵 红与所的刑警中队禁毒中队是组建起来了 不过人员素质比较一般 这个素质指的是业务素质 不是人品素质 毕竟大多数都是新人有经验的老警察 怎么的也不想掉到派出所来 接受一个矛头小子的领导 对不对 人嘛都要讲究个面子 是不是 王维急着把这帮家伙的业务素质提起来 好在他这个副所长兼中队长 是名副其实的老刑警 办案经验非常的丰富 亲自给大家讲课 示范 两个中队的小伙子小姑娘们进步神速 就在王所忙着练兵的时候 边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会议室 一个小型会议正在进行 会议的气氛非常的严肃 参加会议的人身份也各不相同 都穿着制服 但是制服明显是有区别的 其中一部分穿着警服 都是边城公安局的刑警 以洪峰 袁怀英为首 白娇娇也在 对边城市局比较了解的人 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这个会议室囊括了边城市局 刑警战线的大部分精锐 只要一看这一批人集中在一起 有经验的人马上就能想到出大案子了 一般的案子根本没有必要把市局那么多刑警精英汇聚起来 那是极大的资源浪费啊 这些人手头啊谁不是握着几个案子在办呢 哪有清闲的时候啊哪有清闲的人呢 但是呢另外一批人的制服却让人暗吃一惊 那几位也是警察 不过制服的细微处和刑警们有所不同 他们是国安警察不是刑警 而这几位国安警察的警匣都还不低 一看就知道是边城市国安局的重要人物 此刻一个个脸色严峻 会议室呢不禁烟 整个会议室一团的烟雾缭绕 白娇娇板着脸对此非常的有意见 却也没说出来 这一屋子人呢就他一个女同志 让这帮大老爷们不抽烟 还不如杀了他们 然而真正令人吃惊的 还不是这几位国安警察的出现 而是并排坐在一起的几位军人 正儿八经的空军的军官 领头的是一位上校 都穿着鼻挺的军装 这几位军官的脸色 比国安警察还要严峻 相对来说 倒是刑警们的脸色略略有些轻松 起码没那么紧张啊 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和国安相关的案子 而且不是一般的国安案子 没看连军队都出现了吗 无疑啊 这个案子和军队有关 照理这样的案子 应该去国安那边开会啊 或者直接去军队驻地开会 这样一来啊 保密程度那不是更高吗 现在却选择在刑警支队开会 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不过 从与会警察的人数 倒是能看出一点端倪 刑警的数量远远多于国安警察和军官的数量 可见目前这个案子 以刑警为主在办 既然是这样 那就还是在刑警支队开会比较方便 不然的话 每一次开会都要搞得公安局这边鸡飞狗跳的 也不是个事啊 眼下会议是一片沉默 袁怀英刚刚发言作响 其他人默不作声 袁支队啊 就是说 目前公安这边 暂时还没有什么进展 不一会儿 一名挂着三级警匣的国安领导 将手里的烟灰在烟灰缸里掐灭 沉声地问道 袁怀英点点头 是的 猫居 这个案子目前线索实在太少 又必须秘密侦查 这没有办法发动基层派出所的同志参与 更没有办法发动线人参与 这难度实在不小啊 袁支队啊 咱们时间很紧张啊 这个案子呢 拖的时间越长 泄密的可能性就越大 我们拖不起啊 毛居啊 这个我也知道 可是 破案这种事还真的急不来 您也是刑警出身 这您知道的呀 刑针是一门科学 不能以主观来改变的呀 说实在的 袁怀英最怕的就是这些机密的案子 一旦发生 他们刑警这边那就有的忙了 在普通人心目当中啊 涉及到机密的案子 肯定是由国安负责侦办的 和公安这边没什么牵扯 其实啊 是想当然了 只要是和地方上相关的案子 不请公安协助 单纯凭着国安一家的力量 很多案子都会困难重重 国安那边啊 侦破这种明显带有刑事案件痕迹的案子 还远不如刑警这边方便 这倒不是说国安的同志们不行 关键 他们没有公安这边遍布各地的基层网络 没有各种最基层的信息来源 很多案子想要侦破 都得靠来自基层的 星星点点的线索汇集起来 一点一点的揭开真相 不少涉及到国安的案子 其实不见的就是什么敌特分子干的 而是小毛贼顺手牵扬 机缘巧合而已 国安那边啊 伴着伴着就进了死胡同了 不得不请公安的同志们帮忙 这个案子的情况就是这样 一开始部队还不同意和刑警这边联合办案 后来看看整个案子没有了进展 那份机密文件又必须尽快找回来 不得已 只好同意与刑警合作 但是现在来看啊 刑警这边好像也不太行 这都过去好几天了 依旧是毫无进展 国安和部队的同志们难免心交啊 对袁怀英这番话 毛菊也不能说什么 袁怀英说的没错 毛菊本身就是刑警出身 后来才调到国安那边去的 他也知道办案这种事真的急不得 有些案子没线索那就是没线索 您老再急 领导再震怒也辨不出线索来呀 真要是限期破案 那就会出问题 出冤假错案呢 况且像他们现在面临的这个案子 还真的就没办法搞什么冤假错案 不管你抓谁 最终的目的必须是要把机密文件给拿回来 其他的一切都是虚的 可是要说案子无限期的拖下去 这话谁都不能说出口 见上校同志一声不吭 毛菊忍不住直接问道 刘主任 你的意见呢 身穿笔挺空军制服的刘主任 微微一点头说道 毛菊忍不住 我还是那个意见 要尽早破案也要尽量保密 这是领导的指示 红菊 您看呢 小白 给王维打电话 让他马上过来 是 王维是谁啊 没听说过 很厉害 虽然国安和公安不是一个系统 但是老国安和公安刑警这边啊 都少不了联系 怎么没听说刑警支队这边 出了什么了不得的厉害角色呀 被问的这位啊 实在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只能说呀 红菊真的有点太任性了 这不是打大伙的脸吗 但是红菊自来就是这样的脾气呀 以他在边城市公安局的资历 尤其是在边城刑警界的威望 他呀 完全可以就这么任性 您服也得服 不服 嘿嘿 也得服 王维同志啊 不知道他引起了很多人的嫉妒和不满 接到电话之时啊 还悠哉悠哉的 在锦绣山庄一号别墅 跟唐薇喝茶聊天呢 他们合作的几个项目 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 大型购物广场和富豪俱乐部啊 都已经破土动工了 前期各项工作 尤其是拆迁工作之顺利 出乎王维的意料 按照他脑海里的思维定势啊 只要是涉及到拆迁 就没有不麻烦呢 谁知道 竟然顺利异常 所有需要动签的家户啊 都没有什么意见 拿到补偿款之后 干干脆脆的扒了价 王索这才想起来 眼下还是九十年代啊 不是他习惯的另一个时空啊 拆迁还并不太常见 只要补偿比较合理 并且呢 款项及时到位 工作还是比较好做的 唐薇对这两个项目啊 相当的上心 这段时间他也没闲着 带着葛文宏和小高四处的考察 发现所有的购物广场和富豪俱乐部 经营情况都非常好 盈利能力之强 甚至还超出王维曾经给他们描述的情形 这就让唐薇彻底放下心来了 开始全力以赴操作这两个项目 尽管资金特别紧张 唐薇还是挤出一百万 打到了王维的账户之上 让他去操作期货股票 唐薇越是考察 就越是精益于王维的商业天赋 这小子简直就是个天才 好像这些东西他都亲眼见证过似的 唐薇相信 不管是购物广场还是富豪俱乐部 只要搞起来 肯定就是超级的印钞机 这些年 他一直在苦苦的思索转型之道 也一直都没有找到好的门路 没想到呢 被这小子一番话就给解决了 唐薇一直都相信天才论 因为啊 他觉得自己就是个天才 从草莽中崛起 发迹成编程首富 不是天才是什么呀 现在唐薇觉得 王维也是个天才 毕竟这个世界上的天才 不可能只有一个 何况呢 王天才将来很有希望 也成为他唐氏家族的一员呢 据下面人报告 王维对唐一一非常之好 简直就是宠溺有加 唐一一尽管没有对外宣扬 却已经在小范围内宣布 王维是自己的男朋友 当然呢 这个范围是非常小的 就是他要好的几个同学知道 王维居然也并未辟谣 这就很好 而且按照唐薇自己的观察 米兰和王维之间始终保持着好朋友的关系 似乎并未越过雷池 从公安局那边传来的消息呢 却又是另一个版本 据说王维正在跟白娇娇这个 缠夹不清 由此还得罪了大有靠山和后台的郭鸿飞 这小子挺风流的呀 唐薇也不在意 年轻人吧 总会有些五心不定 给他点时间 总会做出最终选择的 唐薇相信 王维不是个傻瓜 他知道什么才是最佳选择 唐薇见过不少聪明的人 只要是真正聪明的 最后总是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无疑 王维就是真正聪明的那种人 他甚至不介意 在唐薇面前和唐一一 做出十分亲密的举动 比如啊 拍拍唐一一的脑袋瓜啊 摸摸他光洁红润的小脸蛋之类的 自然了 随意的让唐薇都有点吃醋 无论是谁啊 看到自己辛辛苦苦栽种的白菜 就要被猪给拱了 心里头会有那么一点不舒服 但是呢 无论什么时候 王维都是个尽职的警察 哪怕正聊到几个项目 今后可能的利益分配 一接到白娇娇的电话 说红局让他马上去局里开会 王维几乎半分钟都没耽搁 一跃而骑匆匆的向唐薇妇女道了别 转身就走 唐薇还没什么 唐一一自然是万分的不舍 不过呀 唐一一是个乖乖女 早已下定决心 不影响王维的工作 王维驱车直使市局 在车上 王维脑子里已经在高速的运转 却有点想不起来了 这个时间段 貌似市里并没有发生什么影响 特别重大的案件 王维的记忆力非常好 影响特别恶劣的杀人案 贩毒案 基本上他都能有点印象 当然了 大多数的案子 特别是九十年代的案子 他很少亲自的参与过 他开始在编程刑警系统 小有名气 展露头角 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的事 想不起来 王维也不在意 反正到了就知道了 当王维出现在刑警支队大会议室 所有心中满怀期待的 国安警察和军官们 都面面相聚 一开始 还以为是哪个 蒙头蒙脑的小警察 走错地方了呢 心中暗暗的鄙夷 地方公安局 哪就是纪律差 保密工作总也做不到位 这么重要的会议 都有人随随便便的闯进来 不过随即啊 他们就知道 是正主到了 王维一进门 就给洪峰立正敬礼 只是他穿着便服 脸上总是挂着那种古里古怪的笑意 怎么看 怎么让人没信心 觉得怪怪的 这样的也是警察 还是洪峰专门请来的援兵 哼 好 就算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梁 但是这位能人也太年轻了吧 这会议室里 每一位资深的刑警 只怕破过的案子 比他听说过的案子还要多 这洪举搞什么名呢 不至于拿这样重大的案子 来开玩笑吧 当然了 也有少数几名刑警 露出了期望的神色 他们呢 是见证过王维奇迹的人 知道这家伙呢 是原福将 至于说本事高超 实话说 在座的每一位刑警 都是不服气别人的 都是千年的老狐狸 不怕人家说料宅 王维呢 运气好 或许他这个好运 一样能够给这个案子 带来曙光呢 小白 把案情大致给王维说明一下 洪丰丝毫也不在意 国安警察和军官们 怪异的眼神 不虚不及的说道 只要是办案 洪丰就有这种 匹尼一切的霸气 不管这里有多少国安的同志 有多少部队的同志 洪丰都自然而然的觉得 有他在 就必须由他来阵览全局 其他同志啊 似乎也认可这一点 没有谁有意义 反正案子目前毫无进展嘛 已经差不多进了死胡同 那么 现在大伙 巴不得有人出来为主啊 你要是有意义呢 也行 那你来破案呢 这样明显的道理啊 大伙还是清楚的 白娇娇啊 早已经做了准备 将自己的笔记本 推到了王维的面前 同时 嘴里开始解释 其他同志呢 则是利用着难得的休息时间 抽烟喝水 或者呢 说些悄悄话 多数人嘴里含着笑意 倒要看看 洪峰在这 洪峰特特什么玩意儿 倒要看看 洪峰在这个时候把王维叫来 这个杀手锏到底有些什么特别的本事 编程酒店泄密案 其实不用白娇娇说明 王维进门看到国安的同志 和几位军装笔艇的空军军官 脑子里已经立马跳出了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 实话说 当时并没有引起多么大的轰动 反倒是几个月之后 王维他们才隐隐约约听说了一些 那个时候 已经造成了泄密 不少人因此案受到了处分 国安那边吃了瓜浪 连带他们市局刑警支队都挨了埋怨 因为涉及到国家机密的案件 当时身为派手所小警察的王维同志 肯定是没有资格参与的 后来也只是隐约的听说 具体什么情况 知道的不多 没想到啊 这个时空机缘巧合 他却有机会接触到这个案子了 说起来 案情其实并不复杂 甚至还相当的简单 空军的一位军官 前段时间携带着重要的机密文件 前来边城参加会议 下榻在边城酒店 结果就发生了失窃案 他随身携带的公文包 连同公文包里的机密文件 在酒店的626号房间 不翼而飞了 边城地处西南边陲 历来不止有重兵驻守 不过大家都很自觉 部队的事情一贯很少去打听 更不会去掺和 这个案子发生在几天前 当时那位空军的同志 并没有直接向派出所报案 而是向上级领导 汇报了这个情况 部队随即和天南省 国安部门的同志 取得了联系 由省国安部门 通知了边城国安局 国安局立即出警 照理呢 发生在边城酒店的 这种失窃案 很容易侦破 边城大酒店 是边城市最大 最奢华的酒店 应该是安装了监控系统的 空军的同志 住的又是单人间 他离开房间的时间也很短 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左右 就是在酒店的餐厅吃了一个午饭 然后回到酒店 就发现公文包不见了 只要调出这段时间 酒店的监控系统 就能看到谁进了六二六方 再抓到那个人 案子不就破了吗 但是实际上没那么简单 原因在于 边城大酒店的监控系统 覆盖面不够 九十年代的电子监控水平 和后世的电子监控水平 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后世 哪怕是小旅馆 都安置了摄像头 连通电脑 整个酒店发生的事情 几乎就是一目了然 九十年代 只有特别上档次的酒店 才会安装电子监控 边城大酒店的电子监控 只能看到每一层的楼道口 但实际上 每一层都有消防通道 这个消防通道 是没有安装监控设备的 而六二六房 刚好在楼道口 摄像头的死角处 紧靠着消防通道 从这个监控录像里 没办法看到六二六房门口的情况 也就是说压根就不知道 到底谁趁着这个空档 进入我六二六房间 案情一下子就变得复杂了起来 这是第二次碰头会 第一次在三天前 三天 什么线索都没找到 王维皱起眉毛反问道 因为他在白娇娇的记录本上 没看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白娇娇也没有口述有用的线索 最重要的是 第一次碰头会没有叫他参加 第二次才叫他过来 说明这个案子把大伙都拦住了 肯定又是老头 直接给他拉手奔 大家都没辙 所以把你叫过来 这不是啪啪打脸吗 硬生生的把他往火坑里推啊 这里坐着的每一位刑警 包括白娇娇在内 谁不是比他资历深的多 经验丰富的多呀 也就是现在白大队和他关系好 成了他的朋友 不然呢 白娇娇就会第一个不服气 第一个看不惯他 小贼 看把你能的 如果是别的案子倒也罢了 王维啊知道来龙去脉 那么偶尔装上一装 虽然拉仇恨 但只要装的成功 事后更多的人会记得他的功劳 有本事的人呢 都这样 时不时呢 就会装一下 啪啪的打一下别人的脸 完全可以理解 古话不都说了吗 富贵不归乡 如锦衣行也 关键是 这个案子 王二哥脑海中的线索也不多呀 他当初根本就没参与过这个案子的侦破 后来造成泄密事件之后 倒是抓到了嫌犯 因为保密的关系 他也没有过多去打听 案件汇编里呢 也没有收录这个案子 在他的脑海里 只有一些道听途说的线索 好像犯罪嫌疑人有个名字叫庄小姐 编程那么大 姓庄的人那么多 谁知道哪个姓庄的女孩 才是本案的嫌疑人呢 又或者庄小姐只是一个外号 混名 本主压根就不姓庄 所以啊 这个线索基本上就是等于没有 这回是真的被架到火上烤了 而且王为不经意间的那句话 明显激怒了其他的同志 马上啊 就有人很不爽的说道 是啊 就是因为我们找不到线索 所以啊 才请你王所亲自出马 能坐在这间会议室里的人呢 谁不是刑警界有一定名气地位的 凡是有本事的人都有脾气 哪怕明知道王为是洪峰的关门弟子 明知道洪峰想要抬举他 此刻呢 也禁不住发声了 你洪局想要抬举你的弟子 我没意见 谁叫你是出了名的护短呢 但是你好歹也得注意点方式方法吧 给我们这些老家伙留点面子 咱们里子已经没有了 现在连这点面子都给你拨得光光呢 那你叫别人怎么混呢 再说啊 破案这个事 只要是老刑警 就没有服气别人的道理 难道我还能承认你比我聪明 比我智商高 这三天咱们该用的手段都用了 一点收获都没有 未必啊 你王为就怎么了不起 您老一来 这案子就能迎刃而解 这帮骄傲的老刑警啊 还真就不信这个邪 王为呢就开始笑咯 并且啊 用了自以为谦虚的那种笑容 轻声的说道 建哥 这个案子呢 我也没有把握呀 谁都不是万能的对吧 嗯 不敢打包票说肯定能破呀 王所这一下 哎呦 算是捅了马风锅咯 原本多数人都是带着点玩笑的意思 包括建哥自己在内 也仅仅是对洪峰啊 太厚此薄彼表示不满 王为这么一说呢 我就变成公然挑衅了 就好像后市的超级地图炮 哎对不起 我不是针对你个人 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连白娇娇都有点吃惊的 看着他一眼 和王为打了几个月的交道 白娇娇觉得 这个人虽然年纪小了点 形势却很稳重啊 外表上点儿郎当的 似乎完事不公 实际上 办正事的时候半点儿不含糊啊 为人也很不错 很讲义气 很懂得交朋友啊 怎么忽然之间就变得这么嚣张跋扈 说起来啊 白大队还不是十分深入的了解王为 王为骨子里头的骄傲 不逊于在座的任何一个人 本来呢 王为也觉得 洪峰这样刻意抬举他不太好 硬生生的给他拉仇恨 但是呢 这只是洪峰的错 和他王所本身没关系 他呢也是躺枪 结果呢 别人就来针对他了 王所立马就不爽了 王二哥只要不爽 二杆子脾气随时发作 哥就傲气了 不过这一回啊 王所的地图炮呢 开的有点大 扫进去的人呢 也比较多 自己公安系统被扫了面子也就罢了 这个国安和部队的同志啊 一个个的这个脸红脸白的 小王 你是说这个案子有办法 尽管群情激愤 最终第一个开口的居然是国安的毛菊 毕竟啊 刑警系统的人呢 爱着洪峰的面子 也不好太过公然的为难王为 真要是在会议室就这么吵起来 不管以后怎么样 眼下肯定会得罪老红头了 没那个必要啊 毛菊啊 就没这样的顾虑 而且呢 他问这句话的时候 只有一小半是质疑 倒有一多半是满怀希望 终归啊 还是要以工作为重的 涉及到的机密文件密集很高啊 一旦泄露 会造成非常大的损失 在座的不少人都得挨处分 并且还是不轻的处分 这个案子不但要破 还必须尽早破 王为是在座刑警中 唯一这么牛轰轰的 或许他真有办法 王为笑了笑说道 毛菊 嗯 什么案子都会有办法的 那你快说说 你有什么线索 毛菊啊 我这不刚来吗 能有什么线索呀 那你 毛菊啊 瞪了瞪眼睛 你小子什么线索都没有 说的这么把握十足 您在逗我玩呢 好在啊 毛菊终归还是意识到 这是刑警支队会议室 不是他们国安局会议室 王为呢 也不是他的直接下属 及时控制住了自己 没有把话说完 不过那神代 人人都看得出来 他想说什么 会议室内啊 响起了一阵哄笑之声 案子没有找到 半点线索的郁闷之情呢 还倒也被冲淡了许多 上校军官对此 似乎颇为不满 从他的眼神中 就能看得出来 这些地方上的干部 就是这么自由散漫 没点规矩 这么重要的会议 他们居然也会笑场 红局长 我们还是继续开会吧 上校说道 语气听上去 十分的平静 没有带出丝毫的不满来 毕竟 现在是他们有求于人 不过在场诸人呢 哪一个不是人精啊 上校内心到底是什么意思 谁都能猜得出来 红封面无表情 盯着王为问道 王为 这个案子几天能破 空军 这个案子情况比较复杂 我没问你复杂还是简单 我问你几天破案 先给我七天 到时候再 好 就是七天 七天之后 你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需要什么支援 你说 不必了 我自己来想办法吧 嗯 那就这样 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儿 红局长 是不是再商量一下 刘主任 今天暂时到这里吧 等有了价值的线索 再开会讨论 好吧 稍轻 刘主任 才极其艰难的点了点头 不过看得出来啊 他呀 是真的很不爽 要是七天之后 王维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刘主任怕是不会像现在这么好说话了 王维哥哥 星期六上午 唐依依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从家里出来 一眼就看到站在他家楼下的王维 顿时是又惊又喜猛的扑过去 双手圆住王维的脖子高兴的又跳又叫 其实啊 王维来之前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 唐依依见到王维还是那么的兴奋 因为啊 这是王维第一次主动邀请他 以往呢 都是唐依依去找王维 王维啊 太忙了 唐依依完全理解他 唐依就一再的跟他说过 男人必须要以事业为重 一个不专心工作 只顾着红女孩子开心的男人 哪怕再有本事都是靠不住的 对此呢 唐依依深以为然 她一直认为 要是田美玉当初多一点关注唐依的生意 少玩点麻将 说不定啊 她父母现在都还没有离婚 唐依离婚再娶 实话说 唐依依从来没有怪过她爸爸 连她都觉得 田美玉确实是有点配不上唐依 以个人条件而论 米兰更有资格做唐太太 当然 这个话只能说在心里 绝对不能说出口来 王维居然主动来找她 简直让小丫头心里乐开了花 就这么圆住王维的脖子 全然没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 已经长成大姑娘 这种下意识的动作 让小区其他路过的人不时的侧目 为了唐依依的安全 唐依早已经为他们娘俩换了住址 入住的这个小区 离唐依依就读的学校很近 又是新开发的小区 各类设施比老式小区要健全的多 也高档的多 唐威还直接叫人在他娘俩的门口 安装了监控录像 虽然说 有什么风吹草动 以现阶段的电子监控水平 也很难做到第一时间报警 第一时间求援 但是至少对犯罪分子是一个震慑 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小区的邻居 尽管不太清楚唐依依就是编程首富唐威的女儿 却时常能看到她背着书包上学放学 知道她还是一个在校的学生 如今见了她和王维这样亲密的样子 不由的暗暗的感叹呢 嗯哼 现在的学生妹子实在是太开放了 一点顾忌都没有 他们呢 当然不知道 唐依依只有在王维面前才这样 在其他任何人面前 包括在唐威面前 唐依依都很保守 唯独王维是不同的 王维不但救过她 是唐依依心中无所不能的保护神 同时 王维也曾经看过她的身体 无折无眼的 在女孩子心里 这一点其实至关重要 更不用说 她还和王维同居过 唐依早就把自己当成了王维的人 所以现在这个动作 在唐依依心里是如此的自然 丝毫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 王维呢 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纵算唐依柔美的胸部 已经直接压到了她的胸口上 纵算她身上有很多部位 都有了激烈的反应 王维呢还是觉得这很正常 正常的青年男女 王维啊 揉了揉她的脑袋 轻轻地将她推开 上下打量了一番 微笑着点头说道 嗯 不错 挺好的 哥 今天带我去哪儿玩呢 嗯 今天呢 带你玩个刺激的 好啊 玩什么刺激的 抓爬手 啊 带我去抓爬手啊 嗯 对啊 你是我的道具 给给给 啊 现金 放兜里 啊 记住 依依 你今天的任务呢 就是给我炫富 待会儿啊 咱们去消费 买衣服 买鞋子 买化妆品 什么的 反正就是花钱 可劲的话 让每个人呢 第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咱俩是土豪 是富二代 为什么呀 为什么要这样炫耀 嗯 因为要让爬手 惦记咱们呢 记住了啊 你只管花钱 只管得瑟 不要去管 谁是爬手 谁是小偷啊 抓人的事 交给我来 王维笑着 叮嘱了几句 唐一兴奋的 小脸通红 拼命的点头 王维啊 带着他走出小区 静止去了 小区斜对面的 公交站 这个小区的设施 十分的齐全 有两路公交 要经过这里 交通相当的便利 原本呢 想要嘚瑟 小车是 必不可少的道具呀 但是他们要抓爬手 那就必须得上公交车 九十年代 至二十一世纪 边城的爬手 那简直就是泛滥成灾 其中一段时间呢 极其的嚣张 不但频繁在各种 公共场所爬窃 一旦被受害人 或者旁边的人 发现制止 还会动不动 就掏出匕首 来进行威胁 其嚣张程度啊 简直出乎想象 后来呢 因为民分实在太大了 边城市公安局 一再组织了好几次 掩打专项活动 才算是把小偷们的 嚣张气焰给打压了下去 但是想根除这种现象 那还是很难的 很快呢 公交车就开了过来 周六上午 学校放假 单位也放假 这个点儿 大多数人呢 还在家里美美的睡大觉呢 公交车相对很宽松 一点也不拥挤 每个人都能找到座位 等售票员走过来 卖票的时候 唐依依是习惯性的 将自己随身携带的 小包包 打开了一条缝 取出两块钱零钱买票 王维一看不对啊 立马拿过他的包 从包里取出 一大碟百元钞票来 当众翻了两遍 才拿了两块钱零钱 买公交票 这番动作啊 果然将大家伙的目光 都吸引了过来 公交车售票员 是个三十几岁的阿姨 一看就比较心善 连忙压低声音 对他俩说道 小伙子 注意点 才不露白 这车上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有 不怕 谁敢偷老子的钱 老子贬死他 这嘴脸 简直比混混还混混啊 售票员阿姨一愣啊 随即摇摇头一走开了 如今这个年轻人啊 一个一个的自以为是 总是要吃过亏之后才知道吗 马王也有三只眼 哼 既然人家家里有钱 又不在乎被人偷 那旁边的人还多什么嘴啊 也不知道啊 是王警官这个煞气太足 还是他们运气特别的好 总之啊 这趟车一路开过去 开到了东城最繁华热闹的宣人街 上上下下好多人 愣是没有一个人打王锁和唐一一的主意 王维呢 也不是太在意 尽管边城的爬手很多 却也没有到什么满大街都是的地步 真要是那样 那边城人民还用生活吗 况且啊 王锁也不是要把边城所有的爬手小偷都抓起来 他要找的只是特定的几个 这几个人 在他脑海中也有印象 似乎是和庄小姐有关的 另一个时空 王维没有参与泄密案的侦破工作 不了解案子的详细情况 最终泄密之后 也只是听说过 哎 嫌疑犯叫庄小姐 这样的线索几乎就等于没有 然而王锁开动脑筋 明思苦想了好久之后 终于想起来 他呀 后来办的一个盗窃团伙案 其中几名小偷爬手就谈到过 他们似乎认识一个姓庄的同行 都说那个庄小姐水平很高 很傲气 这两个庄小姐 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哪 没有道理可讲 纯粹就是凭的直觉 王维相信自己的直觉 做刑警的大多数都很相信直觉 这也是他敢给红局七天七现的原因 现在都已经被赶到了架子上了 不往前也得往前了 后边没退路 真要是方向弄错了 两个庄小姐不是同一个人 七天七现一到 王维破不了案 那也叫无可奈何 难道还能剖腹谢罪吗 这一趟出门坐个公交 没收获是很正常的 要是一出门就碰上了 王维还真有点怀疑呢 自己的运气要不要好得这么逆天呢 杨青霜觉得呢 自己这几天的运气特别的倍 连续两天出门都没有什么收获 不是杨青霜这个人水平不行 在东城悬阳观这边 论到找钱的手艺 杨青霜无论如何都能排进前五去 杨青霜手快 这是大家都公认的 作为一个爬手 也就是贼婆娘 杨青霜觉得呢 自己很有天赋 不管你信不信 做什么都有天赋 做贼也一样 别人入行之后啊 往往三四年都出不了诗 还拿着个镊子 夹来夹去丢死人了 他杨青霜十五岁入行 十六岁就正式的出诗 迄今四五年 几乎没施过手 大家都说啊 这丫头手贼快 杨青霜只是笑笑 并不否认 但是在他心里 绝对不是这么认为的 干他们这一行呢 手快可不止他杨青霜一个 有比他手更快的 照样出事 照样被人给抓了 被人打得满地乱滚 有的还被人剥光了衣服 用绳子套着脖颈游街 就好像遛狗一样 这些遭遇啊 从来没落到过杨青霜头上 这个呢 不是手快 也不是运气好 而是眼睛堵 杨青霜最引以为傲的 就是自己有一双毒眼 警察就过不了他的眼 不管反爬大队那些警察 扮成什么样子 他们身上的警察的气质 都瞒不过杨青霜 略略眯缝的双眼 就好像一些老反爬警察 自豪的那样 只要是爬手 就绝对过不了我的眼 对杨青霜而言 这句话好像反过来了 不管他上哪一趟车 也不管在哪家医院 或者在大市场里 眼睛一抡 四周有没有乔装改办的 便衣警察 基本上就能做到一目了然 这个才是真正的天赋 有些人呢 做了一辈子的贼 和警察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派出所 劳改队 几进几出 都没练成这种本事 只能是 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抓 钱没搞多少 劳饭倒是吃了一年又一年 还说什么 打工戏不可能了 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了 杨青霜啊 还真是搞了点钱 和那些真正的有钱人 当然是不能比了 但是比那些 老老实实实上班的人啊 却要强很多 一大帮子人 吃喝拉撒 都要靠他 不多弄点钱 不行啊 杨青霜 自己倒是花得很少 不像普通女孩那样 疯狂的喜欢漂亮衣服 她的衣着打扮呢 相对来说很朴素 一点都不像那些前卫的女孩 花花绿绿 时尚潮流 总体来说啊 杨青霜落后于这个时代 两到三年 当然 这也是工作需要 衣着打扮太时尚 太新潮了 太引人注目 会大幅度的增加工作的难度 很容易被反爬便衣给盯上 要不呢 就是那些喜欢偷窥漂亮女孩的 无聊男人发现 那些家伙啊 看上去道貌岸然 其实满肚子坏水 杨青霜一个姐妹 因为在公交车上爬窃 被一个男人发现 结果 那个男人 就不住的威胁他 让他陪着他睡觉 最后 要不是请龙哥亲自出马 把那混蛋打成猪头 差点就让他得手了 做爬手 低调很重要 但是这几天 这个杨青霜好像撞了鞋 每次准备动手 都能在附近察觉到便衣警察的踪迹 杨青霜比较迷信 如果每天第一趟出手前 就发现有警察 那么这一天 他都不会再出手 会且 多年来 杨青霜都很固执的 坚守着这个原则 他相信 自己这几年的安全 不仅仅是因为会看人 还因为他坚守原则 所以上天特别的眷顾他 做人要懂得进退 要识大题 不能太贪 不该出手的时候 坚决不出手 太贪了 会遭天前 除此之外 那两个到处炫富的富二代 也让杨青霜觉得 很搞笑 女孩很漂亮 很单纯 甚至都还没有完全展开呢 一看就知道 还是个学生妹 要不就是刚刚离开学校没多久 否则不可能还这样的青春 任何人 只要在社会上打滚的时间一长 都会变 至少青春不在 除了有点嫉妒那姑娘的漂亮和好身材 以及花钱如流水的气度 杨青霜对唐依依倒没有太多的反感 自然也没太多的关注 她的注意力放在了王维的身上 王维第一次让杨青霜拿不准 这个人太矛盾了 年轻 大气 张扬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 完全不必怀疑 所以 杨青霜觉得 这样的人不大可能是警察 因为他笑起来太痞了 简直比杨青霜见过的很多真正的痞子还痞 警察没有这样的吧 杨青霜这些年来啊 没进过局子 连派出所都没进过 但是呢 他见过许多的警察 有时候 在同一台公交车上 他眼睁睁的 看着倒霉的同行 被反爬便衣给逮着正招 那些反爬警察 虽然都穿着便衣 气质 却是一目了然 王维和那些警察的气质啊 都不同 他的神态呢 太随意 太满不在乎了 似乎世间的一切都跟他没有关系 他只宠爱着自己的小女朋友 对了 宠爱 这也是杨青霜 不敢确定王维身份的原因 这家伙太有钱了 有钱到 连见惯了钱的杨青霜 都有些嫉妒 要是我能像他那样有钱 那我就不用干这一行了 其实啊 王维并没有拿出多少钱 充其量 就是几千块钱在那里流动 反正啊 就是带着唐衣 逛逛街 吃点喝点 买点衣服鞋子 化妆品什么的 就算想花再多的钱啊 也花不去 之所以让杨青霜 有了那种感觉 主要还是王维 对钱毫不在意的神态 只有真正的有钱人 花钱的时候 才会这样的洒脱 这是装不出来的 王维现在啊 绝对要算是个有钱人 所以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 那么随意 没有丝毫的做作 杨青霜觉得啊 警察不可能这么有钱啊 这么有钱的富二代 怎么还会去干警察 那种费力不讨好的破工作呢 脑子坏了吧 但是王维眼里 偶尔迸射出来的那种 锋锐眼神 却又让杨青霜 对他的真实年龄 产生了怀疑 那眼神太老辣了 杨青霜怎么都不相信 一个如此年轻的人 会有这么老辣的眼神 感觉上 比杨青霜见过的 最令人心惊胆战的 反趴便衣 还要老辣 这真是很奇怪的感觉 这种奇怪感觉 甚至让杨青霜 有点入迷了 所以呢 没事就跟着两个富二代转 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呀 这两个富二代的运气呢 还算不错 好几次杨青霜都发现 他们被同行给盯住了 编程是啊 别的不说 就是爬手多 贼多 就杨青霜知道的 都不下五十个 这还只是 东城悬崖灌一带的毛贼 全市有多少 杨青霜都不清楚 他又不是统计鱼的 两个富二代到处的炫富 要不被爬手盯上 那才怪了 盯上他们的 还不止是一个 只是 每次那家伙准备要动手的时候 都会出问题 有时候正准备动手 哎 富二代忽然就起身了 让准备了很久的爬手 一阵的郁闷 有时候啊 哎 就是奇差一招 最后关头 功败垂成 硬是夹不到包包里的钞票 最倒霉的一个同行 在准备动手的时候 被反爬警察当场就给逮住了 这家伙 是警察 杨青霜 忍不住在心中大喊 没有这样巧合的呀 那几个尸首的同行 在杨青霜眼里 都算是高手啊 经验非常的丰富 没有一个是菜鸟 这样接连的尸首 还有人被抓 如果说是巧合 或者说是运气好 杨青霜还真就不这么相信 不过杨青霜 还是决定再跟着看看 他好像有点魔掌了 一定要揭开这个男人的真面目 看看他 到底是警察假扮的 还是他真就是个富二代 真要是确定不是警察假扮的 只是个运气特别好的富二代 杨青霜就决定 好好地教训他一下 让他不要这么张扬 有了钱了不起啊 你再有钱 信不信姐也给你偷个金光 让你嘚瑟 杨青霜甚至可以想象 当这混蛋在得意洋洋地 准备掏钱付款的时候 忽然发现钱包里空空如也 所有的现金不翼而飞时 会狼尾成什么样子 只要一这么想一想啊 都让人浑身的发热 就觉得好刺激 要搞清楚这一点 那就得跟到地头 看看这家伙到底是干什么 杨青霜所不知道的是 他对王维特别感兴趣的时候 王维也在脑海中一点一点的 拼凑当年那些早已经模糊不堪的人脸 当年破获的那个盗窃团伙案 有男有女 只是时间太久远 王维脑海中的印象实在太模糊了 王维需要一点时间 才能渐渐地拼凑起完整的印象来 杨青霜给了他这个机会 这个女扒手不知怎么回事 好像对他俩特别的感兴趣 跟了他们一路 王维可以确定 杨青霜就是个爬手 哪怕杨青霜一直都没有出手 这一点毫无疑问 王维是边城市反爬大队 曾经大名鼎鼎的王神探 任何爬手小偷不能在他面前晃 只要一晃又 他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但是杨青霜却一直不肯出手 一直这么跟着他们就是不出手 搞得王维都有点郁闷 这孩子到底想干嘛呀 难道是因为他王警官太帅 把人小姑娘给迷住了 他不动手啊 王维心里就总有那么点不脱底 毕竟啊杨青霜的外表和表现 都和一般的爬手不完全相同 王维想更确定一点 然而杨青霜却始终不肯给王警官这样的机会 无奈之下 王所只好决定动手了 七天七现 拖不起 公交车回到唐依依居住的小区 王维把他送下了车 唐依很满足 这两天虽然一直没有亲手抓到过爬手小偷 但是呢 王维足足赔了他两个大整天 还给他买了数量多到他自己都头晕的 衣服鞋子 化妆品 小制品 小玩具 反正呢 看到什么 只要他略微露出一点喜欢的神色 王维就毫不犹豫的 拉开包包 取出大把的钞票来炫耀一番 在众人或羡慕或忌妒或嘲讽或怜悯或怜悯的眼神之中 把东西给买了下来 唐依简直不能再幸福了 他爸爸也很宠他 时不时呢 都会给他钱花 不过呀 很少像王维这样 一陪就是两天 他记忆中 只有在很小的时候 爸爸妈妈还没有离婚时 唐维有时候陪他去公园玩玩 况且 被老爸宠爱 和被心爱的男人宠爱 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感觉 也不是说 男人宠爱的感觉 比老爸宠爱的感觉更好 关键 他现在正是少女怀春的美妙时期 和王维在一起 怎么腻都不够 以前 唐依很难理解 为什么会有女同学 愿意和男朋友未婚同居 觉得呢 这简直难以想象 都小着呢 现在 唐依完全明白了 情之所至 其他什么 都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就好像他和王维在一起 无论王维 想要让他做什么 他都会毫不犹豫的 甚至 内心深处 还非常的渴望 这一天 能够早日的到来 之所以 你还能忍得住 那是因为 你爱的不够 看着王维对唐依的溺爱 车里不少人 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尽管这对年轻人的表现 是肉麻了点 但是 青春无敌啊 年轻人嘛 稍微出格一点 完全可以理解 然而 接下来王维的举动 就让大多数乘客 都对他怒目而视了 公交车 才启动开出去 唐依还远远的 站在那里招手 满脸的依恋 王维已经像是忘记了 他自己刚才对女朋友的宠溺 直接朝着 坐在车尾的杨青霜 走了过去 就这么站在杨青霜的身边 望着他 满脸的坏笑 那匹里匹气的样子 让人一看就心中盛艳 关键 关键 这小子也太花了吧 你女朋友还在那边挥手呢 这就开始去招惹其他姑娘了 王维啊 毫不在意旁人的目光 就这么站在杨青霜的旁边 饶有兴趣的打量着他 杨青霜也淡淡的看着他 并不回避他的眼神 这两个人就这么对视着 师父 把车开到派出所去 忽然 有一位大爷 看不过眼了 怒气冲冲的 朝着公交车司机叫道 这小流氓简直是无法无天哪 公然在公交车上堵住人家姑娘 想要干什么呀 其他乘客呀 敢怒不敢言 这位老大爷 却是忍不住了 老子都这么一把年纪了 你这小流氓敢把老子怎么样 当然啊 公交车司机没听他的 继续往前开 不是说你让我开到派出所去 我就开到派出所去吧 你不怕得罪小流氓的 我怕呀 你不过是个乘客 说下车就下车了 我可是天天在这条线上跑啊 小流氓以后找不到你 还找不到我吗 大爷 笑挺点吧 杨青霜呢 就笑了 似乎觉得 这一切很有趣 至于王维脸上的 啪哩啪气的笑容 压根就没变过 对周边发生的情况 完全视而不见 在他眼里 此时此刻 只有杨青霜 当年模糊的印象 渐渐的清晰了起来 也亏得杨青霜 这两天一直都在他面前晃悠 不然 王维还真不一定想得起来 毕竟 已经过去二十年了 师父 麻烦你停下车 终于 杨青霜主动向司机提出了要求 公交车本来不能随便停车的 不过这一回 司机似乎把这些规定都给忘了 直接就靠边停车 没有丝毫犹豫 车上有这么一个不安定的炸弹 还是早点拆除的好 车子刚一停稳 杨青霜便站起身来 极快的下车 王维也跟在他后面下了车 王锁还没有站稳 公交车就迅速的启动 加速离开 屁股后面冒出几股浓浓的黑烟 差点让王锁吃了一嘴巴的汽车胃气 杨青霜直接走进了一条僻静的胡同 这才转过身来 望着王维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 略带一丝的讥讽 这家伙要是把他当成爱慕虚荣的女孩 想用钱来砸他的话 杨青霜毫不介意好好的戏弄他一下 更不介意从他手里弄点钱花 反正他有钱 王维还是站在他对面两三米处 仔细地打量着他 在脑海里完成最后的辨别 好了 现在告诉我 你是谁 想干什么 杨小刀 你是谁 王维暗暗地输了口气 确认了杨小刀这个外号 王维啊 放心下来了 没找错人 多年前那个盗窃团伙案 王维不是主办 只是协助 团伙之中很多人的真实姓名都已经记不大清楚了 捞社会的一般都是外号比真名响亮 有些人在一起合伙做生意好多年都不知道对方姓慎名谁 只知道个外号 杨小刀就是杨青霜的外号 不但在东城悬崖冠一带鼎鼎大名 在整个边城的地下世界都算是小有名气的 长得还算不赖的女孩得到这样男性化的外号 只有一个理由 她玩小刀真是玩得很好 这也是杨青霜一直很有底气的 丝毫也不在乎王维跟着她的原因 社会上一点不简单 他们爬手小偷的世界更不简单 打从他出道以来 不知道有多少男人打过他的主意 就没一个得逞了 知道他底细的人都明白 杨小刀绝不是浪得虚名的 我叫王维 红玉派出所刑警中队的 有个事要麻烦你 带我去找一下徐锦龙 我找他有点事 王维随即亮出了自己的警官证 之所以没有亮出自己副所长和刑警中队长的牌子 王维也是有考虑的 他年纪太轻 普通人很难将他和副所长中队长这样的职务联系起来 他这一自爆家门 多半会被人当成是骗子 反正呢 对杨青霜这样的小爬手来说 一个普通刑警的身份已经完全够了 大官他们不怕 离他们太远 他们怕的就是基层的小警察 收拾起人来毫不手软 杨青霜也笑了 看得出来他同样输了口气 王警官 我要是没听错的话 你是红玉派出所的警察 是吧 对 那我就不明白了 这里又不是红玉派出所的地盘 我又没犯事 你凭什么抓我呀 是这样的 照理呢 我确实不应该跑到这儿来抓你 但这个事儿吧 有点紧急 我必须尽快见到许锦龙 所以只能委屈你了 王维脑海中的记忆 渐渐地连成了一条线 许锦龙就是龙哥 也就是东城玄阳观一带地下世界的龙头老大 听起来好不威风 其实呢 就是个盗窃团伙的首饭 平日里和人好勇斗狠 人见鬼赠 正经人家都躲着他们 似乎就混出了名声 归根到底 还是个贼 这是谁家的规矩 杨青霜冷笑着反问道 身为一个小偷 他当然怕警察 就没有不怕警察的贼 但是杨青霜 只怕玄阳观派出所的警察 那才是该管的呀 至于红玉派出所 那还是在西城啊 离他们玄阳观远着呢 可不是任何一个警察 都能管到他们头上 这点常识 杨青霜是有的 而且 以杨青霜的性格 就算是玄阳观派出所的警察来了 也休想让他毫不反抗的乖乖就范 骨子里头 他就不是个本分人 王维也知道他的解药不逊 不过眼下这个事呢 由不得他任性 王维只有七天时间 七天不给个交代 洪峰就得被人啪啪的打脸 尽管洪菊这是在坑他 王维还得拼尽全力 为洪菊争这个面 当然 也是王维自己给自己争面的 大家都知道 他这个副所长 是凭真本事换来的 不是谁在关照他 杨青霜配合也好 不配合也罢 今儿既然在这堵住了 他就得听话 不然 不然王锁的二杆子脾气上来 连自己都管不住自己 这是我的规矩 王维直接了当的说到 双眼微微的眯 身子也略略的弓了起来 杨青霜知道 今儿这事 靠耍嘴皮子 是无论如何都解决不了的 人家都摆出动手的架势了 对面那个小痞子一样的警察 痞里痞气的直视他的外表 骨子里头 不知道多拿得定主意 王警官 我劝你还是动枪吧 不动枪 我恐怕你抓不住我 你既然知道我的外号 就明白我不是那么听话的人 你长得虽然算不上多帅气 最少五官端正 脸上也没巴没伤的 要是变成丑八怪 那就不划算了 是不是 王维摇了摇头 这个世界上 总有很多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 明明面对一个警察 还能这么自信 杨小刀果然是个狠人 和他看上去文文静静的外表 完全不同 那行啊 那咱们就练练 你利索点 练完了呢 咱们该干嘛干嘛 别耽误时间 王维抬起手腕 看了看手表 有点不耐烦的说道 杨青庄就笑了 他已经决定 要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警察 来那么一点教训 这家伙 以为自己当了警察 全天下所有人 都得听他的 谁敢不听 他就得收拾谁 杨青霜啊 其实就是要让他知道 这个世界不是他说了算 是有本事的人说了算 哪怕我是小偷 你是警察 也一样 没本事 就该 一念即死 杨青霜眼里 寒光一闪 手指尖也是寒光一闪 一片锋锐的刀片 已经夹在了食指和中指之间 刃口露出很小的一步 这也是杨青霜 可以控制了刀片 刃口的距离 露在肉外的不超过一毫米 这样的刀锋刃口 足以将皮肤拉开 让人皮破血流 却不会伤到动脉血管 也不会伤到手筋 总之 不会让人重伤 这一点很重要 至关重要 教训归教训 却不能闹出人命 连重伤都不能用 这个是底线 没有这个底线 杨青霜这些年 不知道被抓进去几回了 那些打他主意的人 还不得残废好几个 对警察呢 更加要有分寸 杨青霜很清楚 基层警察的脾气 他要是真把王维伤了 王维的报复 也会极其的惨烈 这些家伙 可不是那么讲规矩 不过现在 还是要让他知难而退才行 说起来 两个人的对决 还真有那么点武侠小说描述的味道 就这么面对面站着 谁都不懂 只有一股肃杀之气 慢慢的在两人之间弥漫 忽然 一阵微风吹过 王维双眼一眯 杨青霜 动手了 杨小刀 或许没有受过什么高深的武术训练 但是争斗的次数多了 自然而然 有了经验 知道什么时候 才是最佳的出手时机 杨青霜的动作极快 两只鲜长白皙的手指 夹着锋锐的刀片 在空中划出一道弧形 直奔王维的脖颈而来 直接在脖颈上开到小口子 特别的有杀伤力 只要不伤到动脉 生命危险是不会有的 但是 却可以让受伤的人 因为看不到伤口 而格外的紧张 这一点 又快又狠 快手之名 果然不虚 基本上 杨青霜很少失手 不管是偷钱还是打架 他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 几乎就从未失误 但是凡事啊 总有例外 这一次 号称从不失误的 快手杨小刀 第一次失误了 王维就这么站在原地 脚下没有移动半点 只在刀锋滑面的时候 轻轻的后仰了仰脖子 丰锐的刀锋 就挨着脖颈上的皮肤擦了过去 拿捏之准 心理素质之家 无与伦比 没有身后的武术功底 没有丰富的搏斗经验 万万做不到 杨青霜 心里一惊 左手一翻 左手的中指 二指尖弹光闪闪 也夹了一把刀片 杨小刀绝不是叫着好玩的 能左右开弓 也是杨小刀的绝技 正所谓 高手在民间 然而 不管杨青霜的手有多快 刀片有多锋利 在王维面前 一点用武之地都没有 王维都还没出手 只是轻轻的移动脚步 或者偏转身子 就把杨青霜的攻势 尽数划进 每当王维躲过一次刀锋 杨青霜的心就往下沉了一分 他渐渐地开始意识到自己和王维之间的差距 玩刀的人啊 一定要对刀有感情 不过你是女人 能练到这种程度啊 算是很不错了 行 咱们结束吧 不耽搁了 王维好整以侠地说道 压根就没怎么当回事 杨青霜 双眼一凝 正准备认真准备认真地应对 却只觉得手腕一紧 右腕已经落在了王维的掌握之中 杨青霜大惊 想都不想 左臂挥舞 刀锋 刺着一下 划了过来 这么近 两个人差不多挨在一起了 不信你还能躲得过 可是杨青霜想错了 王维既然已经决定结束游戏 就不会再躲 杨青霜左臂刚挥到一半 忽然右臂上一阵剧痛传来 随即浑身一马 整条左臂都无力地垂了下去 锋利的刀片掉落在地 王维随即将他的右臂背到身后 臂弯一紧 杨青霜整个人就依偎进了王维的怀抱 只是觉得一股浓郁的男子汉气息扑鼻而来 长这么大 还没有被男人这样抱过 杨青霜又羞又气咬牙叫道 我跟你拼了 嘴一张 一枚锋锐的刀片 忽然就咬在了洁白的两排牙齿之间 脖子一摆滑了过来 这是杨青霜最后的杀手机 任何男人想要强迫他 哪怕把他双手双脚都牢牢地绑住 杨青霜也绝不会眼睁睁地受入 这一招一般人绝对想不到 显到极处也狠到了极处 不过显然呢 王维有防备 胳膊一动 有力的大手铁钳般地牵住了杨青霜的脖子 煞那天杨青霜只觉得气都喘不过来 轻不自禁地张大了嘴 刀片自然也就叼不住了 王维居高临下地瞪着他的眼睛 嘴角呼吸一丝淡淡地冷笑 虎口渐渐地收紧 这一刻杨青霜顾不得娇羞生气 只顾张大嘴拼命地吸气 觉得下一刻一口气就要倒不进去了 早就听说大名鼎鼎的杨小刀 能把刀片含在嘴里 还不影响吃饭说话 我以前还有点不信 现在看来呢 还真是名不虚传呢 杨大侠 听我的啊 咱们呢 现在要把嘴里的刀片吐出来 一片一片的吐 别耍话呀 不然呢 吃苦头的可是你自己 很好 第二片 三 四 五 很好 六 很好 很听话 再来 没有了 你脖子那么嫩 我要是再使劲掐你 我都会不好意思 自觉点 这回是真没有了 不管有还是没有 你再来一遍吧 想要发布离八嘛 对不对 八片八片 咱们凑个好数字 杨青霜啊 要被他给气笑了 这叫什么话呀 有这么无赖的吗 什么叫不管有没有 再来一遍啊 已经没有了 怎么再来一遍呢 不过看着 王为坚定的眼神 以及一直掐在他脖颈上 一动不动的大手 那杨青霜心里明镜似的 自己这千年的狐狸啊 是真碰到了好猎手了哦 王为对他的底细 可谓是了如之掌 和这样的人耍心眼 是没有出路的 一点出路都没有 终于杨青霜将 深藏在口腔深处的 最后一枚刀片 也吐了出来 这回啊 不等他开口 王为就先放了他 一直死死压在他胸口的手肘 骤然的移开 杨青霜 长舒了口气的同时 居然也有点空落落的感觉 很古怪 但是下一刻 这种古怪的感觉就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 是右臂上传来的 一阵阵的剧痛 为了保险起见 王为直接给他卸脱了环 这娘们喜欢玩刀子 王所可不想再给他什么机会 除此之外 王为还亮出了手铐 给杨青霜铐上了 没这个必要了吧 我又打不过你 打不打得过是另外一回事 咱们还得按规矩办 万一你要是再从什么地方 给我弄一刀片来 我一不小心呢 就着了你的道了 是不是 我这个人呢 你不知道 我不喜欢冒险 走吧 带我去找徐锦龙 谁说我答应带你去找徐锦龙了 我没跟你商量 你也看得出来 这个事对我很重要 所以你知道该怎么做 千万别把我惹极了 对大家都没什么好处 这个徐锦龙啊 这几天心情非常的不好 在王为这些警察的眼里啊 徐锦龙是个典型的坏人 这家伙在编程的爬手群体中 也算是大名鼎鼎了 如果小偷也排作次的话 不管怎么排 徐锦龙都能排进全市的top five 像杨小刀这种 嘴里含七八枚刀片的人啊 固然已经很牛了 但是论到手艺 那还是徐锦龙更出色 至少在城东这一带 所有爬手都承认这一点 可是眼下呢 徐锦龙不住在玄阳观这一带 他住在后弯子 狡兔三窟的道理啊 徐锦龙不但懂得 而且一直在身体里行 所以呢 徐锦龙在街坊邻居眼里呢 不算个坏人 因为啊 他基本上不骚扰四邻 不像其他那些社会上的 小精神小伙 什么总喜欢欺男霸女啊 骚扰街坊啊 时不时的 调戏一下这家的姑娘啊 要不就顺手牵扬 从街坊邻居家里 拿走点什么值钱的东西啊 搞得四邻不安 徐锦龙啊 兔子不吃窝边草 甚至于啊 他都不怎么在家里住 不要说街坊邻居 就算是他的父母姐妹 都不知道他住在哪 差不多要十天半个月 徐锦龙才能回家一趟 给父母照个面 一起吃个饭 最多呢 就住上一两天 然后留下点钱 转眼又不见踪影了 故而啊 徐锦龙在老家的存在感很弱 不少街坊邻居 甚至都不怎么认识他 别看龙哥在编程爬手群体中大名鼎鼎 真正见过他的同行 其实并不多 知道他住在哪儿的人就更少了 连王维都只能先找杨青霜 还通过杨青霜 才能找到徐锦龙 毕竟啊 徐锦龙不是独行侠 爬手这个行的不是没有跑单班的 但是比较少 因为不管多厉害的爬手 都不能确保百分之百 自己就没有失手的时候 一旦失手 被发现是孤家寡人一个 搞不好呢 会打出屎来 要是有几个帮手一旁 呐喊助威 情况就好很多了 跑单班的 一般都是一高人胆大 又或者呢 性格孤僻 对其他人都不信任 多数爬手 还是喜欢抱团 通常 爬手团伙不大 三五个人 凑在一起的居多 多的呢 也不过就是六七人吧 王维办过最大的 爬手团伙案 团伙成员 多达二十几个人 那就相当吓人了 那个案子呀 光取证 就能够让王维 和专案组的同志 喝一壶的 徐锦龙尽管一高 并且狡猾 身边呢 还是汇集了好几个帮手 不过相对来说呀 身边这几个帮手的 水准都不低 比如杨小道这样的 整个边城的 爬手群体中 都找不出来几个 这呢 倒是比较符合 徐锦龙的身份 龙哥这么厉害 他的小弟水平 当然不能太差呀 几天时间 就能在诺大的边城市 找到杨青霜 王维觉得 自己的运气 还算是不错的 徐锦龙 已经连续三天 没有开工了 没别的原因 就是一个字 烦 浑身软绵绵的 就是不想动 这要是说起来啊 主要还是 前几天 徐锦龙再一次 在杨青霜面前碰了钉子了 徐锦龙觉得 自己是真喜欢杨青霜 以至于在当师父的时候啊 一点压箱底的绝招都没留 一股脑的全给了杨青霜了 这个呢 真的是很了不得 一般来说 很少有人会把自己的绝技 清囊相守 多多少少总要留一手 教会徒弟打师父这种事情 还是要尽量避免的 对于杨青霜啊 徐锦龙可谓是尽心尽力了 不但带他进门 清囊传授绝技 还一直把他带在身边 不管什么事都为他出头 搞得其他几个弟兄都有意见 觉得他呀 太偏心眼了 饶是如此 杨青霜也没答应跟他谈对象 徐锦龙指天发誓 说自己是认真的 绝不是那种想玩玩就算了 只要杨青霜同意 他马上就可以娶他 绝对风风光光娶进门 哪怕把这些年的积蓄都花光 也在所不惜 和其他很多刚出道的小偷 爬手不同啊 徐锦龙是有积蓄的 那些刚出道的年轻小伙子 不懂得珍惜 总觉得呢 这钱来的容易 花起来就大手大脚 基本上就没什么余钱盛名 徐锦龙就不一样 懂得细水长流这个道理 这么多年 徐锦龙存下了不少的钱 家里面的生活呀 也因之大大的改善了 前些日子已经商量好 要买新房子了 那种新式的单元房 用来做新房 也是最合适不过了 唯一遗憾的是 杨青霜拒绝做他的新娘 这几年呢 徐锦龙也算是顺风顺水了 生意做得很顺畅 那极少有失手的时候 其他爬手小偷 那是一个一个被抓进去 不是劳改就是劳教 他徐锦龙呢 屁事没有 最多是去派手所待几天 拘留所都很少去 这个人呢 是过得太顺了 就不乐意碰钉子了 尤其是碰硬钉子 一碰钉子就容易生气 徐锦龙索性叫了两个 片头和罗宝过来喝酒 片头和罗宝啊 都是他小团伙里的成员 是他的兄弟 戏论起来啊 都跟杨青霜一样 是他的徒弟 徐锦龙没那么多讲究 也没把这小偷的手艺 太当回事 他知道 有人跟他不一样 在编程的爬手群体中 有人还真就把这 当成手艺在传承 尤其重视师徒名分 师徒之间呢 师兄弟之间呢 还规矩不小 徐锦龙觉得挺搞笑的 什么年代了 还搞这一套 你当师父的 倒是想摆架子来着 也要人家买账才行啊 徒弟不买账 翅膀硬了要单飞 你还能把人家 给抓回来剁手剁脚啊 徐锦龙觉得 自己在这方面 做的就很到位 和几个徒弟相处的 就像兄弟 关系呢 一直都非常不错 不论偏头 罗宝 还是其他人 都跟他很贴心 就算是杨青霜 其实也很贴心 只不过啊 不是那种男女朋友 那种贴心 而是好哥们 好兄弟那种贴心 杨青霜拒绝他呀 摆出来的 也是这么一个理由 这么多年 我一直把你当哥们 现在呢 我要把你当男朋友 这个弯子我拐不来 把徐锦龙郁闷的不行了 龙哥 心情不好呢 肯定又是被小刀甩了一把 甩你妹 龙哥 我说你就是太厚道了 这种事 就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 我跟你说 女人就不能惯 那他不同意我还能怎么办 把他捆起来 霸王硬上弓 也不是不可以呀 你就想吧你 就杨青霜那个脾气 我真要那么干了 他不拿小刀的把我淹了才怪 嗨龙哥 你这就错了 这女人哪 有时候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 就不是一回事 你别看他说的硬气 真要把他给绊了 他绝对没脾气 你信不信 放你奶奶的狗臭屁 不是小刀姐 你误会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天头 我警告你 你下次要是再给老娘背后胡说八道 老娘大嘴巴子抄你 这位兄弟 面生得很啊 他不是你兄弟 他是警察 秦双 这警察怎么你了 他打我了 他把我手拧脱了环 还掐着我脖子 让我把刀片都吐了出来 这位警察 贵姓大名啊 分局的还是市局的 洪玉派出所 刑警中队长 王维 你就是徐锦龙是吧 洪玉所 靠兄弟 吹牛也得有个边吧 就你这样的 你自己撒破尿罩着 像不像个警察 还刑警 还中队长 你吹 你使劲吹 王队是吧 这里是东城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洪玉所是在西城 你有点捞过界了吧 再说 我们又没犯事 我没说你犯事啊 我今天过来找你啊 是有个事请你帮忙 请人帮忙 你把我打成这鬼样子 你是要请人帮忙 我也没办法啊 不这样你就不带路啊 王队 不是这样做事的吗 你请我帮忙 先把我朋友打了 还带着手铐 押犯人一样押过来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对不起 我是警察 对不起啊 王队 看得出来 你脾气不很好 可惜的是 我老徐的脾气更不好 哥从来都是吃软不吃硬 你请回吧 龙哥 既然我今天到了这儿呢 这个忙啊 你帮也得帮 不帮也得帮 这么说 王队是打算给我来硬的 我要是不帮你这个忙 你就要把我抓回去 那这就要看了 凡事呢 都有软的硬的 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是吗 我倒是有兴趣 听听王队的高见 第一种方式呢 我请你帮忙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不管到了什么时候 这个人情我都会还 听起来不错 那第二种方式呢 第二种方式你 你刚才已经说过了 把我抓回去 抓回你们红玉派出所去 对 你才妈的 黄队 我能先知道一下 你想请我帮什么忙吗 庄小姐 我要知道庄小姐在哪儿 怎么样才能找到她 庄小姐 你想见庄小姐 对 我想找她 你不会说你不知道吧 没错 我知道啊 你想见庄小姐 就算你找对人了 除了我 这里没人知道她的情况 可是我呀 就不告诉你 你打我呀 既然这样 那就不好意思了 只能啊 请您老跟我走一趟了 想抓我回去 王队好自信啊 是打算用枪逼着我跟你走吗 我不得不警告你啊 王队 咱们可没犯事 你乱开枪 万一伤着谁了 你也是有责任的 警察也不能乱来 开枪 那是欺负你们 说实话啊 就凭你们这几块料 还用得着动枪吗 也太高估自己了吧 这么说 王队是打算赤手空拳的 跟我们够过招 赤手空拳 把我们几个都抓回去 龙哥 哎 你觉得这很困难吗 再说了 我只要抓你一个人回去就行了 他们里 只要乖乖的听话不惹我生气 我可以不抓他们啊 呲 迷茫 抓 抓 老子让你装逼 打不死你个小王八蛋 片头 注意点分寸 徐锦龙急忙叫了一声 片头的性格 他了解 生怕这小子不知轻重 真把这警察打出个三长两短来 麻烦就大了 龙哥眼下可没有做好跑路的准备啊 可惜 现在再提醒已经来不及了我 呼的一声一道黑影飞起 众人还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 就听的片头一声的惨叫 整个人都飞了起来 直飞出好几米远 重重的撞在了墙壁上 然后啪的一声摔到了地上 就此 趴在那一动不动 连一点声息都没有 王为这才慢慢的把弹得笔直的右腿收了回来 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 死死的盯住了王为 半赏说不出话 杨小刀更是脸一阵红一阵白的 满脸不敢置信的神情 他一直就心中不服 觉得自己就是一时大意被王为钻了空子 真要是认认真真的打一架 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别看他是女人 说到打架 从小到大还真就没怕过谁 就算是徐锦龙 也别想轻轻松松的拿捏他 直到见识了王为这一脚 杨青霜才知道 王为刚才跟自己压根就没动真格的 就跟玩一样抓住了自己的胳膊 让他把刀片全吐了出来 认真打的话 他现在早就趴下了 绝不只是手臂脱臼那么简单 刚才那一脚 也亏得是偏头才受得住 到底是个男人 精打 要换作是他 就算不死 那也要脱层皮了 估摸着不在床上躺一个月 是下不了地了 当然 这也是他不了解王为的性格 打女人 王为自然要温柔点 一脚解决了偏头 王为慢慢地转头 目光在杨青霜罗宝脸上一一扫过 最后定格在徐锦龙的脸上 怎么样啊龙哥 继续吧 你们俩是一个一个上呢 还是一起上啊 你要见庄小姐是吧 我带你去 我知道她住在哪 不行 怎么就不行了 你不能去 要去也是我去 我带她去 和你没关系 这个庄小姐是有多厉害 你们那么怕她 你是警察你当然不怕了 我带她去 你怎么带她去 你光听说过庄小姐 你知道她住在哪里 你知道她有几个屋 王队 要见庄小姐是吧 我带你去 跟他们都没关系 行 我说过了 我只要找到庄小姐就行 你们几个 只要不在红玉所的辖区内犯事 我也犯不着难为你 可是龙哥 偏头怎么办啊 哎呀放心吧 死不了 不过呢 在床上躺几天啊 是必须的了 庄小姐很漂亮 很妩媚 这是离悬崖冠不远的 一处低矮民房 也算是老城区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 老城区的平房区 都快变成了 贫民窟的代名词了 不过庄小姐住的这座平房 只是外表看上去 低矮寒酸 进到里面 却发现装饰的非常精致 相当的心肠 就算在王维眼里 也算得上是奢华 只是那浓重的脂粉香气 让王维有点受不了 这辈子呀 王佐尔也进过不少美女的闺房 比如白大队 米总 唐一 各顶各都是大美女 但是他们的闺房 也没有这么重的脂粉香气 熏得王所有点头晕了 原以为庄小姐这里 就算不是戒备森严 肯定也得是铁将军把门 不是那么好劲的吧 谁知道 这龟房的房门 压根就没锁 更加没有什么戒备 不要说什么内有恶犬呢 连小猫咪都没见一只 完全的不设防 王所没有遇到任何的阻碍 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走进了龟房 不过呀 这浓重的脂粉气 和王所看到的这一切比较而言呢 又不算什么 王所进门的时候啊 庄小姐正在对镜梳妆 穿的呢 也是十分的娇羞 就是一袭粉红色的丝绸睡袍 就这么懒懒的 坐在梳妆台前对镜描眉 连见惯了美女的王伟啊 也是不得不承认 庄小姐确实长得很漂亮 神态呢 也非常妩媚 单看脖子以上 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美女 脖子以下呀 王维梅怎么仔细看 看到庄小姐 猴肩那微微凸气的猴结 和睡衣下一片扁平的胸部 王所觉得已经足够了 没错 这位娇俏妩媚 正在对镜描眉的庄小姐 是个男人 不折不扣的男人 如假包换 但这里也是不折不扣的是个闺房 也是儒家包换 一时间呢 王维甚至怀疑徐锦龙 是不是带错了地方 实话说 王维脑海中 有关庄小姐的记忆 确实不多 因为当初 他办的盗窃案里 就没有这个庄小姐 只是听徐锦龙团伙提到 有这么一个人 而泄密案的主犯呢 也是庄小姐 这呀 就是王维记忆中 有关庄小姐的全部资料 庄小姐到底是男是女 不得而知 实话说 在此之前 王维也没想到 庄小姐是个男的 或者呀 用后世的话说呢 是个伪娘 王维觉得 有点违和 倒不是说 骑士伪娘 关键是王二哥 这是个直男 而且是钢铁直男 所以看到这么 妩媚的一个男人 对镜梳妆 这王维的心里啊 真是无味杂陈 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好在呀 王维今儿来这里呢 不是来看对象呢 而是来破案的 从庄小姐 出奇镇定的态度来看 王维觉得 应该没有找错人 徐锦龙 为什么害怕庄小姐 也算是找到了 合理的答案 在直男的心目当中 如此娇俏 妩媚的伪娘 都是可怕的 会让人不由自主的 起一身的鸡皮疙瘩 王维相信 庄小姐 应该已经发现她了 她进门的时候 尽管没有 闹出太大的动静 却也并没有 十分注意 就这么走了进来 推门的时候呢 还发出嘎吱一声 然后就这么站在了 庄小姐的身后 看着她苗媚 如果这样 庄小姐还没有 察觉到身后有人 实在是说不过去 兄弟 你先等一等哦 我换完没再跟你说话 嗯 要不你看中什么了随便拿 我这里平时很少有客人来的 你能找到这里 就是缘分 你看中什么都可以 我OK的 对不起 我是警察 我是警察 是吗 嗯 瞧着有点不像啊 警官 未信啊 姓王 王维 红玉派出所 刑警中队长 红玉派出所 红玉派出所 大酒店这段时间 我也去过好几趟 不知道王队 说的是哪一次 哥们 你摊上事了 摊上大事了 是吗 摊上什么大事了 摊上什么事 你自己心里有数 有些东西可以碰 有些东西是绝对不能碰的 我就问你 文件放在哪 没有给别人看过吧 你说那个 军官的公事包 哼 看来你自己心里有点数嘛 我当时不知道他是个军官 也不知道 他那公事包里 收着什么文件 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本来吧 我是打算给他送回去的 谁知道了酒店一看 他早就不在那里了 还来了很多警察 这么着 我又把包包带回来了 就在那边 王队自己过去看看 还是那句话 你想要什么 自己拿走就是了 我无所谓 恐怕没那么简单啊 这不是小案子 你得跟我走一趟 回局里把事情给我说清楚 王队 你是要抓我回去判刑吗 这个案子 会由国安的同志主办 我们公安这边呢 就是提供协助 他们只关心文件 至于其他的不重要 王队 不管是公安还是国安 在我眼里 都是一样的 没什么区别 实话说 我不缺钱 去酒店玩 只是我的心趣爱好 很多东西拿回来之后 我都没怎么动过 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施过手 也很少和你们公安打交道 所以 我很害怕你们 放心 我们没你想象的那么可怕 只要你好好配合 我们还是很讲究文明之法的 我要是 不好好配合呢 这么说是非要抬杠了 无所谓了 反正我是不会跟你走的 不过 既然你都找到这里 我也不会让你白来一趟 你要的东西 尽管拿走 但我也不是无条件 你还有条件 对 一个小小的条件 很简单的 我就是想知道 谁带你来的 我这里虽然不是很隐秘 知道我住在这里的人也不多 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这么跟你说吧 我今儿不是来跟你商量的 我是来抓你归案的 你要是合作就少吃点苦头 要是不合作 我也不介意使用强制手段 是吗 这么说 那就是没得商量了 王队 你真不解风情 一点不懂得怜香惜玉 得得得得 你甭跟我玩这个 我真受不了 利索点跟我走吧 王队 你鄙视我 你为什么要鄙视我 你凭什么鄙视我 你们这些臭男人 有什么资格鄙视我 你有什么资格 臭男人 你别激动 我不是那个意思 这个 这个兴取相啊 我知道 这个兴取相呢 是天生的 是遗传的 跟你自己没关系 这个呢 这不是你的错 是你爹吗 我那啥 你敢看不起我 我要杀了你 随着这蝎子底里的尖叫 原本宁静安逸的闺房里 忽然风声大作 三团黑乎乎的影子 从三个不同的方向 向王伟猛砸过来 速度极快 王伟想的不想 脚下一滑 往后击退 同时身子一挨 百忙中 他已经看得清楚 那是三个沙袋式的东西 看来 他当初的预感没错 这间看上去 温馨喷香的闺房之中 其实遍布机关 一边躲避沙袋的袭击 王伟心中 也越是说不出的郁闷 机关暗器这种东西 难道不应该是 只存在于小说 或者电影当中吗 怎么在现实生活里 居然也让他给碰上了 到底是庄小姐太奇葩 还是他王所运气不好啊 好在啊 只是三个沙袋 不是三个狼牙棒 不然呢 就算王所伸手再矫健 那也得出一身汗 毕竟不是古代 庄小姐也怕闹出人命 尤其是干掉上门抓捕的警察 会彻底惹怒公安机关 哪怕追到天涯海角 也不会放过他 饶是如此 王伟还是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 弄得有点手忙脚乱 努力的躲避这沙袋的袭击 还想办法去盯住庄小姐 别让这家伙趁机跑了 事实证明 王所的直觉是很准确的 庄小姐忽然对王为发动沙袋袭击 目的不是伤人 而是跑路 不过庄小姐到底是优雅的人 纵算跑路也得端着 保持自己的矜持 但一点都不慢 要说王所的身手够敏捷的了 现在呢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庄小姐跑了 这家伙太不按规矩出牌了 王所明明堵住了卧室的房门 庄小姐却直接从原地消失不见了 也不是凭空消失的 而是梳妆台前的地板 忽然裂开一条横 或者说是一块甲板 砰的一声弹开来 庄小姐连人带椅子 直接掉了下去 这也太戏剧话了吧 这家伙竟然就在梳妆台那里 安排了一条逃跑的道路 难怪啊 一直好整以侠 有恃无恐 果然是准备充分 尤其让王所不能忍的是 掉下去之前 庄小姐还向王所挥了挥手 娇嘀嘀嘀地说了一声 拜拜 拜拜 嘴角寒春 带着说不出的戏谑嘲讽之意 王所觉得自己被调戏了 自尊心受到了莫大的伤害 纵算这样 王所也不敢马上地 跑到梳妆台前去看个究竟 谁知道这间屋子里 还安排了什么样的机关暗器呀 万一王所不顾一切地冲过去 结果又掉入陷阱之中 那就不好玩了 受不受伤的还在其次 关键王二哥丢不起这人呢 干了那么多年的刑警 王二哥还很少被犯罪分子这么调戏我 庄小姐算是个特例了 不过庄小姐呢也没得意多久 她这个地下逃城通道啊 终究和电影电视剧 那些夸张的地下通道不同 不可能动辄长达几十里 从这边家里钻进去 直接从城外钻出来 那不是地下通道 那是虫洞 庄小姐这个地下逃生的通道啊 长度不过一百米 出口就在屋子后边 不远处的一条小巷子里 直接从下水管道钻出来 至少看上去呢 是一个下水道 一般来说啊 这就足够了 庄小姐之所以住在这里 就是因为这里的环境够复杂 普通的本地人 会被蜘蛛网般的小街道 小巷子搞得晕头转向 那更不用说 第一次到这里来的外地人了 庄小姐在闺房开挖的地下通道 入口也不是特别的复杂 就是装了个简单的甲板装置 但如果没有找到开关的话 要用蛮力打开甲板 可得花费不少的力气 不少的时间 有这功夫啊 庄小姐早就跑得 连影子都不见了 她又不止这一个住处 只要她这次顺利逃跑 那就再也没有人 能找到她的第二个落脚点了 正所谓 狡兔三窟 这么点水准 庄小姐还是有的 从来没被警察抓过 不代表她没有反侦破的意识 相反 这根弦 她一直绷得很紧 这回不就用上了吗 不过呀 很显然 庄小姐这次是有点失算了 她刚刚从小巷子的下水道钻出来 忽然眼前一黑 原本还刺眼的阳光就被遮住了 庄小姐清之不妙 正准备往里缩 觉得太阳穴一凉 似乎被什么硬邦邦的东西给顶住了 随即 头顶一通 满头青丝被人一把揪住 揪住她头发的那个家伙 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 揪得庄小姐好痛呢 但是庄小姐一动都不敢动 因为以眼睛的余光 她就能看到 顶在她太阳穴上的是一柄乌亮的手枪 双眼再往上瞟 庄小姐看到了一张冰冷的脸 尽管庄小姐对自己的容貌相当的自信 就没有几个女人比她长得漂亮 然而看到这张脸 庄小姐还是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她嘴里不说 心里却不得不承认 她面前的这个女人是真正的美女 凡是见过白娇娇的人 都得承认这个事实 但是白大队对犯罪分子呢 可从来不手软 这一点庄小姐算是领教了 从白娇娇冰冷的眼神和面容里 庄小姐可以感觉到 自骨子里透出来的杀鸡 庄小姐一颗心顿时沉了下去 她最处的就是这种人 手下从不容情 只要敢榨刺 白娇娇就敢收拾她 对此庄小姐身心不已 她自己其实骨子里头也是这种人 不过庄小姐郁闷的是 这女警到底是谁啊 怎么就能这么准确无误的 堵在这里 堵住她外逃的唯一出口 这个出口够隐秘的了呀 在此之前 庄小姐自己都没怎么使用过 就算是这条小巷子的住户 应该也没有人知道啊 这看似普通的下水道盖子下面 其实隐藏着玄机 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答案马上浮出水面 一个人慢慢的躲了过来 脸上挂着霹雳脾气的坏笑 戏谑的看着她 正是王维 庄小姐心里头那个不爽啊 她现在的形象实在不敢恭维 双肘撑在下水道两边 上半截身子露在外面 身上粉红色的丝绸睡袍 皱巴巴的还扯破了几道口子 露出了苍白中带着血痕的皮肉 原本引以为傲的一头乌黑长发 被白娇娇牢牢的揪住 变得跟鸡窝一样乱糟糟的 脑袋还被拉得往后仰着 两个大大的鼻孔朝天 里面乌黑乌黑的 最关键的是 庄小姐刚刚精心描好的眉毛 又给搞乱了 平时啊 庄小姐可是最重容颜的 尤其是在男人面前 这下完了 王维不拘不吉地走了过来 在庄小姐面前蹲下身子 脸上戏谑的笑容 一发的明显了 你怎么知道的 你师父是谁 我知道 但我师父是谁 你恐怕就不知道了 你那点小手段呢 在别人面前也许管用 在我面前嘛 呵呵 你师父又是谁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求求你 告诉我吧 要不 我连觉都睡不好啊 老实点 哎呦喂 我警告你 不要耍花招 你这回摊上大事了 往后睡不着觉的时候 多着呢 白大队冷冰冰地喝道 庄小姐一颗心 直沉到了谷底 她知道 自己这回 可真是摊上大事了 在王维 白娇娇抓捕 庄小姐的同时呢 红局长也没闲着 有人杀上门来了 人还不少 级别呢更加不低 一位大校 一位上校 两位少校 这是部队方面的 上校 还是上次开会 见过的那位刘主任 大校军官 四十几岁 满脸严肃 双眼 张合之间 风锐如刀 一看就是狠角色 绝不是 做办公室的 机关工作人员 国安局廖局长 已经算是个硬角色了 和这位大校军官 比较而言 似乎 还算是比较柔和的 边城市国安局长 廖胜利 大家都公认的厉害人物 端方厚重 威严破人 和市公安局局长 胡伟国不同 廖胜利 不是由地方县委书记 转任到国安系统的 和他的副手老毛的经历 也不一样 老毛 是从公安这边调过去的 以前干的是刑警 在边城公安系统 颇有名气 廖胜利 直接就是从首都空降下来的 据说 一直干的都是国安工作 在国安系统 资历老水平高 声望也高 凡是和国安合作过的 公安干警 都比较敬畏廖局 知道啊 这人厉害 铁面无私 不留情面 倘若你犯了低级错误 不管你是不是他的直接部下 绝对 批得你没脾气 不过平时和公安这边联系的呀 主要是毛局 其一 因为毛局 是从公安这边调过去的 有点老关系在 人头啊 也熟 和公安这边沟通 比较方便 其二 当然是因为毛局的性格 相对温和 比较善于 调解各种矛盾 再有一点 就是廖胜利 自重身份 不会轻易往公安这边跑 国安局长 总是亲自跑到公安这边 请求协助 面子上也不那么挂得住 但这回啊 廖局亲自来了 而且 似乎他还是个陪客 一行人 明显以那位大校军官为主的 当然呢 这也是礼节所必须 不管怎么样 廖局是主 大校军官是客 主人 是该当殷勤接待客人的 大校军官一行 直接找到了洪峰 见了这个架势啊 市局办公室的人 也知道情况不对了 不等洪局吩咐 马上就偷偷的 给胡卫国打了电话 请胡局马上过来 大家都知道 洪峰的脾气不好 公事上 尤其是硬邦邦的 万一跟部队的同志 还有廖胜利 这帮人顶起牛来 连个做事的合适劳都没有 处理这种矛盾呢 胡局就比洪局在行多了 人家以前在县里做书记的 事实证明啊 办公室的同志 还是非常机智的 看问题 看得相当准 这边刚一坐下 说不上几句话 言辞中 就带上了一点火药味 当然 最开始 还是要客气 韩仙几句的 毛局给洪峰 引荐了这位 酷得没朋友的大校军官 姓石 叫石英 正是职务 乃是某部副部长 他那个部门 一听就知道 专门负责特别事务的 石部长 倒是没有向洪峰开火 而是代表部队 对边城市公安局的同志们 表示了感谢 感谢市局的同志 配合部队的同志 和国安的同志办案 给市局的同志添麻烦了 这呢 也是提中应有之意 之后 就由廖生利和洪峰交涉 洪峰 是编程市局出了名的臭脾气 但是廖生利的脾气 比洪峰还臭 说话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基本不会拐弯末将 洪峰 嗯 我怎么听说 公安这边的同志 侦破工作停下来了 哦 没有 我们的侦破工作呢 一直都在继续 可是我听下面的同志反应啊 公安这边的同志 最近都很忙 在忙其他的案子 这话呀 在廖生利而言 就说的足够委婉了 毕竟没有直接说 你们撂了挑子 实际上 公安这边的同志 确实没有再配合调查 自从上次开会之后 所有参与 原本本案侦破的刑警 都好像把这个案子放下了 拿起了手头其他的案子 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哪个刑警是清闲的呀 谁不是手里一堆案子呀 只有类似的刑警 没有办得完的案子 其他人确实都撤了 但是王维还在继续侦破 王维是谁 哦 西城区洪玉派出所副所长 刑警中队长 师部长 可不要小看这位王维同志 人虽然年轻嘛 却是破了好几个大案子 是原福将啊 他就再是原福将 也太年轻了吧 去年才从锦校毕业 别的不说 对市里的情况 也肯定不如老同志那么熟悉 刘主任 破案呢 不是打群架 不是人越多越好 有时候啊 只要找对了人 一个人也能破案 那请问洪局长 现在案子有什么进展吗 好 暂时还在侦破之中 洪峰似乎对石鹰的愤怒 视而不见 依旧不紧不慢地打倒 石鹰脖子上 倾尽一根一根的暴胀起来 看得出来 石部长的忍耐 已经到了极限了 随时都有可能 勃然怒发 好在这个时候 胡卫国及时赶了过来 胡局啊 甚至是一路小跑来的 得到办公室的报告 胡卫国就知道 坏了 老廖那个人的脾气 胡卫国可是清楚的 洪峰的脾气 他更加了解 要是老毛过来还好 这回呢 老廖亲自过来 来之前都没跟他胡局打个电话通知一声 足见老廖心中早就憋着一股气了 这样的两个家伙碰在一块随时都有可能出状况呀 胡卫国还不知道 部队里来了一个更酷的 单单老廖和老红就足够他紧张的了 还好啊 老胡在千军一发之际及时赶到 再晚一分钟 说不定石鹰就爆发了 几个火爆霹雳的家伙对吼起来 场面该是多么的壮观呢 廖局 廖局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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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卫国还没有进门 哈哈就打得山巷 大老远便伸出了手 急不向廖胜利走了过去 胡卫国挂着副市长的头衔 在市政府副市长分工里面 也分管国安系统 理论上呢 他是廖胜利的上级 在他面前 廖胜利就算再严肃 再不尽人情 也不能板着呀 再说了 他们这次杀上门来 原则上其实还是在请公安同志的帮忙 已经和洪峰搞得不那么愉快 怎么着 也不能连胡卫国的面子也扫了呀 胡卫 你好 廖局啊 怎么来咱们这边也不提前打个电话 见外了不是 胡局太客气了 不敢当啊 来 胡局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石部长 某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 石部长啊 这位就是胡局 我们编程的副市长 胡局 你好 我是石鹰 给你们添麻烦了 哪里 哪里 石部长太客气了 太客气了 协助部队的同志尽早破案 是我们鹰尽的职责 哎呀 就是有时候啊 犯罪分子太狡猾呀 犯罪分子确实很狡猾 所以我建议我们要加大振破力度 把所有能用的力量都用上去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犯罪分子揪出来 把案子破了 对对对对 石部长的指示很正确很英明 我们必须要加大振破力度 把所有能用的力量都用上去 王伟说过七天破案 我相信他 那请问洪举 现在是第几天了 第五天 好 那离七天期限还剩下两天 万一 那位王所长没有找到线索 又怎么办呢 难道我们一直这么等着 修守旁观 我相信他 喂 嗯 嗯 好 我知道了 王伟的电话 案子破了 人抓到了 文件也找到了 安静 办公室变得非常非常的安静 气氛甚至有点诡异 但和刚才的静谜和诡异 有着明显的不同 刚才是极力压抑的平静 每个人都在极力的压抑着自己的情绪 石部长 廖胜利 刘主任 甚至胡卫国 都对洪丰极度的不满 只是强行按耐住心中的怒火 毕竟这个场合 真的冲着那样一位资历老的同志 大喊大叫 传出去 实在不那么好听 而那些远远看热闹的刑警啊 则多多少少 有点幸灾乐祸的心思 强压着 想要看看洪丰到底怎样 护着自己的关门弟子 或者说 到底要给王维把仇恨拉到什么程度 总之是一种爆发前的安静 安静到诡异的地步 而现在 却一个个的目瞪口呆 仿佛自己听错了一样 有点不敢置信啊 这就破案了 人抓到了 文件也找到了 五天哪 比王维自己定的期限 还提前了两天 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仅仅服降这两个字 或者说仅仅是运气两个字 实在是不足以说明这一切啊 不得不承认 那家伙看来是真有点本事 足足安静了两秒钟 刘主任才猛的回过神来 急急叫道 真的破案了 文件找到了 太好了太好了 红绝在哪了呢 现在文件在哪 犯罪分子在哪 走吧 去县展看看 说着 昂首破步 向外走去 胡卫国 石部长 廖胜利 毛菊 刘主任 都一步一驱的 跟在红封的后面 再往后啊 则是几个专案组的刑警 大家啊 全都簇拥着红封 任谁见了 都要把走在最前面最中间的红局 当成是个一把手 这档口啊 谁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啊 老红自来就是这么牛嘛 领导和专案组一行 乘坐几台小车和面包车 浩浩荡荡的开到了地头 庄小姐藏身的这个窝点 隐藏在半旧的老城区里 说这是老城区 历史也不是特别的悠久 也就是十来年前 才真正发展起来 严格来说 是老城区 向新城区的过渡地界 比真正的老城区要好点 但是比新城区呢 又比不上 这个地方啊 平时挺安静的 忽然间开起来 这么一大批的警车 闪烁的警灯 晃个人眼花 立马就引起了 很多人的围观 不过大家都很自觉 离得远远的 不敢过于靠近 从前面两台车里 走下来的人 有的穿警服 有的穿军装 有的穿便衣 尽管着装不尽相同 却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都是领导 这一家伙来这么多 穿制服的领导 难道这里发生了 什么大案子 老百姓们又是吃惊 又是好奇 一时间议论纷纷 王维早就在巷子口 等着呢 一见领导们下车 立马大步迎了上去 由此可见 王索尔在体制内的历练 还是有所欠缺 表现得不够给力 真要是那机灵人啊 领导的小车还在远处 就一溜小跑迎上去了 车一停稳 立马就得上前 给领导打开车门 这呢 才能让领导看到你的 诚心诚意吗 哪有等领导们都下车了 才上前赢的呀 太不主动了 态度 有问题 好在啊 他现在是破案的功臣 小小的失误 领导们也能原谅 不往心里去 原本 王维是想让白娇娇在这里 迎候领导们大驾的 他知道 这里一汇报 局领导肯定会第一时间赶过来 只是没有想到 连部队的同志 和国安的廖局长都一起来了 这个脸面 应该主动让给白大队啊 毕竟白大队是王索的前辈嘛 曾经的老大 正是前程四锦的时候 这个时候让他大大的露一回脸 说不定啊 就在重案大队给扶正了 早就有传言说 重案大队大队长赵子平 要调往下面县局 出任主管刑侦的副局长 这大队长的位置啊 顺序接班的话 很有可能会落在白娇娇的头上 在王维的记忆中 另一个时空 白娇娇并没有顺序接班 而是另外有人 接任了大队长的位置 白娇娇依旧还是副大队长 王维觉得呀 是时候推白大队一把了 不管怎么说 他现在和白大队的关系 不一般呢 起码是闺蜜嘛 甚至还有人说 他在追求白娇娇呢 谁知道白娇娇压根 就不领这个情啊 直接就当场给拒绝了 就在闺房里边 看着庄小姐 哪都不去 这其实啊 也不怪白娇娇 公营上级领导这种破事 白娇娇从来就没干过 今儿也绝不破例 至于领导心里怎么想 高不高兴 关白大队什么事啊 领导们下车的时候啊 洪峰依旧走在最前面 倒不是洪峰有多么不懂事 现如今呢 他才是主 石英 廖盛 丽 毛菊 刘主任 甚至胡卫国哪都是客 是跟着他来查看 抓捕现场的 洪峰是谢密案 专案组的负责人 他走在最前面带路 也说得过去 啊 洪峰 王维立即敬礼 脸色平静 动作标准 干净利落 没有一点的傲气 对此 胡卫国 当然知道王维是王虎的孙子 这个是根本瞒不住他的 也不能瞒他呀 只不过呢 胡卫国老早呢 就得了招呼 要保密 不要把王维这个身份 给泄露出去 这一点 胡卫国也表示理解 省里那些大人物 尤其是老同志 保密意识是很强的 不愿意受人以禀 就算王老虎 要关照自家孙子 那也没有必要搞得 满城风雨不慎 况且 到目前为止 王老虎还没有出面 为王维打过一次招呼 胡卫国有时候不免感叹 老爷子还真是铁面无私啊 连自家亲孙子都不关照关照 既然王家是这样的态度 胡卫国呢 也就装作不知道 不想节外生枝 要说胡卫国呀 也不是不想和老王家 把关系拉得更近些 但这个东西 有时候还真是得讲究个缘分 不能太强求了 洪峰随口给王维 引荐了石部长 廖胜利等主要领导 王维一一敬礼问号 很像那么回事 脸上的脾里脾气的笑容 也尽量的收敛 石英和廖胜利 都只是平静还礼 现在啊 案犯还没见到呢 失窃的机密文件 也没有见到 是不是已经破案 暂时还不能百分之百的落听 以这两位的尿性 自然不会对王维大过赞赏 万一闹个乌龙 那就尴尬了呀 刘主任 却很高调 主动和王维握手 笑哈哈的 说了好歉 什么肯定加以表扬的话 似乎是想要借此表达某种歉意 说白了 其实就是做给洪峰看的 刘主任知道 自己先前呢 有点得罪人家老红头了 现在想办法弥补一下吗 说不定将来的某一天呢 又有事要麻烦人家红局呢 至于专案组的其他同志 那就没有必要寒暄客气了 多浪费时间呢 当下 王维带路 领着一帮领导 钻进了庄小姐的闺房 闺房还算整洁 没有被翻得乱七八糟的 只有一个土黄色的公事包 被特别摆放在衣柜显眼的位置 毫无疑问 这就是泄密案 失窃的那个公事包 本案的犯罪嫌疑人庄小姐 坐在床头 戴着正亮的手铐 显得很是憔悴 庄小姐 已经换过衣服了 那身皱巴巴 被撕开几道口子的丝绸睡衣 还早已经换掉了 穿上了牛仔衣 牛仔裤 原本看守他的重案大队刑警啊 想要让他换一套男人的衣服 结果翻遍了他的衣橱 愣是找不到一件男人的服饰 全是花花绿绿的女人衣服 就这套牛仔衣 牛仔裤 算是比较中性的了 却也呢 在衣兜部位啊 这个袖上一朵 粉红色的小花 脂粉气息 无论如何都掩盖不住 何况啊 这个女式的牛仔衣裤 和纯正的男式牛仔服 区别也是很明显的 那一头瀑布般乌黑的长发 和精致的眉毛 艳丽的红唇 都让人没有办法分辨 他的性别 安能辩我士兄辞 连见多识广的毛局见了呀 都不由的微微一愣 情不自禁的问了一句 这家伙 男的女的 男的 白娇娇的回答 再言简一概了 硬邦邦的两个字 让人生不出半点的遐想 领导们点点头 都没有再说什么 这样的情形下呀 对这个问题 表示太多的关注 显然是不明智的 搞不好会被人产生 什么不必要的误会 反正这家伙 已经被抓住了 慢慢再了解 他的情况也不迟啊 重要的是 文件呢 所有人的目光 都从庄小姐身上移开 直直的定在了 那个土黄色公事包上 这个才是重点 国安和公安的同志 都很自觉 没有谁急匆匆的 过去查看 这不 郑主在呢呀 争得石部长的同意之后 刘主任大步走过去 打开公事包 从中取出一份文件 仔细确认了一下 脸上露出了激动的神色 向着石部长点了点头 所有人都情不自禁的 输了口气 这个案子算是破了 石部长 是条好汉 在公安局的时候 黑着个脸 一点不含糊 现在也是一点不含糊 双腿一并 向洪峰敬了一个 标准的军理 满脸严肃的说道 洪局长 谢谢 王维同志 谢谢 首长 不敢当不敢当 破案呢 是我们当警察的本职工作 这一番动作和这一番话 倒是恰到好处 胡卫国暗暗点头 深感满意 到底不愧是王老虎的孙子呀 见过大世面 对应得体 对王维的印象呢 大为改观 在此之前呢 胡卫国始终觉得 王维这小子就是运气好点 也许业务能力呢 是不错 有些能耐 但是啊 也仅此而已了 平时吊儿郎当的 怕是提拔不起来 这样玩世不恭的家伙啊 哪能什么成为正儿八经的领导啊 像个领导的样子吗 给他一个位置 他也镇不住场子 现在看来啊 自己是有点疏于表面了 这小子看上去是皮了点 关键时刻是真不含糊 不管多大的场面 他都不处 如果他能一直这么好好表现 胡局也不介意 给他肩膀上再压压担子 只要是人才 还是要用的 公安工作 不比其他单位 是真的需要一大帮子 有真材实料的人才 才能玩得转 这东西啊 全靠忽悠 是绝对不行的 公安局又不是战忽局 案子硬邦邦的摆在那儿 你破不了案 说的再好听也没有用啊 王维就算将来不能独当一面 当个业务领导应该还是可以的 至于石部长给洪峰定理 给王维敬理 直接把他这个局长给晾在一边了 这个胡卫国倒是并没有太在意 和这帮当兵的志气啊 翻不上 他们部队里的人呢 也不懂地方场面上的这些个破规矩 可以离节 可以离节 到这一步 人赃俱祸 案子就算是破了 不过离节案呢 那还早得很 还有很多具体的工作要做 接下来这些具体的工作啊 主要由白娇娇和众案大队的几位同事完成 王维的本职工作 毕竟是洪裕派出所的副所长 他自己辖区内一大堆鸡毛蒜皮的破事 每天忙得焦头烂额 连见女朋友的时间都要靠挤 审讯录口供这样的事 那王维就偷个懒了 这个案子成功的侦破 在市局内部小范围内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要知道 最开始的时候 洪峰几乎调集了市局所有这个刑侦骨干 来办这个泄密案 算得上是全力以赴了 除了不能大规模的发动群众啊 发动线人找线索 其他能用的手段 纳使全都给用上了 结果一点头绪都没有 部队和国安的同志都非常的失望 那谁知道呢 这个案子一交到王维的手里 嘿 不声不响的五天就给破了 人赃俱祸 破的那叫一个干净利落 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漂亮 起先呢 大家还觉得这个老红头太过分了 太户犊子了 栽培提携自己的徒弟 不遗余力 这个吃相忒难看 这王维把案子一破呀 所有的质疑声全部都消失了 尤其是那些暗地里等着看笑话的人 那心里头是无比的失落 嘿 这小子到底是运气太好啊 还是太天才了呀 怎么失个案子到他手里就能破 失个案子到他手里就能破呀 邪了门了真是的 当然了 这种轰动呢 仅限于市局内部 不要说外单位 就算是下边的几个分局啊 知道内幕的也不多 办这样的案子啊 有十分严格的保密规定 参与办案的都是老刑警 没有人会四处宣扬 再说了 宣扬来宣扬去 都是给人家王维那小子造势 大伙何必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呢 但是王维啊 在编程刑侦系统的地位 无疑又提高了一截 说实话 干刑警的 想要有自己的江湖地位 除了破案破案再破案 那就没有别的途径 你没本事破案 哪怕你爹是公安部长都不定用 人家最多就是捧着你 顺着你 但是人内心深处绝对瞧不起你 这个案子啊 在后续的侦办过程中 还有些小插曲 主要就是庄小姐的性取向 给专案组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虽然庄小姐自己觉得自己是个女人 但是她的这个生理特征 却是百分之百的男性 如假包换 到了局子里啊 白娇娇一点也不跟她客气 当即就让人把她的头发给剔个金光 直接整成一大图瓢 当时庄小姐那个委屈 那个悲愤呢 让人好一阵担心 怕呀 她老人家一个想不开 嚼舌自尽 好在呢 庄小姐哭了一阵 流了一阵眼泪 终于还是接受了这个不可改变的继承事实 刑警们刚刚输了口气 谁知道 耗子里又出了麻烦 把庄小姐关进耗子的当天就出了麻烦 跟这个庄小姐同间的两个犯人呢 遭到了庄小姐的毒打 伤势严重 看守所的同志呢 把人提出来一审 顿时就哭笑不得 还是庄小姐那盛世美颜惹的祸呀 庄小姐一压进耗子里 立马就在耗子里引起了轰动 两个牢头欲罢 毫不客气的上前动手动脚 那这些家伙呀 被关在耗子里那么久 生理问题呢 完全依赖五姑娘解决 看到一头老母猪都晒过貂蝉呢 更不用说呀 庄小姐这样 面白服嫩身材妖娆的女孩子了 这样呢 那不好好调戏一下 简直对不起自己 也对不起爹娘啊 庄小姐先是忍耐 缩在耗子的墙角 双手抱胸 不住的恳求着他们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嘛 结果呢 两个牢头欲罢 还听着你不要啊 变本加厉了 其他人也跟着起哄 然后这个牢头欲罢就悲剧了 当一个家伙 嚎叫着从大通铺上摔出老远时 大伙都愣住了 完全回不过神来 然后就是清脆的骨折声 和惊天动地的惨叫声 第二个牢头欲罢的胳膊 直接给打断了 跪在那里 唉呦唉呦的 声音都变了调 其他人顿时一哄而散 宣华声自然引来了看守人员 把两个牢头欲罢弄出去 这一检查好家伙 一个是断了胳膊 另一个直接舍了两条肋骨 两个都是鼻型脸肿的 皮外伤就忽略不计了 尽管庄小姐呢 受到了看守人员的严厉警告 并且将她的这一行为记录在案 明确告诉她 有可能和她其他罪行 一并提起公诉 但是呢 庄小姐在这个耗子里的地位 成功的确立起来 她进耗子的第一天呢 就取代了两个倒霉家伙 成为了耗子里的老大 耗子里那些穷凶极恶的家伙 不服别的 就服权威 谁的拳头够大 谁的心够狠手够黑 谁就是理所当然的一哥 专案组的人呢 对此倒不是那么的在乎 都是一群人渣嘛 管他们狗咬狗呢 不过呀 白娇娇还是把这个情况 通报给了王维 对这个案子侦破的内幕 白娇娇应该是知道的最多的 她知道 这个阴阳怪气的庄小姐 在所谓的江湖道上 来头不小啊 王维抓她 还得冒一定的风险 有可能面临着报复 每年因功负伤 因功殉职的警察 不在少数 其中一部分 就是因为犯罪分子的报复 所谓江湖道 在内地城市也是一种传说 多数不过就是社会上的混混罢了 但是在边城这样的边界城市 江湖道是真实存在的 道上朋友 绝不仅是说着好玩 这些家伙一个个心狠手辣 绝不好对付 白娇娇知道 王维很厉害 但是名枪一朵 案件难防啊 小心总是没有大错的 王维不是很在意 边城道上这帮家伙啊 就没人比他更熟悉 想跟王警官玩横的 得多长几个胆 不过呢 王警官也有自己的道道 抓到庄小姐之后 王维亲自做东 宴请徐锦龙 王所说过 只要破了这个案子 他会还徐锦龙一个人情 王二哥说话算话 宴请的地点定在 边城风华大酒店 一等豪华的包厢 王所现在呢 不差钱 要么就不请 要请就请得像模像样的 不能让人小觑了 堂堂王副所长 再说了 王维知道 徐锦龙这种大佬的性格 就是耗面子 吃什么喝什么呢 倒在其次了 只要让他有面子 他就把你当朋友 自然啊 王维也不是真的 要跟徐锦龙交朋友 只不过呀 做刑警的 有时候还真得 多交流些 三教九流的朋友 没听说 天天宅在办公室 破起案子 得心应手的 没这些 三教九流的人 给你提供线索 你本事通天 也破不了案 再说了 王所得说话算话 说了欠人家 一个人情那就得还 说话不算话 以后谁还信你王维啊 除了徐锦龙之外啊 王维还请了杨青霜 罗宝做陪 毕竟那么大的包厢 就他和徐锦龙两个人坐着 是有点太空了 孤单单的 气氛呢 也比较尴尬 多两个人呢 就要好得多了 本来还打算请偏头的 但是啊 这个偏头 这个还在医院里躺着呢 王锁那一脚啊 是有点推狠了点 一个星期之后 偏头能出院 就算他身子 这个底子不错了 这顿饭呢 倒是吃的有那么点意思 徐锦龙口口声声 二哥二哥的叫 一点都不在乎王维 比自己小了很多岁 王维啊 也没端着 笑得阳光灿烂 好像啊 他们真是朋友了 基层派出所的工作啊 最大的特点就是琐碎 每天 尽是些鸡毛蒜皮 家长里短的破事 两口子吵架 互不相让 都有可能吵到派出所来 派出所呢 还得给他们调解 往往这种事情啊 一调解几个小时 就这么过去了 洪玉派出所 辖区之内啊 常住人口 流动人口 加起来超过十万 每天不知道 要处理多少 这样的破事 每个警察都很忙 联防队员也忙 就没几个闲的 王维啊 挂着副所长的牌 还兼任着刑侦 禁毒两个中队的中队长 这个听上去相当高大上 其实啊 这些个什么破事啊 他平时也得处理 所里啊 就那么点警力 你也摆官架子 他也摆官架子 这活就干不完了 说起来啊 王索一个未婚青年 让他去给人家两口子 做什么家庭调解 这个也实在有点难为他了 尤其是 面对一些这个 胡搅蛮缠的中年女同志 王索有时候 真想重重的一拍桌子 从头到脚给他捋一遍 又或者呢 干脆想脱下这身警服一扔 老子不干了 不过呀 最终王索还是只能按下性子 挤出笑容 耐心的 给妈妈们做思想工作 老子不是刑警吗 干嘛管这些破事啊 嘿 怎么不来个近暴点的案子呢 王索啊 宁愿去拨案 去面对那些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 去拼命去拨杀 也不愿意一天到晚 处理这些鸡毛蒜皮的家常里段 原本啊 刑警队和禁毒队也不是片警 好不容易这个连哄带劝的 送走了一对吵架的两口子 王索立马躲进自己的小办公室 端起茶杯 灌了一气 尝尝的出口气 打开桌上的电脑 打算玩一盘小游戏 好好放松一下 97年的电脑啊 也没什么游戏 就是个纸牌 要么就是扫雷 王索也一样玩得津津有味 他倒也想玩得劲爆一点 也得有啊 一个扫雷就玩得王索不亦乐乎了 然而啊 就算玩个小游戏 也是有人来打扰王索的雅兴的 王维正准备创造新成绩的时候 小办公室的房门被人给推开了 有人直接走了进来 谁啊这么不讲礼貌 门都不敲 我去 什么事 怎么是你啊 有事 进来的这个人啊 真是让王索有点意想不到啊 我的天哪 杨青霜 杨小刀 这杨青霜 也没走得太近 就这么的靠在门框上 歪着脑袋 斜着王索 脸上的神情呢 似笑非笑 却看到王索这心里怪怪的 总觉得这笑容啊 有内涵 反正就是不怀好意 今天的杨青霜啊 衣着打扮都很随意 水墨兰的牛仔衣 同样颜色 同样质地的牛仔裤 长发披肩 脚上一双雪白的球鞋 整个人都显得非常的青春 非常的神采飞扬 然而啊 王维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杨青霜 其实是精心打扮过 淡扫的鹅眉 红润的双唇 都显示出精心打扮的痕迹 尤其是牛仔衣下边 白色丝绸的紧身T恤 更是将它饱满的双风 衬托得恰到好处 一朵正在盛开的鲜花 尚未开放到极致 正是最诱惑的时候 很显然 杨青霜十分懂得打扮 知道要怎样才能在不经意间 将自己身上最诱人的一面展现出来 这种不经意的表现 对男人的杀伤力才是最大的 聪明的女人 唯一让王维不解的是 杨青霜这么精心的打扮 是要给谁看呢 这肯定不会是他呀 这一点王维也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王二哥呢 确实是有点小帅 但是也仅此以来 王维从来都不认为 自己对女孩子有特别大的吸引力 真要是那样 在另一个时空 王二哥就不会单身四十二年了 一个少女杀手 怎么可能和五姑娘作伴呢 一念其次 王维马上就放松了 只要不是打扮着给她看就好 人家姑娘爱打扮给谁看 那就给谁看 王维的权力再大呢也管不着啊 哪个少女不怀春呢 什么事 说吧 我来要债的 要债 要什么债 我没欠你什么吧 欠了 我怎么不记得我欠你的 我就问你 你欠徐锦龙人情 请他喝了顿酒 欠我的人情打算怎么办 我又没找你惹你 你无缘无故的把我打一顿 掐着我的脖子 掰断我的胳膊 这都不算事是吧 那你让我怎么办 也请你喝顿酒 我又不是徐锦龙 那你想怎么样 瞧你紧张的 不想请就算了 无所谓 心不成 请客都没意思 别跟我谈心成心不成的问题啊 不欠着这个 我呢 就是不喜欢欠别人的人情 说吧 想要怎么样 那陪我逛街吧 哪 就好像你陪你女朋友那样 陪我逛一个下午的街 我 随便给我买点小零碎 咱们就算两清了 我去 行 王所呀 爽快人 想都不想 一口就给硬下来了 既然要还人情 那就还得大点 别斤斤计较 当下呀 嗯 王所给张芳打了个招呼 让他呢 照看点家里 就和杨青霜 一前一后出了派出所 跨上了张芳的那台 白色的幸福牌摩托车 杨青霜也不扭捏 直接坐在了他后面 王所一直都在说 要自己买台车 不占张芳的便宜 也不占公家的便宜 结果呢 嘴里说的很漂亮 就是不见他行动 每天 还是霸占着张芳的幸福摩托 让人家张芳队长 经常的走路上下班 幸福摩托屁股后呢 冒着黑眼 嘟嘟嘟嘟嘟嘟嘟 开出了派出所 刑警队办公室 顿时就炸了锅了 这怎么回事啊 这女的又是谁 老大的女朋友 老大女朋友 不是唐薇她女儿吗 胡说八道 唐薇的女儿还是学生妹子 老大怎么可能那么亲手 那就很难说了 你以为老大不是亲手吗 你知道吗 听说老大在追白大队呢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有人呢 压低了声音 神秘兮兮兮的问道 喧闹的办公室 一下子又变得安静了下来 大伙儿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觉得有点难以置信 白大队 竟然有人敢追白大队 老大这是要逆天哪 事实证明啊 网锁的预感 其实还是蛮准确的 这个摩托车 刚刚开出派出所 拐了一个弯 王维就觉得 这后背一软 传了一阵阵麻酥酥的感觉 网锁浑身上下 瞬间就抽紧了 哎呦我的天哪 这种感觉 这是杨青霜搂住他了 杨青霜从后面 搂住了他的腰 整个人自胸致腹 都压在了王维的背上 那什么情况啊 王锁啊 额头冷汗都冒出来了 当即龙头一摆 一阵刺耳的刹车声 幸福摩托在路边停了下来 王维尽力扭头望向后背 嘴里低声的说道 嘿嘿嘿 怎么回事 我怕摔下去 那你不要抱那么紧 我都开不了车了 哎 那个什么 杨青霜 你说咱们是不是 太亲热了点了啊 咱们好像不是很熟吧 你别忘了 你在还人情 你亲口答应的 小杨 我们去前边喝点饮料吧 王锁一时三刻呢 就想好了理由 称呼啊 也由杨青霜变成了小杨 直接叫名字 其实并不是最公事公办的节奏 叫小杨 才是真的是巨人千里之外 就没见过两个恋人 相互叫什么 小杨小李的 说着 也不等杨青霜答应不答应 王维直接领着他 走进了前面不远处的麦当劳 前不久啊 这个麦当劳才第一次在边城出现 占据了宣人街一处很好的铺面 这个杨快餐呢 刚在边城登陆 就引起了边城的轰动 生意火爆的不要不要的 倒是和王维记忆中的情形呢 完全吻合 好在啊 今天不是节假日 现在呢 也不是下班的时间 麦当劳还算是人流量比较小的 没有爆满 两个人能够在店里找到位置 麦当劳 杨青霜倒是经常来的 他喜欢这个杨快餐的方便快捷 当然呢 这口味还不错 不过现在啊 他只能安安静静的坐在那 等着王维买饮料过来 心里很忐忑 杨青霜也知道 恋爱应该不是这么谈的 自己好像有点霸道了 但是除了这么干呢 杨青霜也想不到其他的什么好办法 他是小偷 王维是警察 不直接了当的向他施爱 还能怎么办啊 难道说等着王维来追求他 明显不现实啊 不一会儿 王维端了两杯果汁过来 还有一个大份的薯条 王维将果汁往杨青霜面前一放 自己也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神情严肃的 望着对面的女孩 认真的说道 杨青霜的表白啊 并没有给王所造成太大的困扰 那姑娘好像也懂得进退 壮起胆子向王维表白 其实心里头也明白 他和王维之间的差距啊 有点远 两个人真的在一起的可能性呢 不大 只不过少女怀春 有时候就是压不住 不说出来 憋在心里头特别难受 一说出来心里就舒坦了 我都表白了 你答不答应我不管 反正呢 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喜欢你 你看着办吧 王维啊 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最终还是所里的电话 给王所解了围 说是又有案子了 请他马上回去 王所立马抽身而走 不过王所也觉得 确实是有点对不起人家姑娘 为了自己破案 无缘无故的把人家打了一顿 还卸了人家一个膀子 把人小姑娘死死搂在怀里 掐着人家脖子 让人家卷舌头 图刀片 是有点过了 怎么着 这个也得有点补偿吧 走之前呢 王所顺手给杨青霜 买了一个毛茸茸的玩具熊 塞到杨青霜怀里 算是赔礼道歉了 由此可见呢 王所对女人还是有点黏黏乎乎的 不像办案子那么干脆利落 天知道这个玩具熊 会在杨青霜心里 搅起多大的波澜 日子就这么的过着 王所还是一如既往的 转眼到了五月 北国的五月 还是春光明媚 天气和煦 南方的五月 早就进入了夏季 王所没怎么感觉到气候的变化 他老早就穿短袖下装了 每天都是忙不完的破事 当然 其中也有王所的私事 他和唐薇米兰阿杰等人的合作 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 大家的利益纠葛在一起了 不管唐薇心里怎么想 乐不乐意 事实上 王薇已经成为他的生意伙伴 并且很重要的生意伙伴 尤其是 那期货股票那一块的投资 离了王薇基本上就玩不转 至少在表面上 唐薇已经越来越信任王薇 不少大事都主动找王薇商量 王薇越来越成为唐氏集团董事长办公室的常客 现在唐氏很多高层都开始重视这个年轻警察 有关王薇的诸多传言 也在唐氏集团内部不敬而走 这个看上去吊儿郎当 很不着调的家伙 或许有朝一日将取代唐薇成为唐氏第二任的大老板 只要他取了唐依依依 这种可能就会变成现实 王薇也很积极地参与到唐氏集团的各种业务之中 不时发表点意见 渐渐地在唐氏集团中 来树立起自己的远见着实的光辉形象 王薇可不是准备接班 他只是想想要更多地了解唐氏集团的内幕 不过让王薇意想不到的是 到目前为止 他都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唐薇走私违禁品的线索 韩明正交代给他的那个卧底任务毫无进展 这种情况 王薇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郁闷 但谁都知道 这样的事情只能顺其自然 强求不得 王薇很忙 他手下的兄弟更忙 尤其是刑警中队副队长张芳 那更是忙得脚不沾地 王薇已经明白的跟张芳和梁宇两个人说了 他两个中队长兼职 不会兼任太长的时间 就在今年肯定要卸下来交到他俩手里 自己呢 专门挂个副所长的牌子就够了 张芳梁宇呢都很兴奋 别小看这么一个小小的台阶 卖上去之后 那就截然不同了呀 至少在红女所 他俩都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层干部 今后 全所召开各单位负责人会议 他俩都有资格参加了 不像现在这样 只能列席 有时候呢 甚至都不通知他们俩参加会议 副手和正直啊 那是两码事 对王薇来说呀 早点把这两个中队长兼职谢了 也有好处 在各个单位负责人会议上 就有自己的亲信心腹 摇旗呐喊了 再也不是孤家寡人一个 那样啊 才能成为真正的所领导 三把手 地位超然 所以 张芳和梁宇 全都干劲十足 队里的工作抢着做 尽量不让王薇操心 老大那是管老大事 但今儿呢 接到这个报案 张芳不得不第一时间 给老大打电话汇报了 昨天晚上 王薇连夜突审一个犯罪嫌疑人 加班到凌晨一点 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休息 一般的案子 张芳真的不去打扰他 但是 强奸杀人案例外 王薇一接到电话 连牙都来不及刷 更加来不及洗脸 翻身起床 随随便便地穿了件衣服 大步出门 跨上摩托车 就往所尔里赶去 上个月 王所尔终于自己掏钱 买了台摩托车 照米兰和白娇娇的意见 是让他一步到位 直接买台小车 又不是没钱 大家都知道 王所尔那是股神 在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 赚了不少 小汽车 对编程绝大部分 工薪阶层来说 是设置品 渴望不可及 但是对于王薇来说 并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 他老爸的工厂 也是越办越红火 正张罗着给他买房子 将来呢 准备结婚娶媳妇 不过王所尔觉得呀 还是不要太烧包了 毕竟公安局的大多数同志 都在骑单车 有些呢 连几个月前的出差费用 都没报销呢 一个个手头紧巴巴的 他王维 一个连毕业不到一年的 新兵蛋子就这样嘚瑟 未免太嚣张了吧 会被打的 买台摩托车 方便一下就行了 真要是跑长途 那到时候向朋友借车呗 反正他有钱的朋友多 有了这台摩托车呀 也终于不用再霸占 人家张三爷的幸福牌了 紧赶慢赶的到了所里 进门一看 得 报案的人呢 他认识是熟人 魏索 怎么是你啊 老师说 见到这个报案人 王维有点犯愣着 魏德民 红玉街道办事处 民政所的工作人员 老魏啊 三十几岁 因为呢 略有点秃顶的缘故 看上去比实际年纪要大 穿件短袖衬衣 本来就稀疏的头发 乱糟糟的 双眼通红还有点肿 显然呢 刚刚流过泪 满脸悲愤之色 派出所 虽然并不直属 街道办事处管辖 平日里呢 也有很多工作上的往来 尤其啊 派出所和民政所之间的 工作联系更加的密切 往往一些涉及到 民政事宜的矛盾 派出所一家还处理不了 非得民政所的同志配合 魏德民 只是民政所的普通工作人员 不过大家啊 还是按照灌令 给他扣上了魏所的头衔 王维和魏德民 打过几回交道 对他印象还不错 知道啊 是个老实人 工作踏实 配合派出所 给群众做工作的时候呢 讲话做事都很实在 张芳啊 刚才在电话里说 是强奸杀人案 难道是魏德民家里出了事呢 不过这个时候啊 王维顾不上寒暄 竟直向张芳问道 三儿 怎么回事啊 老魏刚刚来报答 他爱人 出了问题 听了张芳的话 魏德民一张脸又扫得通红 又气又急 很快 王维就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昨天晚上 严格来说 应该是今天的凌晨三四点钟 红玉街道办事处 韩元村三组 发生了一起强奸杀人案 被害人姓敏 叫敏红玉 女三十二岁 就是魏德民的爱人 魏德民呢 是办编户 所谓办编户 就是夫妻双方中的一个人 在公家单位上班 另一个人在家务农 大多数办编户 是老公在单位上班 妻子在家里务农 操持家务 赡养老人管教孩子 这样的办编户 红玉街道办事处呢 有不少 远远不止魏德民一家 毕竟早几年 这里还不叫红玉街道办事处 而是红玉镇 和市区都没有完全连接在一起 是这几年 城市快速发展 红玉镇和西城区 慢慢的靠拢 终于成为城区的一部分 才改为街道办事处的 街道办事处的很多单位和工作人员啊 还是原先红玉镇的原先人嘛 城乡结合部就是半边户多 韩元村离红玉街上并不太远 几乎和城区挨在一起 属于郊区的范畴 魏德民从街道办事处步行回家 还不要一个小时 骑单车的话 二十几分钟就够了 骑得快点 二十分钟就能到 相对啊 也比较方便 平时魏德民就在办事处上班 他老婆敏鸿玉 带着儿子住在家里 魏德民这个人 为人老实 脾气好 两口子感情还不错 家庭和睦 一般情况下 魏德民下班后 就会按时回家陪老婆孩子 昨天晚上魏德民没回家 他这几天都在下乡 这也是工作需要 红玉街道办事处呢 辖区不小 除了城区 还有不少乡村地界 交通并不是太方便 魏德民跟着办事处 和民政所的领导 一起下乡检查工作 在乡下住了两个晚上 这种情况 以前也经常发生 很正常的现象 谁知道啊 今儿一大早 魏德民就接到办事处的同志 紧急电话 说他家里出事了 老婆正在医院抢救 让他立即赶往西城区人民医院 魏德民急火火地赶到西城区人民医院 才知道昨天晚上他老婆敏洪玉被人强奸了 犯罪分子不但入室强奸 还残忍地掐住敏洪玉的脖子 将他掐得晕死过去 直到今天早上 昏迷中的敏洪玉才被家里人发现 紧急送往人民医院急救 魏德民立即赶到了派出所报案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小魏 怎么回事 是你家出事了 李索二 来得正好啊 情况呢 是这样的 那得赶紧行动 程雪 你带两个人去西城人民医院 给被害人做笔录 要密切注意被害人的身体状况 梁雨张芳 准备出现场 程芳 给分局刑警大队打电话 请他们派人过来支援 李索二 韩元村那边的情况你熟悉 一起去 我肯定要去 不过咱们还是等刑侦大队那帮人过来 之后再一起去吧 行 那你等他们过来之后呢 去韩元村 我们先去了啊 王维哪有那么多时间来等待啊 这档口只怕现场早就被破坏得一塌糊涂了 越早一点赶过去 越有希望获得有用的线索 去迟了 连汤都赶不上一口热的 韩元村那些人 可没有谁有保护现场的意识 李民主哼了一声 张芳那边却出了状况 电话打过去是分局刑侦大队一中队队长杨振华接的 也就是俗称的重案中队中队长 郑主 不过电话那边杨振华却没给张芳半句客气话 这个案子你们自己破吧 没必要我们刑侦大队过去 你们所里不是有神探吗 杨队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没意思 什么意思都没有 我就是告诉你 张芳 我们都很忙 没时间 这个案子你们先办着吧 反正你们所里也有警警队 还有神探 不要说分局 市局都大名鼎鼎 我们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你说是吧 他又何必浪费时间呢 什么东西 老大 杨振华那混账东西说 他们不来了 没时间 他们不来就算了 他们这次不来啊 绝对是他们的损失 不是我的损失 王嫂 这话怎么讲 我估计这个案子啊 和咱们市里这些年发生的 几起入室强奸案都有关系 搞不好啊 就是一个人干的 趁着这个机会啊 把这几个旧案全给破了 也算是给刑警大队那帮哥们帮个忙 既然他们是这个态度 那我也懒得帮他们了 王嫂 嗯 这话 真的假的 哼哼 既然这样 那我再给他们打个电话吧 跟他们把情况说明一下 请他们马上过来 你看啊 嗯 可以啊 那就辛苦李所了啊 李民主啊 真不含糊 就当着王维的面打了电话 李所用的呢 也是手机 可以说啊 王维在红绿所带了一个坏套 自从他配了手机之后 算是把其他同志给逼到了墙角了 尤其是刘强 张海娃 李民主这三位 人家王维 王锁都用上手机了 你们三位所领导呢 要不要跟上潮流啊 不管刘强和张海华跟不跟上 李民主必须得跟 再红一锁 大家都知道 李锁王锁早就杠上了 尽管现在看啊 是李锁处于下风 但是呢 李锁的倒驴不倒架呀 怎么也得紧紧咬着王维吧 不能被甩差太远呢 不就是一手机吗 买 你用得起 我老李也用得起 结果呢 李民主是红一锁第二个用手机的人 而所长刘强屈居第三 教导员张海华暂时还没有买手机 不过据说已经有了计划了 到那个时候 红一锁恐怕会成为整个编程公安系统 科技化程度最高的派出所 几个城区所呢 都比不上他们阔气 别说来也巧啊 李民主电话拨过去 接电话的还是杨振华 喂 杨队 你好啊 是我 老李 李民主 李总 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杨队 我们这里刚刚发生了一起强奸杀人案 对对对 就是刚才张芳向你汇报的 李总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们没时间 你们自己有神探 没必要向我们求救吧 杨队 你误会了 我们王所刚刚说了 不是向你们求援 是给你们帮忙 啊 你们重案中队 不是还有几个陆氏强奸的巡案没有破吗 王所的意思是 你们破不了就算了 他帮你们破 和这个案子啊 兵案侦查 一起破了 反正是举手之劳 你们就不用感谢他了 李民主啊 语速并不快 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说的 不但杨振华听得一清二楚 这边刑警中队办公室 每个人也都听得一清二楚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得阴沉沉的 恶狠狠的盯着李民主 尤其是张芳 那眼神像是要杀人似的 你捞力也太过分了吧 有你这样挑拨离间的吗 听了这个话 不要说杨振华这脾气本来就火爆 就算是脾气再好再温柔 那也受不了啊 你人还有三分火气呢 况且 王维的原话也不是这么说的呀 至少没有后面那什么感谢的话呀 但是李民主那话都已经说出口了 再想解释也解释不清楚了 再说了 以王维那二杆子性格 也绝不会开口解释 二哥自来就是这么牛 怎么着了 王维啊 就这么脸带微笑的 望着李民主看着他表演 关键是呢 理所也够狠 压根就不理会四周刀子般的眼神 微笑着对王维说道 王维啊 放心吧 他们会来的 我理解你的意思啊 杨振华那帮家伙 就是傲气 不刺激一下他们不行 不过话说回来 这么严重的案子啊 还是请他们中案中队的人过来 指导一下比较好 毕竟他们经验更丰富 水平也更高 上级机关吧 你说是不是 李所说的对 我们大家呢 要尊重上级机关 张芳亮宇 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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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